再定睛一看 发现自己并没有看错 葫芦顶上佛陀的头部 确实已经转向了 因为他身子前面的一只拈花手 还朝着红砂岩的方向 而另一只指地而垂的手指方向 也没有任何变化 单单就是头部转了过来 而他脸颊上的泪痕 似乎是外面那层覆盖着的冰绒化所导致 只不过还略带一点红 跟和对面红砂岩的颜色一致 显得诡异和恐怖 佛陀显灵出血泪了 这事情算是彻底颠覆了我的三观 但我还是感觉不大可能 因为像这种场景 只会在玄化或者灵异小说中出现 转头一看三黑子和小竹 他们两人同时 微张着嘴巴 眼神差一万分 显然他们也见到了佛陀面向的诡异情景 那些湘柳人员 此刻正聚精会神地进行最后的绝底工作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唯独带灵 他已经见到了佛陀显灵的场景 开始手指着寒冰浮屠的顶部 无比惊恐地喊叫 随后他跪了下来 身躯颤抖地祈祷 带灵的喊叫声 惊动了湘柳那些人 他们抬头 见到佛陀不断流出血泪的样子 全惊呆了 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中年汉子先是无比震惊 反应过来之后 他开始冲着众人大喊 隐隐约约之中 似乎是命令他们速度加快一点 湘柳那些人开始紧张起来 咬牙继续动手 河水的响动声开始越来越大 河面的雾气也越来越浓 类似我们用水壶烧开水 之前的声音像是水缸有点温热的动静 而现在的声音 好像水温已经到了六七十度 有一种河水即将沸腾的既视感 我脑子在急速地转着 现在主要的问题 是在什么时候动手 因为我感觉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匪夷所思之事 有可能会打乱我之前的计划 几秒钟之后 我迅速决断 以不变应万变 静待时机 可事情的突变 却完全超出我的想象 在湘柳人员即将挖断寒冰浮屠 与下面石块粘连的最后一节冰的时候 整个塔身开始晃动了 越来越剧烈 一副摇摇欲坠的感觉 中年汉子健壮 紧张地不断挥手命令 河面的烧水响动声太大 根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只见那几位负责牵引葫芦的人 开始迅速摇动着牵引葫芦的手柄 软钢绳一下绷直了 这是为了防止寒冰浮屠突然倒塌 但这作用仅仅在一瞬间 因为整个寒冰浮屠晃动的幅度 反而越来越大 上面的佛陀 似乎像人被绑了绳子 正在死命挣扎的感觉一样 不仅如此 我还见到下面的基座大石块 也跟着塔身开始晃动 而旁边的河堤隐约也有摇晃之感 这不科学 基座和河水怎么也动了 待反应过来之后 我觉得香柳这帮货 估计要玩犊子了 之前我们都忽略了一点 无论是香柳还是我们 此次进来的是天然溶洞 并不是目的 一直没有任何防盗阻碍 潜在意识认为 寒冰浮屠只是一尊神奇的建筑死物 而且它还外面被冰给覆盖了 不会有任何机关设置 可这毕竟是天下奇宝 铸造人会将它放在这里 完全不设防吗 从现在情况来看 佛陀显灵转头流泪 显然不大可能 这应该是像柳之人 在挖寒冰浮屠之时 触动了地面上的某个机关 导致出现了如此诡异的情况 机关原理不知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知 但一定会超出想象 因为不管木也好 藏宝地也罢 在绝大部分情况之下 一旦机关触发 最终的结果一定是 宝毁人亡 我头皮阵阵发麻 戴琳还在下面呢 不能再等了 我猛地一挥手 三人迅疾用不遮住了口鼻 打开手中的罐子盖 像扔手榴弹一样 将蝴蝶罐子 朝着向柳人群死命地扔去 哄 一声响动 地面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 旁边不少碎石兵扎乱飞 我们吓得立马趴在了地上 这不是蝴蝶罐子发出来的声音 因为我们扔的不是炸弹 抬头看去 无比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佛陀下面的基座石 已经彻底沉了下去 旁边的河堤在不断地剥离 坍塌 有两位香柳人员站立的地方 就在河堤边沿 此刻人已经掉了下河 发出了阵阵惨呼 有一位已经被拉了上来 但他裸露在外的皮肤 已经全是被烫伤的水泡 而另外一位 因为救援不及时 已经彻底沉入了滚烫的河堤 竟然好像被融化了 而那尊寒冰浮屠 现在正成一种诡异 而缓慢的姿势下沉入河 塔身上的软钢绳子 根本抵受不了他下沉的力量 越崩越紧 越崩越直 中年汉子剑宝即将入河 已经彻底疯了 不顾正在坍塌的河堤 大叫着指挥所有人 开始摇动牵引葫芦 试图阻止寒冰浮屠下沉 将他给拉上来 碰 碰 碰 软钢绳竟然被扯得断裂了 寒冰浮屠就那么义无反顾地沉下去 在塔身与水面接触的地方 不断地往外冒着大炮和浓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石灰池里面石灰融化的情景 跟那状况一模一样 上面葫芦顶上的佛陀 仍然不断流着血泪 神情悲悯而痛苦地凝视着众人 慢慢沉入河底 直至彻底不见 这一幕神奇的场景 历经多年 仍然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宝物彻底毁了 一尊拥有汉娃与上古范文的寒冰浮屠 完全淹没在了诡异的滚滚河水之中 向柳的罪面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整个过程 仅仅发生在短短的几十秒之内 我脑瓜子嗡嗡只想 溶洞底仍然在不断晃动 坍塌 向柳的人开始大喊大叫 丢失工具 不顾一些受伤同伴 开始疯狂地回撤 索性戴林没有出事 他也跟着人群往回撤 本以为接下来会天崩地裂 可短短十来秒之后 天地竟然恢复了一片宁静 河堤不再坍塌 滚烫的河水开始变成了原来温泉一般的状态 周边看不到任何关于寒冰浮屠曾经存在的痕迹 似乎之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佛本无相 色极是空 但蝴蝶已经发挥了作用 向柳的人开始猛逼了 他们眼神变得迷蒙 表情变得吃傻 开始留着哈喇子在原地不断转圈 我们从强烈的震撼之中回过神来 关于寒冰浮屠 一切多想以无意 带琳还等着我们救 我手猛的一挥 三个人向狼一般窜了出去 出乎意料地顺利 有两位上残存一点意识的香柳人员 发现了我们突然窜出 手中的喷子朝我们打来 发出喷喷的响动声 但他们神经已经开始错乱 根本没任何准头 偏离得非常离谱 小竹最先赶到 从一块石头潇洒月下 双脚连环踹 将这两人给踹翻在地 他们晕了 三黑子非常无语 你好歹给我留一个 我大猴到 就带琳 他们两人奔向了带琳旁边 小竹已经将布条 裹住了戴琳的口鼻 三黑子一拳 将他给敲晕 把他背了起来 我冲向了那位 正在原地转圈的中年人 先先帽子 再先衣服 后扯脸 这竟然是一个 受过戒的光头和尚 我都已经快将他脸上 扯出血来 并没有人皮面具 他不是海燕 海燕人呢 小竹见我着急 赶忙腹下身 将所有人的脸 全扯一遍 抹一遍 他们所有人脸上 都没有任何妆容 也没有戴人皮面具 全是以真面目示人 这什么情况 哥 海燕好像不在 我隐约感觉 这次事情 可能不像下喜说的 那么简单 也许下喜 还有没有获得 完整的情报 我转头一看 可能因为这里的环境 比较复杂 那些蝴蝶被放出来之后 扑扔了若干下翅膀 现在竟然一个个 晕晕乎乎的 有些还摔落在了地上 就像蚊子吸了蚊香 我不知道 蝴蝶死亡之后 向柳的人置换效果 还能维持多久 虽然三个目标 只实现了一个 但此处不宜久留 必须赶紧走 我一咬牙 快撤 几人迅速往外面撤去 我们刚刚往上 走了十几米 忽然 我好像见到了 在我们下来的地方 有探照灯的光亮 握倒 几人迅速握倒在地 刚刚握下 几声喷子响动声传来 紧接着就是 高亮度探照灯的灯光 向我们身上照来 凌乱的脚步声 自上而下 冲下来 足足有十几二十人 海也有令 必须抓活的 我头皮一下妈了 上当了 走 我冲着小竹 和三黑子大吼道 几人快速转身 沿着河堤 往西边方向疯狂跑去 身后的人 也开始朝我们疯狂追来 这河堤非常之宽阔 地面上全都是 平整的大石块 我们虽然跑起来快 但他们追过来 也非常快速 唯独值得庆幸的是 刚才那个家伙说要抓活的 这群鸟人没有朝我们背后开冷枪 如果单单是我们三个人跑还好 但现在三黑子背着带铃 他根本跑不快 距离反而越拉越近 眼见已经快跑不了了 三黑子气喘吁吁 冲我大喊道 老板 你来背带铃 我以为他身体承受不住了 正要接过带铃 三黑子的后一句话 却让我发毛了 逃不了了 我来挡住他们 你们快走 我脑袋 少他妈废话 背着 小竹却猛地转身 嘴里一声角鹤 手中五六枚竹刀片 呼啸往后击出 身后传来几声惨呼 香柳已经有几人中了招 这一来 他们收脚不急 不少家伙翻滚在地 暂时稍微延缓了 他们追击的步伐 我们得以短暂喘息 开始疯狂地往前面逃 竹刀片 只能一时地阻止 他们起身之后 再次不依不饶地追来 之前拉开的距离 在二十多分钟之后 再次被完全弥补拉近 而现在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已经跑到河堤的尽头了 前面被巨大无比 凹凸不平 怪石凌寻的石山 给挡住了去路 石山架满了整个河面 上面是溶洞诺大的穹顶 河水从石山底部 一个半米高的缝隙下面 奔腾穿越 如果我们要继续逃 只能马上跳入河水 从水里潜涌着 穿越这座阻挡我们的石山 但这方案明显不可行 一来 刚才我们见识到了河水的诡异 它好像能融化寒冰浮屠 和烫死人 而且 我鼻尖闻到了水面 泛上来浓烈烧石灰的味道 这里又全是喀斯特地貌 估计河水像石灰水一样 有着高度的腐蚀性 二来 即便河水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能潜下去 但戴灵现在正晕着 根本无法带它一起前走 三来 下河之后 我们的速度会变得更慢 后面那些家伙 要是有几个游泳健将 我们可就算彻底玩犊子 三人立马停了下来 三黑子已经累得双眼翻白 说了 我来断后 这下完了 我见到石山上 有不少大的溶洞 像蜂窝眼一样密布 狠易咬牙 上溶洞 几人开始疯了一般爬石山 也没什么可选择的 直接找了一个中间的溶洞 快速爬了进去 小竹立马闪身在洞口 一块突失后面的位置 藏了起来 对我说道 哥 你们先去探一下路 我来抵挡一阵 这倒可行 溶洞口 只能容纳两三人并排而进 小竹有顶尖的竹刀片功夫 只要项柳的人 敢冒险进洞 小竹卡在这凸起石头之后藏身 往外飞竹刀片 可以形成一种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事 我和三黑子迅速进去了 身后顿时传来了几声惨呼 有项柳的人 想闯进溶洞来 被小竹的竹刀片给问候了 小竹傲娇无比地对洞外说 不怕死的话 就一个个上 不要轻举妄动 围住洞口 项柳的那位指挥者 大声说道 我和三黑子 往洞口深处 快步走了大概五六十米 拿着探照灯往前一照 心中大骂 老天眼瞎了 这蜂窝溶洞 虽然还比较宽大 里面驱离拐弯 怪事凌寻的 但镜头却是坚硬无比的山体 完全没有任何出口 也就是说 我们几人已经被彻底困在里面了 插翅难飞 三黑子都傻眼了 抬脚用力踹了两下严冻臂 开 给老子开 我说道 别踹了 又不是芝麻开门 三黑子问 怎么办老板 我回到 先回去 两人立马带着带领 回到了洞口后面的位置 小猪见我们神情一片颓然 知道已经陷入绝境 没再说话 我掏出了一支烟 点着了 陷入目前的这种状态 除非我是孙猴子 能有七十二般变化 可以身躯顶开五指山 否则别想逃出去 多想也无意 让我搞不清楚的事 此次我们来神农架就带领 几乎没有人知道 到底怎么泄露了消息 眼见三黑子神情极度郁闷 不断地挠头 我也丢了一支给他抽 小猪见 我们都在抽烟 问道 好抽吗 我回到 还好 小猪表情有些不好意思 我也想抽 我掏了一下口袋 发现这烟也欺负小猪 仅剩下的两根都被我们抽了 便回到 已经没了 小猪指了指我嘴里的烟 这个让我抽两口吧 我只好将烟给了她 小猪学着我 吸了两口 呛得秀眉紧簇 忍不住要大声咳嗽 她赶紧捂住了嘴巴 烟从她手指缝之间溜出来 显得一张翘脸 无比迷蒙 三黑子见状 笑道 抽烟你不如我 小猪没吭声 将烟还给了我 紧接着又抓着我的手 哥 我求你一件事 我见到这丫头 神情坚毅而认真 眼眶红红的 非常讶异 三黑子瞪大了眼睛 不是 你咋好像哭上了呢 小猪没理会她 对我说道 等一下我先出去与他们厮杀 你们乘着空隙往外逃 千万不要管我 顾好自己就行 好吗 小猪从来没有求哥 替我做任何事 指此一件 行吗 我心中顿时一暖 难怪这丫头 刚刚要抽烟呢 感情她想牺牲自己 给我换命 同我诀别 她见我没答应 低着头 脸颊上的青泪 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忽然 她猛地从地上起身 我一把将她给扯住了 小猪摇头说道 哥 逃不出去了 如果我先缠住他们 心血还有一线机会 否则你一点机会都没 我抹了抹她脸上的泪痕 郑重地说道 逃不出去是肯定的 但除非我死了 否则你一定不能死我前面 小猪 我继续说道 海爷的目的不是你们 也不是戴灵 他的目的是我 我们先拖一拖 耗一耗 等他们不耐烦 要发起总攻之时 我再投降 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 跟着他们走 作为交换条件 他们绝对会让你们三人离开 三黑子和小猪文言 傻了眼 半赏之后 三黑子挠了挠头 不行啊老板 要是他们既要你答应条件 又不让我们走 这不是鸡飞蛋打吗 东风吹 战鼓雷 干脆跟他们惊天动地干一仗拉倒 我大黄牛不怕死 我回道 放心 若我以自己性命要挟 他们不敢造次 肯定会放了你们 小猪顿时急了 可是你被香柳给带走 不仅危险 而且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 绝对不行 我伸出了手掌 在掌心写了一个人字 在长辈也写了一个人字 而后 我又抹了抹地面上的灰 在地上写了一个田字 示意小猪离开之后 去找田家 再写了一个乐字 示意三黑字 去东北找方乐了 这意思就是告诉他们 在香柳的内部 我们有人 香柳外部 我们也有人 我即便被他们逮住 也没那么容易死 内部有人不仅指下洗 也有田家在香柳内部的 卧底的十二金刚驴老头 外部有人是指整个田家 我让小猪离开之后 赶紧去找田家 尽管田家到底 现在正邪还分不太清楚 但上次田家在江湖上 做四面开花局忽悠海爷 又把我们给带上道观 紧急避险 显然并不想我死 如果我沦陷了 田家大概率会发动 卧底 想办法来救我 我让三黑子离开之后 赶紧去找方乐了 主要是我不敢将自己 性命所有的保全 压在田家上面 万一田家依然不愿意 跟香柳起任何冲突 那我将陷入 极为危险的境地 之前我在东北 专门留下了田家 夺香柳圣物 欲摇的优盘证据 塞在了方乐了 祭拜的大仙灵位里面 优盘 其实相当于 顶在田家头上的一把枪 一旦三黑子予以公布 田家想不语 项柳翻脸都不行 一揉一缸 一请求一斜魄 田家一定会 搅这趟浑水来救我 退一万步来说 即便这两个办法 都失效 至少还有下戏 我问他们 明白了吗 三黑子和小竹对视一眼 点了点头 明白 竟然是 安天命 我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的 接下来会不会发生 其他的突变 我完全不知道 也无法控制 我冲他们笑道 遇事别慌 先休息 我开始闭目养神 可仅仅刚休息了几分钟 外面有喇叭开始响了 苏先生 我是向柳十二金刚之一乘放 目前的形势 想必苏先生非常清楚 前有山祖 后有追兵 上横穹顶 下奔毒水 你们已经插翅难飞 承某素闻苏先生大本事 心中颇为敬仰 还望苏先生 不要做无畏挣扎 配合我们去见海爷 以免伤了同伴性命 我给苏先生五分钟的时间考虑 若你依然执迷不悟 我们将发起强攻 开始计时 紧接着 开始有独秒滴答的声音传来 承方肯定是将秒表 故意放在了喇叭上 以图给我们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我懒得理会他 时间已经过了四分三十秒 苏先生 你还有三十秒时间 承方在外面大声说道 我还是没理他 时间在一点一点流逝 倒计时开始进行到了 最后十秒 九秒 八秒 在最后的关头 承方立声喝道 全体都有 武器准备 随后 传来众人准备武器的声音 我冲外面说道 等一下 承方在外面笑了 苏先生 俊鸟登高之 良情择目而期 海爷与你斗了几十回合 他发自心底 对你高度欣赏 认为 你世间罕见的奇才 我来之前 老爷子还特意交代 只要你愿意 放下君家虚无缥缈的信仰 为香柳办事 条件你 尽管提出来 但凡是天上的月亮 只要能够得着 老爷子都会给你捅下来 我说道 行 但在谈条件之前 我有几个问题 请你如实回答 承方文言 音调带着一丝欣喜 好 承某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我问道 寒冰浮屠之事 是否为真 这是我一直想搞明白的问题 香柳派队伍来神农架 一路以来 所有的痕迹 均是冲着这尊寒冰浮屠而来 看不出任何虚假成分 但他们在攫取寒冰浮屠失败之后 却突然从背后多出了一支队伍 杀过来逮我们 这肯定是提前不好的局 他们主要目的 到底是来攫取寒冰浮屠 还是来逮我 承方回道 寒冰浮屠乃旷世奇宝 当然为真 只可惜 古人智慧盖世 我们无缘取得 香柳上下深感痛心 痛心你大眼 我又问道 你们挖宝就专门挖宝 三星二异社局坑我干嘛 承方大笑起来 这就是老爷子的智慧所在 海爷认为 此次来神农架挖寒冰浮屠 苏先生一定会尾随而至 从中始办 老爷子分了两批队伍 一批这儿八斤绝宝 引苏先生入网 一批不动声色藏于暗处 专门对付苏先生 老爷子还特意交代 苏先生是一条狠毒而狡猾的蛇 不到万不得已 让我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这叫真宝又真佛 香柳本来打算 今日宝 人共取之 如今宝已被毁 但若承某能带苏先生回去 也算是一个天大的收获 我顿时有一些头皮发麻了 海爷不是神 成方刚才虽然说的轻描淡险 但其中有一个重大的逻辑问题 那就是 我会来神农驾 阻止向柳朵寒冰浮土 除了我们三个人 连田家都不知道 海爷又是如何未卜先知 知道我们来此 夏喜告诉他的 这不可能 一来他的身份我已经锁定 这会是神秘君驾 做这是不服身份 二来 我来这里的另一个目的是救戴玲 以他和戴玲的感情 做这是不服目的 三来 夏喜如果要背叛 逮我像海爷县中 根本用不着玩这么复杂的一套 无论在藩公岛 还是在卢省 他逮我机会 简直不要太多 做这是不服效率 秃鹰绍和波爷泄露的 也不合常理 他们的身份 一个是鸽子 一个是土鳖虫 职业要求 他们不会泄露雇主的任何信息 即便是他们被胁迫 或者因重大利益 违反职业道德 我们来神农驾之事 他们老早就知道 要是他们泄露的消息 根本用不着费尽巴拉袋 我们来到广寒宫 直接告诉海爷 在山脚下 把我们给逮了更加省事 还避免了 我们进广寒宫里面来搞破坏 半天想不出个所以然 不管成方会不会回答 我干脆直接开问 好一个珍宝又珍佛 海老贼又怎么知道 我们会来 成方再次哈哈大笑 苏先生 你太小看老爷子了 你是不是将自己之前 所干的大事 忘得一干二净 我问 什么大事 成方说道 珍宝不可指寒冰 浮屠这一个 引出来的珍佛 也不止苏先生一人 我突然袭来一阵 非常不好的预感 冷声问道 什么意思 成方道也爽快 向我解释道 当初老爷子 让向子巡去草原 找凤迪城 本打算夺高车国宝 控制一批顶尖盗墓贼 用巴拓稳住 向柳十二护圣金刚 引出神秘军家 但苏先生好大本事 竟然让此一件 似雕之际 灰飞烟灭 老爷子结合 凤迪城出现的 种种疑点 严重怀疑 除了苏先生之外 破一箭四雕计 还有一只神秘的力量 也参与其中 极有可能与 一直未出现的 神秘军家 而且 香柳内部 一定出现了 超级大叛徒 为此 老爷子向基金会申请 并获得同意 决定如期举行 祭拜圣物宇宙 翻弓岛捞禽船 神农架 取寒冰浮屠 三箭绝密大事 目的无他 就是通过主动战略 舍弃这三箭 稀释珍宝 一来将苏先生 给彻底圈住 二来引出香柳内部的 超级大叛徒 老爷子说 舍不得孩子 套不出狼 通过这三件事 苏先生 这匹一直冲在 前面的狼出来了 下戏这匹 一直隐藏在 暗处的狼 也出来了 我们在大山转悠这些天 海爷已经彻底 控制住了下戏 经过无比周密调查 原来这颗香柳 冉冉升起的星星 竟然就是素未出现的 那位神秘军家 之前一系列 失败的不解之谜 已然全部迎刃而揭 如今 四军家已然全聚首 绿宙 秦传 寒冰浮屠等 虽然都是旷世奇宝 但与四军家聚首之后 取得佛天珠相比 这些损失 都只是毛毛雨 我脑瓜子 顿时嗡的一下 为了实现引出真佛 达成军家全聚首的目的 海爷主动战略 舍弃这些珍宝 完全 彻底 毫无声息地麻痹着我 当然 也麻痹着夏喜 但凡这中间有任何一件事 一样保卫甲 我和夏喜 可能途中就反应过来了 香柳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但也收获了空前的成功 一句话如闪电一般 从脑海中闪过 波龙曾说 老司里只是一位战术大师 海爷却是一位战略家 这位战略家 隐忍到了极致 决绝到了极致 更关键是 现在 夏喜已经彻底暴露 并落到了海爷的手里 如果我今天再陷落 海爷将迎来全面胜利 苏 陆 徐 夏 四大军家 截至目前 我已经获得了陆 徐两家的神器 尽管到我仍不知道 苏家的神器是什么 也不知道夏喜身上 有没有夏家的神器 但只要逮住了我和夏喜 海爷夺取西域佛天珠的计划 将会有志的飞跃 以香柳无比强大的实力 假以时日 神器之秘 必将完全揭开 为了让三黑子 小竹 带领出去 我本来还想着主动投降 期待后面 田家和夏喜的营救 能够从香柳安全脱身 现在的形势 发生了天翻地转的变化 让这想法 变成了痴人说梦 当务之急 我坚决不能让城方逮到 否则一切希望 都将换灭 怎么办 我感受到了无限的危机 灭顶之灾的危机 转头看了看三黑子和小竹 他们两人也脸色一片辣白 这不是下的 而是对眼前突然发生的惊天巨变 难以接受 苏先生 该说的我全说了 海爷对苏先生 下喜诚意满满 希望你们两人能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协助相留取得佛天珠 事成之后 两位余生将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我强压着内心无比庞派的情绪 让自己尽量冷静 给我半小时考虑 成方文言用喇叭继续喊话 一个决定 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可以再给苏先生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 无论苏先生有没有明确的答复 我们将进来恭请 讲完之后 成方不再说话了 三黑子和小竹看着我 期待着我做出决定 我瞅着他们两人 心中无限内疚 他们跟着我出生入死 我不仅没让他们过上安生日子 今日还带他们彻底陷入了绝境 一将无能 累死三军 我低声对他们说道 情况有了重大变化 但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三黑子回道 老板 你吹牛逼越来越熟练了 我无语道 事情紧急 来不及向你们解释 请你们记住一点 海爷的目标在我 而不是你们 因此 成方他们无论如何 绝对不会搞死我 我的生命安全 你们完全不用担心 既然这样 我们的计划不变 等下我假装答应他 先出去诈降 让成方等人放你们走 接下来 你们务必以逃得性命为第一目的 不用管我 我自然有办法从香柳安全脱身 你们在逃亡过程之中 如果后面还有重大危险 不得已之时 可以放弃带领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大家都非常想救带领 但是我不能要求他们为了带领 去牺牲自己 这事情丧天良 我相信 即便夏喜在这里 他也会对自己兄弟 做出同样的选择 不行 他们两人异口同声地回道 我突然恼火了 无比严厉地说 这是我们目前 所能采取的最佳办法 不行也得行 小竹说 哥 你休想骗我 刚才你说得好听 说什么 你肯定有办法安全脱身 海爷费尽千辛万苦 调出了神秘军家出来 又带到了你 怎么可能还会让你脱身 我太了解你了 你知道这次摆脱已经无望 不想让海爷计划得逞 更不想到了香柳受到任何屈辱 打算骗我们离开之后 自己再想办法 与城方他们同归于尽 我心中顿时一抽 小竹讲得全对 我确实准备这么干 但这个荒必须继续撒下去 我皱眉道 你跟我这么久 难道不信我的本事 三黑子说道 那你把准备怎么脱身的方案告诉我们啊 有十分钟呢 时间都可以发表就职演说了 足够你解释 我咳嗽了一下 行 既然你们不信 我现在简要地解释一遍计划 被城方他们抓住之后 我准备 三黑子立马罢了罢手 行了行了 又特么开始行骗了 我 三黑子指着我的手 你每次要长久 反复地思考问题 喜欢将那枚甲圆大头 拿到外面来搓 但你每次张口就来的行骗 右手就会插进兜里 在里面摸圆大头 这是细节 你难道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习惯 我赶忙将右手从兜里拿了出来 胡说八道 小竹这丫头竟然扑刺一下笑了 还冲三黑子竖起了大拇指 我气得不行 你们到底执不执行 这两个货反而不再理会我了 接下来 威逼 恐吓 说理 各种手段全都是了 一点作用都没有 我彻底绝望了 苏先生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我长叹了一口气 对小竹和三黑子说 你们就做死吧 三黑子说 老板 别扯这些没用的 想一想 怎么打能多干几个 才是正经事 我刚要回话 成方说道 苏先生 我们现在进来 如果你同意 请不要动手 如果你们动手 我会视为你不愿意合作 到时死伤了自己的同伴 别怪我没提前说明 洞口已经有脚步声传来 刷刷刷 三片竹飞刀飞处 矿矿 竟然没击中人 成方吸取了之前 进洞的教训 竟然好像让下属 拿了某种金属挡板 挡在了身前 抵抗住了小竹的竹飞刀 苏先生 成方话还没有说完 三黑子突然爆喝一声 冲到洞口 抬脚往进洞之人的 手中挡板 猛踹了几脚 几声惨呼传来 紧接着是喷子的响动声 三黑子个头虽然高大 但身躯却非常灵活 滚地而躲 迅疾滚了回来 喷子没打到他 这祸双目星红 一张黑脸非常运怒 双 他从腰间拔出了匕首 小竹也拔出了匕首 攻击 成方也发火了 大声下达了命令 已经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 我气得半死 但也只得拔出了身上的匕首 三人呈犄脚之状 全躲在了旁边的大石头之后 可我们都小看了成方 他开始命令下属 用火力开路 火药杀石击在石头上 发出阵阵刺鼻的味道 他们队伍越来越靠前 而我们却根本无法靠近他们 先往后撤 我们只得拖起了带铃 往着溶洞的深处 跑去 但成方不依不饶 带着队伍往前死死逼迫 他们身前架着挡板 前行的速度虽然比较缓慢 但就这个溶洞的一点距离 不出几分钟 就会将我们逼到墙角 最后一遍 你们到底配不配合 配合你大爷 三黑子突然举起了地上一块大石块 往前凶狠地砸去 成方队伍的阵型 为躲避大石头 纷纷退后了几步 苏先生 海爷曾交代 不到万不得已 不使用非常手段 但这是你们逼我的 全体戴面罩 放弃 我彻底傻眼了 海爷既然交代成方不到万不得已 不使用这种手段 可见这气体即便是不致死 肯定也会对身体产生无比严重的伤害 只要气一放 我们完全没有抵抗的余地 等一下 我配合 我大吼道 成方已经不再有耐心了 他根本没回答我 我耳朵只听到了外面的人戴面具的声音 我沉声说道 成方 我已经表达了配合意愿 但你不按姥姥贼交代 仍然准备放弃 如果我和我的同伴身体有任何损伤 即便我见到了海老贼 他绝对得不到想要的 请相信我 一定说到做到 此话一出 戴面具的声音总算停了 成方说 好 请苏先生单独出来 我说道 你们先退出洞外 我需要交代他们几件事 其实 成方一直稳操胜券 他之所以一而再 再而三地劝降 估计海老贼非常了解我的性格 特意对成方有过交代 想让他尽量不要损伤我的同伴 因为海老贼非常清楚 一旦小竹等人出了事 我百分之百会跟他一个玩鱼死网破 目前这场面 其实是成方内心深处希望看到的 成方回道 好 希望苏先生这次不要再实验 他们退出了洞外 我正想转头对小竹和三黑子交代 地面传来了一个声音 苏晨 三人低头一看 戴玲不知道啥时候醒了 他手正捂住脖子 神情显得无比痛苦 我现在也没空理会他 对着上空竖起了三根手指 开始对着小竹和三黑子发誓 三根手指发誓 其实 无论东 西方都有这样的手势 但含义有所不同 咱们这里代表天 地 人 共同见证 西方则代表 圣父 圣子 圣灵 共同见证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硬来一起死 暂时投降 大家还有一线生计 我苏晨从不立誓 今日对着自己天 地 父母神灵起誓 若我被逮住 无论发生什么 绝不忘自寻死 此事天地可见 关心则乱 如果不打消他们的顾虑 他们绝对不会答应 这誓言对我来讲 其实等于放屁 我肯定不会遵守 但三黑子和小竹 见我神情无比凝重 说得顶天立地 他们面面相去 讲不出话来 带林却挣扎着 从地上爬起 低声而焦急地说道 苏晨 我有出去的办法 我们全猛了 小竹伸手捂了 伍带林的额头 带林你怎么了 带林急到 来不及解释 你们先拖一拖外面的人 紧接着 他不管我们 开始附身在地上 抹平地面的灰 手指急速地写着东西 上古梵文 跟那尊寒冰浮屠塔身上 梵文一样的文字 写了几行字之后 带林又开始根据那些文字 列出了一种古怪的公式 紧急地进行计算 他的额头冒出了阵阵汗珠 显然他知道 时间非常紧迫 大概计算了几分钟 带林好像已得出了计算结果 他先用脚步 抹平地面上的计算痕迹 然后闭着眼睛 想了一想结果 紧接着 走起了一种 无比古怪的步伐 似乎用脚步 在丈量着什么东西 带林的样子 没有在开玩笑 难道那尊寒冰浮屠 还有什么神秘的信息 交代完没有 成方在外面 用喇叭大声喊道 我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 再等一下 成方说道 一分之内 我必须要见到苏先生 秒钟再次放在喇叭口 响了起来 带林还在用脚步计算 半分钟之后 带林的脚步 在不远处停了下来 他立马闭上眼睛 坐了下来 一手下垂 一手呈年花纸状 这是佛陀的坐姿 带林坐下来之后 睁开了眼睛 将呈年花纸状的小手指 往前一指 无比急促地说 用力移动那个大石块 我们能出去 时间仅剩下了十秒 三黑子傻眼了 我踹了他一脚 快搬 四个人冲了过去 开始挪动那个石块 石块非常大 我们几个人 用尽全力推了一下 完全推不动 他就像焊在原地似的 时间到 放弃 成方已经极度狂躁 耳朵听到了洞外面 呲呲地放弃声 我全身寒毛都竖了起来 带林一边推着石块 一边说 静往佛陀垂直的方向时 我明白过来了 带林通过神秘范文 计算得出了溶洞一个方位 在这个特定的方位 它坐下来成佛陀状 拈花指的位置方向 十块 是机关石的位置 而要要移动这块机关石 则需要按佛陀下垂 手指的方向实力 这里面有着非常多的谜团 最大的谜团在于 我们在逃跑的时候 其实胡乱选择了一个蜂窝溶洞 这石山上蜂窝溶洞 少说有四五十个 难道这妖巧 我们就进了藏有机关石的一个 这概率都可以买彩票了 想想都觉得不可能 但现在并不是询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只要能逃出去 带林一定会给我们答案 众人意齐使力 石头竟然开了 下面是一个天然溶洞 而外面的气 已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进来了 除了见到了气体 我耳朵还听到了外面的脚步声 千钧一发之客 大石头已经被我们给推开了 我们捂住了口鼻 立马跳了下去 紧接着 几人用尽全力 在下面将石头往原处推 这机关非常的古怪 在之前没有找对移动方向的时候 似乎众有千钧 纹丝不动 但现在掌握了移动方向 推起来却比较省力 大石头在合起来的那一刹那之间 我感觉到 上面的脚步声已经到了 这洞里面四个人待着 非常挤 三黑子挣扎起来 想往下面跑 我一把拉住了他 并转头 示意大家不要动 如果我们现在跑起来 一定会往顶上 传出嘈杂的脚步声 指不定成方就发现了蹊跷 虽然他不知道 怎么开这个石头机关 但保不齐这家伙 用炸药炸开石头 继续带着人跟下来 那我们之前的努力 全都白费了 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我们几人都用手捂住了嘴巴 不发出任何声音 石头与地面的贴合非常之严密 那些有毒的气体 也钻不进来 人呢 不知道啊 刚才还见到里面 有几个人影子 难不成见鬼了 除非他们会引申术 草 他们一定是 藏在哪个凹槽里了 快找 翻个底朝天 也要翻出来 他们要是跑了 海爷会要了我们的命 上面开始传来 脚步疯狂寻找的嘈杂声 他们全在溶洞里面找我们 我心中无限欣喜 哥们引申术 倒是不会 但这次带铃 却让我们直接变成了土行孙 全顿地而逃了 现在溶洞里面那么吵 我们偷偷地走 他们根本不可能觉察出来 我示意带铃带头 大家小心往前面走 这下面说是一个通道 其实就是山体之间的天然裂缝 只不过裂缝比较大 可以容纳一个人通过 带铃开始侧着身子 带着我们往前走 我们三个人还算好 碰到缝隙的狭窄之处 侧着身子可以勉强通过 但三黑子的体格比较大 有些我们能通过的地方 他根本过不来 卡在中间 经常呜呜哇哇地向我们求救 我们只得使劲拉搭 这祸被扯得非常痛苦 脸上常呈现非常古怪的表情 一会儿说自己的肋骨被卡断了 一会儿说被挤得忍不住想大便 一路往前走 我感觉到 这缝隙的方向一直往下 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 经常可以看到 山体里面有不同的天然缝隙 与我们所潜逃的这条缝隙是连通的 整个山体内部 似乎布着一个蜘蛛网状的缝隙网 四通八达 让人匪夷所思 其他天然缝隙的另一端通往哪里 漠不成也是山体上像蜂窝状的溶洞 如果是这样 那么是不是每一个蜂窝溶洞里面 其实都有一个独特的石头机关 机关下面连着这些天然的裂边裂缝 不敢想象 一切等我们逃出生天再说吧 里面黑咕隆咚的 我们靠着仅剩下来的一只手电来照明 有的时候会照到一两对红的圣人的小眼睛 带领被吓得长尖叫 其实这些都是蝙蝠这类生活在暗处的动物而已 我们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因为手机早就没电了 无法显示时间 累了就靠在裂缝壁上稍微歇一会儿 歇够了就继续往下面走 人在如此逼着的环境之中容易让人心情焦躁 三黑子首先受不了了 问带领到底还要走多久 再走下去是不是快到阴曹地府了 带领倒是非常淡定 他回我们 佛主指示一直沿着这条通道往前走 不用管分叉就能抵达光明 三黑子翻了翻白眼 不吭声了 艰难的黑暗前行在继续 渺渺无尽头的狭窄通道 就在我们走得已经快绝望之时 我身上突然一个机灵 小猪问道 哥 你怎么了 我回到 我感受到了凉风 既然传来了凉风 证明此处已经离出口不太远了 三黑子用手往前叹了叹 大喜道 还真的有风 卧槽 我们这是要重见天日了 带领也欣喜起来 做了一个祈祷的动作 佛主保佑 他加快脚步 带头往前面走去 再走了一段路 我们见到眼前有一丝丝光亮 所有人都开始兴奋起来 十几分钟之后 我们终于追随着那一道光 走出了天然裂缝 眼前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一大片原始森林 有少部分月光 透过稀疏的树叶洒落下来 气温非常宜人 如同我们刚进山时候的温度 与之前广寒宫里面的极寒之地 有着天壤之别 地面是灌木和草地 郁郁葱葱的 四周一片生机勃勃 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与温馨 死里逃生 所有人的惊喜 全异于言表 我们开心地大喊大叫着 三黑子在地上蹦来蹦去 使着身上紧剩的镜头 而后 几人什么也不管 将身上那厚重的大偶 全给脱掉了 躺在草地之上 大口喘气休息 从逃生的时间来看 这里李广寒宫 估计已经十万八千里 茫茫的神农架大山 城方等人绝对不可能再找到我们 诸位再见 在生死边缘挣扎了一路 我们实在太累 迷迷糊糊中 大家竟然全睡着了 睡了不知道多久 我耳朵听到了一片抽气声 睁开眼睛一看 发现戴玲正坐在旁边的一个小坡上 手中拿着一根狗尾巴草 眼睛看着远方 正在哭 我赶紧起来了 走了过去 戴玲见到我过来 赶忙抹了抹脸颊 苏哥 你醒了 我坐了下来 问道 戴玲 你怎么哭了 戴玲低下了头 没有吭声 手在紧紧地拽住那根狗尾巴草 我问道 刚才城方说的话 你听到了 戴玲点了点头 听到了一些 我又问 你是在担心大夏吗 戴玲闻言 眼泪又流了下来 看得出来 他很想忍住 但却难以自持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下喜这次被海爷 给揭穿并控制 必定凶多吉少 戴玲只是一位大学生 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 心中肯定担心害怕 这个时候 小竹也醒了 他走了过来 坐过去轻轻地 拍着戴玲的肩膀 这一拍 戴玲更加受不了了 转身抱住了小竹 开始大哭起来 小竹紧紧地抱着他 可能受到了戴玲的情绪感染 他也开始眼眶红红地哭了 女人哭 我插不上话 我转身 将还在打呼噜的三黑子梯醒 让他起来聊天 不然实在太无聊了 好一会儿之后 他们两人才控制住情绪 不好意思地走了过来 我对安慰戴玲到 大下智慧超群 天底下罕见的奇才 他绝对给自己留了后手 海爷如果没有从他身上 获得想要的东西 绝对不会对他下手 你先把心放肚子里 出去以后 苏哥向你保证 不管多么凶险 我一定会想办法就下起出来 戴玲听到了我的承诺 阴玲的神情稍微消散 冲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三黑子说 咱们聊点别的 戴大美女 你是怎么知道 哪块石头是机关呢 此话一出 我和小竹都起了精神 因为这事情 确实是一个谜 关键是 山体上有几十个蜂窝洞 我们当时只是随机选择了一个 怎么可能碰巧 这个洞里面就有机关 戴玲回到 寒冰浮屠塔身 有上古范文 记载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接着 戴玲开始向我们解释了起来 由于寒冰浮屠塔身上的上古范文 有些地方比较模糊 戴玲翻译过来也不大确切 大体的意思如下 汉石神农架区域亦火妖肆虐 百姓因此死伤无数 一名叫无上道人的人 带着中途 西域七七四十九位数时 布下天罗帝王 缉拿火妖 最终 他们将火妖在广寒宫区域分化并兼支 无上道人也牺牲了 那片像岩浆一样的红沙岩 以及温热的河水 其实就是火妖遗体所化 火妖虽间 但其遗体所化的残留 仍然具有强烈毒害 为此 四十九位数师 以无上道人的尸体肉身 在河边建了一尊浮屠 他们则在不远处的山体 开凿出四十九个隐蔽法洞 每人坐在一洞口 就是那些蜂窝洞 施寒冰法阵 以化火妖遗毒 寒冰阵法非常厉害 形成了广寒宫 不同于别处的独特气候环境 世人也称他们为四十九寒山居士 而山体内内部的那些缝隙 其实都是四十九位数师 让自己在山外的一众弟子 特意开凿出来 主要为这些施法的寒山居士 送吃送喝 因为从别的地方送进来 会破坏广寒宫里的寒冰法阵 经过若干年 妖毒被化 四十九位寒山居士 也全死在了法洞口 他们死后 弟子们便将此事刻在了塔身 以纪念无上道人 和四十九位寒山居士 还将法洞的离开之法 也写了上去 我们听得瞠目结舌 三黑子挠了挠头 那尊塔咱先抛开不讲 这些山洞明明是天然的 缝隙也是天然的 也没见到洞口有什么尸骨 怎么可能是什么居士 给开凿的呢 古人就喜欢用一些 神啊鬼啊之类的东西来骗人 戴林文言 反问他道 如果是骗人 为什么塔身上记载 离开的法洞之法 是真的呢 三黑子 小猪搭查问道 那你翻译给成方的 也是这个故事吗 戴林摇了摇头 不是 我知道他们全是坏人 所以翻译了一段 老家口口相传的佛经给他们 戴林讲的故事真假 没法去考证 神话加工 肯定是有的 我内心的想法 其实跟三黑子一样 完全不信这个故事 不过 不管我们信不信 戴林信就行了 要不是这个会上古范文的 藏族姑娘 相信塔身上记载的故事 她就不可能按图索计 找到机关带我们离开 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成了 海爷身边的狗 当真阿弥陀佛 但我心中还有一个重大的疑惑 便问戴林 这么说来 寒冰浮屠宝顶上的佛像 就是无上居士了 那塔身上古范文里面 有没有记载 她到底是佛还是道 戴林文言 回到 关于无上居士 是佛还是道 塔身没有任何记载 只说她是春秋时期 术法大家 生年不祥 活到了汉朝 但我坚信 无上居士一定是佛 从春秋一直活到汉 这无上居士怕不是妖念 我问道 为什么你相信她是佛 戴林神情无比坚定地回道 因为佛法无边 我 算了 她有着自己的信仰 黄论无意 老子是春秋人士 无上居士 也是春秋人士 春秋这个时代 实在太神秘了 久儿姐对春秋时期的评价是 这是华夏神秘学 大放一彩的巅峰时代 因为这时期别的东西不多 稀奇古怪的术史 却遍布天下 她认为 上古炎黄肇士神秘学 夏商周分别奠基著有 连山翼 龟藏翼 周翼 春秋那些家伙学了三翼之后 各个神秘学技能爆棚 开始广聚兵棚 四处建立地盘 一看不顺眼 就开始呼风唤雨 招雷引电 互相干仗 华夏历史上 也因此罕见地出现了 140多个大小诸侯国 著名神秘学人物 如鬼谷子 老子 庄子 范黎 鲁斑 邹眼 璀璨若星河 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 独特的君子养士文化 形成的原因 所谓养士 就是养术法技能 刀剑技能 扭笔的一流术士 以利干仗 后来秦统一天下 史皇帝建立大一统的国家之后 摆在面前的头等大士就是 必须要灭了这些 有大本事的神秘术士 否则这些家伙呼风唤雨的 国家很可能 又会像春秋战国一样乱套 于是 便有了著名的焚书坑儒 久而姐告诉我 焚书坑儒 只是后来的说法 主要坑的对象 并不是书生 而是有本事的术士 当时的正确叫法 应该为焚书坑士 实际 如灵列传里明确记载 极致秦之济士 焚书坑树士六亿从此缺烟 华夏神秘学 因此事件一蹶不振至今 少数当时 逃过了那一劫难的树士 也引入深山藏了起来 自此秘而不识人乎 当然 在秦王之后 一些隐居树士的弟子 也短暂出来过 彰显过牛鼻手段 如张良 诸葛亮 庞统 郭家等 到魏晋时期 四大隐居玄学流派 被人所熟知 正史玄学 竹林玄学 东晋玄学 西晋玄学 但这些人 与春秋的大家相比 全都是弟弟 不过 九儿姐当时告诉我 这些事之时 脸带一丝细血的笑容 我当时认为 她在胡说八道 但她讲出了点集 让我无从反驳 而且 不管她到底 是在搞笑还是认真的 我也不敢反驳 寒冰浮屠一事 随着她 沉入神农家的河底 无法再探究了 佛 到诏史之谜 看来要期待后人来解答 带玲瞅了我几眼 说道 苏哥 你过来一下 我问 怎么了 戴玲说 我在离开魔都的时候 大夏曾交代 我带一句话给你 我起身跟着戴玲走到了一旁 问她 大夏让你带什么话 戴玲说 我魔都下大公子 十九入军英雄之后 我以为戴玲 还会继续说下去 没想到 戴玲却不再说话了 我问 就这 戴玲点了点头 就这 我 在肖胖子刚介绍我和夏喜认识的时候 夏喜就曾自豪地对我说 她是十九入英雄之后 此后这句话 夏喜经常挂在嘴边 我印象非常深刻 十九入军事英雄 但在之前我还不清楚 夏喜真实身份之时 曾对他老讲这句话 嗤之以鼻 甚至一度认为他推不要脸 就这一心求荣的夏凤仙 还好意思称自己为英雄之后 夏喜让戴玲给我带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我问到 别的什么都没说 戴玲摇了摇头 没说 她只告诉我 这句话非常重要 如果万一她出了神妖事 一定要让我第一时间转告你 若你和她都出了事 让我转告曾英姑娘 我周梅问到 她出事之前 就已经交代你了 戴玲回道 嗯 这不就是夏喜的一句口头禅吗 想不出个所以然 我打算暂时先撂一遍 等大家出去之后再说 回到了原处 大家商量着怎么出去 却发现 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困难 浩瀚无际的神农架原始森林 我们好像 已经出不去了 再来的时候 我们连最简单的 罗盘定位仪都没有带 因为一切全仰仗 波爷和小虎 我们进广寒宫之前 曾让波爷 看守好一个香柳人员 找一处地方藏起来 波爷的安全 我们倒是不担心 因为他身边有 笑天犬一样灵光的小虎 一旦发生了危险 小虎会遇紧 波爷会立即逃之夭夭 本来以为 我们会胜利而归 从广寒宫的入口返回 再与波爷会合 由小虎带路下山 但现在我们却从 广寒宫地动尾部的 天然缝隙出来了 从在缝隙里 走的时间来看 已经与波爷 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而且 我们目前也不可能 通过缝隙再返回 城方没找到我们 一定会在广寒宫附近 翻个底朝天 待上十天半个月 一直寻找也说不定 回去就是找死 咋整 三黑子说道 完蛋玩意儿 这跟西天取经一样 一难结束 又来一难 事已至此 别无他法 我对他们说 鲁迅先生说过 世界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变成了路 开罢 三黑子文言 诡异地黑黑一笑 我问他笑什么 三黑子说 老板 你虽然没上过学 但还挺能装 我 小竹不满地打断道 你也就九年义务教育水平 老嘲笑哥没上学 牛啥子牛 他虽然没上过学 但不代表没文化 三黑子皱眉回道 我就这么一句玩笑话 你护啥犊子 小竹说道 就护了 怎样 三黑子文言 憋得脸上肌肉直抽搐 算了 好男不跟女斗 天地万物 一物降一物 天下第二 必须得天下第一来收拾 我们凭着对神农架山区 走势粗略的印象 对照着天上洒落下来的西疏月光 一致认为往西边总能尽快走出原始森林 几人迈开了腿开吧 大山深处行军的危险 其实不亚于在沙漠之中 因为同样无法辨别准确的方向 沙漠里行军主要担心是食物和水的问题 大山里面虽然这些东西不缺 但猛兽毒蛇却比沙漠里要多上太多 我提醒大家务必要注意 几人走走停停 太阳上升又降落了两个轮回 我们的运气很好 只遇见了几条眼镜蛇和野猪 但都在不打扰它们的情况之下绕了过去 我们的运气也很不好 因为两天之后 我们来到了一个山坡高处 这里树林相对稀松一些 三黑子站在石头上朝远处眺望了一下 下来告诉我们 四周依然是浩瀚无际的原始森林 而且我们好像越走越近深山了 这是非常泄气的一个结果 我只好给他们打气 告诉他们 地球是圆的 一定能走出去 又走了两天 没有丝毫变化 讲实话 大家心里都有一些绝望 我甚至有一点懊悔了 当时为什么不直接从山体缝隙里返回 哪怕因为担心城坡等人没走 我们在山体背面待上的把月在返回 也比现在的状况要好一些 现在想回去都不可能了 我试图用当初去摩天岭之石 蛮谷挖坑关水以及便无所说的 关沙望水之法来判断地势 企图往神农家的山底走 但发现隔行如隔山完全不可行 三黑子问戴玲 戴美女 佛主除了只是那些逃生缝隙 有没有只是出山的道路 戴玲回道 没有 三黑子说 不是佛法无边吗 怎么不只是了呢 戴玲被呛得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说道 先休息保存体力 指不定我们能碰到考察队 或者打猎的山民 这话属于自我安慰 但必须要坚信这种可能发生 否则我们会死得更快 晚上轮流值班 小竹直上半夜 我直下半夜 迷迷糊糊不知道睡了多久 我听到小竹突然喝道 谁 几人都惊醒了 抬眼见到小竹目光冷冽地看着左前方 手中捏紧了竹刀片 我没看到什么异常 便问小竹怎么了 小竹低声回道 哥 那树林里刚才 好像有探照灯的光亮 我们一下紧张起来 大山深处怎么会有人 不会特么城坊等人追来了吧 我挥了挥手 又指了指后面的那个大石块 大家先别出声 隐藏下来 几人迅速转身 正准备往后走 忽然 几声犬吠打破了夜色的宁静 一个熟悉的小小的身影 从远处树林中窜了出来 小虎 小虎非常兴奋 跑过来之后 直接扑在了小竹身上 嘴里发出吠叫声 无比亲密地在小竹的身上舔来舔去 树林里钻出来一个人 正是波爷 波爷见到确实是我们 扭着短肥的身子跑来 边跑还边无比激动地呜呜大叫 小竹姑娘 小竹姑娘 我总犯找到你们了 天呐 他张开了双臂 兴奋地战红了脸 万分开心地就要去抱小竹 三黑子健壮 将手中本来折来荡武器的树棍 一丢 冲过去 一把将波爷给抱住了 波爷 你可是我的亲大爷 亲爷 亲太爷啊 波爷没抱成小竹 非常尴尬而别扭地 在三黑子的怀中扭来扭去 场面非常搞笑 老天似乎也开眼了 本来一直闷热的天气 此刻竟然熙熙丽丽下起了雨 我们被绝处逢生的瞬间幸福冲昏了头 完全不顾雨水 开心地呐喊着 世界上本没有落 小虎来了就有了落 兴奋过后 我们找了一块凸起的大石块下躲雨 我问道 波爷 你怎么找到我们了 波爷撩了撩头发 神情中带着满满的自豪和极端不容易 长嘘了一口气 拍了拍胸口 此情此景 我想迎施一手 你们为什么不拦着 我迎施了 我笑道 你快迎 我等你答案呢 波爷转头瞅了瞅小竹 摇头晃脑道 神农寻缘 家人入广寒 数日未曾还 千里寻香宗 附见神仙岩 翠娇四情竹 辽波天地弦 神农心语后 殷勤金氏元 这小子 侦探娘是个人才 我大声说道 好事 小竹脸一红 撇了撇嘴 别过头去 波爷开始向我们解释 在我们几人进了广寒宫之后 他拖着那位香柳人员 找了丛林一个隐蔽处躲了起来 但几个小时之后 小虎突然开始变得急躁 不断地吠叫 这是有危险的信号 波爷命令小虎 趴着别吭声 自己悄悄爬出去一看 发现一队人马 竟然在我们之后 急匆匆进了广寒宫 波爷觉得情况不大妙 他想通知我们 但手机没信号 也没电 波爷思想 挣扎斗争了足足六七个小时 抽了快两包烟 最后认为行走江湖 一起第一 其实他就是担心小竹出事 打算跟着小虎一起进洞去 可刚摸要进去 小虎却叼着波爷的裤子 往洞外扯 似乎是一波爷 我们不在广寒宫里面 从时间上来看 此时应该是我们 已经与成方斗争完毕 进入了天然裂缝 可能天然裂缝有遮挡 小虎感受不太清楚 我们的气息 波爷只好出来了 紧接着 小虎开始带着波爷 开始沿广寒宫往山下走 先是在广寒宫的附近 绕来绕去 完全不得章法 后来他沿着一条线路 一直往前追踪 直到今天晚上 遇见了我们 尽管寒宫 还是他在周边绕 万一不小心碰到成方等人 可就彻底完犊子 我周梅问道 波爷 小虎寻人 不是要别人的贴身衣物吗 你又没拿我们贴身衣物 小虎怎么能寻到我们 波爷回道 小虎前些天老是舔小竹姑娘 对他身上的气息熟得很 不需要贴身衣物 一样能找到 小竹文言 轻密地摸了摸小虎的头 小虎又舔了小竹的手掌心两下 弄得小竹格格直笑 既然已经会合了 眼见雨开始停 我们也睡不着了 干脆直接走 路上 我们向波爷介绍了一下戴玲 告诉他 戴玲就是我们这次来广寒宫要找的人 一路辛苦不再赘述 三天之后 我们来到了新山 在这里 我们根本不敢停留 简单洗漱了一下 立马乘车离开 直接前往了汉市 波爷那辆破车 丢在了巴东的山脚下 他说 这破二手车 几千块买来的 丢了无所谓 到了汉市 我们总算送了一口气 波爷在汉市有一套房子 他先回了家 表示 明天来请我们吃饭 尽地主之意 现在 我们得考虑戴玲的安全问题 我本来想送他去田家 但心中始终对田家怀有顾虑 考虑了好几处地方 都觉得不大安全 戴玲说 苏哥 你送我去甘孜吧 我在那里的乡下有亲切 别人不可能找到 我再也不乱跑了 不能给大厦和你们添麻烦 等你就出了大厦 再让他来接我 我寻思这方案倒是可行 便让三黑子送戴玲去甘孜 务必要确保他的安全 三黑子回道 老板 放心吧 临走之前 戴玲眼眶红红地说道 苏哥 你告诉大厦 我等着他来接我 三黑子和戴玲走了之后 我和小竹回到宾馆 两人开始研究 夏喜留给我的那句话 小竹问道 夏哥留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 我低声回道 应该是夏家神器的藏身之处 小竹亚裔不已 为啥 我解释道 我问了戴玲 这话是在夏喜出事之前交代她的 要求戴玲在她出事之后 一定及时转告我 如果我出了事 转告残阴 说明夏喜潜在香柳内部 预感自己随时会出事 提前将这句特殊的话语告诉戴玲 这是再一倍不测 戴玲出事之后 在卢省她冒着巨大的风险溜出来见我 无比郑重地 说她全天下旨相信我 我判断 夏喜要我去救戴玲是一个目的 让戴玲给我亲自传话 是另一个目的 试想一下 一位随时准备出事的卧底军家 绝不会将神器带身上 而他对另外两位军家的郑重交代 除了夏家神器 不可能有别的东西 因为这是军家命脉 小竹神情疑惑 可上次在卢省 夏哥有机会给亲口对你说 为什么非得通过戴玲来转达 我说到 夏喜确实有机会亲口对我说 但你别忘了 他身边从来没缺少过耳朵 以夏喜谨慎的性格 夏喜这么重要的是 他绝不会再有像柳人在身边的时候说 哪怕牛肉铺的那些下属 已经全成为了他的人 小竹秀没紧促 可是就这么无头无尾的一句话 咱们上哪儿找夏家神器去 我其实已经有了初步思路 拿起了手机 拨通了好久没联系肖胖子的电话 电话响了好几遍 肖胖子接通了 这货在电话那头非常激动 几乎吼叫一般 非常没礼貌地问候我 苏子 我干 我笑道 中气挺足啊 你干什么呢 肖胖子回道 在布置祁福厂啊 我问 啥祁福厂 肖胖子解释道 马上村里 要开水族的祭祀会 附近十里八村的人都会来 我阿公是祭祀会的主持 鸭妹现在肚子 已经七八个月了 又干不了活 我阿公叫我帮着布置祭祀台呢 我问 鸭妹 现在抑郁症好点了没 肖胖子文言压低了生意 你不提这事也就罢了 我感觉鸭妹有点毛病 我待在村里 她成天笑嘻嘻的 吃了睡 睡了吃 现在都胖得像一头小肥猪 我寻思她是不是已经好了 就跟她说自己想来找你 可一提到这事 鸭妹精神就开始变得不正常了 经常半夜起来唱歌跳舞大哭什么的 可吓人了 你说她是不是装的 我怎么感觉 智商受到了侮辱呢 必须是装的 而且 这还有我的功劳 当时让鸭妹半抑郁症 目的就是为了拴住肖胖子 小竹在旁边忍不住 扑刺一下笑了 立马又捂住了嘴巴 肖胖子问 刚才是不是小竹这丫头 她是不是笑了 我忙不迭地回道 没错 就是她 但她不是笑 而是放了一个响屁 小竹脸疼一下红了 又羞又气地摆我一眼 肖胖子文言 哈哈大笑 这丫头跟你久了 也变得这么不要脸了吗 放个屁 好像还带回声呢 不是 我跟你扯这屁是干嘛 你打电话给我 肯定有事 说吧 我到时悄悄从村里跑出来 我误语到 老梁帮的图医生都诊断 鸭妹确实有病 你可别乱来 除了是一失两命 我可担待不起 我没有什么大事 就是对一个地名 有点不大确定 想问一下你 肖胖子问 什么地名 我问道 当时我们几人第一次 去下喜魔都的家里吃饭 他住的地方叫什么来着 肖胖子回到 英雄路十九号啊 我问道 你确定 肖胖子说道 确定啊 小竹当时不也去了吗 不信你可以问问他 我回道 他就是 完全记不得了 我倒挺有印象的 但又怕记错了 所以特地找你来印证一下 肖胖子回道 百分百没错 下喜这小子 现在咋样了 我不想将下喜现状 告诉肖胖子 省得他心痒 又跑来 便回道 下凤仙可牛逼了 相有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不过别慌 到时 我逮到他 一定打电话让你过来 把他打出石 肖胖子回道 行 必须打出石 你速度快点 我全都发痒了 挂完了电话 我拿起手中 甲元大头 站在窗边 边搓揉 边思考着 一会之后 我转头 我转头对小竹说 明天出发 去魔都 小竹却皱眉问道 神器不大可能放在下哥魔都家里吧 我问道 怎么说 小竹说 下哥被海爷给逮住之后 海爷肯定第一时间将下喜之前住过的地方翻个底朝天啊 住的地方首当其冲 神器最容易丢失了 我回道 那里当然最危险 但如果你是海爷 翻肯定会派人去翻 但他也会认为 大夏不可能将东西放里面 其实这住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地方 大夏思维不同于常人 他不一定会将神器放在房子里 但里面肯定藏有线索 而这线索 他一定会确保海爷即便去翻了 也找不出来 但如果我去翻 一定能找着 小竹挠了挠头 笑道 有道理 我还是不想了 傍晚时分 波爷给我们打了电话 邀请我们去一家茶餐厅吃饭 我们这次能进入广寒宫 还能活着出来 全靠波爷 而且他收费也远低于正常价 不去磨不开面 到了饭点 我们收拾了一下 赶到了茶餐厅 这家茶餐厅非常高档 没开灯 里面点的全是电子蜡烛 粉红色的灯光映照着 给人一种强烈的温馨浪漫质感 小竹一进去就被震撼到了 真的好漂亮啊 有打扮很得体的服务员走了过来 两位是苏先生和小竹姑娘吗 我们点头 服务员说 波先生特地订了贵宾厅 请两位随我来 我们跟着服务员上了楼 贵宾厅设在了二楼 一个悬空的大玻璃厅 可以看到二楼假石修竹流水 有一位姑娘在弹鼓针 音乐悠扬 令人心旷神疑 客人不多 但看起来全都是一对对的情侣 我们落座之后 波爷还没到 服务员给我们先端来了咖啡甜品 又来了两份牛排 说是波先生已经提前订好的 让我们先垫一垫肚子 我们也不客气 直接开吃 可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波爷却还没来 我给他打电话 这货说在路上 比较堵 让我们稍等一下 大厅里响起了一位姑娘动听的声音 类似夜间电台主持人那种 抒情而轻柔 京都时间7点57分 马上又到了我们酒情茶餐吧的 心动相约时间 心动良久 今夜相约 今天一位贵宾男士 要向自己的心动女孩表白 激光灯会点亮 这位今晚最美的姑娘 等下烦请我们酒情茶餐吧的工作同仁 尊贵客人 为这对即将携手相恋的爱人 送上掌声和祝福 酒情茶餐吧 将给各位爱的见证者 送上一份甜品 祝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 有情 有爱 有感动 难怪这个茶餐厅 布置得如此温馨浪漫 感情是专门为情侣 表白的高档场所 我脑子闪过一个想法 不会波爷准备向小猪表白吧 但又寻思又不大可能 这货现在人还堵在路上呢 转头瞅了瞅小猪 小猪手切着牛排 抬头对我傻乎乎地笑了一笑 真好 还有免费甜品吃 舒缓而动情的音乐飘起 时间在流逝 到了八点 天花板上转动的七彩灯 开始在整个二楼茶餐厅转来转去 要说酒吧里 男人好像都长得帅 女人都长得漂亮 其实主要还是灯的作用 今天这灯一晃动 整个茶餐厅看起来全是俊男靓女 我感觉自己也挺帅的 所有人都在等待那位被表白的女孩出现 忽然之间 灯停了 坐在我眼前的小猪 被七彩灯定位聚焦 旋转贵宾厅 瞬间被灯光点亮 七彩若星和一般效果的飘洒灯雨 从小猪的头顶洒落 水晶玻璃透光闪烁 她身边还冒出了鸟鸟仙气的薄雾 小猪坐在那里 周遭显得璀璨而迷蒙 整个人如同下凡的仙女一般 美丽不可方物 现场发出了惊叹之声 别说他们 我都被这丫头瞬间点亮的眉给震慑了 小猪手中拿着叉子 一块牛排正准备往嘴里送呢 顿时目瞪口呆 待她反应过来之后 这丫头瞧脸红得要滴出血来 突然将手中叉子一放 从座位上起身 一拉我的手 哥 我们走 我问 干嘛 小猪都快急哭了 羞死人了 讲完之后 她不管不顾地拉着我的手 往外面疯跑 正在此时 天花板上降下来一个悬空的玻璃电梯 长发波爷站在上面 他穿着一套崭新的白西装 戴着领结 头发打着摩斯 左手捧一束鲜艳的玫瑰 右手拿着一个钻石盒 气宇轩昂 正徐徐地朝贵宾玻璃厅降落 波爷见小猪突然拉着我跑 急了 小猪姑娘 小猪姑娘 小猪一听 手挡着脸 跑得更加快了 没一会儿 她就拉着我 跑出了茶餐厅 继续往前跑了几十米 我寻思 这样跑也不是个事 便拉住小猪 波爷来了 你总得打个招呼啊 小猪说 打啥招呼吗 我现在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哎呀 哥 你不走我可走了 回头瞥见 波爷捧着玫瑰花 着急忙慌地跑出来了 小猪姑娘 小猪姑娘 小猪一见 瞪大了眼睛 哥 你快去跟波爷说 他是一个好人 我可以和他成为朋友 但不可能会喜欢他的 你一定要跟他讲清楚啊 别拖泥带水耽误了他 我走了 耳后 小猪甩着马尾 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波爷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小猪 小猪呢 我回到 走了 波爷闻言 又想撒鸭子去追 我拉住了他 挠了挠头 那什么 小猪让我转告几句话给你 波爷问 什么话 我给了他一支烟 正准备替他点着 波爷却大声对我说道 什么话你倒是说啊 烟有什么好抽的 容易得爱 吓得我点烟的手一哆嗦 我咳嗽了一下 将小猪的话 一字不漏地转达了 本以为波爷会情绪失控 但他没有 整个人傻在原地 脸上也不知道什么表情 我打算安慰他两句再离开 谁知道 这祸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 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哭得极为伤心 这一下把我给整不会了 我只好也在马路牙子上坐了下来 路上的行人纷纷侧目 以为我们怎么了 波爷足足哭了二十多分钟 没完没了 我说道 波爷 你要是觉得难过 迎失一手 波爷瞪了我一眼 我感觉心中挺内疚的 波爷人很不错 又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现在却被围情伤痕累累 便对他说 波爷 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 那什么 这次我和小猪对你都非常感激 上次你说的价钱 我觉得给太低了 想再给点 表示一下心意 波爷文言 冲我大吼道 小猪 我是差钱的人吗 紧接着 他用肥短的手指了指远方九情茶餐厅的门口 那里有一辆新车 后视镜扎了红洗带 引擎盖上还有大红花 没看清啥牌子 但看起来很高的 波爷说 进口的梅塞得斯奔驰 我打算今晚送给小猪的 我差钱吗 我 一会儿之后 波爷的情绪缓和过来 可能觉得 刚才对我的态度不大好 吸了吸鼻涕 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不好意思 刚才脾气没控制好 我已经没事了 你回去告诉小猪 如果他不嫌弃 这个妹妹我认定了 以后但凡他叫我一声波哥 又是我赴汤蹈火 我竖起了大拇指 爷们 这家伙敢爱敢恨 哪得起放得下 真性情 波爷从地上起身 撩了撩头发 对我意味深处地说道 兄弟 以后对小猪好点 不然饶不了你 我 波爷转身走了 回到酒店 小猪立马从位置上起身 满脸紧张地看着我 我笑道 没事了 波爷真爷们 比我们想象的 要大气多了 小猪文言 如实重负地拍了拍胸脯 哥 我从没经历过这种事 可害怕了 一日 小猪给我和自己化好了妆 搭上了前往魔都的火车 到了魔都车站 我见到车站广场街头一人 表演魔术的场景 顿时有一些愣神 老海中全是我和小月打赌 去挑光头猪彩其滩的情景 如今 物是人非 小猪与我心有灵犀 她神情也满满的伤感 哥 我也想小月姐了 我没回话 江湖翻滚 红尘来去 任何人总有一个归宿 任何事总有一个结局 我感觉 这次找到了下家神器 应该快与海爷彻底摊牌了 来吧 这猛烈的暴风雨 我们先找了一个地方住了下来 小猪问我 为什么住这么远 我解释到 海爷太阴毒了 他虽然从下席的房子 没找出东西 但保不齐会派人 在下席所待过的重要地方附近 藏着 守株带兔 我们不能莽撞闯进去 必须想办法投石问路 小猪点了点头 怎么投石问路 我卖了一个关子 这玩意儿 没讲究一点技术了 先去探探情况 随后 我们打了一辆车 吩咐司机前往英雄路 司机带着我们穿小路 走小巷 来到了英雄路 到了英雄路的口子上 我让司机速度放慢一点 我和小竹在车上 按中观察着周边的情况 十来分钟后 我看见了19号下洗的宅子 院门警锁 上面的锁 甚至有一些生锈了 我甚至见到院子里面的树 还截了一些蜘蛛网 一副很久没有人进来过的样子 这种状态 确实非常容易迷惑人 假如我的脑子少跟筋 见到此情况 说不定就莽撞进去了 但我坚信 像海爷这种阴毒的人 一定派了人在附近死死的手上 哪怕花大成本 白白养着这些人 他也会这样做 尤其是下洗被逮到之后 海爷没从他身上得到神器 以他对下洗性格的了解 肯定能猜出 下洗暗中留了后手 除了严密监控着下洗本人之外 一定还会在神器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布下严密的网兜 等着下洗的后手溜进去 猛然收网抓住 至于下洗和我 当然也能猜出海爷的这种手段 我必须要想办法 破掉这个网兜 这是一个精细的博弈过程 我试图从宅子周边的蛛丝马迹 判断出向柳的人 到底藏身在附近什么地方 但显然不大现实 一来坐在车上观察不大清楚 二来 他们也那么笨 不会露出明显的马脚 走马观花一遍过之后 我让司机随便送我们 到了一个商行下面 两人便下了车 小竹问 刚才没什么收获 要不要再打一辆车 多去转几遍 我摇了摇头 不用 转多少次 也没发现不了什么 而且去多了 还容易打草惊蛇 小竹问 那怎么办 我回到 我约了人 今天晚上会到 咱们先去填饱肚子 两人去吃了饭 下午去了同月谷玩 阎旺的长粉店 以及红宝工艺品厂 这些都是严家的产业 我当时并不知道 小月到底去哪里了 心中还是抱有一丝希望 能找到这姑娘 但找的结果 让我们非常失望 这些地方 全都大门紧闭 我们通过向店铺周边的人打听 经过大量信息汇总 得出来了一个基本情况 阎旺去世 严小光和严小月失踪不见 原来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员工 因为老板长久不归 报了警 但也没有什么结果 老板找不着 没人发工资 员工基本都走了 公家联系了严家的一个远房亲戚 将情况告诉了这远房亲戚 严家远房亲戚还算挺厚道 将这些地方给上锁锋了 里面的东西不动 时不时还会过来检查一下 说相信小月不可能会出事 等着他回来 将这些几个地方 完整地还给他 我们瞅着同月谷玩的招牌 正正发神 心中伤感无限 当年我和小竹赖魔度 独斗开的第一刀 就是同月谷玩 还曾把块招牌给摘了 我们转身离开 晚上九点 我和小竹在房间 看着电视等人 约定的时间到了 房外传来敲门声 小竹按我的交代 开始对切口 阳工千古 点山点水 万事来祭平 外面人回道 走马阴阳 踏天踏地 今生求温饱 小竹说 心中可还有祖师 外面回道 请祖师恕罪 小竹说 夏世将何往 外面回道 弟子罪孽深重 不敢求夏世 小竹出去打开了门 前面曾说过 走马阴阳派 本来是一支风水流派 属于干省干市 杨军松所传下来的支派 但到了清末民国年间 这支风水流派部分人 因为看风水活不下去 少部分开始从事盗墓行当 但在他们心中 仍然认杨军松为祖师 可人家杨公被称为杨继平 为穷苦人家指点迷津 巡龙点穴脱困 都不取费用 一带风水大师 这些走马阴阳的弟子 却去干盗墓 他们心中有愧 于是互相之间切口 便带了上述无比愧疚的词汇 近来的人不是变武 而是变武的两位师兄弟 一位额头有块红色胎记 叫赖红尘 一位眉毛是白色的 叫姬太眉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当时便武等人在精灵 被黄木划至了死锅 几人差点死在明目里面 后来我去救了他们出来 这两位就在其中 后来便武从此跟了我 而他的其他兄弟 则回了干省 从此金盆洗手 不再从事这行 我这次投尸问路 必须要有三大条件 一是道数高超 二是信得过 三是轻身功夫一流 本来我想叫便武 但一来香柳 对我和便武的关系非常了解 一旦他去了 就他那种瘦猴一样的身材 即便化了妆 也容易猜出来是他 二来 这或现在是我移动的保险柜 保存着陆 许两军家的神器 万一投尸问路的过程出现问题 后果不堪设想 可叫外人 我又不放心 前天打电话给便武 他向我推荐这两个师弟 这两人几乎从没 在江湖上出现过 谁也不认识他们 道数又高超 倒是极佳的人选 今天他们 刚从干省干事赶来 赖红尘朝我一抱拳 苏兄弟 好久不见 兄弟虽然化了妆 但英姿不减 我回礼道 实在抱歉 你们已经退出江湖 还把你们叫来 添麻烦了 姬太没说到 苏兄弟讲这话见外 要不是你 我们现在已经在 精灵的明目长眠了 更何况 这次并不是盗墓 算不上重出江湖 我也不客气 让他们坐 小竹给他们泡了茶 我说道 事情非常简单 我朋友的一座宅子 里面留了重要的东西给我 但我仇家派了人 在宅子的附近暗中看守着 我不方便进去 你们所要做的 就是偷偷溜进去 随便取出一样东西 假装取到了 重大宝贝的样子溜出来 看守之人 必然会来追你们 你们的亲身功夫好 与追的人保持一种 让他们既追不到 又保持希望的距离 一直吊着他们 能吊多远吊多远 等我给你们发了信息之后 你们立即脱身离开 赖红尘和姬太梅抱拳回到 明白 我点了点头 第一 一切以自身的安全为前提 若他们动用武器 你们无需按援计划 可立即脱身 我会再想其他办法 第二 提前做好应对的万全之策 千万不能被他们逮住 此事极端重要 赖红尘说道 苏兄弟请放心 事情商定完毕 当晚给他们安排了房间休息 一日晚上 他们两人已经暗中去英雄路踩点了 到了十一点 我和小竹开着租来的车 来到了英雄路 离十九号不远处 有一个社区活动小广场 旁边有茂密的树 树下停了不少私车 这个位置比较好 可以完整看清楚 下洗宅子的情况 我们将车停在了树下 没下车 拿起白天买来的夜线望远镜 盯着宅子的情况 十一点一十五 这是赖红尘动手的时刻 我们见到一位像狸猫一样的人 从暗处钻了出来 他装模作样打量了一下院墙 紧接着 身子一拧 蹭蹭蹭几下窜了上去 一跃进了院子 这人是赖红尘 他戴着手套 开始撬屋子门锁 非常简单就撬开了 人迅急钻了房子里面 忽然之间 从下洗宅子左侧的巷子里 涌出来了八个人 他们身形极为迅速 四人迅急堵在了院门口 四人打开院子门 翘无声息地冲了进宅子 咔嚓一声响 屋子客厅窗户裂了 赖红尘手中抱着一个东西 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用不给裹着 从碎裂的窗户钻了出来 他没出院门 却直接翻身上了院墙 开始脚院墙 月屋顶 疯狂地跑 那些手套的人 见到这妖牛逼的本事 都梦了 反应过来之后 他们立马在沿着墙根 呼啦啦地追去 激烈无比的场面 但除了刚才窗户玻璃破碎的响动 双方都没发出任何声音 我和小竹坐在车上 就像看无声电影一般的感觉 第一块石头 投入了湖面 下起的宅子 在夜色中迅速恢复平静 十分钟之后 姬太梅突然出现了 她同样戴着手套 左顾右盼 闪电一般溜了进宅子 时间还不到半分钟 暗处竟然冲出来十来个人 他们根本没做任何等待 呼啦啦全冲进了宅子 我顿时心惊肉跳 海爷真是老辣 担心我们前面丢的是幼儿 后面才是正主 果然分成了好几拨人 我用赖红尘试探他们 他们也派出几个人来试探我们 我用姬太梅作为后手 他们也留了后手 拿着望远镜 继续往宅子看去 姬太梅竟然没从里面出来 里面嘈杂声一片 我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 不会被逮住了吧 忽然之间 宅子顶部用来装饰 用的老虎窗 猛然被打开了 姬太梅面容扭曲地 从老虎窗里面爬了出来 他立马将老虎窗给关上了 紧接着 他猛地往外甩了一根绳子 绳子一端爪子 牢牢挂在了院子外的一棵树上 他手抓着绳子一晃 整个人像吊威亚一样 出了院子外 不愧是变武的师兄弟 缩谷公家溜天绳 我一共见过两次缩谷公 一次是变武钻进我的房子 想偷我的甲园大头 从老虎窗逃跑 一次就是今天 宅子里项柳的人全冲了出来 他们气急败坏往外追 追着追着 竟然开始冻喷子了 而且还是无声的 姬太梅在地上翻滚两下躲过 手中同样拿着一个不盖着的东西 疯了一样往前跑 项柳的人见状 简直要疯了 开始玩了命地追 他们显然认为 姬太梅才是正主 使出了百分之百的力量 第二块石头 投入了湖面 小竹诧异不已 低声问道 应该没有人了吧 我回道 应该还有 海爷这种人 任何时候 他都不可能打光所有子弹 最后一定会留下一颗 要么在最关键时刻杀人 要么自杀 我估计宅子里面 还布置了实时监控 不然这些人 不可能这么快就能赶过来 逮他们两人 而后 我迅速换了一张 白天新买的 不用身份证电话卡 拨通了三个数字 语调无比急迫 喂 我要报警 我最近出差在外面 家里没人 为防盗安装了监控 监控数据末端 连在了我表妹的电脑上 他刚才看到 监控里面有人进我的屋子 大肆道歉 对 团伙作案 足足十几二十个人 求你们赶快去 屋子内监控里面有内存卡 可以看到进屋子人的样子 魔都公家的效率奇高 才几分钟就来人了 他们见到撬开的院门和房门 直皱眉头 迅速跑了进去 里面肯定是乱七八糟的 一会儿之后 他们手中拿着几个小型的监控器 从屋子里面出来了 有一位围头的人 交代着他们什么 有下属进去拍照取证 围头的人在院子里 反复拨打着电话 估计是在打我之前的报警电话 可我已经将卡给卸载了 他们忙碌了半个小时 将宅子门和院门重新给锁了 抱着那些从屋子里找出来的监控 开着车迅速回去 这肯定是回去 分析这些监控情况了 我心中大喜 以宫门的技术 他们一定能很快通过这些监控 找出另一端的数据监视频在何处 而坐在这些数据监视频前面香柳的人 不管还剩下多少人 他们必须马上撤离 否则已被公家逮住 百口莫辩 如果人家再审出一些他们的其他犯罪线索 必定吃不了兜着走 我报工的两大目的 一是借力端掉屋子里的这些监控 二是逼迫香柳剩下的人离开 第三块石头 头壶成功了 果然 宫门人走后十来分钟 黑暗中跑出来了六位向柳的人 他们竟然全疯了一样 往我们停车的地方跑了过来 我一下梦了 发现我们了 这不可能啊 但我们已经出不去了 小猪也梦了 闪着大眼睛看着我 我当即立断 马上将小猪给扑倒 死死地抱着他 翻起衣服盖着我们的头 呈现情侣大晚上在车里玩 情男自持的模样 小猪闭着眼睛 脸颊红得不行 浑身滚烫 身子在不断站立 但他显然明白我的意思 双手开始紧紧地搂着我的腰 我附在小猪的耳边 用极低的声音说 随时准备动手 小猪闭着眼 嘴里哼哼唧唧的 也不知道他听明白没有 六个人已经跑了过来 他们来到了 我们躲藏的车边 正当我要起身动手的时候 突然看见这帮鸟人的神情极为慌张 甚至都没看我们一眼 竟然打开了边上几辆车的车门 上车 启动 嗚的一声 一气呵成 狂飙而走 我瞅着三辆车的尾灯 顿时有些傻眼 娘西匹 他们竟然是来这里开车的 这样下老子 真的礼貌吗 事不宜迟 我必须赶紧静下喜的宅子里去 否则等一下 可能又会出什么幺蛾子 我迅速从车里的手套箱里面 拿出了白手套 打开了车门 想往房子里面冲 但转头一看 小猪这丫头 胸脯上下起伏 还是闭着眼睛 大口大口地喘气 我说 起来啊 小猪闻言 长吁了口气 个 拉我一下 吓得腿软 我过去把小猪拉了起来 小猪 在往下洗房子跑的时候 速度比平时慢了许多 一副别扭的样子 我们冲进了下洗的房子 发现里面有少部分东西 乱七八糟的 不能两个人在里面 必须要有人在外面守着 我转头对小猪说 你拿着夜视望远镜 在外面守着 有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 小猪点了点头 好 他出了门口 但我感觉 目前应该不会有啥情况 赖红尘和姬太梅 引了两拨人走 宫门又将向柳在房子里 布置实时监控给端了 惊吓香柳剩下的人 狂奔而逃 理论上此时应该比较安全 我瞅了瞅地面上 那些乱物的痕迹 发现这少数东西 都是之前赖红尘和姬太梅 以及抓他们的向柳之人 给不小心弄乱的 一来这些凌乱的物件 主要集中在刚进门的地方 二来从物品断裂的痕迹来看 全都是心痕 而稍远一点的地方 各种物件都比较规整 一副完全没有动过的样子 上面还布满了灰尘 当然 没动过是不可能的 香柳之人 肯定老早之前就进来全面搜查过 只不过 他们搜查之后 又恢复了原位 伪装出一副 没人来找过东西的样子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 一来香柳担心打乱下喜之前 在房间藏线索的布局 怕下喜派出的后手 来了之后会找不到 这样 他们即便逮到了人 恐怕也找不出神器 二来 他们也担心 下喜派出的后手来了之后 见到里面东西乱七八糟 会立即转身而逃 打草惊蛇 如此注重细节 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但在我今天投了三块石子之后 他们注重细节的做法 反而给了我奠定了一个 极家找线索的基础 因为他们之前搜查过后 已将所有的东西归原位 说明下喜留下来的线索 目前也仍在原位 我不敢开灯 用高亮手电来寻找 估计开了灯也没用 下喜这货 已经很久没住这里了 大概率没交电费 这房子一楼的格局 其实非常简单 进门之处是茶餐厅 茶餐厅后面是客厅 摆着沙发 电视 客厅左手边是厨房 右手边是一个房间和卫生间 我之前来过 一楼这个房间没住人 下喜主要用来储物 放置在里面的 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全是用来拉扬片片人的 赝品古玩 我脑海中 一边想着下喜那句话 一边紧急地寻找着 我魔都下大公子 十九路军英雄之后 这话平平无奇 带琳告诉我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聚焦在了三个词 魔都 英雄 十九路 所以 很快就锁定了这栋宅子 我猜想 下喜藏神奇的线索 要达到海爷派来人找不到的目的 他就不可能将线索放在前面上 而且 还必须要确保 海爷即便用什么探测机器 也探测不出来 而下喜要让我一进屋子来能找到 这里面一定是我对屋子里 印象非常深刻的东西 我其实来过这里两次 第一次 是下喜请我 小竹 小胖子来吃饭 那次对屋子印象深刻的东西有几样 一是金如真当时做给我们吃的寒城菜 二是下喜故意拿给我鉴定的寒城宫廷预假货 我先跑去了厨房 试图发现 里面有没有关于寒城菜的相关线索 可厨房里面什么都没有 垃圾楼是空的 连冰箱也断了电 里面是空的 我又转向了一楼的储藏室 储藏室里面东西赝品虽然不少 但下喜这货硅制物品 跟它注重个人形象差不多 一丝不苟的 基本都是按古玩四大象分开来摆布 瓷器 玉器 书画 杂像 我主要集中在那些赝品玉器上面 可找了大一圈 不仅没发现那块寒城宫廷玉 里面甚至连寒城玉都没有 基本都是罗斯玉的烂料 我放弃了 从第一次来这里时的特征 找线索的想法 脑海迅速转到 第二次来这里之时的画面 第二次 我竟然好像想不起来 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东西了 那次我在这屋子里等着下喜 是因为我已经断定 这货是老司里的下属 特意提前在屋子里等他 但最后 这货用身上的假炸药 骗了我们 上车跑了 高亮手电在屋子里晃来晃去 我的心态 开始变得无比焦躁起来 头竟然有点隐隐作腾 我甚至上了二楼 二楼的布局跟一楼一样 两个房间 一个客厅 房间里面只有睡觉的床铺和电视 外面是非常简单的家具摆设 找了一大圈之后 我非常失望地下楼 哥 怎么样了 小竹在外面焦急地问道 我回到 还没结果 再等等 小竹说 我心里总觉得不大得劲 你说对方会不会跑回来啊 他这话一出 我心中更焦虑了 闭上了眼睛 打算从头开始思考 可越想 脑子却越乱 一团江湖似的 主要是因为 下家神器实在太重要了 要是找不到 我立马制止住自己乱七八糟想法 赶紧点了一根烟 给自己强制提神 狠狠地抽了两口 在手电筒的照耀之下 烟雾蒙蒙 我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我第二次来这屋子的时候 人坐在沙发上 一直在等着下喜回来 当时在黑暗之中 我听着客厅里面 自鸣中滴答的响动声 等了足足快一个小时 期间 我一直在抽着雪茄 我记得 那雪茄 还是严小月送给我的 她告诉我说 这烟叫库尔卡女王陛下的领地 每年只生产一百盒 预定要提前几年 还不是有钱 就能买到的 每一只的价格 在好几百美元 当时我曾丢了一只给下喜尝一下 还特地意味深长地对她说 在魔都 我只认两个朋友 一个是颜小月 一个是她 好东西要给朋友分享 下喜听到 我只是把她当朋友 发了火 随后 我们两人彻底向对方摊牌 我刚才在客厅找东西的时候 好像看到了那种雪茄烟的烟河 线索会不会是雪茄 因为第二次来这里 只有这东西 给我留下不灭的印象 刚才我脑子稀里糊涂 竟然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 一想到此 我赶紧跑了过去 茶几上果然有一个雪茄盒 上面布满了灰尘 雪茄的牌子 正是库尔卡女王陛下的领地 海爷的人来这里搜查 为了保持东西摆放在原样 连这个烟河都没有动 我打开了烟河来一看 空的 这种牌子的雪茄很罕见 非常难买 夏喜平时根本不抽雪茄 他特意放一个 当时我们关系分裂之时的 空雪茄盒在此 肯定是在用这东西 只是我取线索 我顿时欣喜异常 难不成小月走了 还能成为我的福星 我赶紧去找 与这雪茄相关的东西 手电筒往前一晃 突然发现 茶几对面 是一个显眼的大盒子彩电 而大盒子彩电上面 放着一条雪茄烟的烟河包装 我冲了过去 打开了包装之后 里面也是空的 哥 外面好像有人来了 我脑瓜子顿时嗡的一下 如此关键时刻 怎么来人了 我仅仅还需要一点时间 哪怕是几十秒都行 先拖一下 我手中快速地 翻着那空包装盒 就在此刻 转眼瞅见了 紧挨包装盒旁边的东西 光绪年间的自明钟 我第二次来房子里等下洗的时候 耳朵一直听着自明钟 滴滴答答的响动声 当时还曾暗自想过 这自明钟 可能是下洗宅子里 仅有的真品古玩 这玩意儿 原来一直都是挂在墙上的 现在却已经卸下来了 放在了雪茄包装盒的旁边 好像已经彻底坏了 它的时刻表 只是在0.19分19秒 更关键是 自明钟的下面 还有一个未接掉的价格表 颜色已经泛黄了 价钱看不清楚 但底下那一行商家的小字 却非常清晰 英雄钟表店 我魔都下大公子 十九路军英雄之后 神器的线索 藏在自明钟里面 我实在是太笨了 下洗已经根据我那天 来屋子里的情况 摆布线索做到了极致 一盒市面上根本没有卖 唯独我们两人在一起 共同抽过的烟 烟盒旁边 放着整栋宅子 唯一的真品古玩光绪年间自明钟 而且还故意弄坏 将指针调成了0.19分19秒 下面写着英雄钟表店 外加一句不能再清楚的提示 但凡我刚才要脑子清醒一些 上面几个暗示 无论是哪一点 我其实一进宅子来就能看到 并迅速破解 关心则乱 一想到下家神器 我思维 其实从进宅子之后 已经开始变得混沌 导致浪费了大把时间 雪家和自明钟 见证了苏 下军家的分裂 此刻 他们也见证了苏 下军家弥补了裂痕 合在一起并肩战斗 我迅速拿起了自明钟 开始疯了一样 往外面跑 出了宅子门之后 门口却没见到小竹 而在宅子左手边的 五六十米开外 有六七个人 正在疯狂追小竹 小竹甩着马尾 闪转腾挪 手里还假模假样 拿着什么东西 追他的六七个人 好像是刚才跑去 追赖红尘的人 他们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心里立马给小竹 点了六百六十六个赞 这丫头大概率是 见我还在里面疯狂找东西 外面却有人返回 她学着之前 赖红尘和基态梅的模式 手里随便拿了一个什么物件 假装从屋子里 取了东西跑走 引这些人去追她 给我争取了 弥足珍贵时间 聪明绝顶的姑娘 管不了太多 就这些货色的速度 他们根本没有本事 追到小竹 我快速往停车场跑 上了车之后 打着了火 开始开着车往外面狂飙 刚出英雄路的巷子口 却见到之后逃走的三辆车 几乎疯了一样 从外面开进英雄路 往下洗宅子的方向折返 差点把我的车给撞飞 我紧急靠边让过他们 反而打开车窗下车 冲他们日跌干娘的狂骂 黑暗之中 我化了妆 还用了跟小月学会的 地道魔都骂人方言 歇斯底里的样子 这些鸟人根本没反应过来 也压根没理会我 呼啦啦地往宅子方向 紧急开去 怎么几拨人都 先后返回了 我重新快速上车 一脚油门到底 开到远处的安全地方 立马给赖红尘打了一个电话 赖红尘在电话那头 气喘吁吁 苏兄弟 我安全了 你怎么样 我刚想打电话给你 我已得手 追你的人什么情况 怎么返回来了 不知道啊 我按你的要求 与他们一直保持着 既逮不着又保留希望的距离 可他们的围头之人 突然接了一个电话之后 竟然吩咐手下 疯了一样返回 我回到 按预定地点会合 紧接着 我又给姬太梅打了一个电话 姬太梅那边的情况一样 也说香柳的人追着追着 围头之人突然接了一个电话 接着所有人立即疯狂折返 我算是彻底明白过来了 今晚突然出事之后 最后开车匆忙离开的那波鸟人 肯定有人给海爷打电话 汇报了情况 估计海爷在电话里 臭骂了他们一顿 判断出他们上当了 命令他们冒着被宫门逮住的危险 让他们立即通知前两拨追赖 即离开之人 迅速返回下席的宅子 于是 三路人马全都返回了 惊险 刺激 我开着车 尝试着打了好几个小竹的电话 打算问他 现在跑到了哪里了 准备开车过去接应他 但小竹可能还在跑 没听到电话响声 没接电话 我只得快速地往预定大家会合的地点奔去 到了预定的会合酒店 赖红尘和姬太梅先后都来了 可小竹还是没来 再等了将近二十分钟 小竹还是没回来 这中间 我不知道给他打了多少个电话 全都没接 我全身开始炸毛了 小竹索命门刺客出身 他的轻身功夫 虽然不如变舞 但应该与赖 鸡两位相差不会太大 更何况 他的武功天下一绝 根本没理由摆脱不了他们 我感觉自己心发慌地说话 都开始结巴了 交代他们两人 在这里等着小竹 一旦他回来了 要立马给我打电话 自己疯了一样出门 开着车往回奔去 小竹是从下喜宅子那条 巷子左边出去的 出去就是一条大路 我猜测 小竹大概率不会走小路 他肯定会往大路上走 因为现在虽然是大晚上 但摩都市国际化的大都市 大路晚上也有不少人 车 而且四通八达 他甩起尾巴来会相对轻易一些 如果他走小路 万一跑到一条死巷子 那局面会相当糟糕 车沿着那条大路的方向走去 前面 我开得非常快 有可能心态太急了 当时 摩都还没有禁摩令 不少开摩托车的人 被我疯狂地车速 吓得东倒西歪 他们要么紧急刹车 要么从车上直接翻倒 起来后 无意不对我破口大骂 这辈子都没挨过这么多骂 我也没管红绿灯 但凡可以过都闯过去 半个小时之后 我冲到了英雄路 与大路的交叉口 迅速停下了车 开始在附近焦急地寻找起来 期间 我至少打了小竹十几个电话 但无一例外 全是无人接听 急火攻心之下 我又重新回到了车上 发动汽车 打算折返回英雄路 如果小竹被逮住 或者出了事 下喜宅子附近 应该会有异常表现 尤其是那些折返回去的车辆 他们逮到了人 可以顺藤摸瓜 找出幕后的策划人 以及审出下家神器的下落 大概率会在第一时间离开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去审问小竹 他们的车 若是此刻已全不见了 证明小竹大概率出了事 可还没等车开进英雄路口 却发现 一帮向柳的人 在道路口子附近 不断地转来转去 似乎正在紧急找人 由于他们现在全都是背对着我 我不知道 这帮人是不是刚才去追小竹的 如果是 以他们这种状态 大概率是被小竹在路口附近给甩了 正像无头苍蝇一样寻找 我心一横 车往前开了一点 朝他们狂按了几下喇叭 用远光灯照着他们 大骂道 傻比 快让开 老子要进巷子 不然撞死你们 这帮鸟人回过头来 手捂着眼睛 神情显得极为恼怒 一瞅之下 我欣喜万分 他们正是刚才追小竹的那帮人 小竹没有被他们带到 他们在绝望之余 留在追丢的地方反复寻找 这清醒 就像我们丢失了至关重要的物品 明知道在丢东西的地方 不可能再找到 但心中却残留一线希望 反反复复地寻找 念头一转 刚才我差点魂 都要下霉了 全是拜这帮独子所赐 转头瞅间车的仪表台上 刚好放了一个保平安的石头佛 我气不打一出来 摇开了车窗 抓起石头佛 就朝他们砸了过去 一帮傻雀 一个家伙猝不及防 额头中标 惨呼一声倒在地上 其他人先是猛了一下 而后彻底被我点燃了怒火 纷纷大骂卧槽 全呼啦啦冲我车跑了过来 我猛一踩油门 掉头便跑 他们连尾气都没吸着 在路上转了好几圈 我决定回汇合酒店去等 路过一个公园之时 我突然见到了小卓 这丫头背着双手 手上好像还拎着什么东西 仰着头 脚步无比欢快 像半跳舞似的往前走 马尾还一甩一甩的 一副六亲不认的步伐 欢乐得像一只百灵鸟 她这是干嘛呢 我将车开了过去 这丫头没注意看 可能还以为是过路车 我摇下了车窗 冲她摁了两下喇叭 小卓这才反应过来 转过头 见到是我 神情欣喜地说道 哥 我见她这副 没事人的样子 心中火气 又疼地一下上来了 冲她大脑道 你干嘛呢 电话也不接 我几乎没冲小卓发过标 因为她太乖巧了 她一下梦了 有些不知所措 我 我什么我 问你话呢 刚才为什么不接电话 小卓撅着嘴 眼眶有一些泛红 电话 逃跑的时候碰坏了 没用了 她委屈巴巴地 拿出了以尽快 断裂成两半的手机 我差点晕过去 态度稍微和缓了一点 为什么不打车 赶紧与大家会合 小卓说 我想 她从身后拿出了一个袋子 里面有几只炸鸡 还有两瓶酒 我路过不夜城的夜宵摊子 想着计划成功了 买点吃的 回去给大家庆祝一下 然后 走了一段路 没碰到出租车 寻思不算太远了 就准备走回去的 我 小卓见我没吭声 像犯了大错的孩子 哥 我错了 我瞅着她可怜巴巴的样子 心中顿时一揉 对她说 上车吧 以前她喜欢坐副驾驶 这次却直接坐到了后座 我轻声地说道 对不起啊 我刚才态度不好 小卓没吭声 我朝后视镜一看 小卓竟然哭了 但强忍住没抽气出声 卧槽 我有一些慌了 忙不迭地解释道 你别哭啊 我也是见你没回来 担心你出事 心里着急吗 刚才我见到香柳那帮追你的货 像无头苍蝇一样 已经知道你没事了 为了替你出气 我还拿师佛砸了他们 估计那几个家伙 被砸得全屎尿失禁 瘫痪在地了 小卓闻言 扑呲一笑 见他笑了 我松了一口气 你说句话 小卓撅嘴白了我一眼 罚你今晚不许吃鸡 我回到 没问题 回到了会合酒店 赖红尘和姬太美两人 正焦急地在酒店房间里面走来走去 见到我们安全回来 松了一口气 小卓说 赖哥 鸡也 吃点东西垫一下肚子 众人折腾了一晚上 现在心里和身体皆放松下来 确实有点饿了 大家坐了下来 开始吃着炸鸡 喝着酒 我平时不怎么喝酒 但今天取得了下家神器的宝贵线索 虽然过程很曲折 但结局圆满 到了满满一杯 两位 大恩不言谢 苏晨敬你们一个满杯 姬太美说 苏兄客气 我们两人能有今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全靠苏兄当年仗义相救 赖太松负贺 对 生死兄弟 何须见外 我们将酒给喝了 吃喝的时候 我们互相聊了一下江湖去世 非常投机 我心中倒非常羡慕 他们现在退出江湖的生活 也不知道自己这个局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试喝到了凌晨四点 眼见天已经快亮了 赖红尘和姬太美向我们告辞 说既然已经没事了 他们要赶回去 省得家里人惦念 他们两人分别住在干事巡县 姓县 邀请我们有空去吃其成 本来想让小猪给他们一点报酬 但估计这两个会会发火 便算了 他们走了之后 我们休息到第二天九点左右 开始坐下来研究那个光绪年间的自明钟 先观察了一下自明钟的表面 没发现什么线索 我们又用工具拆了外壳 在里面翻找起来 自明钟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除了后面那个被下洗故意卡死的钟表走扣 其他一切都非常正常 小猪问 会不会线索在雪茄盒里 我一边重新组装着自明钟 一边回到 雪茄盒是空的 不可能有线索 我拆这个自明钟 其实就是确定一下 有没有什么遗漏 其实拆不拆都无所谓 大夏不会那么笨 将神器线索放在自明钟里面 否则向柳的人早就拆开来弄走了 小猪想了一想 哥 你的意思是 下个暗示我们神器在英雄钟表店 我点了点头 聪明 小猪又问 可魔都这么大 钟表店何其多 这个英雄钟表店又没具体地址 我们上哪找去 我笑道 魔都的钟表店虽然多 但能卖这种光绪年间真品古玩自明钟 店面又叫英雄钟表店的不多 我们不需要多久就能找到 小猪再问 要是有好几个呢 我指了指上面价签里的字 你看这英雄的熊字 又上脚是不是少了一点 大夏非常聪明 他用宅子里唯一的真品古董 来作为线索指向 店铺名一个字又特意少了一点 整个魔都 尤其只有一个这样的英雄钟表店 小猪赞叹道 夏哥确实厉害 可夏哥却对戴玲说 如果你出了事 让戴玲将这话转告姐姐 如果姐姐来这里 她该怎么找啊 她又没抽过小月姐的雪茄 我说道 确实存在很大的困难 但大夏这样做 有三个原因 一来神器的线索 不可能针对不同人 留下好多条不同线索 否则会很危险 大夏只能留一条最简单有效的 二来曾因来这里的话 她不可能像我速度这么快找出来 但以她能猜出 夏喜是神秘君家的智力 只要给她多一点时间 她也能想办法进入宅子 再根据夏喜的这句话 判断出结论 至于第三个原因吗 小猪问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 我说道 我不可能会出事 小猪文言 吐了吐舌头 低声说 吹 对 我就在吹 我必须要给自己强烈的心理暗示 提振信心 现在夏喜已经被逮了 我必须更加小心谨慎 行事也不允许我出任何事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将自明中收了起来 小猪再给我和自己换了一副妆容 到前台退了房 紧接着 出去给小猪换了个新手机 退了车 又到另外一个车行 重新租了一辆车 无论是人还是车 昨晚在夏喜宅子附近 反复已经出现过几次 一切还是小心为妙 我们主要集中在几个古玩市场卖杂项的地方打听 问有没有卖清代年间老钟表的店铺 为保险起见 我们甚至不敢说出英雄钟表店的名字 得到的信息比较多 根据这些信息 我们排出一些明显卖假货的店 在魔都转了一整天 临近晚上的时候 终于在华宝楼附近 找到了一家挂着英雄钟表店牌子的小店铺 熊子右上角少一点 牌子还不是挂门没上的 那种竖在门口的霓虹灯招牌 上面写着 清代老钟表售卖 维修 翻新 小猪欣喜不已 想下车 我立马拉住了他 小猪问道 哥 咋了 昨晚为了投尸问路 宅子里一共丢失了四件东西 赖红尘拿的是茶杯 机态没拿的吹风机 你拿的是小毛绒熊玩具 我拿的是自鸣钟 相有的人折返之后 他们大概率会冒险进宅子去检查一下 我相信 之前整栋宅子里的物件 他们肯定全部列了清单 留了照片 从理论上来讲 自鸣钟上英雄钟表店几个字 照片里肯定也有显示 这些东西 昨晚突然丢失 海爷在绝望之余 保不其会命令他们 根据丢失东西的照片 开始疯狂寻找这些东西的来源 看看能不能抓住 最后谨慎的希望 他们不知道 每件物品里面藏有神器的线索 也没明确的指向 找地址的速度 肯定没我们快 但我们还是 要防着意外情况出现 现在不能冒进 小竹亚异不已 哥 这考虑得太细了吧 我说到 海爷不是正常人 不得不防 我们先观察一下 两人在英雄钟表店 对面的饮品店 各要了一杯奶茶 盯着这个铺子 这是十来平方的老式苍蝇铺子 在角落里 显得小而不起眼 里面有一个修表的老汉 带着一副老花镜 正专心致致的修表 看来向柳的人 确实还没有找过来 十几分钟之后 眼见天色已晚 老汉收拾好东西 将铺子门给拉上锁了 背着手 慢悠悠地往外走 我对小猪说 你跟着他 我扫一下尾 小猪立马跟过去了 我稍微再待了一会儿 转头瞅见一位小太妹 她吃了店家的东西 嫌太贵 不肯付钱 店家不让 小太妹说要摇人 砸了店家的铺子 店家火了 拿手机打算报警 我过去帮小太妹 把钱挤付了 小太妹好奇地 看了我几眼 格格直笑 我说 你小子想泡我呢 确实 借一步说话 她跟着我出了店门 来到弄堂的旁边 点着一根女士香烟 斜眼瞅着我 出来玩别弄虚头巴脑的 姐姐 我没时间浪费感情 我正好身上没钱了 咱们直接一点 陪你玩一玩上 六百块 我寻思 这小太妹这么开放吗 她见我不吭声 冷哼了一声 你可别觉得贵 姐姐可是第一次干这事 算便宜你小子了 我笑着伸出了手 小太妹问道 干嘛 我说道 成交 一口价 六百块拿来 小太妹先是瞪大了眼睛 后来将烟头狠狠地甩在地上 骂了我一句神经病 转身就走 我拉住了她 开个玩笑 我有一个让你赚钱的机会 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小太妹手指着我 我跟你说 脑子有病赶紧去治 听到没有 我数到三 你要不放手 信不信我一巴掌呼死你 我直接拿出了两千块钱现金 塞在了她兜里 你不用陪我一晚上 这两千块你拿着 帮我做一件事就行 小太妹神情压抑无比 而后 她掏出了口袋里的现金 涂了口唾沫在手指上 点了起来 点完之后 又将钱放了回去 冲我挑了一下眉毛 老板 什么事 是不是见我漂亮想包我 漂亮你老母 我指了指钟表店 第一 你等下去把钟表店的招牌给偷来 丢远一点 第二 今天晚上在这里找个角落守着 如果看到一伙 不像好人的男人来附近 打听这家钟表店 你立马打个电话报警 就说你是英雄路十九号住户的表妹 看到昨晚那伙 进你表哥家团伙盗窃的人来这里了 请他们马上动手抓捕 第三 马上打一个电话通知我 当然 要是今晚没人来找店铺 第二点 第三点 你都不需要做 在这里干手一晚上就行 怎么样 小太妹露出满脸猛逼的神情 就这 我点了点头 就这 小太妹斜着眼 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你小子 就不怕我拿了你两千块 直接跑了 我一把将她外套的拉链拉了下来 她里面还穿了一件校服 校服左边写着英才女子职业学校 右边还有一块胸牌 写着茶艺表演专业七般寒冬冬 刚才她在店里喝奶茶的时候 我听到她在打电话 撒谎说 大姨妈来了 疼不欲生 跟老师请假来着 她外面穿的外套 是那种布纱状的 有一些透 我眼力比较好 隐约看到了 她里面印着的校牌和名字 我说道 你要是敢骗我钱 除非你别上学了 寒冬冬文言 神情非常不爽 呼拉一下 把拉链给拉上去了 你小子威胁我 姐姐本地人 乱朋友多得很 可不怕你 呼拉一声响 我将她外套的拉链 又拉了下来 手一放 一截断裂的拉链头 丢在了地上 我拍了拍手 寒冬冬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待她看到衣服上 只剩下的半截拉链头 方才回过神来 拉链头短 小 硬 常人几乎不可能 如此轻而易举地掰断 我这一手 彻底震撼了她 她脸色竟然极为欣喜 卧槽 太特么卧槽了 大哥 你竟然是武林高手 我罢了罢手 打断道 你到底干不干 寒冬冬投入鸡卓米 干干干 我说道 好 等一下你报工之时 最好去电话亭 用IC卡来电话 记住 别骗我 不然下次断的 可能是你脖子 寒冬冬忙不迭地回道 我怎么敢啊 我现在可崇拜你了 那什么 大哥 你以后能不能带我混 我没再打理她 给了她电话号码 转身去开车 这太妹都准备出卖自己肉身了 可见她有多需要钱 唯独担心 她拿的钱不办事 现在应该可以放心了 老汉在这里开店 应该年份挺长的 如果香柳的人突然找来了 见店铺招牌在 向附近的人随便一打听 估计很快就能打听出老汉的家 万一我和小竹到时候 在老汉家里取神器 突然被向柳的人堵在门口 那就相当糟糕 必须要有人在这里 替我们一直守着 我们现在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不能让意外任何意外打扰 车沿着小竹跟踪的方向开去 二十来分钟之后 我追上了小竹 小竹正在一根电线杆之下 假装等车 她上了车 我问小竹 人呢 小竹朝一家熟食铺弩了弩嘴 在买东西 我见到老汉手中拎了一瓶骨烧 正在买猪头肉 买完东西之后 老汉继续往前走 我们慢慢悠悠地开着车 不紧不慢地跟着 这是混杂的居民区 不少车 三轮车 摩托车 来来去去 老汉不可能觉察出我们 穿过几条巷子 来到了一栋破败的小房子前面 老汉进了房子 关上了门 在外面稍微等了一会儿 我们下了车 过去直接敲门 谁啊 老伯 我们来找你修表来了 明天送到店里来吧 来不及了 我明天要赶火车去外地 那行 自己推门进来吧 我们两人推门进 刚一进去 我突然眼前一黑 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之后 发现我和小竹 正被五花大绑给绑着 两人都掉在了天花板的粗梁柱上 晃晃悠悠地像两颗大粽子 我们两人脸上化妆的妆容 已经被搓揉下来了 更要命的是 上面的梁柱应该年份很久了 不仅滋滋嘎嘎嘎地响 而且上面还有老鼠爬来爬去 有一只大老鼠 压根不怕我们 它趴在柱子上 滴溜溜转动着小眼睛 无比好奇地瞅着我们俩 屋子很老 里面的家具就是破败 上面的漆都掉没了 还堆满了杂物 唯独的电器是一台下星牌的黑白电视机 上面正播放着魔都地方牌的戏曲 电视前面一张桌子 桌子上两个菜 一碟花生米 一盘猪头肉 老汉喝着鼓烧 吃着东西 他发现我们醒了 没抬头看我们 慢悠悠地说道 小丫头轻功一绝 跟踪手段也顶尖 老汉差点着了道 可惜了 你身上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小竹文言 神情无比愧疚地瞅了我一眼 大意了 我将自己所有的智慧和火力全集中在香流等人上面 没想到 这貌不惊人的老头 竟然是一个高手 我们这次之所以会着他的道 感情是小竹在跟踪之时 露出了什么致命缺点 可这不能够吧 小竹在索命门被称为飞花蝴蝶 轻功和跟踪手段 江湖罕见 他能有什么致命缺点 但现在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赶紧解除互相之间的误会 才是最要紧的 我说道 老伯 自己人 老头依然没抬头 加了一粒花生米进嘴 一边搅动一边说 你们也是修表的 我回道 不是 我应兄弟留下来的只是 前来找老伯取重要的东西 请老伯不要误会 老头问道 取什么东西 我回道 他留在老伯处的惊天宝物 我现在还不知道 下戏有没有明确告诉老头 那东西是下家神器 所以不敢直接讲出来 对话只能在互相试探之中进行 老头回道 老头子家贫如洗 哪有什么惊天宝物 我说道 宝伯 你脚边那块清光绪年间的字名中 刚才从我们身上搜出来的 这是我兄弟特意留下来的信物 我根据上面的线索 费尽千辛万苦找到此处 想必你应该对他非常熟悉 老头文言 附身从地下拿出了清光绪年间字名中 他对着字名中自言自语地说道 确实非常熟悉 老朋友 好久不见了 可老朋友 你能不能开口告诉我 你本来待好好的 现在到底是朋友将你逮到了 还是豺狼将你逮到了 这话意味深长 我们虽然带了字名中过来 但老头根本不敢确定 我们到底是项柳的人 还是下喜真正的朋友 因为项柳也可能取得字名中 老头非常谨慎 我直接了当地说道 老伯 你对我们身份怀疑可以理解 但想必我兄弟 对你肯定有提前的交代 请你按他交代的方法一事 若我们的身份有假 要杀要寡 悉听尊便 老头一听 总算抬眼看我们了 点了点头 我喜欢跟聪明人说话 紧接着 他向我招了招手 我正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结果 房梁上 那只一直趴着瞅我们的大老鼠 突然窜了过来 刺起了牙 一口咬断了绳子 我从上摔下 整个人被摔得七荤八素 老头走过来 将我身上的绳子解开了 我活动了一下四肢 发现有些发软 也不知道他之前对我们用了什么手段 但他敢就这样截我身上的绳子 证明根本不怕我对他动手 或者说 压根就是给我喂了药 当真想什么来什么 老头说道 别想着动手 你身上中了毒 没老头的解药必死 我寻思必死 肯定是不可能的 哥们自从中了奇失蛇毒之后 身体已经百毒不清 可以麻 晕 疼 但就是特么不会死 但这事没必要跟他说 我称他一抱拳 老伯请出题 老头点了点头 从角落里拿出了一卷绒毛很厚的古话 转手递给了我 请吧 我有一些发毛 这什么意思 让我见话 下喜会用如此古怪的题目 来让老头确认我身份吗 老头见我没动手 眼睛里突然寒光四射 我感受到他浓烈的怀疑和杀意 稍想了一想 我展开了画 一手捏着画的上端 一手捏住下端 深呼吸一口气 上手在画端角落 急速和反复地搓揉着 嘴里一声喝 开 巧尽一时 古画里面的线容 顿时呈现在我手上 年华佛手 我已经好久没用了 下喜交代老头确认来人的身份 肯定会以我的绝技作为题目 容貌会变化 有些非常牛比的人皮易容术 如同跟连长在一起似的 搓揉都搓揉不下来 声音也会变化 一流的江湖口记者 可以模仿任何人的声音 唯妙唯肖 暗号更可能会变化 下喜被逮住之后 如果香柳采取 类似巴托香那种手段 套出来他与老头的暗号 即便暗号对了 但人可能是错的 唯独绝技 无人可替代 这是最直接的一种验证方式 老头健壮 脸色斗变 倒地变败 苏先生 齐高泰刚才梦浪了 我欣喜万分 赶紧扶起了他 我们两人立马踩着凳子 将小竹从上面给解了下来 齐伯转身 拿了两粒牛屎丸 递给了我们 让我们赶紧吃下去 否则之前 他对我们下毒的毒素侵入 容易伤身体 小竹吃了 我本不大想吃 但还是张口吃了 齐伯说 夏少爷之前交代 有可能是苏先生来 也有可能是陆小姐来 他描述了你们的外貌特点 但为以防不测 防人假扮 还特意交代我 如果苏先生来 考验你拈花佛手 如果陆小姐来 则让他在三分钟之内 做出一副 可以假乱真正板桥的话 若展示无误 便可确认是你们 确实是双保险 不过 他对夏喜的称呼 有一点奇怪 竟然叫他少爷 这种旧社会时候的称呼 已经非常罕见了 我赶忙说道 事关重大 应当如此 齐伯说道 两位请随我来 紧接着 齐伯转身带着我们 离开了屋子 三人迅速上了车 往郊区开去 小竹心里 可能一直对自己 刚才为什么会跟踪暴露 而耿耿于怀 问道 齐伯 你到底是怎么发现 我的呢 齐伯文言 呵呵一笑 小姑娘 你虽然化了妆 但却掩盖不住你的美貌 如果你长的是一位 普通姑娘样子 老头子可能也就 完全不当回事了 你肯定也跟踪成功了 但你长得太漂亮了 老头子忍不住 多看了两眼 再仔细一琢磨 这才觉得不大对劲 严格意义上来说 不是我厉害 也不是你的水平不行 而是你致命的缺点 暴露了自己 小竹挠了挠头 满脸无语的模样 我寻思他还好意思无语 当时在酒店化妆 我让他给自己化丑一点 他偏布 说 只要掩盖原来模样就行 齐伯 如果是一个女人 小竹跟踪 也不可能失败 男人致死是少年 一个小时之后 车在一个废品收购 暂停了下来 齐伯打开了 废品收购站的大铁门 一股呛鼻的味道传来 显然里面 已经很久没人来过了 废品收购站里面 堆的东西非常多 矿泉水瓶 电线 废铁 铝制品 纸壳箱 上面全落了 满满的灰尘 也不知道 堆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我本来以为 齐伯藏下家神器 应该在这些废品里面 但事实证明 我想错了 齐伯转身 关上了大铁门 他去找了一个梯子 又在那堆废品里面 找了几样工具出来 磨砂纸 盖锥 铁锤 紧接着 他将梯子架到了大铁门上 踩着梯子走上去了 手中的磨砂纸 开始磨大铁门门楣外面的漆 磨了好久 总算将外面那层漆 给打磨光了 一看之下 发现这大铁门的门楣 竟然是焊接而成的 门楣的右角之处 有一块巴掌大的铁块 这铁块的颜色 明显不同于其他地方 厚焊接上去的 只不过这铁块 与铁门楣完全平整 而且之前外面有漆 完全看不出来 齐伯先用改锥 慢慢地撬铁块边上的缝隙 然后用锤子轻轻地砸 他的动作非常谨慎 生怕损伤里面的东西 足足弄了半个小时 哐当一声响 铁门楣上的巴掌 大的铁块掉了下来 正在此时 电话突然响了 我的外套小竹拿在手上 他从我外套衣兜里 掏出了手机 递给了我 我一看 寒冬冬打来的 大侠 还真的有人在打听 英雄中表扑的位置 足足有十多个人 看起来都不像什么好人 不过他们一进街口 刚向别人打听 我就按你的要求报了宫 然后呢 然后宫门的车来了 宫门人正在附近巡逻呢 还没等那群打听的人 走到铺子前 他们听到了警报声 瞅着车好像是冲他们来的 撒鸭子就跑了 我太阳穴阵阵发疼 向柳的人还真找来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个多小时前吧 一个多小时前 当时我们正在齐波家 被他给吊着呢 寒冬冬怎么到现在 才给我打电话 要不是宫门人 正好在附近巡逻 出动及时 一旦向柳的人 向别人打听出 齐波家的位置 我们可就要硬生生 被他们堵死在里面了 一想到这里 我后几辈直冒冷汗 你怕是脑子有问题 拿钱不办事 我让你报完工之后 马上给我打电话 为什么到现在才打 你差点坏了老子的大事 寒冬冬说道 我打了呀 你关机了 到现在才打通 靠 你小子怎么张口就骂人呢 讲完之后 这小太妹 气呼呼地把电话挂了 我关机 齐波回过头来 皱眉问道 苏先生 是不是有人找到 老头子的店铺来了 你们两人的手机 是我逮你们时候替你们关机的 但我后来忘记了这事 一直没提醒你们开机 小竹文言 挠了挠头 哥 你的外套一直我在拿着 刚才下车时候 我刚给我们两人的手机开机 还真骂错小太妹了 不管他 两千块 他挨顿骂也够本 大铁门的门楣里面 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洞 齐波伸手进洞里 掏 掏出来一个 外面秀气斑斑的铁盒子 小心翼翼地拿了下来 我寻思几大军家藏神器的地方 还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陆家麒麟玉佩 藏在尿筒下面的暗阁里 徐家雪玛瑙 藏在七刀前辈尸体的肚子里面 而下家神器 放在这废品收购站里 即便有人来找 第一反应 也肯定是从废品堆 或者房子里找 可没想到 人家却直接藏在了门楣上 苏家的神器是什么 他又会藏在什么 匪夷所思的地方呢 不敢想 齐波捧着 秀极斑斑的铁盒子下来之后 我心中激动不已 第三位军家的神器要出现了 我和小竹情不自禁地脚步向前 齐波却抬手制止我们 稍等一下 这里面有自毁装置 我必须先拆开 他将铁盒子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地上 转身找了一双手套 齐波先是从身上 拿出了一把小钥匙 紧小慎微地开了锁 把铁盒子外面的锁轻轻拿开 接着又转身 拿了一把小刀 细细地刮铁盒子的缝隙 我和小竹都屏住了呼吸 紧张得不行 生怕齐波给不小心弄插批了 忽然 电话又响了 吓得齐波手一哆嗦 拿刀的手也停了下来 我掏出手机一看 又是寒冬冬打来的 不知道是什么事 但现在这种情况 我生怕向柳又生出傻幺蛾子 又不敢不接 咽了一口唾沫 对齐波说道 齐波你先别弄 等我接完这个电话 电话接通之后 韩冬冬说道 大侠 我原谅你刚才骂我 江湖中有本事的 谁的脾气都不大好 你说是吧 我无语道 你还有事吗 韩冬冬说 没了 但我很想跟你混 我直接将手机给关机了 一个学生 不好好读书 成天想着混 脑子是浸了多少水 齐波见我关了手机 拿着小刀继续开始动作 从里面弄出来一根细线 他将细线用铁钱给剪断了 做完这些 齐波长输了一口气 里面设了一个机关 若直接打开这个铁盒子 机关会瞬间加断 并毁掉里面的东西 这是防止除了少爷和我之外的人 开这个盒子 打开铁盒子 里面是一个像老鼠家一样的小机关 尾部还装了强力弹簧 机关口放着一个拇指大小的东西 外面用红色的绸布包裹着 齐波伸手进去 将拿东西拿了出来 递给了我 我打开一看 和小竹面面相去 这竟然是一枚巧夺天宫的植物设立 植物设立也叫玉化石 树化玉 它形成的原理是 原始森林因为地质运动等原因 植物被埋葬于地下 在漫长的岁月中 经过高压 低温 无氧 浸泡于饱含二氧化硅的环境中 树木中的碳元素 逐渐被二氧化硅所替代 并保留了树木的原始特征 变成硅化木 硅化木又吸纳岩层中的矿物元素 重新进行结晶 转换为蛋白石玉水 形成璀璨夺目的沐浴色彩 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古宅的塘屋里面 会摆一些树化玉 古人认为这东西可以驱斜除腰 能起到镇宅内浮的效果 常被用来做镇物 古生物化石形成的概率 仅为百万分之一 能完整形成树化玉的概率更低 由于此物形成 需要极其苛刻的地质环境条件 天然的真品树化玉 其实极为昂贵 现在 我们所能见到别人家中 办公室或者店铺摆放的树化玉 百分之百为人工合成的假东西 因为真的人家不敢摆 万一不小心衰落 主人不心机耿死算他牛 植物设立都没什么 关键这枚植物设立外润玉色 晶莹剔透 形状如同佛家设立的法指 而在法指里面 却是一棵极为完整的小树根 小树根成褐黄色 造型像人 这不是雕刻的人 而是小树根本来就长成了人的样子 头颅 五官 四肢微妙微笑 身躯微猛刚进 甚至 顶部还有只愣起来的稀疏毛发 我真的被他震撼到了 久久说不出话来 齐博见我瞠目结舌 没打扰我 问小树道 小树姑娘 你觉得此人像谁 小树想了一想 说道 像鬼 齐博呵呵一笑 方才转头问我 苏先生觉得呢 我咽了一口唾沫 铁面求病 相貌奇异 张牙舞爪 倒向抓鬼的钟魁 齐博文言 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妙哉 夏少爷曾给他命名 帝尊佛魁 可以想象吗 远古亿万年前 帝制时期的小树根 他长着钟魁的样子 长埋于阴曹地府一般的地底下 经过鬼斧神工的锻造 外面还包了一层 佛家拇指设立形状的 透明玉枝 魁者道也 法指佛也 夏席给他取名 帝尊佛魁 简直不要太合适 我要脑子封建迷信一些 想象力丰富一些 甚至会想 是不是因曹地府的抓鬼大帅钟魁 施展术法 将自己的身躯变小 钻进佛家设立法指当中去 御徒修炼什么无上大法 可中间突然出了什么岔子 他再也没出来过 历经无尽的岁月 不知道哪个天子福到机缘之人 竟然将他给挖了出来 此物不仅有类似佛家的设立法指 钟魁又被封为赐福镇宅圣君 如果拿他来做证物 在封建社会 足以证皇宫大院 毕国之大运 天地神器 夏喜因为佛道之争的奇宝 寒冰浮屠而被逮 而夏家的神器 却是一尊帝尊佛魁 冥冥之中 难不成有天意 我心中念一遍阿弥陀佛 又念一遍福生无量天尊 赶紧请齐伯 将铁盒子里的机关给拆了 把这神器给放了进去 收了起来 齐伯说道 苏先生 香柳在魔都 有多年的经营基础 他们刚才虽然被你设计 借助宫门的力量 赶得鸡飞狗跳 但已经发现了我的铺子 以他们在魔都江湖上 盘根错节的势力 会非常快找到我家 乃至找出这个 我不常来的废品收购站 我们必须要赶紧离开 我回到 走 此刻说什么话 都是多余的 三人出了门 齐伯将废品收购站 重新给锁上了 上车之后 齐伯又说 夏少爷曾交代我 苏先生取了神器之后 让我必须要送你们 安全离开魔都 你按我指的路来开车 这神器太重要了 尽管我不相信 向柳的人 有那么大的能量 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追踪到我们 但万事防患于未然 以最快速度 最安全的路线离开 是博尔的选择 齐伯显然比我们更清楚 撤离的最佳路径 在他的指挥之下 我们将车 直接开到了黄浦江的边上 江面上 是一个小型的捞河中 杂物的船只 齐伯用旁边的公用电话亭 IC卡打了一个电话 说了几句什么 十分钟之后 船里出来了两个老汉 上了岸 一个人替我们 将租来的车开走了 一个人接我们上了船 齐伯说 他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 信得过 船头离着黄浦江面上的浪 一直向前而行 先到了重县 再换船到启东 又乘车到南通 到了南通 几人先找一家酒店 休整了一下 齐伯的意思 让我们直接从南通城飞机 前往要去的目的地 我让小竹去酒店大唐的机票 订购点 去订购机票 半个小时之后 小竹回来了 说最早的一趟航班 要到晚上九点多有 时间到还剩几个小时 不过 我们人已经全离开了摩多 心态也稍微放松了 在房间里吃了点泡面 卡着时间点 便下了楼去机场 离开酒店之后 齐伯向我们抱拳行李 像家中老人 嘱咐出远门的晚辈一样 神情布满了慈祥和关心 苏先生 小竹姑娘 一路平安啊 我也抱拳回礼 齐伯也一样 齐伯转身欲走 我迅疾出手 一个手刀砍在他的脖子上 齐伯顿时栽倒 小竹在旁边赶紧架住了他 我问道 刚才你出去租的车在哪 小竹折指旁边 左边 我回到 带他上车 我们驾着齐伯 往左边走去 五十来米之后 来到了车边 司机正拿着手机在玩摊吃蛇 见我们驾着一个老头过来 神情极为压抑 老板 这人是怎么了 我回到 生病了 马上送我们如高 司机皱眉道 南通的医院不行吗 他这状态 还不如送摩托啊 那里的大医院多 干嘛去如高 我说道 如高一个专科医院 我们有熟人 司机还是不走 小竹问 你是不是怕他死在你车上 讲完之后 小竹掏出了一叠钱出来 司机立马收了钱 走 千万别耽误了病情 车往北进发 齐伯称呼下喜为少爷 他绝对是下家的护宝红花 我想起了陆家护宝 红花龙妈 苏家护宝 红花花老龄 徐家护宝 红花七刀语修中 这些人 他们在交出神器之后 全部赴死 拦都拦不住 齐伯在与我们作别之后 他大概率会去前去救下喜 单枪匹马的 不死才怪 我不能让这种悲剧再发生 车一路往北而行 我坐在车上 取到下家神器之后 欣喜的心情 已经完全被眼前复杂而严峻的局面所取代 海爷没有取到下家神器 下喜还有利用价值 他的生命安全暂时不会有问题 但一番苦肯定少不了 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 海爷迟迟从他身上 获得不了任何价值 保不齐会突然变态 向下喜动手 救下喜必须要尽快 可是 以我的力量 要前去救下喜 无疑等于皮肤汗术 根本不可能成功 毕竟现在下喜被关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 我手中搓揉着甲园大头 脑子不断响着 迷迷糊糊 我睡着了 到了如高一家医院门口 司机放我们下来 我们在医院 供病人散步休闲的花园长廊里坐着 天色已经晚了 病人都已经睡觉休息 周围非常安静 虽然人已经来到了如高 但我们在魔都经历了好几次的反追踪 身上又有下加神器 心情却不敢丝毫放松 冷不丁的 我肩膀突然被人给猛地拍了一下 头皮顿时骂了 还没等我动手 小猪嘴里一声娇和 他没回头也没转身 双手迅疾后翻 直接卡住了一人的脖子 一把将对方反拎过来 直接摔在了我们面前 对方一声惨呼 自己人 我们一看 变武被摔得双眼翻白 躺在地上如动 小猪赶紧收了手 我简直是服了 老五 你这样的窥吃多少次了 总有一天会死自己人手上 变武嘴里哀忧连天 死丫头 你下手可真狠 苏兄 我不是忘了这茶吗 肌肉记忆 我也不能控制 我们扶他起来 我问道 你不是说要后半夜 才能到这里吗 怎么现在就来了 变武揉着脖子 呲牙咧嘴地回道 你电话里讲得那么急 肯定是顶天重要的大事 我不敢耽误 疯了一样往这里赶 早知道后半夜来 死丫头也不至于摔我 小猪说 对不起五哥 我也是肌肉记忆 控制不住 变武 我对变武说道 确实是顶天重要的事 紧接着 我拿出了铁盒子 对他无比 郑重地交代道 两件大事 第一 这里面是第三件神器 务必要看管好 第二 旁边这位叫齐伯 你得找一个地方 将他藏起来 千万别让他寻死 也别让他跑了 他武功很高 必须高度警惕 变武一听 神情立马郑重起来 将铁盒子收了 又转头看了看齐伯 说道 保管东西没任何问题 这是请苏兄放一万个心 但这齐伯一个大活人 武功又高 难不成我天天绑住他 或者喂药 比较难办啊 我说道 难办你也要想出办法 我们实在疼不开手来 变武摸了摸八字胡 想了一会儿 眼睛突然瞅着 住院部几个大字 猛地一拍大腿 有了 我问他准备用什么办法 变武挠了挠头 就是有点不地道 我回道 姓名攸关 我相信齐伯也能理解 变武回道 我刚好有一个朋友在泰州 离这里不远 他是开私人精神病院的 我给他一笔钱 交代他 齐伯是一位武疯子 放出去会害人 将齐伯关在里面 有吃有住 不可能寻死成功 想逃跑会被电击 他绝对出不去 我 小猪说 五哥 你这都是啥损招啊 变武问我 苏兄 你觉得行不行 如果不行 我再想其他办法 我一咬牙 行 但让你朋友 不要为他精神病的药 也不能有任何虐待行为 一切按照退休 老干部疗养的标准来伺候着 变武回道 这没问题 紧接着 我们为齐伯 吃了两粒安眠药 变武背起了齐伯 转身准备走 我拉住了他 老五 你啥时候不干道路的活啊 变武神情一愣 苏兄 你这表情不大对啊 怎么开始多愁善赶起来了 这不像你啊 我被他说得尴尬 罢了罢手 没有 我就是想让你带我去干事 吃西城了 变武笑道 那玩意儿 确实是好东西 你想吃 又何必跑干事去 我让人托运几箱给你 吃个够 我只好回道 行 路上注意安全 变武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见到赖红尘和姬太梅之后 发现他们的日子 才是我们这帮人最终的归宿 变武走了之后 我长舒了一口气 小竹心思比较细腻 哥 五哥说得没错 你今天怎么好像心思很重呢 我转头对小竹说 陪我散散步 小竹笑意盈盈 好 我们两人离开医院 沿着如高的街道慢慢走 小城的晚上很安静 祥和 夜宵摊上布满了烟火气 我没说话 小竹非常乖巧 安静地陪我走着 走了好久 我有一些累了 旁边刚好是公交站台 有工乘客等车时的长椅 我坐了下来 小竹也坐了下来 我问道 累吗 小竹回道 不累 我指着马路对面 手玩手走路的情侣 看他们 多美好 小竹抬头看了看 笑道 就像哥和姐姐一样 我转头看着他 小竹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怎么了哥 我认真的问道 丫头 你想不想成个家 像萧哥一样 小竹神情先是讶异 随后又摇了摇头 不想 我问 为啥呀 小竹美眸正正地望着前方 没回话 我又问了一遍 小竹低下了头 手里拿了边上的 一根小树枝 拨弄着地上的蚂蚁 悠悠地说道 哥 我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价 我瞅着这丫头 楚楚可怜的模样 心中突然像被刀割一般疼 小竹打小在索命门长大 后来 他被送给了索命门的金主马平 缘分使然 马平又让他跟了我 可从此之后 他却一直跟着我疲于奔命 我不仅从没给过他家的温暖 更没有给过他家的希望 我内心歉疚而难过 接过他拨蚂蚁的小树枝 说道 对不起 小竹文言 嘴角露出了两个酒窝 干嘛说对不起啊 我不要家 有哥就行 可事情总会有结束的一天 对吗 结束了 我也跟着你 这对你不公平 我不需要这个 可我要给你公平 此话一出 小竹神情黯然 眼眶顿时有些湿润 颤声说道 哥 我累了 想回酒店休息 我们起身离开 往回走了一段路 左手边有一座寺庙 法宝禅寺 大晚上的 门竟然还没有关 小竹瞅着寺庙 停下了脚步 神情有一些发呆 我问道 想去看看 小竹点了点头 嗯 两人走了进去 进门的前殿 是一尊弥勒佛 后面才是正殿 弥勒佛 竖在前面 是很多寺庙的格局 很多人认为 因为弥勒佛的长相 憨太可居 笑眯眯地 摆在前面 是为了迎接善男性女 不全对 弥勒佛是未来佛 他是释迦牟尼佛的继任者 未来在娑婆世界的主宰 众生都要面对未来 他摆在最前 现世全是罪孽与苦难 他大度能容 未来充满美好与光明 他笑意盈盈 这才是前殿 摆弥勒佛的真实原因 小竹在蒲团上跪了下来 闭着眼睛 双手合十 无比虔诚地祭拜 佛曰 有求皆苦 不知小竹心中所求何事 愿美丽的丫头 所愿皆能达 拜了好一会儿 小竹方才起身 我们出门 打车回了酒店 一日早上 我们吃过了早餐 小竹似乎忘记昨天的情绪 问我接下来怎么办 通过什么方式就下歌 我说道 不去救 小竹 我补充道 我们回城市 找田家谈判 让田家去救 小竹满脸不解 我说道 我们的力量根本就不了下洗 从崔先生的情况来看 田家与下洗本来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且田家在香柳内部有大卧底 只有他们才具有救下洗的能量 小竹说 田家确实有这个能力 但田家一直不想和香柳撕破脸皮 我担心他们不会出手 我问道 你知道三黑子现在去哪了吗 小竹回道 你不是派他护送带领了吗 不对啊 这么多天了 他应该早就结束了呀 我点了点头 田家曾派我暗中夺香柳的圣物欲摇 夺成了之后 我留了一个心眼 将田家乃夺玉瑶主谋的相关证据 藏在了长白山 三黑子送完带领之后 我已经让他去长白山去了 这是我逼迫田家出手就下洗的仰仗 田家不是不想与香柳撕破脸皮吗 如果田家不答应此事 我会将这证据交给香柳 并果断暴露 他们在香柳的十二户圣金刚的超级卧底率老大 此事一出 香柳必将无法容忍 与田家肯定会针尖对脉盲 掀起江湖上的腥风血雨 田家想要继续做饮食的大家族 绝不能允许此事发生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 调动在香柳内部的卧底 营救下洗 一直想动长白山幽盘 但一直没动 此次为了救下洗 不动用不行了 小竹神情亚异无比 可姐姐现在还在山上 我们与田家谈判也要上山 万一我们拿这事做威胁 激怒了田家 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回到 所以这是要靠你了 小竹闪着大眼睛 靠我 我点了点头 向他解释 除了上面的证据 我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那就是岑英的分析 我在离开城市道观之前 岑英告诉我 让我15天之后去接他 他不是真的让我15天之后去接他 潜在台词是 他只需要15天时间 就能分析出田家家主是谁 而且这个人的身份 应该会让我们非常之诧异 现在时间已经远超15天了 15天时间刚到之时 岑英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非常简短的一句话 苏晨 我在山上看到了一只好大的鹰 我心里瞬间明白了 他在暗示我 田家家主就隐藏在城市山上的那一群人当中 这次上山 我是抱着与田家彻底掀桌子的态度去的 我会先与老崔慢慢谈着 将世界上最牛逼的八卦棍王拖住 如果田家不答应 小竹突然出手去逮山上那只最大的鹰 只要崔先生被我给拖住了 以小竹的武力值 山上的人应该没人能阻挡飞花蝴蝶 尽全力去劫持一个人 当然 一切计划而已 我们会不会被鹰卓眼 要走一步看一步 可我现在已经别无选择了 只能剑走偏锋 我对小竹强调到 田家家主是神仙一般的人物 若在平时 我们根本不可能动得了手 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现在仅剩的一点优势是 岑英已经猜出这人是谁 而田家家主并不知道岑英已经发现 所以 我与老崔的谈判一旦崩盘 你出手务必讲究快 准 以闪电之势 将田家家主给拿住 胜败再此一举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小竹问 万一田家家主会武功呢 我反问 这个世界上 在完全不设防的状态之下 顶得过飞花蝴蝶偷袭的人吗 小竹文言 吐了吐舌头 这个真没有 哥 你完全不设防都不行 要得就是他这种自信 别说我 牛逼如老崔 他不设防都不行 上次在京都田家大院门口 我打不过老崔 让小竹在旁边守着 一招过去 老崔彻底歇菜 不讲武德偷袭 除非田家家主是一位神仙 否则根本顶不住 两人商议完毕 回到房间 小竹给我和自己化了妆 主要房路上项柳或田家人发现 我们也没有给曾荫打电话 打算出其不意地杀向城市道观 两人火车 汽车换乘 很快就来到了城市道观的山脚下 山口依然有四辆车 在严密无比地守着 我们赶紧卸了妆容 走了过去 这些守山的人 对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见到我们回来 神情非常意外 但还是向我们问好 并客气地派了一辆车 送我们上道观 道观还是原来的样子 宁静 整洁 掀气鸟鸟 到了关口 送我们的车离开了 我们进了道观 发现主店和后面的住房都没有人 我们迅速进房间看了一下 曾荫的房间衣服还在 道顾云秦子的房间衣服也还在 又到厨房看了一下 锅里盖着饭菜 碗壁还是温热的 证明之前 他们一直在倒观 现在人哪去了 我准备掏出手机打电话 但小竹说 哥 先别打 有可能他们在后夕洗衣服 我收了电话 与小竹迅速往后夕奔去 十来分钟之后 到了后夕一看 泉水下面 陆曾荫果然正在洗衣服 小竹开心向小鸟 奔了过去 姐姐 我回来了 陆曾荫转过头来 见到我们先是一愣 而后开心的不行 赶紧起身 神情有些埋怨地说道 回来都不提前告诉我吗 我压抑住再次见面的兴奋 因为我必须第一时间知道 他猜出来的田家家主是谁 才能快速制定接下来的计划 现在四下只有我们三个人 正是好时机 否则 一旦云秦子或者崔先生来了 我们想交流都不方便 我快速走了过去 低声而急迫地说道 曾荫 先别说其他的 快告诉我 那只大鹰是谁 陆曾荫在大势方面向来果断 立即反应过来 四处瞅了一下 向我们招了招手 我们两人凑过头去 陆曾荫说 云秦子道长 我和小竹顿时梦了 脑子像是被电猛地闪一下 怎么可能会是哑巴云秦子道长 这太出乎人意料了 陆曾荫的眼神清澈而坚定 向我们无比坚定地轻轻点头 现在不是听他具体分析的时候 我深呼吸几口气 压住内心那股无比澎湃的情绪 低声问道 他人呢 陆曾荫回道 刚才还一起洗衣服来着 几分钟之前 他去卫英了 卫英 小竹问 哥 姐 现在是不是按原计划打电话 约崔先生上山来谈判 我脑子急速地转着 应变则变 决定马上改变计划 成现在道观没人 先逮了他再说 陆曾荫虽然不知道 我们之前制定的何种计划 但他太聪明了 明显感觉出来 我们急迫 将衣服丢回盆里 你们跟我来 他带着我们 没走原来我和小竹去后夕的路 而是绕过泉水 从侧后方小山坡的树丛里 弯过去 速度反而更快 而且 我们竟然从绕到了前垫 几人跃下小山坡之后 我们三人闪电一般 向侧垫养鹰的地方奔 没人 鹰也不见了 我预感大势不好 小竹去厨房 曾荫去正殿 我去住房 我迅即往住房里面跑去 可到了住房一看 顿时傻眼了 之前我和小竹来的时候 两间住房 一间是曾荫的 一间是云情子的 都有衣服在 但现在 曾荫房间的衣服还在 可云情子房间的衣服却不见了 不仅不见了 而且 房间的东西丝毫不显慌乱 证明云情子在收拾衣服的时候 从容而淡定 似乎早有准备 我转身出了房间 来到倒灌前面 曾荫和小竹也分别从厨房 正殿跑过来了 他们一口同声地说道 人不见了 我立马回到 下山去看那些车辆 还在不在 我们疯了一样下山 小竹的速度最快 其次是我 最后是岑荫 但现在紧急时刻 也没法等着三人一起跑了 我们都使出了最大的劲 往山下呼啦啦狂奔 也不知道 时间跑了多久 我终于来到了山脚下 小竹站在原地 背对着我 傻乎乎地盯着那道山口 那里面一辆车都没有了 毫无疑问 那辆刚才送我们上山的车 来到道观正殿前面之后 看他的样子掉头离开了 但其实并没有走远 我和小竹到后夕 去找残鹰 短短几分钟时间 云情子道长 无比巧妙地避开了我们 悠然地回房间收拾好衣服 乘坐那辆送我们上山的车 下了山 带着一众下属 与我们撒油那辣 我脑瓜子嗡嗡只想 这田家家主 怕不是妖孽 小竹回过头来 说道 哥 他们走了 这种碾压式的拿捏 让我胸腔一股气散不出来 我望着眼前空荡荡的山口 掏出了一支烟 默默地抽了起来 这个府邸抽薪的计划 我是临时与小竹商定出来的 而后 我们进行了化妆 快马加鞭地赶到了城市 路上没有泄露行踪的可能 到了山脚 立马上了山 中间几乎无任何间歇 即便下面守山的人通知云情子 我们已经上山了 但云情子并不可能知道 我们打算第一时间动手胁迫她 她是如何获知这些信息 又为何决断地如此迅速 走得又如此潇洒 而云淡风轻 我简直不敢想 攥紧了铁拳 本来憋竟想砸一个大坑出来 结果一拳打在了棉花之上 不对 连棉花都不算 应该是打在了空气之上 心中别提有多憋屈了 一会儿之后 岑英也跑了下来 她插着腰 累得气喘吁吁 也傻了眼 我们三人互相无语地瞅着对方 多祥已经无意了 府邸抽薪的计划 已经彻底崩盘了 我一定不能乱 因为下戏还等着我们去救 休息了好一阵子 我们平复好心情 并排坐在了地上 我问道 岑英 你是怎么确定 田家家主是云情子 陆岑英长输了一口气 指着山口的那片空地 苏晨 你觉得这段时间 这些田家人是在守谁 小竹文言 神情亚裔 之前在守我们 后来守你啊 陆岑英刮了一下小竹的鼻子 傻丫头 以田家强悍的实力 我们来到了这里 即便是他们不派人守我们 任由我们在城市四处乱晃 我们能逃脱他们的掌控吗 即便田家要守我们 犯得着用这种密不透风的高层三宝 田家简单派几个人 卡住山口就行 可他们却几乎24小时轮班不休 四辆车近20位高手 连续几个月像钉子一样 纹丝不动 崔先生几乎隔天就来检查 这种安保 用在我们身上 不觉得是浪费 此话一出 我好像混沌中拨开了云雾 脑子豁然开朗 你的意思 这些田家人一直在山下死守 其实是在保护自己家主的安全 陆岑英点了点头 对 这就是我怀疑的最原始突破口 产生了这个疑点之后 我脑海里突然涌现出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 莫非云情子是田家家主 当时连自己都被这个想法 吓了一大跳 这可能是女人独有的第六感 既然疑心了 在道观左右无视 我干脆采用倒退的办法来验证 结果越验证 让我越心惊肉跳 小竹认真听岑英讲着 神情带着诧异和羡慕 我怎么没有姐姐这种独特的第六感啊 陆岑英意味深长地白了小竹一眼 你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 小竹撇了撇嘴 我打断道 别扯东扯西了 快聊正事 陆岑英开始向我们解释 第一 她身份惊人 丫头你记不记得 有一次云情子道长 下山去办事 她走之后 我也离开了好久 小竹点了点头 记得 那次你说上山去挖点笋来着 可回来之后 笋却没挖着 陆岑英说 我不是去挖笋 而是悄悄下山验证了 到山下之后 发现山下几辆车 竟然全部见了 我惊讶得不行 之后好几次 只要云情子道长下山 我随后就去山口 发现车全都消失 这证明 他们是在护送她去办事 可光凭这点 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某天我带着胆子 一直在山下 一片树林里悄悄待着 等着云情子道长回来 结果我看到 崔先生带着几辆车来到了山口 停车后 他们全骑刷刷下车 站成了两排 神态无比谦卑的鞠躬 安静地等着云情子 最后从车上下来 能让崔先生这等人物 恭请下车的 云情子是什么样的人物 为了不被云情子发现异常 我那次还特意扭伤了自己的脚 故意走到山间上待着 等着你们来找我 小竹瞪大了眼睛 对对对 我还以为你真的受伤走不动 急得不行 陆岑英继续说 第二 他武艺惊人 某天厨房里 来了一只花生米大小的蜂王 小竹你还用竹飞刀去击打他 结果没打中 他不见了 可当天晚上 我去厨房热茶的时候 不经意看到 灶台堆放砸柴火的角落头 蜂王死在那里 他身上插着一根绣花针 针穿透了全身 钉在了一根木材的侧下方 伸入木材寸序 这绣花针 是云情子道长 专门用来绣花的 他不可能吃饱了没事 用针叉蜜蜂 在灶台后面玩 只能证明他用飞针刺死了他 还有 苏晨你在藩宫岛 夺了一把琴琴铜剑 当时明明给了崔先生 可你们走后 道观里只剩下我和云情子 有天清晨 我因为月是腹腾 本想起来吃点止疼药 可竟然看到道观的外面 云情子道长拿那柄青铜剑 对着尚未落下的月光练剑 月光之下 他衣美飘飘 潇洒到了极致 像仙女一样 这简直太颠覆了 非真刺风 月色五剑 武侠小说里面 绝世女侠才有的气质 这与哑巴道长很为和呀 我问道 还有吗 陆岑英说 第三 他才华惊人 你之前跟我说过 曾见到过田家家主穿戏袍 为了验证他会不会唱戏 我那天故意拉着他 说自己无聊 让他听我唱一段戏 我唱了一段 梅宝九先生的《梨花颂》 他笑意盈盈站着欣赏 但我故意唱错了几个桥段 扮错几个身姿 每次出错 我仔细观察他 云情子的眼神都略带可惜 我小时候 曾拜专业的戏曲老师 戏曲功底很强 这几处错误积不可查 非顶尖的专业人士 根本不可能发觉 他一位普通的道姑 念经咒我比不上他 可戏曲功底 怎么比我还强 此外 田家不是叫我画画吗 有几幅画我画差了 直接丢弃在垃圾桶 后来有一次倒垃圾 发现里面少了一幅废话 当时我没往心里去 隔天云情子道长 让我去他房间抽屉找东西 我听成了衣柜里找东西 在衣柜里 竟然发现那幅废话 已经被改了几笔 画反而显得妙趣横生 从败笔变成了点睛之笔 我震惊莫名 还有吗 陆曾英有些嫉妒地说道 第四 他容颜惊人 田家家主不可能以真容示人 云情子的样子 肯定是假扮的 我经问 你见过他真容 陆曾英回道 没见过 我问 那你怎么知道他容颜惊人 陆曾英翘起了嘴 他有体相 竟然比我还像 我 陆曾英继续说 我本来以为是他长久待在道观 身上形成的特殊檀香味道来着 后来发现不是 那就是他的体香 小猪说道 姐 你这么说起来 云情子道长 好像确实有啊 非常舒服的一种味道 陆曾英问 是吧 小猪点了点头 嗯 我问道 我也跟云情子道长接触过呀 我怎么没问到 论鼻子的灵敏性 我远比陆曾英和小猪厉害 陆曾英说 一来 你没跟他一起睡过觉 二来 你没跟他一起洗过衣服 三来 道观里面每天都檀香环绕着 不长时间 近距离仔细去感知 压根发现不了 我问道 什么味道的 陆曾英想了一想 米兰 柑橘 七里香 讲不清楚 很难说 我问 总有以一种香味为主吧 对了 这几种花香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陆曾英文言 嘴角戏谑上扬 别的问题你不多问 对人家的体香 咋这么感兴趣呢 我 小猪扑刺一笑 一副活该的神情 我点了一根烟 仔细想着 这个神秘无比的云情子道长 几人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陆曾英突然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笑了一笑 我被他笑得有点发毛 问道 笑什么 陆曾英说 我以前曾听萧兰说 你的师父是一位神仙姐姐 你说 这个云情子道长 会不会是他假扮的呢 我被陆曾英意想天开的想法 吓得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张着嘴 做不了声 问你话呢 你可别逗了 如果是我师父 他怎么不来见我 搞这么神秘兮兮干什么 再说了 我师父要是什么田家家主 我小时候还会跟着他颠沛流离吗 你那叫颠沛流离 吃喝不愁 钱随变花 玩得全是高端古董 孔子游学都没你们自在 不经他人苦 不管怎么说 这事情不可能搭上他 你怀疑的切入点 理由 证据呢 没有 那不就结了 陆曾英白了我一眼 但我有女人的第六感 这都啥第六感 角儿姐身上 确实挺香的 但身上有体香的人多了去 总不能以这个就来怀疑她 我以前曾看过一份杂志 里面对体香这玩意儿 有科学解释 其实 体香就是人身上的一种性吸塑 讲白了属于荷尔蒙的一种 每个人都有 只是存在显示和不显示的区别而已 至于怎么才会显示 取决于与之相处人之间的性吸塑 是否契合 心存爱意 互相契合之人 会天然闻到对方香味 但若你嫌弃对方 即便是香味 你都觉得这特么是臭的 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九儿姐是田家家主 田家这么大的势力 她怎么可能会让田家 像乌龟一样饮食 以她的尿性 不得让田家秒天秒地秒空气 掀起惊天骇浪才行 我说道 不讨论这些了 咱们上山看一下 能不能再找出什么线索 我们三人重新上山 可里里外外翻了一个遍 关于云情子 什么身份线索都没有找到 我对他们说 下山去城市相关部门 找一找云情子道长的信息 陆层英点了点头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道观 寺庙都是受国家管理的 全有备案信息 这座道观除了云情子 并没有其他信徒 指不定能找出他的真实身份 我们先是去了民宗部门 说想捐一点款 对象是道观 对方拿出了一张清单 我竟然没从里面看到那座道观 便向工作人员询问了一下 对方说 这里面的名单 是纳入了道教协会的 如果没有 可能是老百姓间的小关羽 或者说以前是道观 但现在已经不是了 再或者 有可能本来就是休闲山庄 但临时改成了道观 他们收集的信息 会有滞后的情况 我们专门要了道教协会的联系方式 去了道教协会之后 发现不仅没有那座道观 道集里面 根本没有云情子道长这个人 找不出来了 哪种可能性都有 但猜测各种原因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田家家主都不以真面目示人 又怎么可能会如此 轻易留下信息供我们来查 刚从道教协会离开 我突然一正 他们两人问我怎么了 我没搭话 赶紧拿出了手机 给三黑子打电话 可三黑子电话却打不通了 我心和脸一起沉了下来 陆曾英问 到底怎么了 我回到 黑子可能出事了 之前那个釜底抽薪计划 我们三人算是上道观打内应 外面主要是三黑子 在负责 他去长白山拿幽盘 以此作为武器 要挟田家出手去救下戏 但我们几人来到山上之后 彻底被田家给耍了 我们如此隐秘的内应 都被破了 证明田家家主 识破了我们整个计划 云情子道长 没有理由不出手拔掉 打外围的三黑子 之前我们一直呈现于 猜测云情子 到底是什么身份之中 反应不及时 遗漏了三黑子这个点 现在他的电话打不通 肯定出事了 我向他们解释 他们反应过来之后 满脸不可思议 陆曾英安慰道 苏晨你先别急 按我这段时间 对田家的了解 顶多优盘出现了问题 三黑子人不会有事 分析的有道理 田家要弄我们 其中任何一个人 都是分分钟钟的事 既然他们不对 我们几人动手 必然也不会对三黑子动手 我当机立断 去找一家网吧 小竹疑惑不已 网吧 上次我在长白山 除了用U盘 进行了物理备份 还专门用油箱 进行了电子备份 在电子备份之前 还专门对备份电脑 进行了全盘格式化 当时担心的就是 万一U盘弄丢了 最起码 我还剩下一个杀手锏 本来以为 电子备份用不着 谁曾想到 这么快就用上了 我们几人打了一辆车 离开了城市 我们让司机带我们去赤风 司机开心坏了 飙起车就走 到了龙化的时候 正好碰到下班高峰 当时天色非常不好 下着大雨 很暗 车堵死在路上 密密麻麻的 足有上百辆 我寻思 这是一个甩尾的好机会 给了司机一笔钱 随便写了一个地址 让他独自开车去赤风 司机有一些发傻 我解释道 单位派我们去赤风出差 其实就是 去看几个旅游景点的经营状况 我们不想去 想待在龙化玩几天 但回单位报销 又必须凭出租车的达表小票 你懂的 司机文言 转手给了我一张名片 几位同志 以后有这种事 请第一时间联系我 接过名片 我们迅速下了车 上了龙化本地的一辆出租车 告诉司机 立即回城市 我们又杀回了城市 不管田家人 有没有人跟踪 我们这样做 总是保险一些 事实证明 我们回城市的路上 压根没有任何车辆 如果有尾巴 一定被甩掉了 路上 我们买了几顶帽子和墨镜 把外套也给换了 悄悄回到城市 来到了一个中学门口的网吧 网吧的名字我 至今还记得 叫做西楚霸王 里面的学生非常之多 男孩子大部分在玩 传奇 CS 女孩子大部分在聊天室聊天 逛贴吧 我们转了一转 在角落里找了三个位置 开了三台电脑 陆层英和小竹打开了电影 但其实他们 在暗中观察着周边的情况 我登录了邮箱 点开已发送栏 这邮件是自己发自己 点开之后 我整个人都傻了 已发送栏里面资料 已经被全清空了 我又赶忙点开收件箱 看看还有没有 那封邮件也被删除了 我又立马查看 个人账号的登录记录 看到了最近三次的登录情况 从时间上来判断 一次是两个多月前 一次是两天前 一次是刚才 两个多月前那次 肯定是在长白山 我自己登的 两天前那次 不是我自己登的 我转头瞅见 身后有一位胖学生 他戴着酒瓶底厚的眼镜 没打游戏 而是在敲程序 同学 帮我个忙 啥忙 我邮箱可能被别人盗了 有人悄悄登录 你能通过IP地址 找出登录位置吗 胖学生闻言 咧嘴一笑 你找对人了 他推了推眼睛 瞄了两眼 过来在我电脑面前 一顿噼里啪啦操作 最后的结果是 这登录的地点 在城市的一家网吧 这网吧路不远 就在一中附近 电脑配置不行 网速垃圾的要死 包液还比别地儿贵五毛 垃圾 胖同学骂完 推了推眼镜 继续回去敲程序了 毫无疑问 田家已经登录 我的邮箱 把电子备份给全搞了 本来还想看一下 能不能通过IP地址 找到田家当时搞我的位置 但结果是一个网吧 啥鸡毛用都没有 他们是怎么弄到 我邮箱密码的 我正准备关电脑 却发现 收件箱里 还有另外一封邮件 邮件的发送时间 也是在两天之前 点开来一看 里面写着一段话 苏先生 你要找的人在宁省银市 请及前往 可找当地高老八帮忙 鉴于我们之间 友好合作关系 我们将在适当时机 给予帮助 后面是一张图片 盘龙棍的图片 前面曾介绍过 乾隆爷年轻的时候好玩 常常游戏人间 传闻他还曾是曹门子弟 他老人家上任之后 赐予过曹门镇帮之宝盘龙棍 盘龙棍 后来作为了老曹门的标志 之前我和小竹在境省 为了拖田家下水 曾去寻求古炎帮助 古炎曾拿出一枚老曹门的玉佩 给乌埃子看 乌埃子吓得当场样 我看过古炎那枚玉佩 背面雕刻着正大光明 一起千秋几个字 正面则刻着盘龙棍样子 盘龙棍是田家身份的象征 很明显 田家知道我会来邮箱找资料 给我删除了不说 还特地留了一封信给我 这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想用釜底抽薪的计划 来逼迫田家与香柳 翻脸就下戏 这根本不可能 田家将资料删除 是不给我任何威胁他们的机会 要救下戏 只能由我自己拘救 但田家承诺 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必要帮助 我仔细看了几遍 接着就把这封邮件给删除了 陆岑英和小竹也看见了 神情亚裔无比 我示意他们走 几人下了楼 出了网吧门 刚准备走 我和小竹都愣住了 陆岑英问我们怎么了 我们看到了一辆车 打着双闪的崭新第六代雅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小竹 三黑子上次离开道观 崔先生曾送我们进了城 还给了我们一辆车 由于担心田家人在车上搞妖娥子 我们到了时事之后 让一个修理厂的师傅 将车直接开往江省 我们几人则南下神农架 打算完田家一个南辕北辙 现在那辆车就在眼前 我立马警惕起来 难道车里面有田家人在等我 我说道 曾因你靠后 小竹跟我前去看看 我们两人快速地走到了车前 发现驾驶室没有人 可后座上躺着一个人 三黑子 这货明显已经晕了 这情景都不用说 田家人打晕了三黑子 将他身上的U盘给拿了 然后用这辆雅阁车 将他带到了网吧门口 人还给我 车也还给我 关键田家 还特么挺贴心的 不仅洗干净了车 打着双闪 可能担心三黑子在车里憋死 还开了一点窗户缝隙来透气 我长舒了一口气 躺平摆烂吧 这次我算是彻底服了 云青子 我是真的斗不过 我向曾因招了招手 再转头对小竹说道 开车走吧 小竹秀眉紧促 哥 真要开吗 我回道 人家这么客气 一定要我们收下这辆车 再不开 显得我们瞧不起人呢 小竹闻言 想去驾驶室 我把小竹给拉住了 我来开 小竹说 哥 我技术还可以的 陆曾因笑道 苏晨是想让你用竹刀片 弄醒三黑子 小竹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去了后座 我进了驾驶室 曾因做副驾 小竹在后座 先是探了一下三黑子的呼吸 脉搏 对我们说 没什么大问题 大概率就是被人给打晕了 讲完之后 小竹拿起了竹刀片 在三黑子的后背 猛地刺了一下 三黑子嘴里发出了 杀猪的嚎叫声 从后座猛地窜了起来 牛眼瞪得老大 我大黄牛 武功天下第二 这货竟然像疯了一般 抡起拳头 就去打小竹 我下的一个急刹车 三黑子与小竹 已经交上了手 黑子 你疯了 这一声喊 三黑子手突然顿住了 立马被小竹给反制住 小竹气得不行 黑子哥 你发神经了 我就是弄醒你而已 你竟然对我吓死手 三黑子晃了一晃头 见到是我们 先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 见他已经反应过来了 小竹鼓着嘴放开了他 谁知道 三黑子闭上了眼睛 双手合十 嘴里念叨着 松山少林 各位大力金刚菩萨保佑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紧接着 他猛地呼了 自己一个大耳瓜子 黑脸上 立即露出了五条手掌印 我们三人都梦了 这是疯了 黑子 我再次叫道 三黑子睁开了眼睛 瞅了瞅我们三个人 立马又闭上了眼睛 再次双手合十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他又要抡起手 扇自己的耳光 小竹眼急手快 立马将他的手给拉住了 黑子哥 你这是怎么了 三黑子却死死地闭着眼睛 不管小竹 还要扇自己 我说道 黑子 你没有出现幻觉 我们是真的 此话一出 三黑子立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再次瞅了我们一下 伸手探过来 打算了捏一下我的脸蛋 小竹见状 一手抽了下去 三黑子疼得呲牙咧嘴 干 确实是真的 这怎么回事 老板 这特么是哪 我见他已经反应过来了 没吭声 重新启动了汽车 陆曾英问道 黑子 你先别问我们 苏晨不是让你去长白山了吗 你怎么来城市了 三黑子闻言 瞅了瞅窗外 神情亚异无比 城市 我冷哼一声 你以为呢 小竹笑道 说出你的故事 三黑子回忆了一会儿 挠了挠头 我明白了 我被人给坑了 我化了妆 偷偷去了长白山 找到方乐乐的家 他自从前段时间 去深山做道场之后 一直没回来 大仙得灵牌放在家供奉 我打断道 捡后面出事的情况来讲 三黑子说 后面我半夜进屋子 拿到了U盘 然后悄悄离开啊 到城里之后 按老板的要求 连车都不敢打 直接花了2000块钱 买了人家正在骑的破摩托车 打算千里走 单骑回来 我专走乡道 一路开 还没别说 这破摩托车速度挺快的 而且还省油 开了一天一夜 到了一个乡下 我也不敢住宾馆 实在太困了 就找了一个破庙税 结果我特么见鬼了 我问 见什么鬼 三黑子 破庙里的鬼啊 好多 张牙舞爪的 而且非常好色 在我身上摸来摸去 我稀里糊涂跟他们打架 一直打 也不知道打了多久 他们杀不死我 我也杀不死他们 我罢了罢手 别说了 三黑子烂着一张脸 干嘛别说了 老板 你得给我分析分析 到底是不是有鬼 我怎么又来城市 见到你们了 陆存英扑刺一笑 什么鬼不鬼的 你拿到 U盘刚进城 救着人家的道了 三黑子 不可能 折到之后 我怎么还能开摩托车 陆存英问 什么摩托车 开一天一夜不加油 还能跑 三黑子 陆存英说 再说了 你要真的再想到 开一天一夜 衣服上肯定全是灰尘和沙 你看你身上的衣服 多干净 证明 你根本没开摩托车 后面可不就是出现了幻觉吗 确实如此 田家可一直盯着三黑子呢 等他拿到了U盘 立即对他动手 用药搞晕了他 并把他送回了城市 可怜三黑子 还一直以为 自己再跟鬼打架 三黑子憋得黑脸通红 妈的 不讲武德 我们开着雅阁 一路往宁省奔 我发现一个情况 自从决定不再跟云情子斗 彻底躺平摆烂之后 心态反而变得轻松起来 难道这就是反抗不了 干脆享受 路上 三黑子嫌我开车太慢 说 简直跟蜗牛西天取经一样 让我放开方向盘 让他来 这货坐上驾驶室之后 按照赶去投胎的节奏 呼啦啦狂奔 不仅在高速如此 有时我们进城去吃饭 他也这样 让他慢点 这货根本不听 到了银市 这货掰着手指头算了一算 真他妈解气 我问 解什么气 三黑子回道 老板 这车是田家的布 我回道 对啊 三黑子说 我一路超速76次 闯红灯12次 违规压线 数不清了 罚死田家去 我们三人都无语了 陆曾英说 田家不差钱 我在山上画画 崔先生还给了我不老少呢 我问 给了多少 陆曾英笑道 不告诉你 我 三黑子抽了抽鼻子 管他有没有钱 反正 我现在气顺多了 在路上的时候 我们几人分析了一下 田家这次 让我们来营市找高老八 不像上次 让我去找方乐乐一样 有明确的地址 仅仅只提供了一个名字 但田家做事 向来指向性非常明确 诚如当时让我去找方乐乐 小虎娘胡庆 他们都是中间的 关键串联点 这次 他们让我们找高老八 我们一定会从高老八的身上 弄到关于下席的线索 田家没给我们具体地址 那肯定是不需要 即便是我们 打电话问老崔 按老崔三棍子 打不出一个屁来的尿性 也一定不会告诉我们 我们都一致认为 这个高老八 应该是营市很出名的人物 不需要费太大的劲 就能找到 而且 向柳此次带着下席来营市 应该有着相应的目的 向柳是玩古玩的 理论上 高老八身份也应该与古玩相关 要么古董圈 要么盗墓圈 要么学术圈 在圈定了这个大概范围之后 我们稍微放松下来 到营市之时 天色已经晚了 下车后 我先给突鹰少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帮忙找一位 营市当地信的国 能力强的江湖鸽子 突鹰少告诉我 西北省份干这行的人相对少一些 一天之后给我回话 我请他快一些 几人开始找酒店主 小竹找了一家快捷酒店 我了解小竹的习惯 他比较节省 但凡我们两人出门 吃住安排 都有小竹来 我这人其实比较低欲 多简朴的生活 都行 但岑英在山上倒灌赚钱了 开始嘚瑟起来 他不同意住这么便宜的酒店 说办事归办事 千万不能亏了小竹和黑子 一定要吃好住好 他选择了当时营市 最高档的一家酒店 里面的设施非常之豪华 不过 我对这些玩意儿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岑英 为避免输背404 晚上之事 还是用省6号来表示 第二天 陆岑英心情很好 说左右秃鹰哨 还没有那么快找到本地鸽子 干脆带我们去吃美食 购物 吃的是龙德楼独家私房菜 陆岑英还送了三黑子一块手表 给小竹买了一颗钻石 粗粗算了一下 他已经消费快20万了 这败家娘吗 能赚钱了不起吗 不过三黑子却高兴坏了 说跟着老板娘 出门就是好 上次去城市费向柳护胜金刚黑寡妇 一群人吃着火锅 逛着景点买着东西 还不费吹灰之力把事给办了 不像跟着某些人 要么在大雪山里冻死 要么在海岛上饿死 要么在山洞里憋死 整天不是打就是杀 没个消停 小竹听了 格格直笑 黑子哥 我看你是做死的边缘 疯狂试探 三黑子转头看了看沉着脸的我 咽了一口唾沫 回道 那什么 老板 你别多心啊 我说的是 自己以前扛沙包时候 跟的那些傻老板 我回道 你就插爆我身份证号码了 陆岑英嘚死的寸我挑了挑眉 到了晚上 图英少打了电话过来 告诉我 银市本地江湖鸽子已经找着了 他马上会来酒店找我们 半个小时之后 来了一位本地江湖鸽子 他自我介绍叫老何 我们把高老八这个名字告诉了他 让他在古董 盗墓 学术圈找 老何拍着胸扑说 没问题 让我们今晚睡一个好觉 明天一早给我们消息 一日一早 老何却哭丧着脸来了 说这三个圈子 没找到高老八这个人 这就有点奇怪了 我想了一想 对他说 老何 也不完全局限于这三个圈子 银市混江湖的出名人物也行 你再找找看 老何让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 他走之后 小竹问 哥 图英少说西北省份干这行的人比较少 老何会不会经验欠缺了一些 我说道 应该不至于 我们与图英少打交道 也很多次了 他介绍的人应该靠谱 三黑子搭查道 对呀 上次他介绍的波也就贼牛逼 不仅业务能力一流 还才华横溢 时不时还对你银市一手 路曾英问 什么银市一手 小竹脸立马红了 姐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晚上的时候 老何再次来了 提供了一个地址 他告诉我们 银市三个圈子 确实已经用尽了力量 没有叫高老八的人 道有一位混江湖的 名叫高老八 十几年前 他在银市挺牛的 开着全银市最早一辆全进口卖巴赫 不过现在 他基本销声匿迹了 打听到他在西门桥附近 开了一家小木族店 还带点颜色 我看老何的样子 确实已经尽力了 便让陈英付钱 老何的价钱是五万 但他说 没按我们目的找到人 给一点跑腿费就行 陈英大气的足额给了 老何非常内疚 要请我们吃饭 我忙说不必 辛苦了 这个木族店老板 还是得去碰一碰 考虑到陈英和小竹是女人 不方便带他们 去有颜色的木族店 我让三黑子 在酒店保护他们 自己单独去闯一闯 陈英说 有小竹保护我就够了 黑子 你跟着苏晨去 三黑子冲路陈英 打了个OK的手势 老板娘 我懂 我 两人出了门 我担心三黑子 又要开着雅阁狂飙违章 城区里 如果被交警逮住 非常麻烦 便打车去 来到了夜来香木族店 店跟理发店一样小 开着暧昧的红灯 里面有四位姑娘 坐在沙发上 无聊地看着电视 相比以前 这高老八 这高老八现在 混得属实有点落魄了 两位老板 泡脚还是泡澡 我还没回话 三黑子 嗡声嗡气地说 什么都不泡 找你们高老板 几个妹子文言 立马警惕起来 估计以为 我们是宫门人 其中一位围头的妹子 对旁边一位胖姑娘说道 你去楼上看看高老板 在不在 就说有人来找 胖姑娘立马转身上楼 她去看高老板 在不在是假 通知上面泡澡的人 赶紧走暗道 离开时针 我对三黑子 简直无语 我干脆将计就计 对那位围头的妹子说道 给你们三分钟时间吧 今天我们就不上去检查了 我们刚调过来 也算给高老板 一个小见面里 但作为回礼 高老板应该过来 跟我们交个朋友 认识一下吧 围头妹子文言 立马瞄懂 谢谢哥照顾 我懂了 小翠 你赶紧切点水果泡茶 拿点好烟出来 你们先稍等一下啊 我马上给高老板打电话 他拿出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 十几分钟之后 店外面来了一个人 来的人胖胖的 夹着一副金丝眼镜 还薄着一条腿 但从他的形象看来 有一骨子很近 这种感觉非常独特 就像有些人 你一眼看过去 就觉得对方不是走正道的 高老板就给我这种感觉 对方一蹶一拐地 走了进来 见到我们之后 他笑眯眯地点头哈腰 然后向我们派烟 接着又说 搁几个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 我们到旁边的茶楼里聊一聊 不远 也就是一百来米 我寻思 此处也确实人多眼杂 便答应了 几人开始走路 路上 高老板有意无意地问我们 是啥时候掉来的 跟那个谁谁谁 认不认识之类 我都模棱两可地 给忽悠了过去 但心里感觉 这家伙从里到外 都透着一股混社会 落魄大哥的气质 滑头而心狠 好像跟田家没有半毛钱 关系都没有 可我们上次找方乐了 起初也存在相当严重的误会 我安慰自己 或许人不可貌相 等下直接挑明来意再说 总不能白来一趟 到了茶楼 高老八带着我们 进了一楼的包厢 等茶餐好了 我直接开门见山了 高总 我们是四小弄大院派过来的 有事需要你帮忙 高老八眯起了眼睛 神情无比古怪 我瞅见旁边的茶杯 直接端了起来 高举过头顶 安清本是祖夜传 一套切口 才讲了三句 也不见高老八跟我对切口 他反而像看神经病一样 看着我们两个 我寻思坏了 今天可能真的找错人了 干脆不再念了 对高老八说道 不好意思 打扰了 转头示意三黑子走 高老八却冷哼了一声 站住 我们停下了脚步 高老八完全变了一张嘴脸 推了推眼镜 这特么敲竹杠 都敲老子头上来了 老子在来的路上 就托人打听了 辖区内最近根本没有调新人过来 更没有你们这两号人 我高老八虽然现在大不如以前 但也不是人见人才的耸祸 就你们两个脑子有问题的臭狗屎 也配及我敲竹杠 上眼药 三黑子立马不爽了 走了过来 用手拍了拍高老八的脸 误会而已 嘴巴这么臭 回去刷一刷牙 呼拉一下 高老八手中拎起了烟灰缸 朝三黑子的头猛地砸了下去 他似乎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双目凶光毕露 咬牙骂 草 碰 高老八整个人被弹到了墙上 手中的烟灰缸也掉落了下来 三黑子冷哼了一声 拍了拍手 就你也配跟我大黄牛动手 我和三黑子出门 老三 老六 瞎子 高老八虽然躺地上动弹不得 但神情极为愤怒 嘴里却歇斯底里地大喊着 门口传来了咚咚咚的脚步声 几位打着赤膊的汉子 拎椅子的 拿菜刀的 举棍子的 全向我们冲了过来 三黑子脸色一变 立马闪在我面前 转手抡起了旁边的一张圆餐桌 老板 你别动手 他嘴里呼喝一声 将餐桌猛地拍了过去 人迅疾往前 肩膀凶狠一顶 哐荡荡 这些人手中的武器掉落 全IU连天地躺在了地上 我们迅疾踏着桌面而出 他们愤怒不已地爬起来追 我们转了两个巷子 把他们摆脱 三黑子哈哈大笑 爽 咦 老板 你怎么都不笑呢 我回到 有什么好笑的 一点也不爽 三黑子 我补充道 回去别将这是对岑音和小猪讲 三黑子问 为啥 我说道 丢人 确实够丢人的 哥们好歹也是玩高端局的 结果搞了半天 竟然跟一群开幕族店的混混打起架了 直接拉低了好几个档次 回到住的酒店 曾荫和小竹问我们情况怎么样 我说 找错人了 那高老八就是一个混子 几人再次分析了一下情况 我们一致觉得 老何作为江湖鸽子 找人虽然是专业的 但太精细了 或许也不是一件好事 这就如同一位搞数学研究的顶尖天才 别人给他到一家一等于几的题目 他绝对会往哥德巴赫猜想上套 而不会直接写出二这个答案 有可能 田家根本没想到 我们会去找江湖鸽子 保不起我们 在银尸大街上随便一打听 很简单就能得出高老八的信息 一日一大早 冰分三路 我和三黑子各一路 曾荫与小竹一路 开始在银尸大街上打听起来 晚上碰头的时候 各种乱七八糟的信息都有 三路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获得 时间已经耽误几天了 我有一些烦躁起来 脑子一团江湖 对陆岑英说 你也帮忙分析分析 看看到底我们问题出在了哪里了 陆岑英回道 你别依靠我 我跟你出门 一般脑子不想似的 干嘛不想 有你啊 可我现在已经不行了 你得想 那你消失在我面前半小时 我只得出门消失在她的眼前 出酒店门口抽烟透气 让陆岑英独自想 半个小时之后 小竹给我打电话 哥 你快回来吧 姐姐有思路了 要跟你商量来着 我压抑无比 赶紧回去了 陆岑英见到我之后 对我说 苏晨会不会我们一开始就错了 我问道 什么意思 陆岑英解释道 也许高老八根本就不是人 我 陆岑英接续解释道 你想想看啊 这次田家留给你的信 有价值的文字 只有当地高老八这几个字 我们之前只是强烈关注高老八三个字 可却完全忽略了当地两个字 一般在前缀加上当地的 都是美食 特产 风景等唯一而极具特色的东西 很少放在人的前面 你说 高老八会不会属于美食特产风景一类 当然 我这只是一个思路 有没有错 我现在也不知道 他这么一说 我混沌的脑子 好像突然开阔了 真是有点道理啊 完全值得一试 我立马转身 去了酒店下面的特产店 对里面的女服务员说道 来点高老八 女服务员文言 直接从柜台里 拿了两包东西过来 问道 够吗 我一看 两包包装 无比精美的枸杞 我问 美女 我外地来旅游的 你介绍一下这东西呗 女服务员说道 这是好枸杞啊 咱们这里有一句话 天下枸杞出华夏 宁省枸杞独一家 万千绝品产中宁 举世无敌高老八 我挠了挠头 有这么好的效果 女服务员问 小哥 你带了女朋友来旅游部 我问 啥意思 女服务员意味深长地说道 有道是离家千里 不识枸杞 你自己 可能感受不到效果 但你女朋友在身边的话 他一定能感受到效果 我寻思 这服务员都把我给彻底带跑偏了 赶忙拉回正体 我的意思是 让你介绍一下高老八枸杞的具体情况 我在外地只听过宁安宝 宁红 和百瑞元之类的牌子 这牌子别说见了 听都没听过 女服务员说 那当然了 这牌子是近两年在银市非常出名的高端品牌 但外地没有 因为他们的产量不够 全是果园纸产制包装销本地 我们都拿来当成贵重礼品 送外地的朋友 我打断了它 在你们银市 还有叫高老八的特产 风景 或者美食吗 女服务员回道 没有 眼见也打听 不出啥来了 我赶紧付了钱 还挺贵的 五百克要一千多块 回到了楼上 他们见我拎了两包枸杞回来 都差一万分 小竹见状 更是撇了撇嘴 我指着枸杞 对陆岑英说道 你继续分析 我先消失一会儿 陆岑英白了我一眼 消失你个头啊 枸杞有什么好分析的 撑破天 也就两种情况 我问 哪两种 陆岑英指了指枸杞包装袋上面的产地地址 对我说道 如果添加性中指向的高老八 确实是这东西 只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 高老八果园产地有此次能够帮助我们的人在等我们 第二 高老八果园产地就是下洗被困的地方 我 陆岑英说道 我们现在要先确定一下这个牌子枸杞的情况 印证一下是不是添加指点我们来找的线索 你先打电话问一下老何情况 我赶紧打了电话给老何 老何让我等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 老何打了电话过来 语调非常兴奋 苏先生 这果园在阑山一个远郊 前些年一位神秘老板承包了一片荒地 当地人叫这荒地为高老八湾 神秘老板开始在荒地上面种果 这两年打出了高老八枸杞这个品牌 天天在营市当地电视台播放广告 主打高端人群 本地人都知道 而且 你刚才交代的事 我也打听了 这高老八湾确实还有点来头 当地老百姓流传 高老八湾是白鱼梭的埋葬之地 据说山包下面很多陪葬的金银财宝 我有一些傻眼了 这次可能真的让陆岑英给猜准了 高老八不是人 而是一个品牌 一处地方 但我听到白鱼梭这几个字 心中非常诧异 宁省在古代先后曾有几个政权 分别为乌市 取眼 大夏 白鱼梭义军政权 西夏 其中 比较出名的为西夏 可能跟金先生 天龙八部里面的描述有关 而白鱼梭义军政权 不大被人所了解 简单介绍一下 隋朝年间 白鱼梭祖父从秋辞国移民到胡帝城 因为他们家族比较会养马 一直担任牧马师的职业 身份地位比较低下 到白鱼梭这一辈 他不甘心永远养马 再加上隋末横征暴敛 名不聊生 各地起义不断 白鱼梭拉起了一支队伍起义 这支队伍发展非常快 极大的威胁隋朝廷 曾迫使历史上那位著名的隋阳帝 放弃东征计划 回派兵马集中对付白鱼梭 可历经数年 军无法剿灭他们 白鱼梭的军事才华相当了得 不过 让人奇怪的是 白鱼梭在率领部队进攻扶风之时 打了好几个月没打下来 军中弹尽粮绝 正常的情况之下 他应该转攻别处 或者先撤离 重新寻求补给 四级再攻 可作为一名有出色军事才华的白鱼梭 却没有这样做 反而无比诡异地 命令下属一直攻打 朝廷派了袁洪寺带兵围剿起义军 白鱼梭竟然还不撤离 依旧发了疯一样 攻打付风 袁洪寺一看 寻思着白鱼梭到底喝了多少酒 竟还不走 他下令立即权为白鱼梭的队伍 白鱼梭被围之后被杀 有野史传闻 白鱼梭被杀之后 天地一片灰暗 一匹浑身金翅 眼若宝石 伪坠凤雨的马 从浮风城里突然奔出 拖起了他的尸体 扬长而去 据说 这是浮风城里金玉神马 此马乃地下金玉所化 以金玉为石 所藏身的地底 皆是罕见的世间宝藏 每五百年 他会换一个地方待着 等吃完地下的金玉便离开 白鱼梭养马出身 他极为爱马 费尽千辛万苦 勘查出金玉神马 当时已藏身与浮风城地下 而且神马很快就要离开 很难再找到踪迹 他之所以疯狂攻城不走 就是想孤注一掷 找到此神马 从此彻底解决军费 以及建政权物资之需 一劳永逸 金玉神马感叹于 世间竟然有赏识自己之人 将白鱼梭当成了知己 出来拖了他的尸体 走了 他们最终的去向 是阑珊高老八弯 据说高老八弯下面 是无尽的金玉宝藏 金玉神马从此也不再乱走了 就在地下 守着白鱼梭的尸体 当然这些都是野史传说而已 颇有一点夜宫耗龙的意味 根本信不得 高老八弯下面 有什么金玉神马 和白鱼梭的尸体 我是根本不信 但花费几年时间 在传说的藏宝地上面 种上枸杞 却不得不让人怀疑 这个神秘老板在搞名堂 这个神秘老板是什么身份 这是一种盗墓菊 种枸杞 不过是掩人耳目的一种形式 神秘老板真正的目的 应该是下面的东西 小竹问 这能确定 田家信中所指 就是高老八弯吗 我回到 第一 如果是选择题 我们通过老和 已经排除了迎试 关于高老八 其他所有可能性的选项 第二 如果是判断题 本地唯一的特产 与信中一致的品牌名和地名 独具特征的古董盗墓菊 三个因素全交叉在一起 应该错不了 陆曾英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三黑子挠了挠头 田家真莫名奇妙 直接告诉我们 去高老八弯不就行了 非得这样 让我们猜来猜去 我回到 田家做事 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无论是上次找方乐了 还是找小虎娘胡庆 他们都没直接点破 但我们一旦接触上了 目标将会非常清晰地 呈现在我们面前 陆曾英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我问他笑什么 陆曾英说 什么独特的风格 徒弟修行不够 迟迟不能成神 神仙师傅在办事的过程中 顺便溜一下傻小子呗 我 看来陆曾英认定了 云秦子道长 就是九儿姐假扮的 不过他这么一说 倒与九儿姐教我的方式 几分相似 九儿姐一般会给我一个 模棱两可的目标 让我自己悟 悟出来了 会说一句还不算笨 没悟出来 直接让我写一百个蠢字 但我懒得跟陆曾英争 因为 我心中有充分的理由 坚信云秦子不是九儿姐 等到时真相揭穿 再来打陆曾英的小脸 按照陆曾英之前的分析 高老八弯 既然是田家让我们去的地方 要么那里有田家 能帮我们的人在 要么就是下喜被香柳 困在了那里 我们去接触的目标 肯定就是这个神秘老板 这两种情况 目前认为 第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毕竟 田家是让我们去找 当地高老八帮忙 而不是去干账 事不宜迟 我们开着车赶往了阑山 一路飞驰 六七个小时之后 我们来到了阑山 已经凌晨两点了 这枸杞园在乡下 比较偏远 不过面积还挺大的 弧形的大山包 上面满是枸杞树 隐约可见 里面有加工厂房 山包的周边 全用铁丝网给围了起来 入口之处开着灯 晚上竟然还有工人在巡逻 我们将车停在了不远处 坐在车上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三黑子问 要不要现在进去看看 神秘老板在不在 我摇了摇头 大晚上的 容易引起误会 先在车上待着 等第二天工人一上工 我们再进去找他 几人在车里 溺了一会儿 很快就已经天亮了 我们见到 里面有运货车出来 判断工人已经开工了 几人下车 走了过去 来到了门卫视 门卫视出来了几个人 问我们是做什么的 他们的神情好像非常紧张 似乎我们几人全是坏人 呈一种包围阻扰的方式 站在我们的前面 我给他们散烟 他们不愁 我说道 我们是外地来的客商 来找你们老板谈生意 其中一位问 有预约吗 我只好回 我们来得比较急 没预约 还反请通报一下 对方回道 你们等一下 其中一人进保安室打电话 一会儿之后 他出来了 对我们说 我们老板说了 没有约见的客商不见 你们请回吧 我只好解释道 实不相瞒 我们从南方来的 有朋友来 营市旅游的时候 给我们带了你们的产品 我周边的人吃了 都说非常好 我也是做保健品生意的 生意方向主要在东南域 主座高端人群 这次特意过来 想跟你们老板谈一下合作 打算比你们市场价 高出三分之一的价格收购 有多少要多少 品牌运作 营销推广 销售渠道权由我们来负责 你们只需要提供产品就行 还请将意思 转达一下你们老板 保安却说 老板说了 不见就不见 你快走 别惹我发火 他摆出了一副 巨人千里之外的样子 甚至连通报都不去通报 我还想说什么 陆岑英拉了拉我 他上前对保安说 浅笑着说 大哥 我们真的很有诚意 能不能麻烦你 将我们意思转达一下 你们老板如果还不愿意见 我们就离开 也省得我们千里迢迢过来不死心 老师缠着你们也影响你们工作 对吗 他的精灵腔调软软诺诺的 一副人畜无害的神情 神情充满了真诚 保安看了看陆岑英 回道 好 我去给你通报 我们都无语了 说好的 别惹他发火呢 变色龙吗 保安再次去打电话 十几分钟之后出来了 保安对陆岑英说 我们老板说了 只想自己做 你们请回吧 但凡做过生意都知道 这种合作模式 稳赚不赔 而且还是大赚 只要对方老板脑子没进水 不管最终成不成 就一定会见一下对方 这什么情况 眼见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 我们只好折返 回到了车上 正商量着 下一步怎么办 结果 几位保安 见我们将车停在路上 没发动 走了过来 敲了敲车窗 这条小路 是果园进出的货路 你们的车不能停在这里 三黑子只好将车倒了几十米 贴着山脚停靠 流出了一条进出的通道 可保安又走了过来 让我们不要在这里停 直接退到大路上去 进果园 只有这一条小路 大路是香道 七八公里远 这就有点过分了 三黑子恼了 不是 大路朝天 我想停哪就停哪 这路是你们家修的 保安神情无比认真 对啊 三黑子 我让三黑子别再纠缠了 直接把车开走 三黑子气呼呼地将车开走了 车停到了香道上 我说 这个枸杞园肯定不对头 大晚上的派人巡逻 稳赚不赔生意不合作 连车都不让靠近 倒让我想起了一个地方 陆岑英问 什么地方 我说到 芒山那个青铜之燕村 小竹问 哥 你说果园下面 会不会真的有目的之类的 他们暗中在挖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陆岑英秀眉紧促 不应该啊 难不成这个高老八弯 是向柳的挖木 或者之燕点 这就成第二种可能性了 如果高老八弯 是向柳的站点 下喜很有可能 关在了里面 可田家信里又说 让我们来这里寻求帮助 从此一表达上 这个可能性又不大 莫非果园里面 有田家的内应 就像上次 在长白山的吕老大一样 百思不得其解 陆岑英说 我还是觉得 第一种可能性更大 我说到 也不排除小竹说的情况 晚上我们分成两拨 岑英和我进果园 去摸一下情况 黑子和小竹 你们暗中盯一下 有没有晚上 从果园出来的车 想办法看一下 车斗里的东西 看看有没有运走的木土 或者赝品之类的东西 陆岑英回道 也行 三黑子说 没问题 拔车我最拿手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 村里有运甘蔗的车 路过学校门口 每次我都以最快速度爬上去 抽两根甘蔗就跳下来 司机任何反应都没有 老板 你读书时候 有没有干过这事 我 小竹脑道 黑子哥 你是真的千变 三黑子立马捂住了嘴 到了晚上十二点左右 我们将车停靠在隐蔽之处 两组开始分头行动 我带着陆岑英 走了一段山路 悄悄绕到了果园后面 果园比较大 铁丝网扎得很高 我悄悄地剪开了其中的一小段 瞅着那些巡逻的工人没来 拉着岑英闪了进去 又把断口处给小心翼翼地接了起来 两人在枸杞林里找了个地方 暗中藏好 枸杞林太大 现在又是大晚上的 我们两人在里面像无头苍蝇一样寻找 不仅找不到盗墓 或者制造赢品地点 还可能碰到巡逻的工人 我和陆岑英商量了一下 最安全 最快捷的方式是 暗中跟着巡逻工人 因为但凡他们巡逻 必定会有一个重点区域 而这个重点巡逻的区域 肯定就是枸杞园藏着秘密的地方 等了大概十几分钟 果然有一对工人来巡逻了 他们互相之间还聊着天 听了一下 聊天的内容 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无非就是 张三加了一百多块工资 李四老婆好像跟某个人游染 王二最近骑摩托车 摔断了一条腿之类的 我们开始跟 其实在夜晚果园里 还是比较好跟 一来有到处有果树掩护 二来 我们不需要离他们太近 看着他们的高光手电灯光 远远跟着前行就行 这群人巡逻非常认真负责 陆岑英在身手方面 是一个普通姑娘 她没有跟踪技术 经常被路上一些荆棘挂到腿 或者阴路不平 东倒西歪 但她的性格顽强 咬牙不吭声 到一点也没掉队 也没发出声音 跟了两圈之后 我们发现了一个破绽 一个果园的山蛙之处 那里的果树 明显比其他地方稀疏 而且杂草长得 要比别的地方茂密许多 从表面上来看 发现不了什么情况 但这群巡逻工人 每次到这里之后 都很谨慎 互相之间也不聊天了 往往转上三四圈 确认无任何异常之后 再离开 我们认为 这地方应该就是枸杞园 藏有秘密的地方了 等巡逻工人离开之后 我们观察了一下 见四周没什么特别的防守 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山蛙之处 前后左右看了一下 果然发现了异常 因为借着月光 我看到一处 蓬松杂草的叶子上 有些许泥土 果然里的树 有泥土不奇怪 但这些泥土 全是湿泥 最近 已经好几天没下雨了 枸杞园表面的附土 全都比较干燥 不可能是湿的 这叶子上的湿泥 显然是从地上挖上来 散土之时 不小心给落上去的 隐约还可见 地面泥土上 有三轮车的车折印 虽然进行过伪装处理 但有些地方 还是露出了细微的马脚 我拉着陆岑音的手 用极低的声音说道 你跟紧我 紧接着 我小心翼翼地 扒拉开那些杂草 尽量不发出声音 扒拉开之后 顿时心惊肉跳 一块圆横板 挡住了一个七八十公分 大小的道洞口 没完全堵死 横板上还特意留了缝隙 这是用来通风所用 从缝隙往里看去 黑有有的 什么也看不见 可就在此时 我和陆岑音 竟然同时低声说了一句 不对劲 陆岑音问 你觉得哪里不对劲 我回到 我觉得找到这地方 太容易了 陆岑音点了点头 显然他和我 已经想到一块去了 走 我们两人立即转身 准备走 意外发生了 咔嚓一下 我们竟然踩中了一个东西 两个人掉下了一个坑 刺拉一下 我们两人都被下面的一根绳子 给套住了脚 绳子是活套 将我们往旁边树上猛扯 双脚离地 整个人都被半悬了起来 中计了 眼前一片白晃晃的灯光 刺得我们睁不开眼睛 全逮起来 紧接着 不少人跑了过来 七手八脚 将我们身上绑死死的 然后推推拽拽 将我们给带走 这些推我们的工人当中 有那个之前在大门口 拒绝我们进入枸杞园的保安 我和陆岑音 直接被带到了一个屋子 屋子被关上了门 他们离开了 我和陆岑音 两人对视了一眼 大风大浪都过来了 却在这个枸杞园着了道 实在让人懊恼 这道的原因 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 尽管我们分析出来了 这个枸杞园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田家安排了人在等我们 一种可能下洗被困在了这里 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一直倾向于第一种 因为对田家强悍的实力太过迷信 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干扰因素的存在 无论夜探枸杞园也好 让三黑子和小竹 去看车辆的运输情况也好 心中并没有把这两件事 当成与敌人残酷斗争来准备 只当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 相比以前 我知道自己面对的敌人是香柳 各种计划一定会尽量做到精细而妥当 做局其实很像走钢丝 如果下面是万丈深渊 你一定会走得非常谨慎 往往不会摔下来 但如果别人告诉你 下面有棉花 你可能走一次失败一次 因为心中的那根嫌松了 迷信思想要不得 事已至此 没什么好说的了 等弄清楚状况之后 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我对陆岑英说 你别怕呀 陆岑英文言 隔个一笑 我没怕呀 不怕就不怕 你笑什么 干嘛不笑 我还是觉得 第一种可能性大 咱们这样也好 反而能见到 那位神秘老板了 现在都被人家给绑了 我也不知道 陆岑英哪来的信心 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被带了出去 到了一栋厂房的二楼 两人被推进了一间办公室 办公室的设置非常简单 一张办公桌 一张床 桌子上放着很多书 和一台老旧电脑 一位长得像退休老师般的老头 正拿着望远镜在看书 我们进去之后 老头抬眼看了看我们 露出鄙夷而痛心的神情 年纪轻轻地不学好 好手好脚的 干点什么不行 非得去盗墓 我和陆岑英对视了一眼 这啥意思 老头见我们不吭声 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们一番 问道 哪个派系的啊 看你们的样子 好像刚入行没多久吧 这老头一副老学究的模样 慈眉善目 看起来倒是一身正气 不过做派有些淤的感觉 我说道 老伯 你误会了 我们不是盗墓的 老头回道 被逮住的人都这么说 而后 他摆了摆手 拿起了办公室上的电话 拨动了几个号码 小杨 你们过来 将他们送宫吧 我们的脑子彻底糊涂了 这什么情况 直接叫我们送宫了 陆岑英立马问道 老伯 您是这里的老板吧 老头回道 没错 陆岑英说道 您叫我们送宫 总得要有个理由吧 我们可没偷你的枸杞啊 老头文言 呵呵一笑 你这个女娃娃 还在贼硬 能看出这个枸杞员 是盗墓局的 肯定是古玩行当 有着相当严厉的人 能躲避巡逻工人 进入枸杞员 轻易找出敏感区域的 肯定有相当的混江湖经验 能在如此短时间内 通过关泥土 勘查出木洞的位置 肯定是取鬼货的贯偷 你们跟我讲 这么多没有用 等下到了宫门 自己好好交代吧 我看你们挺年轻的 态度好一点 能减轻一些罪状 他的那几个判断 确实没毛病 可我们真的不是来盗墓的 我们之前猜测 枸杞员存在两个可能 一个是田家有人 在这里跟我们接头 另一个就是 这里可能是香柳 困住下洗的地方 现在看来 两个都不是 但我还是试探着问道 老伯 有没有可能你判断错了 我们进枸杞员 只是来找你的 专门从京都四小弄而来 如果他是第一种情况 此话一出 应该会有反应 但老头没有任何反应 专心致志的翻书 不再理会我们了 那位叫小杨的工人 带着几个人上来了 小杨汇报道 秦老师 他们在外面接应的人太厉害 我们连他们的影子 都没挨着 不过 找到了一辆雅阁车 这不奇怪 小竹和三黑子 两人的任务 只是去摸一下 运货车里 到底是木土 还是赝品 他们既不用像我们一样 去踏看秘密基地 也用不着跟工人纠缠 以他们的身手 这些工人 当然连影子都见不到 但这些工人 能摸到我们的雅阁车 可见 他们也是有所准备 秦老师继续翻看着书 车算是他们的作案工具了 把车也一起送去吧 小杨说道 好的 紧接着 小杨转头 对我们怒目而视 走 别让我动手 我和陆岑英对视了一眼 之前是我们心中疏忽了 现在清醒过来 这种绳子 根本绑不住我 枸杞人的工人 也不可能真有本事 将我们拦住 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 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正想着呢 秦老师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小杨你说什么 雅阁车 小杨回到 对 第六代雅阁 车牌号 Triple X 秦老师一听 神情猛的一遍 问道 车呢 小杨回到 就在下面啊 秦老师看了我们一眼 让其他工人看着我们 自己跟着小杨急匆匆地下去了 几分钟之后 秦老师上楼来了 赶忙对那些工人说 松绑 快松绑 自己人 陆层英神情嘚瑟地 瞥了我一眼 那眼神的意思 瞧你笨的 我的猜测根本没错 这就是田家 让我们找的街头人 工人神情有些讶异 但还是赶紧给我们松绑了 秦老师挥了挥手 让他们下去了 拍了一拍额头 哎呀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竟然把你们给绑了 老夫该死 老夫该死 两位请坐 先喝茶 紧接着 秦老师开始给我们倒茶 京都文保协会的刘会长说 来找我的人 开着第六代雅阁 车牌号是 Triple X 没想到老头子 搞出这么大一个乌龙 我差点没晕过去 感情田家这次让我们来 彰显身份的街头信号 不是切口 竟然会是雅阁车 不过 京都文保协会的刘会长 又是谁 秦老师落座之后 问道 你是苏先生 你是陆小姐 我们点了点头 秦老师说 你们来找我 直接开车到 枸杞园的大门口就行了 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进园呢 搞得我还以为 你们两个是盗墓贼 他这话问得莫名其妙 我说道 秦老师 我们开车来找你了 但你不是拒绝见我们吗 秦老师文言 眼睛瞪老大 不会是昨天早上 七点多那两个电话吧 我回道 对啊 秦老师文言 又挨压一声 再次拍了拍额头 指了指书桌上那台老旧电脑 那确实是老头子的错 前两天刘会长告诉我 让我这些天关注一下监控 要有人开车来枸杞园找我 就通过监控看一下 是不是雅阁车 如果车牌号对 就是你们 可今天一大早 刚好停了一个小时电 那电脑上的监控不显示 你们让工人给我打电话 说是南方来的商人 谈什么枸杞园合作的事 我马上判定 你们是骗子 所以让工人赶你们走 可后面来电了呀 你们的车停哪去了 我在监控 如果看到了你们的车 会主动下来找你们的 我 我一口将桌子上的乌龙茶喝了 这事难道还怪我咯 他都让工人 直接把我们给赶到了 七八公里之外的大路上 即便来电了 还怎么能从监控上 看到我们的车 这老头果然够瘀 有人可能会问 要是你们不开这辆车来 不就接不了头了吗 其实田家做事 粗中有戏 他们肯定知道我们 开着这辆车离开了盈市 才会告诉秦老师 以车为信号 之前我们去城区木族店 因为太近 有可能会换别的车出行 甚至不行都有可能 但蓝山狗起源 里应是六七个小时距离 又要走山路 我们心中又急 为方便来去 没理由不驾这辆车来 这就是对细节的把控 不过 现在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 既然田家让我们来找他 秦老师完全值得信任 前面我曾试探他是不是田家人 但他没任何反应 我猜测秦老师大概率像方乐了一样 只是其中一个关键人物 而秦老师口中的那位京都刘会长 估计有点长白山的胡医生 他的身份应该是田家人 我开门见山地问道 秦老师 刘会长交代你在枸杞园等我们 具体什么事 秦老师说道 让你们协助我在这里抓一个盗墓贼 抓盗墓贼 我和陆岑英面面相去 经过秦老师解释 我算是明白了大体情况 秦老师是一位高中老师 也曾是银市文保协会的专家 前几年 他从教室岗位上退休 他爱好古董青铜器 外号秦青铜 在协会的活动之中 秦老师认识了京都文保协会的刘会长 刘会长对他青铜器的造诣 非常赏识 两人互相熟络 各地的文保协会 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协会 至于刘会长是否还有其他身份 秦老师并不知道 就在前几年 秦老师却从银市文保协会除名了 原因让人唏嘘 有一次 银市文保协会从一位老农手中 收到一尊随墨青铜母 由于秦老师是这方面的权威 便拿去给他进行真伪 年代 以及传承鉴定 谁知道 就在秦老师拿着青铜母回家的路上 被一位单眉毛的家伙下了点药 东西稀里糊涂 被弄走了 尽管他立即报了案 但单眉毛 却从此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秦老师一生痴爱青铜 由于自己的过错 致使一件随巢宝物流失 他痛哭流涕 甚至主动要求进大牢 但那青铜母 尚未形成最终鉴定意见 也就是说 从法律层面 其实不能完全定义为古董 可秦老师 近您青铜器多年 他知道 这是一件正儿八经的随青铜 而且 这玩意儿是被偷的 主要的责任在那个单眉毛 人家也不可能关秦老师进大牢 秦老师非常内疚 自请从文保协会除名 自此以后 他三天两头往立案单位跑 探听单眉毛的信息 经过积极调查 立案单位掌握了相关线索 这单眉毛名叫河山 专门喜欢到随巫 在别的地方也有案底 属于顶尖高手 爱单打独斗 但出货从不主动现身 小兔三哭 非常难抓 虽经反复努力 但仍没有逮到这家伙 秦老师通过公司两个渠道 还掌握了一个情况 近两年 但凡有随巫被盗 好像都有河山的身影 秦老师都快被河山 给折磨出心魔了 成朽做梦 都是逮到了丹梅吗 追回了随青铜弩 到后来 他想到了一个请君入问局 离开银市 来到了这个高老八弯 听到这儿 我周没问到 所以说 这高老八弯下面 根本没有白玉缩随目宝藏 这消息 其实是你特地放出去的 而故意打响高老八枸杞的品牌 其实就是为了吸引河山 注意到这里 把枸杞员弄得这么神秘 其实是让人误以为 有神秘老板 在到随巢大墓 秦老师叹了一口气 高老八弯民间有一些白鱼缩 和金玉神马的碎片传说 但这两年 经过我的加工 和派人四处宣扬 形成一个完整又离奇的故事 给人一种强烈的真实感 惭愧呀惭愧呀 高老八弯的水土好 种的枸杞 竟然天然顶尖品质 河山没引过来 枸杞倒是打出了品牌 卖了不少钱 我有些无语了 秦老师这种吃饱 互饱的执拗性格 让人尊敬 但这寝君入瓮局 却有点像过家家一样 人家涉土鱼篓 饮土大款上钩 秦老师涉枸杞园 引盗墓贼上钩 陆曾英问 秦老师 河山知道 你在这种枸杞 指定不会来啊 秦老师摇了摇头 飞眼 一来 我从不让外人知道 这枸杞园是我包的 外界都称之为神秘老板 二来 河山一声道东西无数 事情过去了多年 他哪里还会记得 当年一位丢宝的 不起眼的小老头 陆曾英 秦老师兴奋地说道 但我不是全无所获 这两年 我靠这办法 逮了好几拨盗墓贼 全送公了 追回了不少文物 我脱口而出 还真有这么傻的盗墓贼 秦老师问 他们傻吗 我问 您觉得呢 秦老师翻了翻白眼 那你们 怎么也禁远被逮了 我 脸颊火辣辣的 陆曾英实在忍不住 扑呲一下笑了 我想起当时在盲山 为了逮住可恶的 老司里 变武想了一个办法 向盲山附近的盗墓贼 散布某龙洞里面 有娇伟琴的消息 引来好几拨蟋 蟋的人前来 当时我不信 这个办法可行 变武跟我说了一句话 总有傻子会上当 秦老师这个局的情况 有些类似 可是这跟我们来找下喜 有什么关系 从秦老师表述情况来看 他显然并不清楚 我们来这里的真实目的 我问道 秦老师 文保协会刘会长 具体怎么跟你说的 秦老师说 他告诉我 接到了可靠消息 这些天丹眉毛和山 会来枸杞园 找白鱼缩随目 让我做好准备 并说 你们是他的好朋友 特意让你们过来帮忙 我算明白了情况 刘会长是田家的人 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 他让我们在这里 协助秦老师 抓和山丹眉毛 显然 这位专爱到随目的和山 一定与解救下喜有关系 秦老师情绪有些激动起来 脸色潮红 银发微微抖动 刘会长还告诉我 这和山非常狡猾 获得他要来枸杞园随目的消息 费尽了千辛万苦 希望我 这次能够一举成功 他还对我说 抓和山的过程建议 全听你们的指挥 苏先生 陆小姐 要是你们这次 真的帮我抓到了和山 你们和刘会长 就是我的大恩人 老头子死 也能瞑目了 讲到这里 秦老师的眼眶 有一些泛红 我拿起那枚甲园大头 搓揉了一会儿 想了一想 秦老师 抓和山 我们一定倾尽全力 但在此之前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秦老师喝了一口茶 请讲 我问道 第一 刘会长说 逮住和山之后怎么办 秦老师回道 直接送宫 我问道 他亲口这么说的 秦老师斩钉截铁的点头 没错 我点了点头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考虑 田家让我们逮住和山之后 会不会对和山有别的安排 或者说 这个和山知道下洗的信息 要不要我们去审问他 但秦老师却说直接送宫 我猜测 只要一带到和山 我们就能自然而然从他身上 获得下洗的线索 就比如 上次在长白山 吕老大身上突然露出了十二户胜金刚木牌 也就是一瞬间的事 我再问 第二 刘会长有没有说 他是如何确定和山一定会来找这个假随木 秦老师回道 我问过他了 但他说 让我不用操心这事 安心在这里继续做请军入问局就可 虽然我和陆岑英这次也被逮了 但我始终觉得 秦老师这个局并不高端 尤其是秦老师已经在枸杞园送进去了几拨盗墓贼 江湖上难不成会没有传言 这是一个假木局吗 以和山性格的狡猾 他怎么还会上当 我刚想开口问第三个问题 陆岑英却替我问了 第三 秦老师 前几拨盗墓贼被你送进去之后 外面的盗墓贼 没人发现这是个假木局吗 秦老师闻言 笑道 怎么可能 比如 A在这里被逮了 立案单位不仅严密封锁 他们在枸杞园被逮住的情况 而且还向外散布零星消息 说 A在外地的某处到了什么古董 外地的立案单位正在追查A 造成A还在外地活跃着的假象 如此一来 既保护了我 枸杞园还成了一个很好的基地 那几拨被逮的盗墓贼都有暗底 追回了不少他们以前盗取的文物 我和陆岑英面面相去 这办法确实厉害啊 既然如此 我们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刘会长说了 单眉毛和山一定会来 证明他肯定会来 我们在这里守株待兔就是 打了一个电话给三黑子 三黑子非常着急 老板 你们在哪儿 我们摸了他们的车 确实有木土 但我们的车不见了 肯定被枸杞园的人发现了 现在我和小竹 已经摸到枸杞园的后园 准备来救你们 车有木土就对了 这几天 秦老师在做局 等着单眉毛和山来呢 肯定会伪装着 晚上经常运木土出去 我说道 我们没事 你们到加工厂房这边来吧 三黑子非常诧异 啊 过了十几分钟 三黑子和小竹来了 天色已经亮了 我大概解释了一下情况 秦老师忙不迭说 欢迎欢迎 给他们泡茶 三黑子满脸黑线 问声问气地说 那什么 老秦 我们上当就不说了 毕竟老板和老板娘都上当了 但雅阁车 我们带了车钥匙在身上 你们工人是怎么开走的 秦老师闻言 呵呵一笑 我们这里有一个工人 以前干汽车修理的 对他来讲 开个车很简单 三黑子非常无语 那不是比我们竹女侠还厉害 小竹笑着摇手 我不行 我不会开垫子的 只会开锁和机关 老秦闻言 神情诧异 竹姑娘 你会开什么 我去 这画牢的 别老秦误以为 我们是盗墓贼了 我赶忙说到 他以前是修锁的 秦老师很高兴 这样啊 我楼下那个仓库的锁刚好坏了 竹姑娘 帮我去修一下行吗 小竹指的跟他去修 临走之后 这丫头回过头 瞪了三黑子一眼 早饭比较简单 鸡蛋面条 外加一叠酸豆搅小菜 我们却吃得非常饱 吃完饭之后 秦老师开始带着我们 在枸杞园里面转 看他整个布局 转完之后 秦老师问我们 是否要改变方案 我寻思 也没什么好改变的 守株带兔而已 不需要专门引人 比较简单 更何况 刘会长既然说 单眉帽和山这几天 肯定会来 如果我们临时改变 秦老师的布局 反而容易引起 狡猾的单眉帽和山注意 顶多就是 堵住一些漏洞而已 我吩咐将那个线坑挖得再深一点 线坑的边上抹上铜油 再将活套绳 换成越扎越紧牛巾材质的 主要防止单眉帽和山是高手 被他逃脱 比如 我和陆岑英被逮之时 当时我如果立即动手 这些工人根本捆不住我们 但一来这些工人看身手就是普通人 不像是乡柳人员的手段 我起了疑心 二来 我们心里对秦老师 是填加接应人的念头一直都在 所以我们也就任由他们带着 去见了秦老师 此外 我见到枸杞园的铁栅栏 有两处缺陷 对方如果在第一关逃脱之后 要么会从铁栅栏一个漏洞 逃往后山 要么会从另一个漏洞 直接上小路离开 我安排三黑子和小竹 各带一对工人 届时在后山的必经之路 以及小路的离开之处隐蔽好 掐死对方逃离的可能 不止完了这些 我问陆岑英 还有什么没想到的吗 陆岑英笑道 跟你出来我不想试的 我说 必须想 陆岑英说 那你先消失半个小时 我非常无语 寻思还是算了 几人正准备走 转头却瞅见 现坑旁边那个秦老师 伪装成的稻洞 我问 这道洞有多深 秦老师回到 天然塌方的 大概两百多米左右的横向斜洞 但在里面没分岔口 不过 河山不可能进这个稻洞 因为进去了 等于自寻死路 我却有一点不放心 这洞离地面的最薄之处是哪里 秦老师指了指枸杞园外的后山 在两百米外洞的底部 离地面大概一米左右厚度吧 我顺着秦老师手指的方向看去 洞底部已经出了枸杞园铁栅栏了 后山是一片森林 这下更不放心了 江湖上盗墓高手 各种手段都有 有人身上拥有穿山甲的本事 他们能通过土质的湿润程度 判断出哪里的洞壁 离地面最薄 用工具快速挖出 如果河山有这本事 他进了这个伪装的稻洞 在地底下 我们的工人没什么地下活动经验 很容易被他用手段甩脱 甚至弄晕 一旦被他挖出口子 进入了森林 就彻底游离于 我之前布置的两道关卡之外了 我对秦老师说 在后山那里 也派几个人带华石粉手着 只要他出来 华石粉护他的脸 让他看不见 直接像打地鼠一样敲晕他 秦老师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苏先生考虑得太细了 布置好之后 白天大家吃饱喝足休息 傍晚时分 按照布置分别去手卡 我 陆岑音 秦老师 主要守陷井坑的口 枸杞圆很大 但眉毛 河山不知道 白鱼缩随目的具体位置 白天近来四处乱窜 容易发现 他肯定也会像我们一样 晚上溜进来 根据工人的活动轨迹 来判断目的情况 我们的主要经历 全在晚上 第一天晚上 啥事没有 第二天晚上 还是啥事没有 第三天晚上 依然啥事没有 第四天白天 三黑子指着身上 被蚊虫钉成的大包小包 老板 这姓河的到底来不来啊 别我们在这里守十天半个月 啥鸡毛都没守来 我说道 看你矫情的 人家小竹都没说啥 小竹笑道 我从小不招蚊虫 不过 黑子哥说的有道理啊 刘会长怎么确保 河山一定会来呢 陆岑音说道 这个不用担心 田家肯定用了手段 让河山不得不来 至于什么手段 现在猜不出来 等逮到了河山再说 我认同陆岑音的观点 白天睡不着的时候 我去找秦老师下棋聊天 秦老师奇艺其实很棒 但在我看来 他就是一个臭棋篓子 聊天的过程中 我发现秦老师对青铜器 达到了一种近乎痴狂的地步 各种年代 款制 公益 如数加珍 对青铜器的鉴定 也有自己无比独特的见解 很多观点 令人耳目一新 聊至深处 秦老师长长叹一口气 现在这些盗墓贼 太可恨了 他们禁墓盗宝 道德可不只是一箭宝 毁的可能是整座墓 甚至是一处灿烂的文明 我想起了翻弓岛之时的老奔 因为大洋流的原因 香柳没捞上秦传 老奔也没捞上 老奔曾对我歇斯底里 发表了一通一个盗墓贼 对古玩真实的观点 我还曾驳斥过老奔 我很想与秦老师深入交流 便借用老奔的观点说道 可社会上也存在一种观点 墓室里面的东西 如果不取出来 经过若干年 也会被损毁 他们取了 一定程度上 还挽救了古董 秦老师痛心疾首 谬武 天下之大谬武 这是完全没有技术维度 历史维度的愚蠢看法 我诚心求教 愿听秦老师高论 秦老师喝了一口茶 小苏 你想想看 几千年的东西 在地底下能保存到现在 证明它里面的空气 湿度 以及微生物环境 都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轻易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该损毁的早损毁了 没损毁的再过百年 两百年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我们现在没有技术 挖掘保护 可以目前科技发展的速度 再过百年 我们绝对有技术挖掘 并保护好它们 可盗墓贼一进去 盗洞破坏了原有稳定的环境 里面东西可就全毁了 这就是技术维度 我问 历史维度又如何 秦老师说到 慢慢历史长河 形成了灿烂的文化 文化体现在哪里 全在文物上 按我来看 文物是精神 是信仰 是力量 它是无价的 再小的文物都无价 可盗墓贼取得一件文物 却都以价卖室 任何文物都被标榜了价格 变成了利益 由此导致了各种古董作局 买卖到饭 江湖争夺 充满了肮脏 每一件文物的标价 其实都是对文明的践踏和侮辱 就好比人 只有野蛮社会 才会对人进行标价格买卖 但凡文明社会都不会这样做 历史在发展 文明在进步 文物将来一定是不能标价 不能与利益挂钩的 盗墓贼 其实就是阻挡历史进程的人 他们每一次卖的不是文物 而是给历史文明的车轮屎半子 我问 按秦老师的观点 正规经营的文物拍卖行 古董行也必须取消 秦老师斩钉截铁地回道 当然得取消 他们是历史发展过程 存在的一种扭曲现象 一定会随着历史的发展 而受到唾弃 秦老师的观点 让我愣神很久 我不盗墓 但我买卖过古玩 陆层英还是开古董行的 我们从未站在历史高度 或者说哲学高度 思辨过这个问题 将军 小苏 你终于输了一盘 秦老师开心大笑 我向秦老师告扰 秦老师厉害 我不敌 秦老师说 我们一共下了四盘 我只侥幸赢了一盘 做不得数 再来再来 摆好期重来 又接着下了三盘 我脑海中始终在咀嚼着秦老师的话 突然觉得 秦老师做的事 遵从自己内心 很有价值 对比自己 这些年 我好像除了弄了一点钱 找了个会赚钱的女朋友 做了若干古玩局 连父母的仇也未报 折腾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由于心不在焉 后面三盘 齐举我一直输 而且身体还觉得疲乏 便说不在下了 要去休息一下 回到房间 陆层英正在写字 他这个习惯挺好的 无论在宾馆 还是在其他地方 只要有空闲 都会练一会儿字 没有毛笔 就练硬笔 我斜躺在床上 没有吭声 陆层英停下手中动作 转头问我 怎么了 我白了他一眼 不礼貌 陆层英问 我怎么不礼貌了 我回到 你应该说 老公 你怎么了 陆层英文言 脸微微一红 你是不是欠扁呢 我向他勾了勾手指头 来 是兄弟就来砍我 陆层英走过来 轮起枕头 做事就要往我身上砸 我一把将他给抱过来 嗯在了床上 来 是兄弟就来砍我 陆层英在我身下又急又挪 不断挣扎 你疯了吧 这次厂房 都没有隔音 我跟他笑嘻嘻地闹腾了一会儿 放开了他 陆层英理了李衣服 问道 你下来之后 好像心事重重的 到底怎么了 我将刚才与秦老师的对话 讲给他听 陆层英听完 问道 啥意思 你莫不是 想让我将尹清阁给关门大吉 我回到 倒也不是 秦老师也说了 古董行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中扭曲的产物 我们让尹清阁扭曲着存在就是 毕竟我们是普通人 有历史的局限性 但秦老师刚才那一席话 就让我觉得 自己像无头苍蝇 没什么理想和信仰 这些年 我为了抱自己父母的仇 四处做局拼斗 看起来好像轰轰烈烈 却始终像个江湖混子 一事无成 还远不如秦老师如此简单 一个局的坚守有意义 感觉自己与秦老师相比 一下子搂起来了 陆层英瞅了瞅我的样子 扑刺一笑 苏晨 你长大了 你意思我以前小 你能不能正经点 我点了一支烟 抽了起来 陆层英坐了下来 闪着大眼睛问 我来帮你分析分析 我点了点头 陆层英说 你刚出道的时候吧 一心只想为父母报仇 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到后来 在报仇过程中 你还想在古玩行当 实现自己的理想 带着萧兰他们 赌斗杂卦 闯英席 斗红花条案传 做各种局 名声大噪 再之后 你接触到了老司礼 虽也是为了报仇 但盲山夺情 南越祖敌 草原抗争 长白山夺圣物 翻公岛捞情传 神农架征服途 试问一下 这些事情 刨除为你为父母 报仇的因素 如果再来一遍 你会不会去做 我想了一想 那必须做 哥们岂能让香柳 这帮王八独子得逞 陆层英无比认真的说 所以说 你并不是没有信仰 你不大讲江湖规矩 鸡蛋上跳舞 但心中对古玩家国价值的坚守 一直牢牢存在 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实早已盖过了丝绸 只是你一直没有发现 也没拎出来而已 你与秦老师 两人的方式不同 并不存在 谁比谁low的问题 我 陆层英坐到床边 毛子里满是爱意 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 还挺不错的 我说道 这就是情人眼里 猪都赛貂蝉吧 陆层英文言 格格直笑 对 做你该做的 想做的 不要瞎想 他一番话 让我一下觉得自己又行了 我心中那股纠结和烦躁 一扫而光 冲他邪魅地舔了舔嘴唇 陆层英吓得立马从床上起身 脑 又开始不正经了 正在此时 小竹在外面喊道 哥 姐姐 吃饭了 我们出去吃饭 中饭是砂壶大鱼头 豆豉 烧辣椒 会羊杂碎 几道青菜 实在太香了 三黑子撑得都快坐不住 吃完饭 秦老师有一些嘚瑟 抱着棋盘 要跟我再杀几盘 我也不客气 结果他一直连输 杀得他急眼了 他把围观的工人全赶走了 说明天等他考虑好再战 我寻思你不可能赢不了 到了晚上 依旧按之前确定好的方案 各手卡点 凌晨一点多 我见到巡逻的工人 在甲刀洞边上巡逻之时 冲我们用手势发了暗号 这是来人了 我冲中工人打了一个手势 让大家集中注意力 在我旁边的秦老师 开始变得激动起来 他的身子有些发抖 眼睛像猎豹一样 紧紧地瞄着前方 身躯成一种随时弹射之势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意思让他千万别冲动 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 秦老师向我无比正宗地点了点头 一会儿之后 一道黑影悄悄地摸了过来 他先是左顾右盼 而后 见到无任何异常 速度飞快地向甲刀洞旁边奔去 我心中直骂卧槽 这轻身功夫非常不错呀 比变武和小竹差一些 但放在江湖上却是一等一的存在 难怪他能逃逸这么久 我不如也 等他靠近之后 我算看清楚了他的容貌 中等身材 比较瘦 倒三角眼 眼瞳心红 眉毛只有一条 身上背着一个不小的背包 在夜幕之下显得极为圣人 一步一步 他靠近了 像我们上次来一样 河山先是检查了一下杂草上的湿泥土 还捏起来在嘴上舔了一舔 确认无误之后 他扒拉开那些茅草 拿出了一个像听筒一样的东西 贴在甲刀洞板上听 应该是在确认里面有没有人 我听到河山低声嘀咕了一句 还挺深 没人 正在此时 意外发生了 秦老师再也忍不住 嘴里突然爆喝一声 河山 我终于等到你了 耳后 秦老师突然窜了出去 那身姿简直年轻人都不如 河山正准备掀木板呢 大惊失色 他反应极快 猛地掀开了木板 朝秦老师当头甩去 秦老师中板 惨呼一声 人往后倒 竟然直接倒向了那个陷阱坑 刺拉一下 牛筋绳绑在了秦老师的脚上 竟然将他给硬生生扯了起来 河山简直要疯了 开始往旁边撒鸭子跑 这几下发生极快 我都有些梦了 迅吉从埋伏的位置冲出 斜面朝河山奔去 河山见我追来 速度惊人 马上折返 本来这个时候 埋伏的工人 应该第一时间 朝他逃跑的方向堵截 但这些工人 没任何江湖经验 竟然第一时间 全跑去就被吊住的 乌乎哀哉哉的秦老师 完全没人去管河山 幸好陆曾因一声娇和 他朝你们来了 这话骗到了河山 河山以为正前方有人 再次疯狂地转换方向 身子竟然如同鲤鱼月龙门一样 精准无误地跳进了道洞 这是被逼无奈的选择 四面楚歌 河山肯定觉得 无论往哪个方向 必会马上被逮住 他之前已经确认过 道洞里面没有人 早被逮 不如晚点被逮 进道洞之后 还能藏在暗处 用点要拖延一会儿时间 兴许还能找到一线生机 这就如同逃犯 被追到了河边 或者悬崖边上 明知道入河或跳崖 可能也逃不脱 但还是要跳 给自己一线希望 我寻思万幸之前 已经布置好了 转头对工人说道 进去追 这话是讲给里面的河山听的 此时 工人已经将秦老师放下来了 他们戴起了之前 准备好的简易面罩 手中拿着棍棒 开始吓动 还故意发出大的声响 为防止安全出意外 他们不会真的一直去追 在洞口不远处 用高光手电和棍棒 发出追的感觉和声音而已 我迅疾转身 朝后山跑去 埋伏在那里的几位工人 见我过来 要起身 我制止了他们 才十来分钟 我听到下面 疯狂打到洞的声音 河山的判断力 真是超强 这里的土质非常松软 一米左右的厚度 对一个顶尖盗墓贼来说 压根不算各式 而且从声音来判断 河山用的好像还是带电机的小型铲子 噗 一声 铲子钻出来了 紧接着 听到下面几声闷响 周围的土方呼拉一下他了 河山浑身是土 戴着口罩 从地底疯狂地钻了出来 还像老鼠一样甩了甩头 工人要动手打 我摆了摆手 示意不要 河山 河山文言 抬头瞅了我们一眼 整个人都傻了 立马想顿地而逃 我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 像林泥丘一样 将他给拽了出来 使劲往上一把 再将他往空中一甩 抬脚对他一个抽射 河山顿时惨呼一声 倒在了鸡米远 躺在地上如动 动弹不得 我对工人说 把他给绑了 工人跑过去 七手八脚 将他给绑了 我瞅了瞅 那个塌方洞口 里面竟然好像有烟冒出 难怪何方要戴口罩 感情他在里面用了烟 估计准备着烟 来搞晕下洞追他的工人 高手 我带着工人赶紧离开 让这些烟自行散去 河山已经差起晕了 前面秦老师和陆岑英等人来了 秦老师不顾身上的伤 跌跌撞撞地跑过来 手死死地拽住河山的衣服 大吼道 河山 你这个杀千道的 苍天有眼啊 苍天有眼啊 秦老师竟然激动地晕了过去 人虽然晕了 但他的手 却死死地拽住河山的衣服 丝毫不松 我只得吩咐工人 先将秦老师给拖回去 众人回到了厂房 将河山给关在了 之前关我们的房间里面 我让工人先出去 交代暂时先别报工 等秦老师醒来之后再说 房间里剩下了我和陆岑英 两人开始检查河山的包裹 试图从中找到 关于下洗的线索 包裹里面全是小而今的盗墓工具 不少为现代科技的东西 此外还有一千多块钱 但没任何线索 我只得又叫陆岑英出去 开始包光河山的衣服 检查他身上有没佩戴东西 或者说有没有其他显示 但检查了好几遍 什么东西都没发现 我只得给他重新穿好衣服 然后准备弄醒他来审问 但弄醒人这时 我不大专业 扇了他好几个耳光 河山也不动 正在此时 小竹和三黑子也回来了 我只好让小竹来 小竹一竹刀片下去 河山嘴里发出了 杀猪一般的嚎叫 醒了 我拍了拍他的脸 河山 清醒一点 河山气喘吁吁 胸口上下起伏 转眼看到眼巴前的情况 估计心里已经知道 彻底逃不了了 神情显得非常绝望 我必须得抓紧时间问 等下秦老师好转之后 肯定会第一时间将河山送进去 到时想问都没什么机会了 可一时之间 我又不知道该从何问起 索性从头开始盘问 河山 北派还是南派的 盗洞消息 是别人提供的 还是自己发现的 有没有同伙 你跟我打雅迷是吧 我非常恼怒 直接拿起了桌子边上的水泥钉 凶神恶煞地走了过去 准备威胁 河山仰头长笑一声 突然转头 对着外面的工人们大吼道 胡大彪 你特么竟然因老子 我盖你老了 有种你特么进来 老子弄死你 弄死你 讲完之后 他身子不断地挣扎 神情极为愤怒 胡大彪是谁 我们几人面面相去 陆曾英出了门 问道 哪位工人叫胡大彪 外面的工人 神情全都惊诧无比 我们这里 没有叫胡大彪的工人 姓胡的就一个 修建树枝的老胡 他来河山之所以 今天晚上会来枸杞园 进行盗墓 应该是受到了 这个叫胡大彪的人 蛊惑 所以被逮住之后 才这么恨他 我出门问工人 老胡现在人呢 工人回到 他在休息房睡觉 我说 把他叫过来 工人文言 立马跑去叫了 一会儿之后 老胡被叫过来了 一个秃顶的老头 睡眼惺忪的 因为他没有参与 今天晚上 逮河山的任务 完全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我问河山 是他吗 河山咬着牙说道 不是 有种你们把胡大彪叫过来 让他别 像怂狗一样躲着 老子今天栽了 但别让我有出来的一天 否则 我一定会捅死他 我干脆让所有的工人 都过来 让河山一个个指认 结果没一个 是他口中的胡大彪 河山气得不行 对着那群工人 破口大骂 说胡大彪 你特么竟然化妆来骗老子 老子出来之后 一定会弄死你 从河山骂骂咧咧的话语当中 我们算是搞清楚了基本情况 河山作为一个到随目的顶尖高手 有两个习惯 一是只要随目里面的东西 二是做完一单之后 钱没有用光 绝对不做下一单 前些年 这获到了一座随带古董 卖了不少钱 有了钱之后 开始胡吃海躁 有妞乱炮 过着醉生梦死生活 后来他觉得 玩这些不刺激 便跑到了各地去赌博 甚至还去了海外赌 这也是为什么 立案单位找了他几年 都没找到的原因 后来这家伙 把钱败得金光 河山前段时间 刚从国外回来 来到了甘省 正四处积极打探随目的线索 但随目这玩意儿 其实属于古墓当中 比较少见的 很难找到 一位认识河山的行内人 知道河山喜欢随朝的玩意儿 牵线他认识了一位高个子 说这家伙有随朝的东西卖 这高个子 一看就是一位普通人 身份不是工人 就是农民 不像行内人 带有宁省口音 他拿出了一件随朝的铜发簪 以五百块的价格 卖给了河山 河山心里觉得奇怪 一个普通人 哪来的随铜发簪 而且 这簪子一看就是 刚出土不久的鬼货 但鬼货交易 规矩向来是不问对方的 真实身份和货物来路 河山将东西收了 给高个子留下了联系方式 并对他说 以后有这种东西 尽管来找他 价钱高 不欺人 河山转手就将随铜发簪 卖了八万块 没过几天 河山又将钱给赌光了 他心里寻色 这倒买倒卖的 虽然能解一时之虚 但远没有开一口肉 过来的实在 可随目不是那么容易找的 他穷了几天 心里正赌的慌呢 高个子又与他联系了 问老板还收不收东西 河山说 当然收 高个子又拿来三件东西 随带小鼻喜 茶盏 袖扣 河山眼间 一眼就看出 这些东西 跟上次的铜发簪 属于同一个墓葬出来的鬼祸 当下以八百块 一件收了 高个子收钱离开 河山开始暗中跟着高个子 发现高个子坐便宜的火车 回到了银市 然后前往郊区一个村子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高个子进了一个村 在跟他进村的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高个子竟然发现了河山跟踪 他站在原地 张大了嘴 神情惊恐又诧异 河山担心高个子叫村民 自己可能会出不去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将高个子给打晕 把他扛上了车 直接带回了银市 高个子醒来之后 非常害怕 一个劲地向河山求饶 河山问他那些随朝的小玩意儿 都是从哪来的 高个子竹筒捣豆子 将真实情况说了 说自己 其实是枸杞园的工人 名叫胡大彪 枸杞园是一个老板做的盗墓局 明面上再种枸杞 实际下面有一座随木 老板在暗中挖随木 因为担心出货量太大出事 仅仅每隔几个月挖出部分东西出手 这些小玩意儿 其实他在挖木过程中 偷偷藏起来的 特地从宁省跑到干省来卖 河山出去调查了一下情况 发现这个枸杞园确实有古怪 回到关胡大彪的地方之后 河山细问具体情况 胡大彪把枸杞园的布局 墓地的位置 挖取时间 以及所知道的一些出货渠道权 竹筒捣豆子说了 河山觉得 这次何该自己发财 河山向胡大彪摊牌了 让胡大彪讲出 枸杞园道洞哪天没人 从哪进 从哪出 说等他弄一单大的 可以给胡大彪分点钱 如果胡大彪不从 就做了他 胡大彪只得老老实实 将情况讲了 今天晚上 河山将胡大彪绑好 开了一辆破面包车 来到了枸杞园 我弄清楚情况之后 心中安静 从枸杞园工人 刚才那些表现来看 这里面并没有胡大彪这个人 河山口中的胡大彪 其实从头至尾 都在用小玩意儿 随带真凭鬼或作菊 勾引河山来枸杞园 等于在钓鱼了 这个胡大彪 会不会是田家人 三黑子说道 胡大彪不是被你绑在 面包车上吗 你发神经 在这里找人 河山丹眉毛跳动 骂道 你特么才神经病 这话骂得倒是没毛病 河山绑了胡大彪在 面包车里 自己来盗墓 却被逮了 但凡他脑子要正常 都会猜测 被胡大彪给坑了 这胡大彪 肯定从面包车里跑了 或者被枸杞园的人给救走 他在这里找胡大彪很正常 我们几人没在里河山 出了门之后 我说 去面包车里看看 还有什么线索 而在此刻 秦老师已经醒过来了 他非常激动 跑到观河山的房间 一边老泪纵横 一边对着河山破口大骂 我们四人赶紧出了门 去找那辆河山 隐藏起来的面包车 在面包车里面找了一圈 不仅没人 而且任何线索 都没遗留下来 陆岑英说 苏晨 我的判断是 第一 这个胡大彪肯定是田家人 故意钓鱼做局 引河山上当 第二 下起的线索 肯定不会在胡大彪身上 一定还在河山身上 三黑子问 老板娘 这是为啥 陆岑英解释道 如果这个胡大彪有线索 他直接给我们就好了 做这个钓鱼局 不等于无用功吗 我赞同陆岑英的判断 点了点头 对 线索肯定还在河山身上 可目前我们从河山身上 没找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我估计 最大的可能 线索会在下一步出现 小竹问 哥 你是说 在将河山送公之后 我回答 没错 因为刘会长特意对秦老师说 带到河山之后 直接送公 线索的曙光 可能就在这个环节会出现 他们表示赞同 我们快速返回了枸杞园 没想到 秦老师还在对河山破口大骂 嗓子都已经骂哑了 河山已经完全记不起来 当时偷秦老师古董的事了 一个劲地翻着白眼 骂秦老师是一个老神经病 我们担心秦老师再次激动地晕过去 将他给拉了出来 说事不宜迟 必须赶紧将河山送公 秦老师哑着嗓子 忙不迭地说好 他去打了电话 不一会儿 立案单位来了 他们与秦老师非常熟悉 见秦老师这次又逮到了一个人 非常开心 说秦老师又立了大功了 可惜不能公开表彰他 否则 真的要给秦老师 开一个大大的庆功宴 秦老师万分激动地握着他们的手 拜托他们重点审问一下 河山当年偷的随亲童母下落 河山被带走之后 枸杞园又恢复了平静 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三点多 秦老师指挥工人杀几只羊 说这些羊在枸杞园开办的时候 就已经养着了 等的就是今天逮到河山之后 杀羊来庆祝 工人开始开心地去逮羊 杀羊 可怜的羊 清晨时分 我们大家吃了鲜美的羊肉汤和烤羊腿 大碗喝着酒 秦老师喝醉了 睡了一整天 眼下我们做不了任何事 只能相信自己的判断 等着曙光出现 到了第二天 秦老师终于酒醒了 他非常关心河山案子的进展情况 打电话问立案单位情况怎么样 我手中捏着象棋 等着秦老师挂电话 他挂完电话之后 我问道 秦老师 青铜弩的去向 是否审出来了 秦老师非常遗憾地摇了摇头 没有 河山这个挨牵刀的 竟然完全不记得那件事了 真是岂有此理 不过 这家伙竟然嚷叫着 让立案单位联系他的哥哥 请他哥哥找最好的律师 找律师有什么用 河山罪行庆竹难输 必须研判 最少判无期 我好像捕捉到了一丁点光 河山的哥哥 秦老师点了点头 跳马 对 正在从外地赶过来的路上 我说道 秦老师 你能打听一下 河山这个哥哥吗 秦老师神情一愣 打听他哥哥干嘛 我笑道 就是好奇吗 秦老师有一些愚 无需向他解释太多 他也不会多问 秦老师说道 行 等一下完了那盘棋 秦老师又拿起了电话 打了起来 挂完电话 秦老师对我说 打听清楚了 河山这家伙 父母死得早 有一个同父一母的哥哥 他哥哥好像比较嫌弃河山 两人已经有十几年没见过面了 这位哥哥 现在干什么的 在哪里 什么身份 河山也不知道 神秘兮兮的 只有一个联系号码 我问 哥哥嫌弃弟弟 秦老师解释道 对 立案单位刚开始打电话 给河山哥哥的时候 他哥哥说很忙 让立案单位随便判河山 判多少年都无所谓 别给他打电话 立案单位告诉他哥哥 嫌疑人已经正式提出 要求你找律师 这是他的权利 我们必须保障 即便你不愿意请律师 我们也必须通知他 唯一的亲属过来签字 如果你实在没空 报出你的地址 我们会派人直接去找你签 我又问 他哥哥怎么说 秦老师说 他哥哥一听这话 似乎根本不想 对方找到他的位置 非常不情愿地说 从外地赶过来签个字 我问 他什么时候到 秦老师回到 据说明天中午十一点半到 签个字立马会走 下完几盘棋 我回去找陆岑英等人 将秦老师讲的情况说了 陆岑英秀眉紧促 苏晨 你怎么看 我回到 这是一个连环局 下起的线索 在河山的哥哥身上 田家主动作局 引河山前往枸杞园到甲木 让我们在这里逮住河山 然后将河山送立案单位 河山引出他的神秘哥哥 这位神秘哥哥 万分无奈过来签字了 陆岑英笑道 就是这样 人家是可以通过号断 来找人的 他那位神秘哥哥要不来 人家会主动去找他 这位神秘哥哥 估计急不想这样的事出现 指的现身 哪怕是短暂的 小竹吐了吐舌头 田家真的太厉害了 第二天上午 我们对秦老师说出去逛一下 开着车去了立案单位 到了位置之后 我们将车停在远处树底下 等着中午时间的到来 十点半左右 有人敲我们的车窗门 我一看 一位高个子出现在我们面前 苏先生 我是胡大彪 我瞅了瞅他 扎摸了几下他的声音 问道 崔先生 他点了点头 事情非常紧急 请你们跟我来 我心中暗暗吃惊 到底是什么样的紧急情况 田家竟然让崔先生 亲自假扮胡大彪 来这里做局 我们几人迅速下车 跟着崔先生走 崔先生带我们到了附近的一家茶楼 进入包厢 包厢里面还有三个人 这三人 我们从没见过 全部神情严峻 目光无比冷练 从他们的身躯来看 全都是恋家子的 崔先生朝他们点了点头 三人也冲崔先生点了点头 有两人出了门 站在了房间门口 还有一位穿堂中的中年人 坐在了崔先生的旁边 这人与另外两位 气质稍微有点不一样 有些书生气息 手中还拿着一把折扇 但从他呼气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专列那家气功的 因为他在用腹式呼吸 崔先生将门给关上 把窗帘拉了起来 摘下了脸上的人皮面具 抬手示意我们坐 我们几人坐下了 崔先生依然还是一张 毫无表情的僵尸脸 转头对他旁边 那位穿堂装的中年人说道 麻烦向苏先生 几人介绍一下情况吧 堂装中年男点了点头 开始向我们解释 各位 家主对此次下洗 被逮之事非常重视 海爷求下洗的地方非常隐秘 迄今为止 无人知道下洗关在了何处 关押他的人属于香柳内部 一只海爷麾下亲自指挥的队伍 我们不惜冒险 动用在香柳内部的超级卧底 费尽千辛万苦 只探听出来一个消息 那就是 关押下洗人当中的一个外围头目 就是河山的哥哥 叫河天 但因为这支队伍 受海爷直接指挥 我们不知道 河天具体身份 人在哪里 也没有联系方式 能联系到他的 只有他弟弟河山 无奈之下 我们派人在国外 赢了河山所有家当 迫使他回国 河山回国之后 再用珍品随带鼓丸 引他入局 后仰仗立案单位 跟河天联系上 河天担心立案单位找他 泄露出自己的位置 今天紧急来这里签字 马上会离开 这是整件事情的基本背景 不知道 你们听明白没有 我没吭声 陆曾音回到 不明白的话 我们今天也不会到这里来 唐庄男点了点头 诸位也确实如家主所言 联环局过程中的表现 人中龙凤 非常出色 接下来 我们的任务是 务必钉死河天 找出下喜被关押的位置 不惜一切代价 让下喜从向柳脱身 讲完之后 唐庄男对崔先生 耳语了一句 然后起身 向我们一抱拳 拿着扇子离开了 他对崔先生讲的是 你们聊 我先去外面盯一下 唐庄男走后 我问崔先生 这人是谁 崔先生回到 文保协会刘会长 此次联环局家主 交代他主作 我又问到 门口那两位 又是什么身份 崔先生回到 我 刘会长 门口两位 再添加算五亿 稍微高一些的四人 此次前往营救下喜 我们四人 将与你们同行 我们几人面面相去 这其实是崔先生 非常自谦的说法 崔先生在向柳之时 号称向柳第一高手 八卦棍王独英 由此看来 其他三位的身手 即便是比崔先生差一些 也属于半斤八两的存在 我们所诧异的是 田家这次 未来救下喜 竟然第一次出动了 与崔先生同档次的 四位顶尖高手 三黑子忍不住 骂了一声草 我问道 这次计划谁来负责 崔先生回道 你 我想说话 但陆曾英拉了一下我 问崔先生道 你们的身手 应该都比苏晨厉害 刘会长的坐局功夫顶尖 为什么一定要苏晨来负责 崔先生回道 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合适 陆曾英说道 我也是四军家之一 崔先生瞅着陆曾英 冷冷地说 这是家主特意交代 陆曾英突然起身 崔先生 你还有话没向我们讲明 崔先生 陆曾英说 这个连环局 看起来没有任何缺陷 但却存在一个重大的纰漏 崔先生 陆小姐请讲 陆曾英说 既然海爷关押下喜的地方 人员 方氏 都属于绝密 为什么会单单露出 和天的信息 万一和天是海爷 故意露出来的诱饵 引诱苏晨前去营救 然后海爷守株待兔 顺势再将苏晨给逮了呢 连我都能想到这一点 以田家家主 碾压一切的智慧 怎么可能会疏漏 既然家主不可能忽略这一点 正确的做法 理应让苏晨 规避此次营救计划 避免鸡蛋 放一个篮子里打碎 田家如此强大的实力 你们四人当中任何一人 其实都可以胜任此计划 为什么还一定要让苏晨负责 这是完全不可理喻 又极端冒险的做法 田家家主对苏晨的真正意图 崔先生 你只字未提 这丫头的脑子 太好用了 我刚才问崔先生 这次营救计划 到底有谁负责 其实就是在试探田家的真正目的 陆曾英忍不住 直接发飙开问了 三黑子和小竹听了 诧异不已 小竹说 姐姐说得没错 明明选择其他人更合适 为什么不让我哥规遍 崔先生冷冷地看了我们几眼 诸位 本来此事我准备到了目的地之后再讲 但既然你们问了 我提前解释 家主与陆小姐观点一致 认为和天的漏洞存在大一点 并判断我们此次 跟随和天所去的地方 90%不可能关着下袭 而是海爷故意设下的一个陷阱 但经过无比慎重的考虑 家主认为 即便这是一个天大的陷阱 我们也要跳 而且必须由苏先生来跳 也一定要跳成功 陆曾英冷冷问道 为什么 崔先生冷冷地说道 苏先生在魔都斗老司礼之时 最擅长的手段就是与狼共舞 陆曾英问道 田家的意思 干脆让苏晨这次主动被香柳逮住 再次深入虎穴 与狼共舞 找出下袭的位置 最后再一起逃出来 对吗 崔先生回道 对 苏先生被香柳逮住后 家主会马上启动新的计划 协助两人离开 陆曾英再问道 所以 你们这些天费尽巴拉座这个连环局 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海爷相信 苏晨这次是真的中计 而不是主动送上门被逮 对吗 崔先生回道 没错 为了彻底麻痹香柳 我们还不惜暴露了一个超级卧底 为的就是让海爷认为 此次苏晨确实中计 钻进了他设好的引诱圈套 我脑子顿时阵阵发臭 第一次感受到了 两个强大团队 暗中巅峰过招的狂风暴雨 田家利用下喜 在香柳内部居于高位的优势 获取大量有价值的线索 派我去夺圣物欲药 祖秦城船被捞 搅乱寒冰浮屠 海爷将计就计 用珍宝引珍佛计划 反而揪出了下喜 并在神农架 差点逮住我 下喜被逮之后 田家不敢示弱 立马采用一招连环局进行反击 逼出河山的哥哥和天 御途去营救下喜 海爷却用和天为诱饵 稳坐钓鱼台 再次逮出在香柳内部的 另外一位超级卧底 并利用和天为诱饵 引我上钩 没想到 田家顺势而为 那卧底是故意暴露 赢取海爷的信任 并让我主动深入虎穴 接下来 田家肯 还有其他惊人的计划 这极坏 极有可能是彻底摊牌 一招又一招 剑招拆招 招招见险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主角 天天在暴风眼中战斗 但其实我一直都是棋子而已 我本座局人 奈何局中行 陆岑英俏脸 胸脯上下起伏 我不同意 三黑子忍不住了 猛地一拍桌子 妈的 老崔 田家凭什么对我老板要我喝溜 崔先生说 凭我们目的一致 三黑子 狗屁一致 老子今天看你很不爽 小竹也生气了 哥 我们走 崔先生闻言 目光骤然一冷 一直守在门口的两人 突然走了进来 挡在了我们前面 小竹和三黑子见状 立马护在了我和陆岑英面前 气氛剑拔弩张 三黑子说 老子数到三 赶紧让路 三 三黑子和小竹 就准备动手 我喝到 黑子 小竹 老板 哥 我对他们沉了脸 三黑子和小竹见状 只得强行忍住了 一副肺都要气炸了的模样 崔先生向那两位点了点头 两个家伙瞅了我们一眼 再次转身出门了 我笑道 崔先生 问几个问题 崔先生回道 请讲 我问道 我即便主动深入虎穴 如何确保 海爷一定会将 我和夏喜关押在一处 崔先生回道 苏先生已取得三军家神器 这是海爷最为需要的东西 你只要动动嘴皮子 不见到夏喜不交出东西 他一定会答应 你们在一起 我再问 很好 第二个问题 即便我成为了田家的人肉 GPS导航 通过我深入虎穴 找到了夏喜被关押的所在 海爷如此高规格的保密措施 田家又如何确保 能找到我的位置 并进行下一步计划 崔先生没正面回答 反问了一句 苏先生 这些年你的位置 是否曾有一刻 离开过田家的视线 我 他的意思非常明了 田家在我身上 安的定位仪 从来没被我发现 也没被我摆脱过 只要我能见到夏喜 田家就一定能通过我 确定我们所处的位置 可田家到底在我身上 弄了什么鬼东西 难不成田家有像波爷和小虎一样的人才 若干年前 我穿的内裤被狗吃了 所以他们能随时随地知道 我的情况 完全无法理解 我冷笑一声 田家既然能在我身上弄腰额子 掌握我的动态 当初为什么不在夏喜身上 也弄上一个 这省去多少麻烦 你千万别告诉我 夏喜的血性不对 崔先生回道 抱歉 无可奉告 算了 这问题肯定得不到答案 我点了一支烟 狠狠地抽了两口 问道 最后一个问题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们 这才是整个局的关键 我有我的目标 没有田家 我一样要拒救夏喜 但田家的目标在哪里 我并不知道 尽管田家曾出手保护过我们 迄今为止 他们所做之事 好像无一不正 但始终像雾里花 水中月 让人看不清 我要与田家合作 最起码得知道他们正邪 否则田家就是利用 我再耍流氓 崔先生回道 家主知道苏先生 对此事心中一直纠结 让我给苏先生表演一个小魔术 再转告你一句话 而后 崔先生拿了旁边的一个茶杯 一粒花生米 用茶杯将花生米给反盖住了 他右手拿了一双一次性筷子 轻轻地撬开茶杯盖 小心翼翼地用筷子 准备去加那粒花生米 但在筷子 在尚未加到花生米之时 右手突然停了下来 问道 苏先生 假如我是一位偷花生米的小偷 在这种状态之下 能不能定我的罪 我回道 自然不能 崔先生点了点头 左手突然往筷子上猛的一甲 巴搭两声脆响 筷子断了 崔先生说 小偷已经偷不了花生米了 我 崔先生说 魔术已经演完了 家主 让我转告你的话 民间之事 由民间来做最合适 我们都一样 我顿时愣住了 尽管崔先生 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但答案 其实已经比较明了了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我与田间进行联姻 但田家却始终盖着红盖头 我甚至不知道 对方是男是女 但崔先生刚才的话和魔术 虽然红盖头 依然没掀起来 长相没让我看清 可其实 身材已经向我展示 表示田家是女人 我娶她不会错 非常值得回味的一句话 四军家佛天珠的传承 属于虚无缥缈的民间文脉传说 需要民间来 针尖对脉盲 刚才筷子加花生的魔术 犹如古丸行当做局 骇人的局 在彻底做成功之前 根本定不了做局人的罪 但这个局 如果继续进行下去 后果将会非常危险 需要有懂局的民间正义人士 去阻挠让局破掉 这才是最为合适 田家就是民间 那双家断筷子的手 回想起之前 田家种种 做的阻止香柳罪恶双手的事 事实证明 我们都一样 我好像突然误了 也释然了 喝了一口茶 说道 讲一个请求 崔先生点了点头 苏先生请讲 我抬手 指着陆曾英三人 这次计划 他们几人没必要去 崔先生说道 田家派我们四人 跟你们一起出动 主要的任务有两个 一是迷惑海爷 让他认为 我们这次以最顶尖的力量 清朝出动 认定你的入局计划为真 二是在苏先生 成功陷入虎穴之后 让我们四人 务必掩护陆小姐三人安全离开 周密到了极致 我冷声问道 如果你们保证不了 他们三人要权呢 崔先生神情消杀 家主会让我们四人自行了断 要得就是他这句话 我说道 很好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我同意 陆岑英突然大声说 我不同意 我们全都转头望向了他 陆岑英红着眼 擒着眼泪 向我轻轻摇头 颤声说道 苏晨不要 太危险了 我不同意 小竹也轻轻拉着我的衣服 个 除非 除非我们一起 被关进去 三黑子说 没错 要么打主攻 我三黑子从不做了解 崔先生起身向我抱拳 苏先生 请你做好同伴工作 我在下面等你 讲完之后 他离开了包厢 五六分钟之后 我们也离开了包厢 来到了楼下 我说服他们的理由是 目前我依赖的最大仰仗 三件神器不在自己的身上 苏家神器到底是什么 连我都不知道 更不用说海爷 海爷在没拿到这些东西之前 不可能会做了我 可如果这次我不去 夏家神器已经没了 夏喜现在连位置都探听不清楚 他就真的危险了 尽管他们从内心深处 根本不愿意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尤其是陆岑音 他在哭了好一会儿之后说 你要是赶不回来 我就会去找你 无论你还在不在这个世上 哪那么严重 我走夜路多了 从来没有碰到过鬼 小竹见陆岑音都答应了 低头咬着牙 红着眼不吭声 我瞅着他那副揪心的样子 想刮刮他的鼻子 但举了举手 没动 三黑子 还是比较服从我的 我让他接下来 务必全力保护好陆岑音 三黑子说包在他身上 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到了楼下之后 崔先生已经带着人在下面等了 刘会长说 苏先生 何天已经进去签字了 他很快会走 我说道 好 我们几人回到了之前的车上 崔先生等人上了另外一辆车 在外面等了十几分钟 见到何天从立案单位出来 我寻思基因的作用 实在太强大了 何天的长相 与弟弟何山有几分相似 但身材明显要高一点 胖一些 可他的眉毛 竟然也只有一条 另外一条秃的 不过 何山秃左眉 他秃右眉 想不到这玩意儿 竟然也有遗传 何天明显是租了一辆车 车牌号是本地的 看来他从外地赶来 并不是一直开车 而是坐火车或者飞机 两辆车跟着何天的车走 路上 我给崔先生打电话 如果何天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我们这么多人怎么跟着 容易暴露 崔先生回道 你是负责人 一切你定 我非常无语 问道 你们车上人平面具有吗 崔先生回道 这个足够 我挂了电话 三黑子在旁边说 这家伙讲话 实在太容易让人发飙了 改天高地跟他干一仗 我回道 你最好别 三黑子反问 为啥 我回道 你的排名可能还会下降 三黑子 何天那辆出租车 开得非常快 静止往机场方向奔 我们在后面前后交叉跟着 路上车多 一会儿雅阁根 一会儿崔先生的车 时不时还抄一下何天的车 根本发现不了 到了机场的地下停车场 崔先生给我们拿来 四副人皮面具 我让他们几人 在自己的车上等着 我们几人跟上去想一想办法 几人跟着何天到了机场 发现他去了 前往青省西市的候机厅 我让三黑子去看一下机票 如果有一票 让他马上买一张 同一趟航班去西市的 三黑子坐飞机 跟着何天 三黑子很快就跑回来了 说已经没票了 转头一看 何天已经排队 再往安检口走了 一旦他上飞机 前面制定好的所有计划 全要泡汤 我转头对给他们交代了几句 他们均点头表示 这办法可行 几人迅速进了卫生间 全戴好人皮面具 出来之后 三黑子和小竹 立马装成等安检的样子 快速往何天的身旁挤去 别挤别挤 挤你马啊 小丫头 大家都在排队呢 人群有人开始骂骂咧咧起来 忽然之间 三黑子抬手猛地拍了自己前面 一位光头的头 让一下 死光头 无辜的光头 先是摸着自己的头发猛 等反应过来之后 顿时发火了 转手就扇了三黑子一大耳瓜子 三黑子捂着脸 声音带哭腔 你特别打我 紧接着 他像泼妇打架一样 一把抱住了光头 张嘴就去咬他的头 如此一来 所有过安检的人 全被他们推得东倒西歪 倒在了地上 大家全骂骂咧咧的 小竹也倒地上了 他就倒在了何天的旁边 何天猝不及防 被摔得脑子有些发猛 我见到小竹成乱之中 将他手中的机票给拿了 很快就有人来维持秩序 将滚打在地上的三黑子 和光头给拉开了 由于没有什么造成什么人 误损伤 维护秩序人员 只是口头对他们严厉训诫 说 如果双方都愿意谅解 赶紧去登机 如果不愿意 也可以到旁边进行登记 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光头和三黑子 忙不迭地表示 都愿意谅解 三黑子和小竹成乱 迅速离开了 何天泽捂着脖子 走到了安检口 摸了一摸身上 他顿时梦了 因为机票突然不见了 他赶紧前后找了起来 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 而后 这货从包里掏出了身份证 撒鸭子往旁边补票处跑 那个时候坐飞机 火车没有刷电子票这种东西 一切全靠纸质票 何天想拿身份证去打证明或补票 陆层英见状 大喊道 抓小偷 快抓那个小偷 何天肯定也听到了陆层英的声音 但他压根没觉得 自己就是陆层英口中的小偷 甚至都懒得回头看 一个劲的往补票处跑 旁边的群众非常热心 开始撒鸭子去追何天 何天跑了一段路之后 可能觉得身后不大对劲 站在了原地 一瞬间 何天就被众人给死死地摁住了 陆层英气喘吁吁地跑了过去 委屈地哭了起来 就是这个单眉毛的家伙 他刚才撞了我一下 我的戒指就不见了 何天火冒三丈 你神经病啊 老子什么时候偷你的东西了 陆层英被吓得退了几步 哭得更加伤心了 那戒指 我准备卖了给我妈治病的 求求你还给我吧 我未来丈母娘早就挂了 多么孝顺的女儿 紧接着 工作人员跑过来了 他们压根不管何天的辩解 将他和陆层英两人 带去了问话的地方 二十几分钟之后 两人都出来了 陆层英一再向工作人员鞠躬道歉 接着又向何天鞠躬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误会了 包里的戒指还在 大哥 我也没什么钱 要不请您吃一份黄闷鸡米饭吧 算是向您赔罪了行吗 飞机已经停止登机了 何天满脸憋屈 一副肺都要气炸了的神情 拿着拳头狠狠地捶了几拳墙 但转头看到工作人员都在瞪着他 这货只得气呼呼地离开 他先来到大厅里面的展板前 盯着后机厅 为方便旅客提供的火车列车时刻表看 一会儿之后 何天开始转身往地下车库走 我们也看了一下列车时刻表的时间 特别注意了一下去青省西市的 两个小时之后 确实有一趟去青省西市的火车 我们随即跟着何天去了地下车库 何天来到出租车的地方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立马打电话给崔先生 将出租车的车牌号报给了他 并告诉他 何天乘坐的出租车在地下车库 需要排队才能出去 速度比较慢 让他们先开车到地下车库外面 出口处等着这辆出租车出来 再咬死他 讲完之后 我们回到了自己的车上 开着车离开了机场 路上 崔先生打了电话来 他告诉我 何天确实在去火车站的路上 这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那年代的火车不像飞机 即便是没有买到票 也能应挤上去 顶多在车上补票就是 何天打算乘坐的耐烈火车 是一趟绿皮慢车 非常难受 我们不想坐 我在电话里告诉崔先生 你马上叫刘会长 跟着何天上火车 钉死他 千万别跟丢 崔先生 我强调道 我是负责人 一切由我定 崔先生指的答应 我们将车掉了头 直接上了高速 往青省西市的方向开去 两个小时之后 崔先生打电话过来 刘会长已经上了车 我说道 你们三人现在 立即上高速 前往青省西市 务必在他们火车下车之前 赶到西市火车站 接到刘会长 然后继续跟着何天 崔先生 这家伙之前调度了 我好多次 现在好不容易逮到机会 必须也要让他体会一下 我之前被人忽来和去的感觉 有崔先生等人 跟着何天 我们倒是不急了 一路慢慢悠悠地开着 路上还时不时地下高速 去吃一下当地的美食 我们几人还没出干省境内 崔先生打电话过来了 苏先生 何天去了黄中 正往乡下走 我回道 你不要老汇报进城 等你们跟着他到了真正目的地 再打电话报告 讲完我就挂了电话 陆岑英说道 黄中位于黄土高原 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 属于麒连山的渔脉 乡下沟谷错纵 山川相见 道路也很不好 崔先生等人跟踪起来 会非常困难 我说道 这不是我们要考虑的 田家人的本事 绝不比我们差 到了黄中 咱们先好好休息 等他们确定好位置之后 再做盘算 几人开车 来到了黄中 找了一家酒店 美美地洗了一个澡 睡了一觉 一直到第二天 崔先生才再次打来了电话 苏先生 和天人在黄中偏僻 乡下大山奥里的石灰厂 他怎么现在才到 昨晚和天去哪了 说话呀 昨晚和天去了一趟大宝剑 小竹闪着大眼睛问 哥 什么大宝剑 我刚想向小竹普及一下知识 转头瞅见 陆岑英意味深长地瞅着我 立马说 不知道 你别打岔 那什么 崔先生 你们人在哪 在石灰厂外面的小镇上 干得不错 我们马上动身 我们几人快速出门 按照崔先生的提示 前往石灰厂 要经过一个镇 一个厢 镇子大一点 厢比较小 而石灰厂 就在这个小厢里的一个大山奥 镇子是能通车的 但镇子前往厢的路 则比较烂 只能通运石灰的小四轮 叫车根本没法通行 我们必须先将车开往镇上 将车找一个地方藏起来 然后再搭乘附近近乡的牛车 或者运石灰小四轮进去 到达镇上一看 确实如崔先生所说 路面极度坑洼不平 而且有些道路还盘山 雅阁这种车底盘比较低 如果硬开 绝对在半路就要抛锚 很难想象 在这种无比糟糕的环境之下 崔先生挤人 既不能跟丢合天 又要保证不让他发现 过程肯定非常艰难 但田家人有这本事 我们的运气比较好 到了镇上将车隐藏之后 在街上逛了两圈 很快见到了一辆 前往前面那个小乡的牛车 牛车上还装了不少货 全是卫生纸 洗发水 牙膏 锅盆等日常生活用品 驾牛车的是一位大爷 在前面那个小乡 开了一家小超市 这些都是他进的货 我们让他带我们进去 大爷一开始不大愿意 说做了人的话 他就没法运货了 小竹问大爷 这一车货进过去乡里卖 大概能赚多少钱 大爷说 少说也得赚四五百块吧 小竹直接点了五百块钱给他 大爷 这货等于我们全买了 你带我们进去吧 大爷都无语了 你们这是干嘛的 小竹想了一想 回了一句 差点让我们晕倒的话 这丫头说 搞慈善 大爷文言 瞪大了眼睛 你们是不是上半年说 准备给我修路的外地图老板 小竹 陆曾英忙不迭找播 图老板是我们董事长 我们是他下属 特地替他先来考察一下 道路施工环境 大爷非常淳朴 立马将牛车上的货 全部给卸了 让我们赶紧上车 还不收我们钱 大爷还说 我的老天爷 盼星星 盼月亮 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这条路 可能是拳皇中最差的路 上半年听说 一个西式的图老板 打算捐钱修路 可后来又没了动静 大家都说 这图老板是骗子 没想到 你们真来了 这是在为我们做好事 如果收钱 我就不算个人了 我们相当尴尬 小竹吐了吐舌头 满脸不好意思 我寻思 等我以后赚大钱了 一定过来 把这条路给修一修 几人乘坐大爷的牛车 一路颠簸 遇到陡坡的时候 我们都下来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跑过那种 石灰岩很丰富乡镇的道路 因为石灰的开采和运输 四面山体到处挖的像咬了几口 就丢弃了土豆 天地一片灰蒙蒙的 周围的树 全是厚厚灰白色积灰 压根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几个小时的颠簸之后 我们总算来到了那个乡 非常小 就两三条街道 楼层最高不超过三层 不少还是用木板当门 我们几人一身全是灰 大爷很热情地 招呼我们去他的小店做一下 吃几口热饭 我们忙说有事 让大爷忙自己的去 我见到大爷临走的时候 小竹偷偷在他的帆布包里塞了钱 一千块 善良的丫头 我给崔先生打了电话 崔先生让我们往旁边的一条 插到小路走 大概走了半个小时 来到指定地点 却没见到崔先生几个人 继续打电话 电话铃声却从树丛中传出 旁边挂满白灰尘土的树林 萨萨响动 浓灰滚滚 一身全是灰尘的崔先生 从里面钻了出来 几乎已经看不到 他衣服本来的颜色了 三黑子见到崔先生的糗样 哈哈大笑起来 我瞪了他一眼 这货闭上了嘴 崔先生说道 几位 请随我来 我们跟着他钻进了树林 走了几步 见到了一辆运石灰的四轮车 刘会长 以及田家另外两位高手吴军 河满舱三人全坐在车斗上 见到我们来了 他们从车上跳了下来 同样浑身灰扑扑的 崔先生说 为了避免暴露 我们不敢久待乡里 白天只好暂时在这里藏着 等着你们来 我点了点头 这里离那家石灰厂 还有多远 十来公里山路 进去石灰厂 有多少条路 正常进去 只有一条运石灰的土路 不正常进出的话 可以翻越石头山 石灰厂是否正常运营 正常 每天都有石灰运出来 这个乡的街道里 有没有石灰厂的工人 有 一共有五位工人 三位骗石工 一位烧炉工 白天在石灰厂里上班 晚上回来住 我有一些亚议 这么清楚吗 崔先生转身冲小四轮的驾驶士 拍了拍手 四轮车驾驶士下来了一个人 个头不高 非常瘦 一口大黄牙 浑身脏兮兮的 看起来老实芭蕉 从他穿着情况来看 像是石灰厂的工人 他神情好像有一些惶恐 小心翼翼地打着招呼 几位老总好 紧接着 他开始向我们挤人散烟 那种一两块钱一包的劣质香烟 我们都不抽 他自己划火柴点了起来 蹲在地上抽 满腹愁没苦脸的样子 崔先生指着他说道 他叫冯建设 和原石灰厂的片石工人 难怪搞这么清楚 感情崔先生等人 弄了石灰厂里工人过来 我没吭声 刘会长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 摇着手中的扇子 补充道 苏先生请放心 老冯 却属石灰厂的普通工人 老婆重病 小孩要上学 急需要钱 我们给的价钱足够高 他会把我们想要的消息 全告诉我们 最主要是 老冯的嘴巴比较牢 我说的对吗 老冯 冯建设文言 眼眶有一些红 捏烟的手在微微颤抖 几位老总 只要能救我的老婆 不让小孩辍学 你们让我冯建设 怎么样都行 刘会长继续摇着手中扇子 很好 老冯 你把厂里的情况 向苏老板讲一遍 吴军手捂着鼻子 老刘 你能别老姚 那把破扇子吗 到处都是灰 别咱们在这里待几天 出去全得陈飞病了 刘会长文言 啪啦一声合起了扇子 笑着说道 抱歉 这扇子一合 灰更加大了 呛得众人咳嗽了好几声 老冯的语言 表达能力不算太好 而且似乎对我们有一些害怕 断断续续讲起了情况 我费了老大劲 才算完全整明白了 前段时间的一个傍晚 和原石灰厂 突然来了一批陌生人 大概有三十来人 直接找了老板 老板对工人说 他们是来考察石灰厂的一批 外地客商 第二天 这一批人不见了 工人们都以为 这批人晚上跟老板 谈完生意之后走了 大家都没当回事 老冯一开始也不以为意 可过了十几天 老冯却发现了一个 无比奇怪的事 石灰厂的工人有分工 一般分为烧炉工 运输工 片石工三种 片石工主要负责将山上的石灰岩石给弄下来 用大棒锤敲打成小块的石头 方便断烧成石灰 这是一个比较脏荷类的工种 但工价属于石灰厂里面比较高的 片石工人当中也有细分工 其中一种就是爆破工 因为岩石长在山头上 必要要先掏出一个小洞 塞雷管引药包爆破 将大块石头从山头炸下来 之后片石工人才可以用大锤敲 爆破工不紧脏 累 还比较危险 属于石灰厂工人当中工价最高的 老冯因为家庭情况比较拮据 便干这活 干这活 需要成天在石头山上 选取好的爆破点 因为药包和雷管有限 选一个好的爆破点 能节省不少炸石头成本 那天 老冯在石头山的高处悬点之时 却看到背侧山坳的一个山洞里 竟然有人在里面生活 这个山洞当地人都知道 七十年代初的时候 乡里曾组织大家力用原有的天然山洞加深 拓宽 用来作为防空洞和储粮库 山洞足足有几百米深 由于施工不当 当时里面曾砸死过人 洞也从来没用过 一直废弃着 九十年代 有一些穿喇叭裤的小年轻 会从城里特地跑过来玩 可凡是进去玩的都失踪了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唯独一个小年轻跑了出来 小年轻出来之后 还被吓疯了 声称在里面见到过鬼喊冤 同伴全被抓走了 当地人称 这个山洞为阎王洞 基于安全考虑 从九十年代中期 山洞外面就竖了牌子 禁止静洞探险游玩 还特意将静洞的小路给堵死了 之后再也没人赶进去 而老冯在山顶往下看到的人 竟然好像是那天 来找老板的谈生意的那群人 他心中非常诧异 但不知道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 吓得不敢说 可但凡是人都有好奇心 老冯每天 在高山上踩点的时候 都会特意从山顶往下看一看 背侧处阎王洞里的那些人 发现他们的生活非常正常 从不见他们出去 但好像吃喝拉撒兜 有人供应 老冯还发现 从那次之后 老板每周末 都会开着运石灰的小四轮出去 等到晚上 工人睡着了 再敲摸摸地回来 有一次他直夜 起来拉尿的时候 见到老板的小四轮回来了 老板人不在 上班公室拿东西了 他瞅见车斗的棚布下面 好像全是菜和生活用品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小四轮车虽然还在远处 但车斗下面的东西 却全不见了 老冯顿时明白过来 菜和生活物品 并没有供应给石灰厂里 毫无疑问 阎王洞里那些人吃喝的东西 其实全是老板每周末 出去拉货供应进去的 等老冯讲完之后 我问道 没了 老冯回道 没 没了 我又问 这是整个厂里只有你知道 老冯说 爆破工人就我一个 只有我才会每天翻山头 他们都不知道 我转头又问刘会长 厂里这么多工人 你们又怎么知道 老冯清楚这事呢 刘会长文言 打开扇子 他又想山 但可能想起灰太大 忍着没山 向我解释 合天凌晨悄悄进入石灰厂之后 就彻底不见了 我们几人为 踏看清楚石灰厂的地理位置 和周围环境 暗中翻石山 从高处向下圈石灰厂的范围 在我们做完这些工作 正准备悄悄下山的时候 却发现 老冯一人独自趴在石头山一个高处 聚精会神往山背下面看 我们偷偷摸过去 顺着他眼睛看的地方瞅去 发现下面阎王洞 竟然有人 当时我们就把老冯给请了下来 请教了他相关情况 就这么跟他联系上了 老冯文言脸色非常不自然 还不经意地摸了摸手臂 我见到他手臂淤青一片 显然 刘会长说什么请教相关情况为真 但方式可能非常不礼貌 可怜的老冯 我又问刘会长 所以你们想 刘会长回道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老冯是当地人 又是石灰厂工人 我们想让老冯协助我们 花上几天时间 搞清楚阎王洞里的人员情况 附近出入口情况 饮食配备情况 石灰厂老板情况等等 他已经答应了 我问道 钱给人家了吗 刘会长刚想回答 老冯忙不迭主动回道 给了 我问 多少 老冯咽了一口唾沫 小心翼翼地比坏了一个二字 二十万 这对老冯来说 绝对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难怪值得他冒险 我脸色顿时一变 突然冷声问老冯 你要是拿了钱之后跑路呢 老冯一听 吓得脸色一片蜡白 扑通一声跪下了 带着哭腔说道 老板 我不敢拿我老婆的命来赌 崔先生见状 点了点头 好了老冯 天色晚了 去你家吧 直到老冯带我们摸黑去了他家 我才知道 老冯嘴里说的那句 我不敢拿老婆的命来赌 是什么意思 老冯家是两层的破目楼房 他老婆重病躺在床上 脸色蜡黄 动弹不得 奄奄一息 屋子里一股浓烈的药味 看来崔先生等人 除了给老冯钱 肯定还曾严厉地警告过老冯 如果他敢使妖蛾子 这趟床上的老婆会够呛 萝卜加大棒 老冯不得不就范 田家人确实个顶格的人才 晚饭吃的是玉米糊糊 吃完饭之后 老冯在楼下收拾碗筷 我们因为要讨论接下来的计划 上了楼 一上楼 刘会长与吴军 和满仓便开始讨论起营救计划来 陆曾英拿出了一张纸笔 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老冯有问题 我点了点头 转头望向了崔先生 崔先生瞅了一眼字 眼神露出赞许神色 对我说 苏先生让他们先讨论着 我们出去抽支烟透透气 老冯的事情 确实天衣无缝 几乎找不出任何破绽 但我和陆曾英的心中 一个感觉就是 实在太巧了 所以 刚才陆曾英才会在纸上 老冯有问题 目的就是提醒崔先生等人 别在人家家里 如此毫无顾忌地 讨论营救计划 可要说老冯不对劲的证据 我们接触 老冯的时间太短了 也不可能发现 只是一种强烈的预感 我和崔先生下楼 出了门 找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我问 你们发现了什么 崔先生说 几个疑点 第一 老冯确实是石灰厂的工人 有一个重病的老婆 和在西市读职业学校的 孩子一般一学期 回一次家 但今天早上 河满仓在楼上 看到外面有人要老冯还钱 老冯不仅叫不出对方的名字 而且根本不记得 欠了人家多少钱 对方生气地骂老冯 点炮点坏了脑子 第二 老冯干了十几年的爆破工人 职业使然 他的耳朵一定会有点浓 但我们曾小心翼翼地试探过他 他耳朵不仅不聋 而且还非常灵敏 甚至超过了普通人 第三 据老冯所说 他老婆患有严重的肝硬化腹水 不能动弹 晚上吃饭的时候 老冯进去给他老婆擦脸 洗手 却发现他 只给自己老婆擦脸 却不洗手 女人的手指甲 都有你够了 刘会长是一位中医专家 他暗中远远地 瞅了一下他老婆的手 发现了原因 我问 什么原因 崔先生说 肝掌 肝有大问题的人 手掌会有严重的肝掌 呈暗红色的花纹 老冯老婆手上的肝掌严重 但老冯却特意不擦手 很有可能说明 这肝掌其实是伪装的 怕水擦掉 老冯如此注重细节 在刘会长的眼中 反而露出了马脚 我就没问到 你们的意思 这个老冯和他老婆 是香柳人员假扮的 崔先生点了点头 对 真的老冯夫妻 可能被香柳人关了起来 或者 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我脑门直发跳 要真如此 海爷这老王八犊子 真的该千刀万挂而死 不过 崔先生等人确实牛逼 短短时间的接触 从人际关系 职业特征 以及疾病病理等三个方面 立马判断了 老冯可能存在问题 我说到 你们刚才在讨论营救计划 其实是故意的 崔先生解释道 我们严重怀疑 老冯在屋子内 弄了监听装备 如果我们不正常讨论 反而会打草惊蛇 让老冯猜出 我们已经识别出 他们夫妻的破绽 所以只好 装着一切不知 正常探讨 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做 还需要你决来定 我说到 当务之急 需要做一件事 确定老冯的身份 如果老冯的身份 都不能确定 那么他打探出来 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也不能保证真实性 我们的计划 根本进行不下去 你们之前的判断 非常有道理 但一切全都是推测 迄今为止 没有拿到任何真评实据 我们必须尽快掌握 老冯夫妻是 香柳之人假冒的证据 要么找到屋子内的 监听设备 要么采取其他 能铁板钉钉的验证 崔先生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但我们几人身上 全都找过了 没有监听设备 最大可能监听设备 在屋子里 不过以目前的状态 我们不可能 大张旗鼓地 在屋子内找 至于其他能验证 老冯身份的办法 我们也想了 暂时没有想出来 我想了一想 反问道 你们猜测 屋子里最有可能 放监听器的地方在哪里 崔先生摇了摇头 暂时没什么头绪 我说道 最有可能在老冯的老婆身上 一个重病不能动弹的女人 我们连进屋子去看都不方便 更别说去里面翻找 这是最容易 被我们忽略的地方 崔先生神情呈现 些许压抑 有道理 可即便如此 我们没法明目张胆去找 我望着天空的月色 搓揉了一会儿 手中的甲园大头 问道 老冯这些天要上班吗 崔先生回到 石灰厂市连班制 他说自己已经连续上了 二十天班了 榨了不少石头下来 这四天轮到他休息 我点了点头 干脆双管齐下 崔先生问 怎么双管齐下 我解释道 第一 先把老冯调开几天 你跟家里面联系一下 派田家在西市的人 摸一下老冯读书小孩的性格 把这孩子引诱开 几天不上学 学校肯定会联系家长 老冯如果是真的 他一定心急火燎地去 要他是假的 为了让我们相信他的身份 他也会去 去了之后 让人盯一下老冯 见到自己孩子的表现 假父子见面 很容易露出破绽 第二 等老冯走了之后 没人照顾他老婆 我们就有借口进去 刘会长不是中医专家吗 让他弄一点不死人 又能让人突然疼痛难忍的东西 对付他 乘机紧急送他老婆去乡里小诊所 届时 我们可以明目张胆进屋子查看 很快就会真相大白 崔先生回道 好 两人将烟头掐灭 返回了屋子 老冯已经收拾好了碗筷了 坐凳子上愁眉苦脸 巴搭巴搭抽着烟 我突然大声喝道 老冯 老冯吓得身躯一哆嗦 整个人从凳子上摔了下来 手中的烟也掉了 老冯满脸菜色 苏老板你 我赶紧过去扶起他 不好意思 有水吗 我渴了 老冯非常无语 但又微微懦懦地不敢生气 指了指旁边的水壶 让我自己倒着喝 我喝了一口水 对老冯笑了笑 今晚我们怎么住 老冯说 要委屈几位老板了 楼上楼下共四个房间 我跟我媳妇住一间 两位女老板住一间 剩下的两间 其他几位男老板分着住 我点了点头 多谢 紧接着 我们上了楼 刘会长跟吴军 和满仓 在扯先偏 我用笔将之前和崔先生 讨论的结果 写在纸上 给他们看了 他们都向我点头 而后 我和三黑子 将纸给吃了 刘会长马上拿起了手机 噼里啪啦发信息 当天晚上 我们睡了难得的一个好觉 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老冯的破诺基亚响了 上面显示是 胡老师 也许是为了主动 打消我们的疑虑 老冯竟然摁了外音 胡老师 冯师傅 小冯从昨晚开始 就没来上晚自习 宿舍也没人 同学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孩子有没有回家 没有啊 你们学校不是准军事化管理 学期没结束 不让人回家吗 那人去哪了 胡老师 会不会我儿子出去玩了 兴许他下午或者晚上就回来了 行 我再等等看 如果到晚上他没回家 也没回学校 冯师傅 你得赶紧过学校来一趟 好 老师费心了 见老冯挂完电话 我问道 老冯 怎么了 老冯叹了一口气 这孩子 真是不让人省心 指定去哪里玩了 等放假回来 我非得好好教训他不可 刘会长说 老冯 孩子的事要紧 你要有事 可以先去一趟 反正我们交代你的事 你也得上班之后才能办 还有几天时间呢 老冯满脸苦相 再等等看吧 到了晚边十分 吃完饭 我们故意没离开 围在一楼堂屋聊天吹水 老冯的手机又响了 这次他没有开外音 但诺基亚听筒的声音比较大 我们听到胡老师在电话那头很着急 让他赶紧过学校来一趟 孩子还没回来 老冯接连摁了几句 挂完电话 老冯转头对我们说 几位老板 我得马上去一趟西市 你们放心 我明天就会回来 对了 我媳妇你们不用管他 饭我给他先打好 他自己会吃 里面臭烘烘的 别喊沉到你们 老冯打了点饭菜 用一个大盆子装着 进了房间 应该是交代自己的媳妇去了 他急匆匆地走了 说是要去租牛车 从这家伙神情来看 显得急迫而担心 完全看不出来 到底是真的还是装的 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先听到老冯媳妇 哼哼唧唧地 似乎在忍受痛楚 十几分钟之后 他再也忍不住 开始鬼哭狼好起来 陆岑英和小竹赶紧冲了进去 忙问大姐你到底怎么了 还没带他回话 两人直接将老冯媳妇 给驮了起来 往外面的诊所跑 遗留在屋子里的臭味 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崔先生 刘会长 何满仓 吴军三人快速进去了 在里面闷声不响地翻找起来 我担心出现意外 在门口观察着情况 忽然之间 我见到手电筒的光亮 老冯竟然突然杀回来了 我赶紧用力地咳嗽了一声 老冯 是你吗 苏老板 你怎么站在屋子外面 你媳妇突然肚子疼 两位女同伴送他去诊所了 我正准备过去看看呢 老冯文言 脸色陡变 他压根没进屋子来 转身就往诊所狂奔 崔先生等人从房间出来了 里面已经恢复了原状 从他们的神色来看 里面什么都没找到 我抬手示意 估计老冯已经发现了不对劲了 让他们待在原地不要再动 装成没事的样子 自己则转身 就往诊所跑去 到了诊所 发现老冯媳妇正在打点滴 陆岑英和小竹则站在旁边 老冯无比焦急地问诊所医生 到底怎么回事 诊所医生说 不清楚什么情况 先打一下止疼针试一试 老冯媳妇有气无力地说 不用打 我现在已经不疼了 老冯问 刚才怎么回事 女人回到 不知道 肚子好像突然差了一下气 脚痛剧烈 根本忍不住 带来诊所路上 就已经不会了 陆岑英开了开头上的汗珠 搭查道 大姐 你刚才可吓死我们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们 给你吃了啥东西呢 老冯勃然大怒 你个败家玩意儿 就差个气而已 你鬼哭狼嚎干什么 可能觉察出自己的情绪不对 老冯又立马软下声音来 这家里焦头烂额的 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我问 老冯 你怎么又回来了 老冯说 走了一段路 发现身上没带钱 我回来拿钱 我又问 那你今晚还去吗 老冯说 算了 明天再去吧 也许孩子今晚 就回学校获家了呢 实在没回来 我明天去报案 我点了点头 行 既然你在这里照顾 我们就先回去了 我们三人离开诊所 往回走 在路上 我寻思 如果老冯真是像柳的人 这会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家伙 他肯定对孩子 好好上着学 突然不见起了疑心 指不定他刚才是 故意离开一会儿 目的就想试探一下 我们到底在整什么幺蛾子 在突然杀毁 演技 心机 决断 完全超出我的预料之外 这计划突然被打断 我得再想其他办法 到了偏僻之处 陆岑英见我脸色凝重 扑呲一笑 你是不是对没找出证据 心情很烦躁 我回到 要不然呢 陆岑英附在我耳边 低声说 我们找出来了 小竹笑嘻嘻 还是姐姐聪明 我急到 两个败家玩意儿 都别笑嘻嘻的 你们到底找出什么了 陆岑英嘚瑟的挑了挑眉吗 你判断监听器在屋子里面 或者老冯媳妇身上 你们去屋子里面没找到 当然就在老冯媳妇身上了 我回到 废话 我当然知道 本来我想 如果屋子里没找到 让你们一直陪着老冯媳妇打针 再背着她回来 丑机会能不能从她身上找出东西 但问题是 老冯折返回来的时间太快了 这不已经没机会了吗 小竹笑道 还用得着这么麻烦 我们一背上老冯的媳妇 姐姐就示意我最大的可能 是在老冯媳妇脖子上挂的小坠子里 路上姐姐暗示我故意摔一跤 三个人滚在地上 顺势我将她的脖子绳子给扯断了 那小童坠掉了下来 老冯媳妇肚子疼得要死 但还一个劲地摸小童坠 小童坠外壳 摔开 里面摔出来一个小手指头大小的小机器 还闪着小红点 我吓得不行 你们拿了 路曾英回道 没你想得那么笨 我们假装摔得二五不轻 还顺势翻到了旁边沟里 小竹着急忙慌地来拉我 我们当什么都没看见 老冯媳妇将那东西迅速装进小桶坠 塞回了身上 我松了口气 聪明 不过 你怎么断定 监听器一定在她脖子挂坠里呢 路曾英文言 白了我一眼 你不了解女人 一来方便随时使用 需要监听使手一扯出来就行 比藏在衣服里面还方便 二来利于安全隐藏 这个世界除了老冯 没人会去扒拉一位浑身臭烘烘女人的衣服 看她的胸口 我 结论已出 老冯夫妻 就是向柳派来引诱我们的钩子 我们回到了老冯屋子 崔先生等人一个个神情沮丧 但又担心屋子里还有监听器 也不敢对刚才的事进行讨论 我招手让他们出来 将情况告诉了他们 他们文言 神情欣喜 刘会长手里摇着扇子说 陆姑娘经过不让须眉 佩服佩服 我想起了一件事 有一个问题 大家要提高警惕 这几天 我们分两批先后前来 向柳可能会因为担心 我们还有援兵没来 不敢在我们饭菜里下药 但经过我们之前 故意明目张胆地讨论 向柳已经掌握 我们这次来的人就这么多 既然老冯身份已经确定 我们要小心向柳林石突然改变计划 给我们吃的食物里面下药 不费吹灰之力搞定我们 崔先生回道 不用担心 我问 为什么 崔先生指了指旁边的刘会长 刘会长在江湖上号称毒手怪医 平日里擅长用各种 带毒性的药物给人治病 刚才他对付老冯媳妇 甚至连药都没用 只要他在 绝对不会出问题 再者 向柳现在肯定已经对我们几人身份 全部摸了得透 为确保万无一失逮住我们 他们绝对不会傻到 让老冯在刘会长面前搬门弄斧 刘会长笑呵呵拱了拱手 崔兄过奖 我寻思 这老刘侦探娘是个人才 崔先生所言非虚 刚才我都没见到刘会长怎么下手 老冯媳妇就痛得鬼哭狼嚎 而且 他在诊所里反应竟然是差弃了 连证据都没给老冯留下 咱也不知道 他到底用的什么鬼东西 此时 三黑子坑呲坑呲跑回来了 老板 我问 怎么样 三黑子抹了抹额头上的汗 你让我暗中跟老冯一段路 发现他没有去租牛车 而是去了乡后山一个废弃矿场 里面有一个枯井 他打开井盖 拿手电朝里面照了照 丢了几个馒头和一瓶水下去 随后 他马上返回 我担心被他发现 不敢再跟 在暗处躲了挺久 所以现在才回来 后山枯井 我问 你掀开枯井盖看了吗 三黑子说 没有啊 你不是特意交代我 务必潜根 千万别让他发现吗 万一里面有向柳的人 我掀开井盖 不是露线了吗 我们面面相去 这倒是一个新情况 老冯临走的时候 确实拿了几个馒头 用就矿泉水瓶装了一瓶水 说是晚上赶路 用来垫扒一下肚子 神情满腹节省的模样 可怎么又将这东西 丢到枯井里去了 难不成下面还有人 他们全看着我 我说 别打草惊蛇 明天再说 对了 刘会长 西市那个小孩 让他回学校去吧 刘会长拿出了手机 指着上面一条信息 周梅道 刚才刚确定老冯身份之后 我就短信通知了 但这小孩 今晚肯定是回不去了 我问 为啥 刘会长说 短信反馈 他身上还有我们的人 给他的游戏币没花完 这小孩比较叛逆 本来就不喜欢上学 与自己的父母关系 也不好 预计他今晚输光 身上游戏币 明天才会回学校 几人返回屋子 半个小时之后 老冯背着自己的媳妇 从诊所回来了 我问道 老冯 你媳妇怎么样 老冯说 没什么大碍 不知道是不是着凉了 我点了点头 那就好 众人回屋歇息 邪眼瞥见 老冯在自己媳妇昏暗的房间里 悄悄拿了一点饭菜 放在自己口袋里面 我心中冷笑 他这是怀疑 我们有人 对他媳妇下了毒 打算弄完实验呢 一日一大早 老冯今天还是不上班 不过在吃早饭的时候 他接到了胡老师的电话 胡老师告诉他 小冯已经回学校了 自己狠狠地批评了他 希望老冯作为家长 也在电话里教育两句 老冯说 胡老师 你刚批评他 让他先反思一下 我晚上或者明天打电话过来 狠狠地教训他 胡老师说 也行 挂完电话 老冯就出门了 说是去给自己媳妇 拔一点护干的草药 我猜测 这货大概率 是去看看 饭菜有没有毒 我们闲来无事 也不出去 在老冯屋子里打牌 打了一会儿之后 继续讨论着营救计划 中午时分 老冯回来了 很明显看出他脸色一片轻松 老冯应该是没查出 饭菜存在任何问题 自己媳妇身上的监听器又没丢 我们又还像之前一样 正常讨论着计划 他必定将昨晚自己媳妇 突然腹腾之事 归结于巧合 当天没有任何事 第二天 老冯拿起工具 去石灰厂上班 我无比郑重交代了一下 他探听的主要事项 老冯神情又害怕 又紧张地答应了 当天下午 陆层音在老冯媳妇房间门口 敲了敲虚眼的门 满脸纠结而尴尬地问 大姐 你有没有备用的卫生巾 老冯媳妇躺在床上 有气无力地回到 在旁边的柜子里 陆层音进去找了出来 大姐 这个我不适合 我量比较大 附近哪里有卖啊 乡公所旁边的 小超室友 谢谢大姐 陆层音出来之后 小猪说 姐姐 我陪你去 他们两人离开了屋子 这是我昨晚悄悄交代的 他们是去后山废弃矿场 枯井探听情况 我们这群人 现在的一举一动 每一句话 都被香柳的人 严格地监听着 为避免引起怀疑 不敢大规模地离开 只能让陆层音 采取这种 不容易起怀疑的理由 但我又比较担心 陆层音的安全 必须要派上小猪 三黑子说 老冯像枯井里面 丢了几个馒头 和一瓶水 我断定 下面即便是有香柳的人 也不会太多 以陆层音的智慧 和小竹的武力 哪怕有什么意外 他们应付起来应该足够 四十来分钟之后 他们回来了 陆层音还特地进房间 送了好几包卫生巾 给老冯媳妇 老冯媳妇 一个劲地说谢谢 一会儿之后 我上了楼 陆层音和我在纸上交流 我们用了刘会长 短暂迷离神志的药 丢下了井 然后下去看了 里面有一男一女 男的是老冯 女的是老冯媳妇 井比较高 没有绳索 根本爬不出来 而且老冯好像还生病了 完全动不得 真实的老冯夫妻 对 我们这几天接触的假夫妻 样子与他们八九分相似 不过 这对假夫妻 一个成天躺床上 一个满脸灰扑扑的 除非是他们的儿子 外人根本认不出来 井里的夫妻 发现你们了吗 不会 刘会长说 他的药能让人几分钟 意识短暂迷离 散之即无 中招之人根本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这事情令人感觉 欣慰又怪异 欣慰的是 真的老冯夫妻 竟然没有死 怪异的是 这两位向柳的家伙 为什么不对他们动手 而且还丢馒头和水 下去给他们吃 想不出个所以然 我招呼崔先生等人 上来一起研究 他们也非常诧异 眼见众人 都分析不出个所以然 我在纸上写道 真的老冯夫妻 暂时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我们先按兵不动 等局成之后 你们逃离出来 再想办法去救他们 他们表示同意 晚上 贾老冯上工回来了 我们开始问他情况 贾老冯开始给我们 画山上的图 还别说 他虽然是一个假的爆破工 但伪装的极为像 画的图也是 爆破工人踩点的山形图 看起来简单明了 贾老冯指着图对我们说 苏老板 按你今天早上的交代 我特意去看了 阎王洞只有两个口子可以进 一前一后 但前面那个口子 这些天都有二三十个人在活动 如果从正面口子进 人太多了 后方洞口 我今天也去看了 只有六个人在手 这图是从旁边的 大石山顶上 到阎王洞后方洞口的一条小路 后方洞口侧方 有一块大石头 可以藏人 从小路可以来到大石头旁边 只不过 我问 不过啥 贾老冯说 这小路是个断头路 炸石头的时候 炸成了一个大悬空 你们如果要从小路 到后方洞口的大石头旁 必须要从六七米的高处跳下去 估计他们认为 没人会从断头路下来 所以没派太多人手 这是要引诱我们 从后方洞口进了 为不让向柳引起怀疑 我们还必须要假意上当 这事儿整的 三黑的说 六七米高算个屁 我寻思你当然不算个屁 可曾因不行 我咒没问到 还有其他路吗 贾老冯摇了摇头 没了 崔先生说 看来我们只能从后方洞口进出 吴军点了点头 还必须要出其不意 神兵天将 苏先生 我建议晚上行动 提前在小路断头处绑好锤绳 承手后方洞口的人员犯困 神不知鬼不觉下去 禁言王洞达到目的之后 以最快的速度 从后洞口撤离 河满仓说道 我赞同这个方案 既然香柳跟我玩套路 我也跟香柳 玩点刺激的套路 手中疯狂地搓揉 手中的甲员大头 甲一思考了半场 我对他们说道 不保险 他们身上肯定有 对讲示警仪器 我们一旦发起攻击 将会引得前方洞口安保人员迅速赶到 万一我们在阎王洞里完成目标之时 有所耽搁 会有全军覆没的风险 崔先生问 苏先生是不是想出了什么更好的办法 我转头问老冯 明天晚上是你在常理之夜班吗 贾老冯愣了一下 摇了摇头 不是 我又问 明晚是周末 你们老板是不是要运饭菜回来 给他们吃喝 贾老冯回道 是的 我对刘会长说 刘会长 江湖都称你为独守怪异 有没有那种无色无味 能让人废掉的药 刘会长文言 啪啦一下 将扇子给展开 猛扇了几下 神情非常欣喜 有 俗兄真乃人才 我们都一直将目光聚焦于洞口的安保情况 却将他们饭菜 必须由石灰厂老板 供应这个微小的细节给忽略了 他们暂时对我们没有任何防备 如果从饭菜入手 我们将不费吹灰之力解决问题 崔先生等人纷纷表示 这是一个绝佳办法 我对老冯说 老冯 你明天完成两个任务 第一 明晚你跟别人调换职业班 第二 把我们的药放在饭菜里面去 贾老冯文言 大惊失色 竟然扑通一声跪下了 吓得浑身抖如筛糠 朝我们不断磕头 老板 这是太大了 我不敢做 求你们放过我吧 求你们放过我吧 我寻思 改天有机会给他推荐一个导演 这家伙不拿奥斯卡小惊人 天理难容 大家都是老戏骨 既然要演 哥们 陪他继续标一下演技 我一把抓起了贾老冯的衣领子 将他从地上拎了起来 表情猙獰 凶神恶煞地说道 钱收了不办事 贾老冯苦苦哀求道 苏老板 不是不办 这是实在太大了 我真的不敢办 我咬牙切齿道 在我这里 没有敢不敢 只有做不做 你要是不做 夫妻两人的下场 有如此的 我猛地将他摔在地上 抬手一只五六米远安 在墙上的壁挂白赤灯泡 灯泡没任何反应 崔先生等人看了看 没反应的灯泡 转头像看神经病一样瞅着我 有如此的 直到此时 小猪方才反应过来 他嘴里补了一具 手中竹刀片 刷的一下飞出 准确无误地击中了壁挂灯泡 砰一声响 白赤灯泡立马炸裂 玻璃碎片乱飞 还别说 随着屋子里灯光瞬间一黑 还挺有震撼的画面感 我寻死以后 还是要单独带着小猪这丫头出来耍 最近跟大家混在一起 她与我心灵的默契感下降了一些 差点导致我装逼失败 陆曾英满脸 无语地看着我和小猪 我转头一瞅 发现贾老冯坐在地上 脸色蜡白 身躯瑟发抖 裤裆还湿了一大片 这事情真的大开眼界 我见过演员表演之时装 伤心哭得稀里哗啦的 但还没见过演员 装恐惧尿得稀里哗啦的 贾老冯的演技也太逆天了吧 香柳眼睛果然毒 选了这么一个天赋异禀的人才来作局 我演技不如也 贾老冯咽了一口唾沫 带着哭腔 颤声说 苏老板 我做 求你们一定放了我夫妻两个 我还有孩子在外面读书 而后 他开始呜呜地哭了起来 模样极为伤心 刘会长摇着扇子 过去拍了拍贾老冯的肩膀 老冯 你别害怕 只要你做 我们绝对保证 你们夫妻的安全 再说了 我用的药 只是让那些人晕倒而已 不会伤人命 二三十个人 别说你了 就是我们也没打量做这种事 贾老冯文言 红着眼睛问 真的 刘会长点了点头 千真万确 贾老冯没吭声了 事情已经商定完毕 刘会长去拿了一个小药包过来 递给了贾老冯 并交代他 明天晚上石灰厂老板运菜回来的时候 将药包里的要撒在菜里 这要无色无味 菜经过一晚上的吸收 洗不掉 即便煮熟了 还有药性 只要他们后天白天吃下去 晚上必然全体运菜 我们的行动定在后天晚上 贾老冯抖着手 将药包小心翼翼给收了起来 第二天 贾老冯正常去上工 到了半夜 贾老冯偷偷地溜回来了 他神情无比忐忑地告诉我们 几位老板 今晚石灰厂的老板 还是用小四轮车 拉了一车的菜 我乘他 去上厕所的机会 将药包到了一半在菜里 也倒了一半在米里面 我向天发誓 这是我真的做了 求你们放过我 我向贾老冯 竖起了大拇指 干得漂亮 试成之后 给你加点钱 贾老冯文言 黯淡地眼睛放光 苏老板 你说的可是真的 我转头问三黑子 就他这表现 能加多少 三黑子问声问气地说 出场费最起码十万起步 我回答 好 就这个说 等是成之后 你记得拿钱给人家 做人要讲诚信 贾老冯微微诺诺地点头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要我相信 贾老冯放了 但向柳的人 肯定不会吃 而且 借是我们前往阎王洞的时候 他们大概率会 装死晕在地上 引诱我们进去 反正这个局 就像齿轮 虚虚实实之间 你来我往 互相咬合 贾老冯告诉我们消息之后 进去给自己媳妇 拽了拽被子 喂了一点米汤 他应该是在偷偷交代 自己媳妇什么 但没说话 而且 可能为了不引起我们的怀疑 屋子里面又比较暗 房间门也特意没关 事关性命安全 我不想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眼神好的优势 调动所有精神 集中在贾老冯的手势上 他好像在拉着自己女人的手 做了几个古怪的动作 这动作是什么意思 我没看出来 做完那几个动作之后 贾老冯拿着米汤碗出来了 对我们说 因为今天晚上 他与人调了班 在石灰厂职守 现在是偷溜出来的 必须马上返回石灰厂 讲完之后 贾老冯走了 当天晚上 我脑海中反复复盘着贾老冯 那几个动作 但始终不知道什么意思 想来想去竟然睡着了 一日 我们在楼上用纸交流 告诉他们 昨晚自己的观察 问他们能不能猜出 贾老冯动作什么意思 田家人猜不出来 他们认为我太谨慎了 指不定就是几个 无意识的动作 但直觉告诉我不是 陆曾英相信我的直觉 由于楼上楼下房间的格局一样 陆曾英干脆让小竹 躺在楼上房间的床上 让我拉着小竹的手 做昨晚贾老冯的动作 然后 他站在昨晚我所处 离贾老冯夫妻 距离一致的位置 仔细观察着 反复观察了十几遍 众目睽睽之下 小竹躺在床上 手总被我拉着 轻密地做动作 搞得他都不好意思了 到最后 陆曾英想出来了 他的结论是 贾老冯不是在做什么动作 而是在自己媳妇的手心里 写了几个字 至于具体写的是什么字 因为贾老冯是背对着人 通过动作 看不大出来 我本来打算放弃 但陆曾英是专门公书化的 他把自己闷在屋子里想了半天 出来后告诉我们 只能通过贾老冯的背影动作 猜出一个字 其他的猜不出来 我们问他是什么字 陆曾英在纸上写了一个字 井 我们面面相去 井当然是只关着 真老冯夫妻的枯水井 但贾老冯在临走之前 特意跟自己媳妇 交代与井相关的事项 肯定特别重要 但这是什么意思 我决定不再纠结 当机立断 告诉他们 先不管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今晚我们要沿着小路进阎王洞 贾老冯会给我们带路 等到了路口边上 已经不需要再利用他了 先将他放倒 确实这伙身上没监听设备之后 逼问出他到底 搞什么幺蛾子 大家表示同意 当天众人吃饱喝足 养好了精神 晚上八点 就着天上迷蒙的月色 我们悄悄地往石灰厂进发 与贾老冯约定的时间 是八点半 在离石灰厂一公里处 一个树叶满是鸡灰的 小树林里面等他 他带我们走小路 前往后山洞口 八点半 我们来到了小树林 贾老冯已经如约蹲在地上等了 几位老板 石灰厂老板在查看库房石灰成品 留守的工人在打牌 你们跟着我走 我说道 好 贾老冯在前面小心翼翼地带路 要么在积满灰尘的松叶林里钻 要么在怪石灵巡的石灰石镇里钻 月色下的怪石 加上扬起了灰尘 整个环境灰蒙蒙的一片 我们还真有一种 往阴曹地府阎王殿里前行的感觉 绕过石灰厂上山顶花了一个小时 在山顶 我们瞅了一下那传说中的阎王洞 很黑 模糊中只能看到轮廓 洞口像怪兽的影子 至于洞口处是否有人 看不清楚 紧接着 绕后山小路 一直走 四十分钟之后 贾老冯停下了脚步 指着前面不远处 神情带哀求地看着我们 几位老板 还有七八分钟 就走到路的断头之处了 你们交代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我先回去吧 我点了点头 黑子 把银行卡给人家 说到做到 三黑子掏了一张银行卡 过去递给他 贾老冯非常感激 伸手想过来接 三黑子立马捂住了他的嘴 一拳将他给干晕 紧接着 我们快速地扒拉他的衣服 将他全身上下 仔仔细细地全检查一遍 确定没有任何监听设备 小竹给嫁老冯 后背来了一株刀片 当然 为避免他叫得太大声 在小竹扎竹刀片的时候 三黑子依然死死地捂住了他的嘴 贾老冯疼醒了 神情惊恐万分 脚反复摩擦着地面 屁股不断往后挪 几位老板 你们这是 刘会长直接塞了点药进他的嘴里 贾老冯猝不及防 立马吞下去了 三黑子早已脱下了自己的臭袜子 揉成一团 塞在他嘴里 贾老冯开始在地上打滚 疼得神情无比猙獰 双目凸起 眼睛冒着血丝 躯体就像一条被捞上岸的鱼 在地面不断弹跳 挣扎 我们没吭声 点着烟在旁边等 贾老冯根本受不了 双手疼得抓得抓出血来 朝我们滚动着 磕了好几次头 一副只要给他解药 他什么都愿意配合的神情 眼见他快要疼死了 我示意刘会长给他解药 刘会长扒开袜子 给了他吃了解药 一会儿之后 贾老冯缓过近来 满脸不可思议 又惊惧地看着我们 完全做不得生 我冷笑一声 你叫什么名字 贾老冯 三黑子猛地上前 一掐他的喉咙 怒目金刚问道 我老板问你 叫什么名字 贾老冯被掐得脸胀通红 快死过去 嘴里艰难吐出几个字 僵道 三黑子放开了他 我问道 没想到我们会发现你吧 僵道深知 此刻已经完全折戟了 神情无比绝望 不仅我没想到 阎王洞里的人也没想到 佩服 我说道 长话短说 我问你几个问题 回答好了 你也许能活下去 回答让我不满意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忌日 僵道文言 常常叹了一口气 苏先生 我无所谓了 但请你放过我老婆 那个女人 还真是他的老婆 我毫无表情地回答 今天我们离开之前 已经偷偷给他下了药 他的结局 同样取决于你的配合程度 请不要拿我们的耐心开玩笑 这是假的 在没有来到目的地 不确定 僵道是否与阎王洞里的人 以及自己媳妇 还有其他联系方式之前 我们根本不敢造次 但僵道那么在乎他 必须拿此来要挟 事情证明 僵道夫妻 为了坐局逼真 尽量反扑归真 除了女人挂脖子上的铜坠子监听器 其他设备一概没有 果然 僵道脸上肌肉直抽搐 我配合 你昨晚离开之前 在你女人手上写了什么 我告诉她 让她今晚在后山枯井等我 准备干什么 逃 为什么要逃 苏先生 阎王洞里只是香柳的一部分人 既然你们已经破了阎王洞的局 想必已经有了对付他们的方案 但除了这部分人之外 香柳此次未确保万无一失 还在出香的道路旁边 埋伏了二十来人 因为出香的道路只有一条 你们如果有人从阎王洞里逃脱 必然要经过那条路 而且出了香 你们防备会彻底放松 他们打算设双保险 将你们一网打尽 我太阳穴阵阵发疼 洞里是橘 外面是冰 双保险 太阴毒了 没曾想 昨晚我观察细节 陆曾英猜出他写的一个字 此刻一审之下 竟然获得了能救我们命的信息 我又问 这跟你夫妻两人 逃有什么关系 将道的神情顿时黯然下来 苏先生 实不相瞒 我们跟着香柳干活久了 知道他们迟早要彻底完蛋 这些年 我们两人攒了一些积蓄 外加这次做局 你们给我的钱 我们不打算上交给香柳 准备局成之后 成香柳一心对付你们 无人顾及我们两人 彻底逃走 后山枯井 是原来老矿场的通风井 横向足有一公里远 穿过枯井 可到后山顶 从后山顶往下 有一条以前矿山多年前的 废弃小路 可以绕开香柳在香外 布置的关卡 通到外面去 这条路几乎没人知道 是老冯夫妻告诉我的 我们见他们也可怜 所以 没杀他们 我冷声问道 此话当真 将道闭上了眼睛 苏先生 真假我说了没用 我们夫妻的死活 全在你们一念之间 无所谓了 我转头 望向崔先生等人 他们也神情无比犹豫 主要是将道之前 太特么能演了 虽然已经用尽了威胁手段 但现在还是不大感性 陆岑英说 苏晨 我相信他说的 我问 凭什么 陆岑英回到 凭他刚才讲话之时 对自己女人的感觉 将道睁开眼睛 看了看陆岑英 陆小姐 谢谢你 我不大相信将道 但我相信陆岑英 我对崔先生等人说 可信 崔先生等人点了点头 我说道 大家准备好家伙时 禁言王栋 众人文言 开始准备 崔先生第一次拿出了他的八卦棍 漆黑的 油光蒸亮 中间挂着链子 上面还雕刻着老鹰的花纹 一看就是好东西 刘会长展开了扇子 在扇面上涂上了古怪的坟墨 吴君则掏出了 带特殊材质绳索的老虎爪 河满舱摸出了一支大判官笔 笔杆上面还有开关 笔筒好像是空心 应该能发射什么暗器 小竹检查着身上的竹刀片 我 捏起了那枚假猿大头 至于三黑子 这货见大家 手里都有东西 唯独他没有 黑脸肌肉振振抽搐 无奈之下 他开始摁自己的拳头关节 摁得咔咔直响 为了最大限度 防止将到刚才说的是假话 刘会长给他喂了一点药 这次是真药 我告诉他 你回去 跟你老婆去枯水井等着 我们的人出来之后 你们在前面带路 你要是现在敢反水通知阎王洞的人 尽管来试一试药效 江道回道 不敢 苏先生能大度 让我夫妻两人活命 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讲完之后 江道离开了 紧接着 刘会长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件 无比古怪的背心 当然不是防弹的 田家还没好横到这种地步 但防喷子和刀伤问题应该不太大 所有人都打起了精神 脸色凝重 向着路的断头之处进发 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 阎王洞一共有两个出口 前洞口和后洞口 香柳通过江道放出来的引诱情报是 前洞口有二十多人把守 后洞口有六人把守 这情报的目的在于 引诱我们从后洞口进入阎王洞 可以推测 实际阎王洞的安保情况一定截然相反 前洞口肯定没什么人 而后洞口一定会隐藏着香柳的主要安保力量 一旦我们从后洞口进去 后洞口隐藏的安保力量 必将迅速于以悄悄封住口子 而后 等我们进入了阎王洞的深处 香柳的少部分人会伪装突然发现我们 从前洞口朝我们杀过来 按照思维惯性 鉴于情报显示前洞口的人很多 我们肯定会迅速返回 从后洞口逃出 而这个时候 刚好落入了香柳在后洞口主要力量的圈套之中 我们成了瓮中之鳖 有人会说 你们既然都已经知道了 是不是会反其道而行之 直接从前洞口逃出 不能这样干 一来 香柳的人没那么蠢 他们将主要力量隐藏在了后洞口 一定会将前洞口给死死堵住 石块 电网 陷阱等等 弄成死路 形成一个类似矿泉水瓶状的局 顶多在瓶底 之处留上几个人 这几人用来逼迫我们 向着后洞口返回逃跑 他们的主要力量 在后洞口则相当于瓶盖 将我们死死地塞在瓶子里 二来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 我沦陷进去 陆层英等人要安全潜逃出去 如果我们进入阎王洞突然遇袭 第一时间向着前洞口逃 而不向后洞口逃 这行为根本不符合常理 香柳的人会认为 他们设下的矿泉水瓶局 已经泄露消息 而我们明知道是这么一个局 还义无反顾的冒险 莫名其妙从后洞口进去 他们一定会怀疑 我们此次来存在其他目的 这等于我们进行了自我暴露 我们既要装得像 又要安全顺利完成目标 这已经不是难度大不大的问题 好像完全是一个无解的题目 田家人一开始提出的建议是 置之死地而后生 众人按原计划 从后洞口进入 遇袭之后 折返从后洞口杀出 拼个你死我活 不给香柳留下任何怀疑的把柄 干一个不亏 干两个算转 田家四人即便是死 也会以肉身掩护卓陆层英等三人逃出去 愚蠢 这是我当时对他们的评价 田家人全部吭声 我这人有很多缺点 其中一个就是 比较喜欢装逼 成此机会 我也没放过他们 如果你们跟田家家主混了这么多年 还这么蠢 以后不如跟着我混 三黑子听到我这样说 可能心中痛快了 对他们说 没错 我老板开的价钱可高了 哈哈 但田家人脸色却全变了 崔先生说道 苏先生 你的画过头了 我寻思画过头算的蛋 田家虽然做的是我很佩服 但这段时间耍得我团团转 哥们对一两句家主怎么了 云秦子还能咬我不成 正准备再刚老崔两句 陆层英拉住了我 示意我不要再装逼 我忍住了 当时我拿了一张纸 在上面画了一个矿泉水瓶子 既然这是一个矿泉水瓶镇 我们但凡进入了这个瓶子 且不说你们能不能逃出去 即便是能 损失一定无比巨大 按照之前的推测 下洗大概率不在阎王洞里面 即便它在 我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 也不是为了救它 而是为了不露声色地 把我送给香柳 那么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进 矿泉水瓶子里面去 是否有不进矿泉水瓶 我既能沦陷 你们又能安全撤离的办法 他们听了 面面相去 何满仓问道 苏先生 我们不进去 怎么不露声色 把你送给香柳 难道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吗 我指着水瓶盖 之前我曾让江道 给香柳的人下药 香柳为了引诱我们 从后洞口进入 守候洞口的六人 肯定会假装吃了药 晕倒在后洞口 而其他人则 一定会隐藏在后洞口的周围 等我们重计 从后洞口进去之后 再迅速进行封口 也就是说 我们来到后洞口之时 这六人肯定会躺着 装成中毒 毫无反应 我问你们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突然无比惊奇地发现 他们竟然没中毒 而是假装的 正常情况之下 我们第一反应 肯定是上当了 不再进阎王洞 反而立即撒鸭子跑 这反应有问题吗 三黑子回道 干 没毛病 我再问 向柳自己的人 在表演中毒的过程中漏陷了 导致了 我们出现这种正常的撤离反应 到时只会怪自己做局不惊 会引起香柳 对我们此行真实目的任何怀疑吗 三黑子回道 干 必须不会 我又问 我们人没进入酒瓶子 在瓶口之处突然逃离 打了他们一个猝不及防 是不是安全系数最高 撤离最顺利 逻辑最正常 过程最稳妥 三黑子刚想开口讲话 刘会长提前用扇子挡住了他的嘴 黑兄弟 别再干了 苏先生 原来你之前让江道悄悄下药 真正的目的在这里 兄弟佩服 陆层英笑意盈盈 鬼主意可真多 崔先生点了点头 确实是一个最佳办法 这是我们当时议定的破箱柳矿泉水平局的计划 如果一切顺利 我将被带 崔先生等人将会安全护送陆层英他们出去 当然 这逃离的过程也要靠演技 当时我们还将怎么演才最符合人设 清静以及突围的方式进行了商讨 总之 虽然过程也危险万分 但这办法成本最低 效益最高 想想还是确实挺刺激的 众人在走路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将计划乃至每个人的台词在心中打磨了一遍 来到了断头路 我们所处的位置 是小路被药包炸掉的断头位置 离下面有两层楼高 下去之后 在前行七八十米 确实如江道所说 有一块巨大的石头 可以供我们几人藏身 巨石离阎王洞的后洞口 又还有几十米距离 水平总距离大概15060米 距离稍微有些远 夜色之下 依然看不清楚阎王洞的后洞口是否有人 我再仔细观察了一下后洞口的周围 怪事临寻的 香柳的主要力量一定暗藏在旁边 正心情无比激动地等着我们入网 王八犊子们 我来了 我心里暗骂了一句 转头示意吴军开始 吴军找了旁边一块牢靠的大石头 绑了几根绳子 绳头之处还用了小葫芦 别看这种小葫芦 他利用轮滑原理 力量可以调拉起汽车 我们非常顺利地顺着绳子滑了下去 小心翼翼地向大石块靠近 夜 非常静 月色 无比朦胧 我们心中激动而紧张 这个局 严格意义上来讲 其实从长白山夺宇宙就已经开始了 香柳和田家长时间的互相角逐 这次终于汇聚在了这里 我作为其中的棋子 将发挥最为关键的作用 毫无意外 我们摸到了大石头处 众人先隐藏了一下 片刻之后 我们如同夜色中的一只只狸猫 在怪事林寻之间悄无声息地穿梭着 最终来到了阎王洞的后洞口 猛虎四周环四 但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洞口无比有黑 我们能感受到里面凉嗖嗖的风 不敢开手电 完全借助月色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如之前所料 在洞口之处 我们见到了地上凌乱的锅碗瓢盆 上面还有仅剩一半的饭菜 另一半洒在了地上 洞口处歪东倒西 躺着六个人 一个个显得毫无意识 有人嘴角里 还有些饭菜没擦干净 有人甚至挂着一些唾沫 这不仅技术 让我想到早期的 TVB影视剧 虽然条件比较艰苦 环境相对粗糙 技术不发达 但跪在每一位演员都具有真情实感 让人根本看不出破绽 我们附身上前 检查了一遍 刘会长说道 没任何问题 这批饭菜 他们应该是晚饭吃的 发作时间在我的药效范围之内 我问道 大概多久能行 刘会长回道 行 最迟明天晚上吧 即便是醒来 脑子估计也坏了 陆存音担忧地说 我怎么感觉 还是有点不放心 刘会长 你还是再检查一遍吧 刘会长又重新附身检查了一遍 再次对我们说 没问题 三黑子哈哈一笑 这群狗日的布房这么严密 没想到 我们竟然不费吹灰之力 就搞定他们了 我低声而严厉地呵斥道 闭嘴 你笑这么大声 怕引不来狼吗 三黑子赶紧捂住了嘴巴 我转身对众人说道 第一 不能掉以轻心 需随时防止 还有少部分人没吃饭菜 第二 必须速战速决 进洞里面找到下洗之后 大家什么都不要管 带着他立即离开 过程出现意外 顾好自己即可 第三 要做两手准备 后洞口务必要留两人守着 确保我们返回的路畅通 岑一 小卓 你们两人先留守在此处 其余人全部进入阎王洞 发生情况 第一时间用及时对讲器示警 大家听明白没有 他们小声而又郑重地回道 明白 我说道 出发 紧接着 我们开始准备 往后洞口进入 老板 不对劲啊 三黑子突然说道 我问 什么不对劲 三黑子说 我闻到了一股臭味 好像刚才躺地上的那毒子放屁了 刘会长 你的要吃了之后 还会放屁吗 刘会长皱眉道 这个 我真没研究过 我说道 黑子 你能不能有点正事 三黑子撇了撇嘴 转头一脚踩在一位躺地上 香柳人员的头上 放你妈的屁啊 没素质 那人没吭声 一动不动 为了做局 这群人也是拼了 哥 小竹突然叫道 他好像睁开眼睛了 我们所有人立马停下了脚步 全神情无比紧张起来 你没看错 小竹急到 真没看错 他确实睁开眼睛了 现在闭上了 正说着 小竹立马一竹刀片扎了这人的后腰 这次疼 根本不是人能忍受的 那人竟然惨呼一声 从地上猛地窜了起来 崔先生勇猛异常 反手一棍子过去 八卦棍王毒鹰不是盖的 我听到了尖鼓鼓裂的声音 那人嚎叫着 倒地飞出机密 躺地上动弹不得 不对劲啊 我的要带有强烈麻性 服了之后 根本感受不到疼痛 更不可能会窜起来 他们难道没吃药 刘会长大急道 我说道 不好 我们可能上当了 快车退 几人开始疯了一样往回奔 斜眼瞥见 躺地上的六个人全睁开了眼睛 瞅着我们背影 神情猛逼又茫然 嗚 一声淒厉 而急促巨大视警声响起 围住他们 旁边怪石丛中 猛然传出了一声爆喝 啪 啪 啪 足以让人瞎眼的高强度 矿山大型探照灯 瞬间朝我们几人照来 天地一片炫白 刹那之间 我们所有人都像舞台中心的演员 被聚光灯陡然聚焦瞄准 刹那的炫目 让我们完全看不清路 周围的脚步声 疯狂朝我们奔来 没想到 这些人在计划失败之后 第一反应竟然如此之快 保护苏先生和陆小姐 崔先生爆喝 尽管灯光刺眼 但在崔先生这一声爆喝之后 众人全程半包围状 呼啦啦一下 将我和陆灿英保护在中间 开始撤退 海爷有令 田家四位舞侯爷 也全要带活的 崔先生可真是客气 当时他在介绍自己几人之时 仅仅说 他们再田家舞一稍微高一点 没想到这几个货 竟然是什么田家四位舞侯爷 灯光黄眼 耳边的声音越来越近 我心中经济振振 这个矿泉水平局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 选取了一个最为安全稳妥的破局点 但没想到香柳的人 在瞬间猛逼之后 会做出如此果决的临阵反应 难以想象 如果我们按照之前田家人提出的方案 进入阎王洞 会遭受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拉着陆岑英的手 往大石头处狂奔 但像柳人速度之快 让人匪夷所思 很快就听到砍刀呼啸的声音 朝我们袭来 我反手将陆岑英护在身后 凭意识进行避让和疯狂反击 旁边崔先生等人 已经开始呼啸战斗 我一边抵抗 一边冲小竹大喊道 破灯 灯太亮了 压根没法进行波击 砰 砰 砰几声响动 几盏聚焦照射着我们的探照灯 瞬间被小竹打灭 月色恢复 视力恢复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我见到几名向柳人员 已经受伤倒在了地上 崔先生 那柄带着铁链向双截棍的短棍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接起来了 形成了一根长棍 他神情无比肃穆 脸上杀意腾腾 一棍长棍探腰回马 棍花阵阵 如同神兵一样 逼得向柳人员节节后退 刘会长手执一把扇子 闪转藤挪 飘逸潇洒 扇子上面粉末飞扬 吴军的绳子像一根软鞭 抽打起来若银蛇飞舞 不时锁住一人的脚踝 像绊马一样将其绊倒在地 绳子立马又像长了眼睛 朝另外一人缠去 而河满仓则如同阎王府里面的判官 手中的判官笔刺刺刺刺 往外发射着黑色的针 一时之间 香柳人被攻击得不断后退 四个豪五豪眼 我 小竹 陆岑英和三黑子 倒在中间 显得无事可做了 但一瞬间功夫 我立马反应过来 香柳人不畏杀敌 而是在困敌 他们对田家四位五豪爷情况 摸得非常透 一个个全戴着黑色口罩 这是为了防止流会长扇子上的药 而且 他们每人身前 都有一块像护盾牌一样的东西 这是为了防棍和针 一波被击退 另一波从后立马迎上 如此循环往复 之前 我们离他们的空间 距离还挺开阔的 现在一看 表面上 我们在击退他们 可实际空间 反而越来越小 更糟糕的是 崔先生等人身上 开始不断有伤呈现 他们这次要全抓活的 不仅要我和陆岑英 还想要田家的四大五豪爷 打算彻底捏一把大牌在手 从他们的身手来看 这些应该全是香柳挑选出来的 一流高手 管不要那么多了 再站下去 必然全被困死在此 小竹和我冲锋 黑子断后 走 我和小竹 瞬间朝左手边一个最为薄弱的环节 冲杀过去 因为那家伙 刚被崔先生一棍子击中 胸前的防护盾牌裂了 人一个 裂切倒地上 后面的人刚想不畏 小竹手中的竹刀片 突然呼啸而至 不畏之人也非常厉害 竟然猛地侧身让过 反手执刀向小竹刺去 能躲过小竹刀片的人 其实不多 他竟然躲过了 但来得正好 我猛地一个当胸膝顶 将他顶翻在地 口子已经出来了 我 小竹 三黑子 陆曾荫四人 迅即杀出 崔先生具有阴一般的气息 嗅到了这个微小的机会 步阵强弓 他们四人如魅影一样 迅即靠拢 崔先生直棍打头 刘会长在左 吴军在右 河满仓在后 呈菱形站位 整体若一把尖刀 向右手边包围圈攻去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香柳人呈现了短暂的混乱 我们四人从左手边杀出 崔先生四人 则从右手边杀出 两组人员跃离大石头 向断头路绳索之处飞奔 向柳人接大惊 立马如恶狼一般 尾随而至 最关键的时刻到来 我必须要主动受伤被轻 眼尖陆曾荫 在小竹和三黑子的护送之下 人已经到了绳索之处 叮当一声 我身上的甲猿大头掉了 我折返回去捡 几位香柳人员 已经朝我泰山压顶一般袭来 我猛地藤跃 双腿猛踹前方一人 右手反科一人 两人被打得退后 但在我转身之时 一块铁板朝我猛拍 我后背如遭重击 整个人往前一个踉枪 手臂传来刺骨的疼 已经被扎了一刀 血从里面飙出 我疯狂呼啸 想从地上起身 但手已经完全没了力道 人被他们手中的铁板 给死死摁住了 苏晨 陆岑英回头见了 脸色蜡白 神情惊恐而焦急 他狠意咬牙 竟然不管不顾 往回折返 陆小姐 崔先生都要急疯了 一个都不要放走 向柳之人 再次找到了 全员抓取的希望 围头之人 开始大声呼喊 正在此时 两道影子 从庞逊急闪出 三黑子和崔先生 三黑子嘶吼一声 竟然一拳 将陆岑英给敲晕 硬生生将他扛了起来 往回狂奔 有人过去拦他们 崔先生手中的八卦棍飞舞 身躯无比矫健 将追陆岑英和三黑子的人 给逼退 小竹等人想回头来救我 我冲他们大吼 想要我死 就回来救 而后 我禁止往旁边向柳的人 刀上撞去 向柳说我的人 都快下猛逼了 赶紧拎刀回撤 和会长大喊 快上绳索 小竹等人万分无奈 狠意咬牙 转身折返 我们之前预留了四根绳索 三黑子扛着陆岑英上了一根 和会长上了一根 小竹上了一根 快速上升 本来崔先生可以上一根 但为了掩护他们几人 安全离开 崔先生独自一人 像门神一样 手持八卦棍 疯狂与追来的人搏动 我见到了八卦棍王独英 拉到了极致的站立 地表最强 没有之一 以前我看三国演义 对赵子龙单枪匹马 就少主的场景 难以理解 今天见了崔先生 我才相信 这个世界真有战神 崔先生手中的八卦棍 到处是血 身上也是血 但脸上毫无表情 身躯掩护着众人窥然不动 手中八卦棍与刀剑相交 冒着火花 陆岑英等人已经上去了 吴军一根老虎爪带绳索 迅疾抛下 崔先生无比默契地手一抓 刘会长和吴军 将崔先生给迅疾拉了上去 崔先生受了重伤 身子在急速上升过程中 不断地往下滴血 脸色一片辣白 绕世如此 但嘴角微扬 露出了霸气而轻蔑的笑容 这是一位铁骨铮铮的汉子 事情讲起来慢 其实从阎王洞后 洞到搏斗 再到最后撤离 也就是短短几分钟的事情 我尝出了一口气 局已经成了 向柳围头之人 将手中的铁板 狠狠地摔在了地面 转头对下属贺道 通知外面 他们战力已经严重受损 马上启动第二方案 所谓第二方案 就是在陆岑英等人 撤离的必经口子上 进行拦截 一网打尽 可惜 这个方案也被我们给破了 他们不会从那里撤离 毫无疑问 在这次入局当中 我们的团队 发挥了顶尖水平 三个提前设定好的场面 我们全演出了灵魂 一个是三黑子在洞口 突然发现有人放屁 一个是陆岑英 见我受伤折返回来救 一个是我以死向逼 让他们走 最开始 我非常担心 这些场面演不出来 或者说 演出的效果不理想 但这些场面 又必须要出现 否则一定会引起 向柳的人怀疑 现在看来 效果非常完美 让人无比骄傲 唯一有点遗憾的是 我虽料到 向柳这次会尽全力带活口 因为无论是田家的四大五侯爷 还是我们四人 全是海爷手中的重牌 搞死我们 就等于废牌了 但没料到 向柳的人反应会这么快 也没料到 他们站立如此强悍 在最后 撤离的过程中 崔先生因此还受了重伤 围头之人走了过来 他目光冷冷地盯着我 我也盯着他 紧接着 他摘下了口罩 这是老朋友了 向柳十二护胜金刚之一成方 也就是在神农架广寒工作局 将我逼入绝境那位 看来 他现在是海爷最为得力的干将了 仔细想想 程芳这人的设局能力 确实顶尖 广寒宫那次 将我逼入了溶洞 要不是戴林突然醒来 以寒冰浮屠雕刻上古范文为导向 找出了秘密通道 当时我就栽了 这次若不是我们最后 沈将道弄明白程芳的第二套方案 我们也栽了 程芳说道 苏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我回到 幸会 程芳转头对下属说 给苏先生包扎 讲完之后 他转身离开 旁边马上有人来给我正在不断 往外流血的伤口包扎 包扎的家伙 自己刚才在打斗中也受了伤 可能肚子里有气 包扎的动作极为粗鲁 我抬手一巴掌 将他扇倒在地上 你特么轻点 这祸气得不行 立马从地上起身 想拿刀来砍我 程芳回头 阴冷地瞪了他一眼 这家伙值得停下了动作 一副憋得肚子 都要炸了的模样 等包扎好 他们将我带入了阎王洞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像柳的人用的帐篷 日常生活用品 以及一些工具 倒是有一个小型发电机 牵了电线 挂了灯泡 整得跟作战指挥师一样 他们把我送进了 程芳的帐篷 程芳倒还客气 让我做 丢给我一支烟 上次神冬架之后 海爷给了我一句话 要么从哪里跌倒 在哪里爬起 要么就躺地上去死 恭喜你爬起来了 苏先生 我到现在想不明白 你们当时怎么从神冬架逃脱的 可否指定一二 我如果说是佛的旨意 你会信吗 不信 那就没必要解释了 好 苏先生也累了 稍事休息 等忙完了 我们再聊 多谢 接下来 程芳没再理会我 他出去开始指挥人 进行撤离准备 我也确实累了 靠着休息 大概十来分钟之后 程芳将人分成了三部分 一部分下属寻山找人 一部分下属去乡里与江道街头 并在仅有的两条街道找人 另一部分将我带走 我们先是走路 来到石灰厂仓库附近 旁边停了三辆四轮车 车斗上还有棚子 我被送上了一辆车的车斗 随我一同乘坐车斗的 除了程芳 还有八人 这是有多么不放心我 车一路颠簸而行 我感觉已经出了箱 紧接着 出箱之后开了几里路 车停下来了 程芳让人将我带下车 我一看 这就是他们射卡点拦截 陆层英等人的地方 是一个废弃的大型养牛场 里面还有好些人 程芳对我说 苏先生 你的同伴此时 应该还在石山的某个角落 紧急处理伤口 但这四周的山 不是神农架那种原始森林 全是挖炸石头 形成悬崖峭壁石灰岩 既没法长久躲藏 也没法靠徒步翻越 他们要离开 只有这里是唯一出口 以你同伴们的智慧 他们深刻感知到 留下来的危险 绝不敢待山里 也不敢在乡里找地方藏 更不敢等到天亮再走 一定会在今晚快速离开 我们在这里等着他们 你们应该很快会见面 我 一直等到快天亮 还是没等到人 我听到程芳在外面 反复打了几个电话 音调显得非常烦躁 一会儿之后 程芳进牛棚来了 他的脸色非常不好 一把拎起了我的衣领子 你的同伴 为什么没有从 唯一的路口撤离 我瞪大了眼睛 别跟我演 你们是不是策反了江道 他们夫妻既没回香脸 也没向我报道 程芳是真可言 一下就反映出来 这里面可能存在问题 正在此时 有一位下属 匆匆过境了 程老大 出事了 这下属转头看了我一眼 话到嘴边 又咽了下去 程芳大声喝道 说 下属回道 老冯夫妻 真的老冯夫妻回家了 程芳瞪大了眼睛 你说什么 下属回道 旁边有早起干活的邻居 围着他们 七嘴八舌 问他们怎么回事 老冯夫妻 已经记不大清楚了 只说 被一男一女 藏进了水井里 藏了好多天 男的每天 还丢点馒头和水 给他们吃 不过邻居都大幸 嘲笑他们夫妻脑子出现了问题 因为这些天 这些邻居一直见 他们在家里正常生活 程芳的神情非常愤怒 江道梅杀了他们 下属摇了摇头 我在旁边满脸猛逼 嘴巴微张 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 程芳转头看向了我 立声说道 苏先生 我们之间最好开诚不公一点 否则相处起来会很不愉快 我向他确认道 之前给我们带路的老冯夫妻 就是你们现在口中的江道夫妻假扮的吧 要不然呢 我尝出了一口气 突然笑了 笑得极为开心 我总算明白怎么回事了 这是可真他妈狗啊 程芳的神情非常阴冷 你明白什么了 我突然无比愤怒 咬牙冲他咆哮道 我明白了 这次老子 为什么会陷入你的圈套 程芳 崔先生等人突然凭空消失 江道夫妻又没回来 以程芳的智力 他一定会怀疑 这事情不简单 如果让他继续反复推测揣摩下去 我这次主动入局的计划 很有可能会露线 我当时曾交代过崔先生等人 让他们在前往枯水井逃离之时 务必要将真的老冯夫妻给放出来 因为我要利用真的老冯夫妻 突然回来这件事 来做我们这个局最后的收尾工作 也就是 将使盆子 全往江道夫妻的头上扣 彻底掐灭成芳推测揣摩的影线 我说道 你不是说想开城布公吗 我现在来告诉你真相 你口中的江道夫妻 直至刚才 我一直还以为 还他们只是石灰厂的普通工人 当时我们还给了他90万 让他做三件事 成芳问道 多少钱 我们当时给江道的是20万 这是成芳肯定知道 故意这样讲 无非就是为了营造江道夫妻 贪钱跑路的人设 我回到 90万 每完成一件事 给他30万 成芳问 哪三件事 我说道 第一 让他帮我们探听阎王洞的安保情况 第二 让他给你们的饭菜下药 第三 我们救人从阎王洞出来之后 让他给我们带路安全离开 前两件事 在下阎王洞之前 我们一直都以为 这家伙真做了 但根本没想到他 竟然是你们的人 这王八蛋骗了我们 给了我们阎王洞安保情况的虚假消息 药也没给你们饭菜真下 才导致了 我现在被逮的状况 至于说第三件事 我们当时要求 必须带我们彻底安全离开 才能给他最后的30万 这王八犊子 现在应该正在带我同伴离开的路上 成芳听完之后 脸上的肌肉直抽搐 我嘲讽道 这对江道夫妻 现在迟迟不回来向你报道 他们肯定是在带我同伴离开之后 拿到了我同伴给他们的最后30万 鼻双飞了 成老大 你当真调教出来了一对好下属 既能做诱饵 做菊来骗我们 还能为了前骗自己的上司 这双黄蛋吃的 真特么佩服 我这次栽了 顶多就是被他们的演技 蒙蔽了双眼 比较可悲而已 但你竟然被自己的下属给耍了 简直就是可笑 哈哈 海爷让你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 你倒是从我这里爬起了 却掉进了江道夫妻的大坑 成芳脸色斗变 一把喷子猛地顶在我脑门上 给我闭嘴 我没在坑声了 拨开他的喷子 点了支烟 抽了起来 成芳转头对下属吼道 去查一下江道夫妻 从事哪里带人走的 重点看一下那个枯水井 下属闻言 迅速转身去了 没过半个小时 下属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 成老大 那对死叛徒 真的带着人从枯水井通道走了 井里还有他们撤离时的脚印 成芳听完 气得将手中的长筒茶杯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玻璃四岁 茶水四溅 他额头青筋暴突 胸口上下起伏 半晌之后 他对下属说道 第一 暗中去调查江道夫妻的下落 一旦找到 这对贪财叛逃的败类 格杀勿论 第二 此事 在湘柳内部封锁消息 绝不许外传 尤其不能让海爷知道 下属回道 明白 我们的屁股彻底擦干净了 像这种被自己下属给摆了一刀 从而导致敌方大量人员逃出之事 成芳肯定不能让海爷知道 否则 他会吃不了兜着走 成芳腹下了身 拎着我衣领子 对我咬牙说道 苏先生 海爷正在养病 你的身家性命 现在全掌握在我的手中 希望你能管好自己的嘴 威胁我 给他一百个胆 也不敢杀我 不过 却架不住这伙 可能会揍我 我不至于蠢到现在 就跟成芳硬刚 我嘴没那么碎 但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别特么动不动领我一领子 对老子客气一点 成芳冷哼一声 没搭理我 出了牛棚 对那些下属说 撤 撤是对的 现在天已经亮了 一来 此局算彻底了结 崔先生等人已经走 他们再待下去 没有意义 二来 真老冯夫妻遇见了这种匪夷所思之事 在枯水井待了那么多天 指不定天一亮 马上就去报工了 城方等人不敢再待下去 继续四轮车前行 车斗的棚子里掏了一个口子 用来透气 我瞅着外面斑驳耸立的石灰岩 心情淡定而坦然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原因在于 此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位孤独的行者 与香柳这么一个庞大怪兽 艰苦的单打独斗 尽管田家从旁提供了一些帮助 但我始终揭不开田家的神秘面纱 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哪路神仙 曾有一段时间 我甚至想拉岸上的田家下水 但田家不仅不下水 还在岸上把我摁在水底 枪了好几口 搞得我心中无比憋屈 但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阎王洞一战 田家已经向香柳亮出了明刀 我将不再孤单 思绪纷飞之间 路过之前 我们藏雅阁车的那个镇子 我顿时有点心疼 一辆崭新的车还没守保呢 就这么丢在这里了 也不知道田家人后面 还会不会来去 城方等人没往黄中城里走 而是掉头一直往东 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但出了黄中之后 他们却拉起了车斗棚子的透风口 不再让我看外面的风景了 一路颠簸 途中除了再也交放我出来 让我去接手 其余时候 一直把我守在车斗上面 也没人跟我说话 这情景 像急了当时向子群 押我去草原的情形 不过 这群人当中 没有铁憨憨那样的傻家伙 少了很多乐趣 中午停下车来吃饭的时候 他们下车去吃 却叫人给我馒头和水 我当时就发飙了 将馒头和水 全甩出了车外面 上次去草原的时候 我啃了太多的铁馒头 曾发誓 这辈子再也不吃馒头 必须信守自己的誓言 我让看守我的人去转告城方 哥们最起码要罐头和面条 城方倒还不算太过分 他来到我面前 递给我一碗泡好的方便面 和一罐肉罐头 没有新鲜的面条 只有泡面 我接过方便面 正准备拆调料包 看到泡面的牌子 说道 能不能换成白象牌 酸菜的我不爱吃 城方冷冷地瞪着我 一副马上要发飙的样子 我说道 当我没说 自从这次送泡面之后 城方再没来见我 一直坐在前面的那辆车上 不过 一路上伙食道改善不少 路过小镇的时候 他们甚至还打包了饭菜 送上车让我吃 到了第三天晚上 我在吃着盒饭 发现车也不停 一路继续往东 我感觉不大对劲了 这次我主动沦陷 目的是为了见到下喜 只有我见到了下喜 田家才能根据我的位置 找到我们两人 再采取下一步方案 共同营救我们 本来我还想 城方等人会到某处向柳基地去 等车停下来 再来考虑这事 可现在看他们一路狂奔不停的样子 我也跟城方说不上话 要是距离与下喜越来越远 我们这次可就算白折腾了 我说道 停车 你小子吃着饭 也想上厕所 我要见城方 城老大在另外一辆车休息 没空 我将盒饭猛地盖在同我说话人的头上 还用力糊了两下 上面有几块红烧肉 糊得他满脸油腻腻 黏糊糊的 眼睛都睁不开 你算什么东西 城方见到我 也要称一生苏先生 凭你也敢称呼也为小子 他们勃然大怒 全扑过来摁我 我的手因为要吃饭 没受到束缚 也不管打不打得过 反手拎起一人的头发 将他猛地往车斗外面一推 那人猝不及防 惨呼一声 竟然被摔下了车 后面那辆四轮车 差点将他直接碾死 只得紧急刹车停了下来 当然 我也没好到哪里去 被他们摁在车头里面 拳脚弱雨点 一般朝我砸下来 住手 城方来了 他们停住了手 城老大 这家伙不见棺材不掉泪 竟然敢主动打我们 我抹了抹嘴角 一出来的险 没吭声 城方瞅我一眼 对下属说道 你们先下车 下属骂骂咧咧地下车了 城方上了车斗 苏先生 你要是觉得无聊 我可以给一两本书给你看 主动找打 没这个必要 我还是没吭声 不是不想说话 而是这帮王八蛋 打得我实在太疼了 我有点差气 城方见我不吭声 起身准备下车斗 我忍疼说道 我要见海爷 城方闻言脚步顿住了 回过头来看着我 为什么突然想见海爷 想跟他当面谈谈 谈什么 生意 什么生意 军家三件神器 我可以给他 城方闻言 神情显得非常压抑 他完全没想到 我会突然主动提这件 海爷心心念念的事 办赏之后 他问道 你的条件呢 你是海爷 当然不是 不过 苏先生 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我不需要你信 替我转达海爷即可 要是我不转达呢 我笑道 我很容易改变主意 如果你觉得自己能承担不转达的后果 大可不必理会我 城方闻言 点了点头 跳下了车 开始回到自己车上打电话 一会儿之后 他回来了 海爷答应了 但他现在正治疗身体 暂时无法离开 你且随我继续往东 五天之后 海爷会亲自前来见你 我说道 请你再转告海爷 我改变主意 不想交易了 城方脸色顿时变了 苏先生 你莫不是在耍我 城方阴冷无比地说道 他眼中竟然映现出一股强烈的杀意 我吓了一跳 寻思别真的惹恼了这家伙 他要发飙费我一条胳膊一条腿 那就很不划算 我回到 与你无关 你跟海老贼把话说明白 既然他想交易 必须有来有往 现在东西在我的手里 我是主动放 但他像天王老子一样 想什么时候来见我就什么时候见我 我不要面子 城方脸上的神情稍缓 问道 你想怎样 我回到 三件神器 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我要马上 立刻 迫不及待地 见到活着的下洗 从此以后 香柳不能再对付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城方问道 其他两个条件呢 其他两个条件我也没想到 再说 这只是欺骗香柳的一种说辞而已 一时半会儿 我也讲不出来 我回到 为了表示交易的诚意 海老贼必须先做到第一点 然后我才能和他坐下来慢慢聊 否则一切免谈 城方冷笑一声 你的生死拿捏在我们手中 真觉得自己占了主动权 我笑道 来 是好汉就来砍我 城方 我说道 城老大 大家都是老中医 不要总想着给对方上眼药 这么多年来 海老贼一直不敢动我 甚至他在逮住下洗之后 也没动他 为什么他能像缩头乌龟一样隐忍 他太了解我了 但凡要是动了我身边的人 以我的暴脾气 一定会将神器全给毁了 我这第一个条件 对他来讲根本不疼不痒 一点也不过分 城方沉默 片刻之后 他说道 稍等 紧接着 他又下车去打电话了 十几分钟时间 城方再次上了车 对我说道 苏先生 海爷答应了 我心中稍微舒了一口气 接下来 我要开始躺平了 见到下洗之后 我的任务已经全面完成 至于什么时候来救 用什么方式救 不是我所考虑的问题 全部留给了云情子 我和下洗作为人质 根本做不了什么 到时配合好就行 最近牺牲了太多的脑细胞 我感到身心俱疲 靠在车上睡着了 竟然梦到了许青 在梦中 许青无比关心地问道 小弟 你怎么还没成个家啊 我说 姐 我还小呢 许青文言 格格直笑 不小了 姐姐年轻的时候 总觉得自己还小 到后来 突然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再也找不到了 成现在陆大小姐 小竹 云情子 他们都还年轻 可以多生几个孩子 姐姐可以给你带孩子 哈哈 我说道 也不让多生啊 不对 怎么还有云情子 梦到这里 我一下醒了 稀奇古怪的梦 往窗外一看 发现车队此时已经掉头往溪了 看来 城方按照海爷的要求 带我去见下喜了 幸好及时谈了条件 否则彻底南辕北辙了 我放松下来之后 实在太无聊了 开始与车上的人员斗乐 主动讲笑话给他们听 他们对我非常反感 骂我一句神经病 便不再理我 四天之后 我感觉外面的环境起了变化 身上的体感变得越来越凉 而且 车的颠簸感也不大存在了 我们来到了江省 他们翻了翻白眼 没反应就代表是 进入江省之后 来到了一个小城镇 具体叫什么名字 时间过去太久 我已经忘记了 城方让大家停下来休息 补充一下车的燃料以及食物 说接下来会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见他们弄回来的不少东西 是进沙漠的装备 无比讶异 城方见我表情古怪 到这个时候 也不打算再瞒着我什么了 他告诉我 接下来我们要去河田 我问 下喜在河田 城方没吭声 一上午的时间 他们都在准备各种物资 唯独我一个人无聊 中午时分 我突然想方便 城方派着七个人压着我去 茅房在镇子集市的边上 里面非常脏 旁边还有一群野狗 香柳的人先清场 把那群野狗也赶走 他们竟然围着小小的茅房 站成了一圈 旁边有些老百姓 神情无比诧异 估计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 守着一个人上茅房 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一句话 来人 镇要出宫 上完厕所之后 他们继续置办了两个小时的货 车继续往西而行 傍晚时分 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 比较意外的是 四轮车竟然被路上的钉子给扎胎了 扎了好几个 他们换完了备胎 还差两个胎漏着气 有人打电话给了 最近的汽修店 汽修店说 路比较远 最早要明天早上 才能送轮胎过来 城方骂了几句见鬼 说本来打算到且末去换乘越野车 结果却舍在了这里 天色又比较晚了 万般无奈之下 众人指得在小村庄里休息 城方吩咐人搭帐篷 准备在村里的开阔小广场过夜 但村里一个围头人跑过来 问香柳人是干什么的 香柳人解释说 他们是前往且末运货的 车突然抛锚了 想借小广场过夜 但围头人不同意 说今晚这里会有杂戏团来表演 村民要观看 搭了帐篷 村民就没地方看戏了 城方不想惹事 指得吩咐大家在车上休息 晚上七点半左右 一个马戏团过来了 村里非常热闹 男女老少全端着凳子 在小广场看起戏来 城方见到马戏团 好像突然想起什么 神情立马变得紧张起来 吩咐下属全体戒备 一众下属根本不敢下车 全呆在车斗里面 个个严阵以待 这是有多精神 田家有二龙湖系般这样的精英机构 我有采门门主冯婉玲这样的朋友 想必城方心里非常清楚 城方大概率认为 这个马戏团存在古怪 我多想告诉他 不要紧张 田家现在巴不得我被逮去见下血 冯婉玲已经很久没跟我联系了 无论他们中的哪个 绝不可能突然在江省乡下 出现来救人 可这话 我又不好意思跟城方说 事实证明 这就是一个无比普通的马戏团 猴子骑独轮车 便抱米花 走绳索 踩高桥 节目非常精彩 村民看得津津有味 我透过车斗的透气口子 也看了一场大戏 但身边的人却一个个紧张地额头出汗 杂鸡团演出了两个小时 全部离开了 向柳的人 方才松了一口气 村里的围头人过来对城方说 现在可以在小广场搭帐篷 城方却连车都没下 回道 不用了 当天晚上 所有人在车上过夜 我倒睡得挺香 第二天醒来 发现这帮犊子 一个眼睛通红 像得了红眼病一样 显然一晚上紧张地没睡觉 城方再次打电话给汽车修理店 电话声音比较大 我听了个真切 修理店的人在电话里对城方说 昨天晚上已经打电话去调轮胎了 但这种型号的轮胎很少 今天早上才得到消息 要从别的线弄过来 最早也要明天上午才能到 城方有些毛了 从别的线调轮胎过来 要一整天时间吗 对方回道 远方的朋友 这里是江省啊 城方 我都差点乐坏了 不到江省都没法深切体会 咱们地大物博呀 城方等人没办法 只得继续待在村里等 当天晚上 城方见众人一天一夜没睡觉 实在撑不住 又没什么意外情况发生 吩咐按上下半夜方式轮流直守 部分人去帐篷里睡觉 部分人在车斗里守着我 到了后半夜 我有些尿急 跑到田里撒尿 守我的六个人跟着我 可我刚尿完 突然觉得天旋地转 整个人倒了下去 模糊之中 我感觉有东西在舔我的脚 黏黏乎乎 痒痒的 睁开眼睛一看 整个人都差点窜了起来 小虎 他扑了过来 冲我兴奋的摇尾巴 非常亲密 我此刻正处在一个土堆里 旁边还坐着波掩 这货的头发更长了 额头满是汗珠 气喘吁吁的 显得累极了 我彻底梦了 波掩见我醒了 非常开心 撩了一撩头发 喘着气道 小猪 此情此景 我想吟诗一首 我立马打断了他 大急道 波掩 别吟诗了 你怎么在这里 波掩说 我来叫你啊 我问道 那些人呢 波掩回道 他们被我下药弄晕了呀 我脑瓜子 顿时嗡的一下 苍天啊 怎么会这样 我快要集成了傻逼 让波掩以最简练的语言 将前因后果解释一遍 波掩压根没料到 他把我就出来了 我竟然如此不情愿 顿时有些不高兴了 说道 小猪 你看不起我 不把我当兄弟 讲完之后 这货转身叫小胡走 小胡也不开心了 冲我不满地吠叫了两句 摇着尾巴 就准备跟波掩走 我赶忙拉住了波掩 大佬 我哪敢看不起你 你是我心中的江湖豪杰 地质探险家 神秘信息 沟通学顶级学者 浪漫主义诗人 崇拜你还来不及 这次我真有点特殊情况 你赶紧跟我说一下 这马屁 算是拍到位了 波掩气顺了许多 坐下来向我解释起来 原来波掩早在一个礼拜之前 就来了江省 帮一位江湖朋友 义务找人 没收对方钱 事情了结之后 他那位江湖朋友非常感激 带着波掩在江省四处逛 打算带他玩一段时间 前天 他们在一个小镇子打监 本来两人 正吃着羊肉汤呢 小虎突然开始 情绪不稳定起来 叼着波掩的裤腿 就往旁边拖 一拖之下 小虎竟然来到了 小镇外面的茅房边上 波掩和那位江湖朋友 一看茅房外面的阵势 顿时觉得不对劲了 按他们的江湖经验 判断出茅房的人 应该是被人给逮了 而且 小虎刚才那情绪 显然茅房里面的人 应该是一位熟人 他们拉着小虎 在旁边躲了起来 一会儿之后 见到我牛气 轰轰从茅房出来 一副帝王刚解完手的样子 波掩人都傻了 没想到在这里还会碰到我 他见情况不对劲 赶紧给小竹和三黑子打电话 但小竹和三黑子的电话 却一直关机 无奈之下 他们决定跟过来看看 波掩两人发现 城方等人一直在置办东西 好像车要进沙漠 而我却一直被关在车斗里 再没出来过 要说波掩真是够一起的 他决定救我 但凭他的力量 肯定办不到 于是 波掩请求自己身旁的江湖朋友 务必帮忙 这人是江省本地人 本来就欠着波掩的人情 二话没说 说去找人弄一点东西来 一个小时之后 这位江湖朋友回来了 还带了一位小镇本地的朋友 他告诉波掩 弄了一点药 死不了人 但能把人搞晕 紧接着 那位小镇本地朋友 装着去店里买烟 热情地跟店家打着招呼 此时 城方的两位下属 正在这家店里买矿泉水 本地朋友 见店家忙不过来 赶紧过去帮忙 在这个过程中 他用微小针头 将要注射了 进了塑料瓶子 整整一箱矿泉水 不换管换布菌 每瓶注射了一点 雨露均粘 而后 波掩和自己那位江湖朋友 开始一路跟 他们认为 这一箱子矿泉水 这些人总有要喝的时候 一旦他们喝了 哪怕晕了三分之二的人 他们也可以想办法来救我 实际上 即便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 以波掩两人的实力 也就不了我 此事主要怪城方 有一点强迫症 这货在指挥队伍行进的过程中 吃的罐头 水 面 要求必须一箱一箱全部用完 才能开下一箱 而今天晚上 刚好我们喝到了 波掩让人注射了药的那一箱矿泉水 人全倒了 波掩说 小猪 我们担心被他们发现 一路上根本不敢跟太紧 一直相差几公里跟着 主要还是靠小虎的嗅觉来指路 我朋友的车 就在五百米之外 咱们必须赶紧过去 我寻思这下玩犊子 好心办坏事了 对波掩不顾危险 一起来救 我内心万分感激 可问题 现在我不是走的时候 情况万分紧急 我问道 波掩 你们的药 能够维持多长时间 波掩撩撩头发 神情无比嘚瑟地说 我朋友说 大概两个小时 但有这时间足够了 我们早就逃之夭夭 我问道 现在离他们晕倒过去 多长时间了 波掩说 一个小时啊 我见你晕倒之后 把你从树林里拖出来 给你喂了点解药 背到了这里 花了不少时间 可累坏我了 我又问 你们这要吃了之后 多长时间会发作 波掩回道 好像也要将近一个来小时吧 我算了一下时间 已经不大够了 忙问 你身上还有药吗 波掩神情疑惑不已 小猪 你啥意思 我说道 波掩 有些事情 我不方便向你解释 但这次我不能走 因为我 还有事情没做完 简单点说吧 我必须得回到他们身边去 你赶紧把药给我吃点 我们回去 然后你去把他们身上 值钱的东西全给薅了 营造盗贼下药偷东西的假象 你和你的朋友赶紧离开 波掩 他抬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小猪 你是不是被他们给打傻了 怎么说这种胡话呢 我大急道 你相信我 这些人根本没本事逮住我 我这次逮住 其实有自己的目点 波掩赶紧来摸我的身子 我吓了一跳 问他想干什么 波掩也没吭声 一只手在地上写道 你身上是不是有监听器 我哭笑不得 真没有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 大哥 你想想看 在神冬驾广寒宫那种绝境 他们都没本事干了我 以我的本事 怎么可能会出事 此话一出 波掩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眼睛转了两转 拍了拍额头 对呀 小猪你的脑子好用 我怎么把这茶给忘记了 我冲他无比郑重地点了点头 波掩赶紧拿了一个蓝色的小药片 倒在水壶里 摇匀了 让我吃下去 我让他多来一点 波掩又加了一片 不能再多了 再多你身体会受不了 我一咕咚 全给喝了 两人迅速返回 在路上 我问波掩 小虎在镇子里碰到我 算是大巧合 但后来他们带着我离开 车速度很快 你们相差这么远跟着 全靠小虎来跟踪我的气息 可我记得你说过 小虎找人 要么和人长久私混 舔了对方身子 获知了信息 要么是吃了烧成灰的那一裤 这两点他最近都没对我做 怎么还能跟上我呢 波掩闻言 嘿嘿一笑 我见他笑得古怪 便问他笑什么 波掩忙不迭地罢手 没什么 没什么 我满脸犹疑地看着他 波掩见状 说道 我说了 你别笑话我 我无语道 我没那么无聊 波掩脸有些红 不好意思回道 我偷了你一条内裤 我吓得立马跳了两步 像看二货一样瞅着他 我记得从神农架下来之后 自己确实少了一条内裤 也不知道丢哪去了 感情让波掩给偷了 这家伙怕不是有毛病 波掩说道 我草 小猪你别误会 我对你没任何兴趣 我当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就是想知道 小猪以后会去哪 但小虎舔小猪的气息 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远不如吃贴身衣物气息来得长久 可我总不能去偷小猪的那一裤 他天天跟你在一起 我只好偷你的了 我 他这是有多喜欢小猪 我拍了拍他肩膀 兄弟 我懂了 波爷说 理解万岁 两人回到了刚才我撒尿的地方 波爷开始摸他们衣服里面的钱和首饰 这货的手有点发抖 我问他 为什么这么紧张 波爷说 因为我从来没偷过东西 摸完这几人 我们又去摸帐篷里的那些人 临走之前 我把自己身上的钱 也给他了 波爷说 这钱和首饰真的不老少 怎么处理 我回到 给你那位在外面车上 等我们的朋友 作为酬陋 如果还有钱剩 用来给小虎加餐 从四菜一汤 变成八菜一汤 然后再给他找一个配偶 小虎似乎能听懂我的话 冲我开心地费了两句 波爷向我抱拳 小猪 讲究 一路保重 我说到 一路保重 波爷和小虎在夜色之下 迅即走了 我赶紧回到了之前撒尿的地方 为了装得像一点 还特意在身上滚了点尿液 大丈夫做事 不拘小劫 我闭上了眼睛 等待着再次晕倒的到来 我一定要在他们醒来的时候 自己还晕在地上 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相信我也是受害者 如果他们醒来 我也醒 或者比他们更早醒 这事情就讲不大清楚了 所以 我很担心 在他们醒来的时候 自己还没真晕 以成方的脑子 他可能会觉察出 这里面有啥问题 万一他拿刀扎我两下 是是我真晕还是假晕 我很难保证自己的嘴巴不叫出声 一旦嚎叫起来 他肯定会发现我在装晕 到时就露线了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我听见有人过来了 估计帐篷里面的人 身体素质比较好 醒得快一些 而我身边的这些货 还在晕着 去看一下情况 成方的声音有憋屈 气氛 也有见到我还没有逃离之后的一丝庆幸 紧接着 有人来 开始查看我们的呼吸 检查我们的身体 成老大 全晕了 他们身上的钱也全不见了 成方说道 去把性素地打一顿 身子扎两刀 试试他是不是装的 我特忙 真是怕啥来啥 这次可真的太谢谢波爷了 我要是落下个三长两短 今后非得让波爷给我养老送终不可 我内心紧张的一批 告诫自己 千万要忍住 雨点般的拳头 开始朝我袭来 万幸的是 也许是吃了两片蓝色小药片的缘故 效果来得非常猛烈 我头晕目眩 很快就人事不醒 等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人已经回到了车斗之上 成方等人在我旁边 正冷冷地看着我 我感觉自己的胳膊上和大腿很疼 低头一看 果然 各被扎了一刀 上面还包扎了绷带 等着吧 成方这个犊子 逮住机会 我一定让他跪下来喊爹 我揉着脖子 神情非常痛苦 怎么回事 成方冷哼一声 你干的好事 我 成方突然站了起来 神情无比愤怒 匕首架在我的颈脖子上 你朋友已经被逮了 你故意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到底什么目的 我心中顿时一惊 薄爷他们被逮了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没吭声 冷冷地看着成方 脑海却在飞速地转着 短短几秒钟 我坚定了信心 他们不可能被逮 哪怕我不相信薄爷的本事 也应该相信小虎的本事 在神农架山里 小虎能感知危险 可以制斗像柳一帮孙子 有他在薄爷身边 他们怎么可能被逮住 成方这小子 肯定是觉得集体晕倒这事情有古怪 故意再用话诈我 我吴语道 你特么有病 成方转头对下属说道 去把那群家伙给带过来 几位下属文言 立马跳下了车斗 成方将匕首对准了我的裤裆 咬牙切齿 我刚才已救大家晕倒 这是寝室过海爷 海爷说你很不听话 让我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只要别弄死就行 我现在给你五秒钟考虑的时间 五秒之后 你要不说出实话 我会立马让你变成死太监 我干脆动手解自己的腰带 来 动作麻利一点 不然伤口容易发炎 成方脸上肌肉直抽搐 这货刚才那句话一讲 我更加确信他在狂我 因为他吩咐下属 去把那群家伙带过来 从人的口语习惯来说 三人才能成裙 人数不多 一般不会用裙子 波爷顶多两人一狗 如果他们真的被逮了 成方不大可能这样用词 眼见我内裤都要脱光了 成方变脸了 皮笑若不笑 苏先生 开个玩笑 我们之前都被人给点了 身上钱也全被投 不过你放心 这狗贼胆子这么大 赶在我们头上动土 这口气我一定会戳 讲完之后 成方收起了匕首 就想下车抖 我一边系上腰带 嘴里大声喝道 站住 成方转头 我指了指胳膊和腿上刀扎的伤口 这怎么回事 成方说 你昨晚被偷东西的狗贼所伤 话还没讲完 我猛地一脚踹了过去 成方猝不及防 整个人翻下了车头 摔得七荤八素 那些下属根本没料到 我身上到处是伤 连动弹都困难 竟然还有胆子 向他们的老大动手 猛了一下之后 这帮独子立马将我摁抖 准备打 我大声说道 姓成的 你特么当我傻子 狗贼不同你们专筒我 你最好 让这帮王八蛋 现在搞死我 抬着老子的尸体 去跟海老贼谈判 否则 你特么就是驴日的孬肿 此话一出 成方喝道 住手 他是真的怕惹毛了我之后 对谈判之事反悔 如果那样 他在海老贼那里 根本没法交代 一众下属刚打了两拳 正姓头上 只得气呼呼地住手了 成方摸了摸 自己额头上磕出的血 看了看手掌 脸色铁青 转身离开了 到了早上 气修店的几个人 送轮胎过来了 安装好轮胎之后 向成方要钱 可这些家伙身上 已经没钱了 问能不能欠账 气修店的人 脾气也不大好 直接没吭声 立马就要卸轮胎 还要把他们 原来没坏的轮胎给卸了 时间已经耽误挺久了 在这村里 他们又不能动手 成方不想 路上再出什么幺蛾子 只得抵一辆车 四轮车给他们 说到时候 派人送钱过来 再把车从气修店取走 气修店的人 骂骂咧咧地答应 开着一辆四轮车走了 三辆车 变成了两辆车 汽车亡且莫开 虽然他们至今不知道 昨晚为什么突然会晕倒 但一路上 他们也不敢再吃东西了 将购买来的食品 全给丢掉 一整天 汽车狂奔 没吃没喝 把他们弄得叫苦连天 真是够悲催的 到了且莫 来到了一个农庄 成方去见到了 香柳一位同伙 这家伙独自一人 专门在这里弄和田玉的 等于香柳一个中转站 成方终于把车给换了 再次补充了物资 对新补充的那些物资 成方还特意检测了一下 确保里面没任何问题 休息了一晚上 往和田进发 这个时候 他们便不再 让我看外面的风景了 车也开始走得慢了起来 一天一夜之后 车停了下来 下属贺令我 下车 我艰难递下了车 此处是一个戈壁 什么感觉呢 大话西游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就是开场 周星驰扮演劫匪之时 那种戈壁 前面是一个戈壁洞 他们压着我进去了 在里面穿过了几道防守 我进入了一个岔道口 再往前走了一段距离 里面是像牧师一样大小的地方 大概三四十平方 洞壁上布满了壁画 壁画已经比较斑驳了 但残留下来的话 色彩却很多样 内容也非常丰富 里面比较黑 我见到一盏洋油灯 直灯之人 正站在壁画前面 聚精会神的戒灯 瞅着那些画 他听到外面有动静 转过头来 手里的洋油灯 往我的方向靠了靠 等看清了是我 这家伙先是愣了一下 而后 他打量我身上各处血迹斑斑的伤口 神情显得不可思议 脸上肌肉抽出了两下 接着骂了一句 傻逼 这货是夏喜 紧接着 夏喜没再理会我 转过头 继续拿洋油灯去看那些壁画 一路奔波 我身子又到处是伤 觉得非常累 见到旁边有一张小木床 便躺了下去 点了一支烟 夏喜转头见我在床上 躺着悠闲的抽烟 神情恼怒 突然一脚踹翻了小木床 这木床很小 非常不牢固 我猝不及防 整个人从床上翻了下来 身上的伤口硬碰硬摔在地上 疼得我几近晕厥 眼冒惊心 夏喜说 傻逼没有资格睡觉 带我缓过进来 我从地上起身 晃了晃脖子 发出咔咔的响动 夏喜一见 脸色顿时变了 退后了两步 你别乱来啊 君子动口不动手 别乱来 我像狼一样扑了过去 夏喜吓得撒鸭子 就往外面跑 但歌洞壁门口有人守着 他们脸色非常冷峻 手中家伙时 对准了夏喜 夏喜这货 只得再转身在洞里打圈 我一脚绊了过去 这货转身 抡起旁边的木棍 来翘我的腿 夏喜有点功夫 但在我眼里 就是渣渣 三脚猫功夫 还敢负于顽抗 我连回撤都不需要 脚尖直接转向 踢向了 他拿木棍的手腕 他果断撒了棍子 身躯一躲 往地上开始滚逃 我对着他的屁股 猛地一脚踹过去 哎呦我草 夏喜摔了个狗吃屎 他想爬起来 但我已经扑到了他身上 忍耐着撕扯伤口的疼痛 抡起拳头 就像他狂揍 你小子玩真的 夏喜一边挣扎 一边哀嚎 我当然要玩真的 这货从认识我之后 从来没跟我讲过实话不说 近段时间 我出生入死 前往神农架救他女人 转战魔都 替他取神器 为救他宁清两省作局 主动入瓮 哥们全身伤痕累累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 这货被关押的位置 结果一见面 骂我傻逼不说 竟然还不让我躺 我将一肚子的气 全撒在了他身上 鲁提侠全打下关系的既视感 外面守我们的货 也不管我们 就站在外面看着 欣赏一部武打片 脸不要打 老子靠这玩意儿吃饭 卧槽 发型也别搞乱 你疯了吗 下手这么重 大哥别打了 我使要出来了 我错了 五六分钟之后 这货坑不了声了 一来他无比绝望 知道求饶也没用 二来这货被打得脑瓜子发猛 也讲不出话 我也解气了 最后狠狠踹了他两脚 放开了他 这货在地上蠕动了两下 估计已经叉气了 动弹不得 我回到了床边 继续靠在床头抽烟葛优糖 十几分钟之后 下戏终于从叉气中恢复过来 从地上起身 帅气的脸鼻青脸肿 原本一丝不苟的发型 像鸡窝一样乱 鼻孔还流着血 他朝地上脆了两口血 瞅了瞅我 一抹鼻血 朝我走了过来 我以为他不服 要来干我 谁知道 这家伙过来将我嘴里的软玉锡给拔了 掏了一根滑子出来 塞在我嘴里 给我点着 喷着鼻血 苏神 以你的身份 比较适合抽这烟 不会拉嗓子 而后 他自己一屁股坐地下 也点了一根 边飙鼻血边抽烟 老子但凡要能活着出去 高低得拜师学武 我见到这货滑稽而憋屈的样子 实在忍不住 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下戏脸上肌肉直抽搐 狠吸了两口烟 你特么笑个屁 等我武功练成了 下山第一件 先剁你狗头 我懒得理他 这货想了好一会儿 问道 你觉得松山怎么样 天下武功出那里是不是真的 真假不知道 但三黑子就是从那里出来的 他从小就练 但大概率打不过我 小猪丫头 你总打不过吧 我花点钱 成为索命门金主 学几手竹刀片的绝招 偷袭 弄死你 我跟小猪没真打过 估计半斤八两 你半斤他八两吧 承认自己垃圾是人成熟的主要标志 别自欺欺人了 你要是真想学 不如拜变武为师 老五 他都不一定能打过我 但他能跑啊 学打人不如学逃跑 省得你老是被人像年猪一样逮住 任人宰割 下戏戏了戏不断往下流的鼻血 神情非常不屑 你这狠起来 连自己都一起骂 确实佩服 我寻思哥们可不是猪 要不是为了来救你 海老爷暂时还逮不住我 江湖人称逃命苏 可不是白叫的 但外面有像柳的人 这话我又不能说 只能冷哼一声 下喜问 你最近是不是喝了很多假酒 我回答 你知道我不大喜欢喝酒 下喜闻言 神情很恼火 将烟头狠狠地摔在地上 你没喝假酒最坏脑子 怎么还能被板凳小王子给抓住 我问 板凳小王子是谁 下喜回到 成方啊 在乡流 有我的存在 他永远是替补习的板凳王 啥事都不干不了 老子出事之后 海老贼竟然让这家伙 披挂上阵 打上主力了 当真是背力不在 阿猫阿格都能称为球王 一代不如一代 我无语道 你这入戏挺深啊 下喜冷哼了一句 演员吗 我将烟头掐灭 把我从宁省抓单 眉毛开始 怎么彻底沦落至今 简要地讲了一遍 当然 讲的过程中 我丝毫没提示 主动做局来此之事 强调这次纯粹是 马前尸体 下喜听完之后 彻底傻了眼 下喜没发表任何评论 做地上一个劲的抽烟 似乎在思考什么问题 戈壁洞里面 死一般的沉默 我倒希望 他能想出什么端倪 方便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但下喜却好像 对此没什么看法 倒也正常 这个局像齿轮一样 犬牙交错 反复纠缠 一时半会儿 怎么可能 想通其中的诡异之处 半晌之后 下喜 冲我笑了一笑 我问 你笑什么 下喜说 没什么 老子不流鼻血了 正在此时 外面的人对我们说道 开饭 我们跟着他们走了出去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 相有的人不对我们 采取任何措施 既不捆绑 也不拿家伙石逼着 任由我们自由出戈壁洞 甚至到了外面 也没人管我们 我们像正常人一样去打饭 蹲在地上吃 下喜见我神情好奇 解释道 看到没 这四周全都是漫漫黄沙 我们两人身上没有食物 不知位置 坐标未知 信号全无 不跟着他们 我们就算跑也得死 所以板凳王子 给了我们最大的自由 我问道 这是哪里 下喜回道 塔里木盆地呀 我惊道 不是和田吗 下喜说 前些天我确实在和田 现在不在了 有毛病吗 我脑子振振发臭 倒不是说位置 突然发生了变化 而是现在 我们来到了塔里木 有两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第一 是我虽然不知道 田家通过什么手段 能以我的位置 来或是下喜的位置 但归根结底 无外乎就是两种方式 一种类似监控监听的科技手段 一种是类似波炎那种江湖手段 可无论是其中哪种 一旦来到了塔里木沙漠当中 全部都会失效 监控监听不用说了 沙漠里在牛逼的科技手段 等于废东西 要不然 也不会有那么多科考 或者探险人员失联 这些人赶进沙漠 技术手段 无疑都是最先进的 至于说江湖手段 沙漠里的气候多变 进入了沙漠 哪怕互相之间距离只有几公里 受流沙和气候的影响 可能几个月都找不到对方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田家外面的营救手段失效 一切只能靠我和下喜两个人逃出来 但目前这种状态 我们两人在沙漠里 什么都没有 不依靠湘柳德的人 连活都活不下来 敢擅自逃 等于就是主动去投胎 我不知道 海爷是否识破了田家的计谋 但不管他有没有识破 湘柳将我们逮到这个地方 无疑是万无一失的做法 如果下喜被逮在其他任何地方 我和田家这个局也成功了 但现在突然来到了沙漠 等于说 我们之前费尽巴拉来到这里 现在几乎全是无用功 一记重拳打了过去 打在了棉花之上 当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下喜见我不吭声 说道 吃吧 吃饱了好走路 我问道 去哪儿 下喜说 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呀 找秋辞古佛国 秋辞古佛国 秋辞国为古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汉朝时属西域北道 这个国度最早出现在班固的 汉书中 秋辞国都沿城 齐国东通燕齐 西通姑墨 北通乌孙 因为信仰佛教 历史上为赫赫有名的古佛国 秋辞国在最鼎盛时期 江域曾以库车绿洲为中心 北枕天山 南陵大漠 西域舒勒街 东宇燕齐为零 地理位置处于塔里木核心区域 文化上 它还是四大文明古国 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处 足见当年秋辞古国文化的多样性 复杂性和繁华性 到了十一世纪 秋辞古国受到喀拉汉王朝的攻打 开始衰落 十四世纪 查克台汉兔黑鲁天木尔 对秋辞佛教进行强烈打击 佛文化萧条 庙语被毁 僧侣被杀 经典文化焚毁 千余年历史秋辞文化被破坏殆尽 一代佛国从此彻底再引入历史尘埃之中 我皱眉道 不对啊 秋辞国的都城 在库车皮郎啊 现在城墙遗址还有 而且经过了考古定论 要找秋辞古国 直接去库车就好了 去塔克拉玛干沙漠做什么 下喜喝了两大口稀饭 摸了摸嘴巴 反问道 秋辞古佛国 是不是十四世纪被灭了 对啊 库车皮郎的遗址没错 那是十四世纪之前的 秋辞古佛国的都城 假如说 秋辞古佛国被灭国之后 一批僧民逃亡进入塔克拉玛干 建立了一个新的古佛国呢 胡说八道 我根本不信 一来 历史对这段根本没记载 二来 塔克拉玛干沙漠 怎么可能建立国家 下喜明显看出了我心中的疑惑 解释道 一批逃亡的佛国子民 害怕再遭到迫害 低调到了尘埃 怎么会留下直言片语 如果历史有记载 他们还去找个屁 直接抱个旅行团去旅游 不就结了 塔克拉玛干确实是沙漠 但在历史上 是否存在曾有一片 给人生存栖息的绿洲 后来再淹没于 漫漫黄沙的可能性 半晌之后 我问道 他们又发现了什么 下喜回道 吃完饭 咱们先进去看看壁画 我再给你解释一下 等我吃完饭 下喜将饭盆给丢了 这货站在了一个高处 满脸苍凉 而忧郁地往着戈壁滩 风吹起他的头发 显得潇洒而飘逸 下喜发神经一样 仰头大声说道 摩尔根曾说过 塔里木河流域 是世界文化的摇篮 世界文化的钥匙 遗失在了塔克拉玛干 找到这把钥匙 世界文化的大门便打开了 古今中外 塔克拉玛干为考古 探险者 寻宝者心目中圣地 向着这一片圣地 勇敢前进吧 小吃老们 向柳的人听了 拿喷子对着下喜 滚回去 下喜朝他们催了一口 一群没文化的东西 他转身进戈壁洞 我也跟着下喜回去 到了戈壁洞的门口 下喜问 苏子 你觉得这个洞如何 我回道 挺好的 下喜文言 满脸无语 啥玩意儿挺好的 我是问你看出什么来了不 刚才来得比较着急 进去之后 又跟下喜干了一仗 我还真没认真观察过 戈壁洞的情况 他这么一说 我开始注意起来 端向了好一会儿 我发现了异常 戈壁洞四周全都是沙土 但上下沙土的颜色不一 明显上面的沙土更干燥 而下面的沙土稍微潮一些 我反问道 刚挖出来不久 下喜笑道 要不说你脑子好用呢 确实是刚挖出不久 还不到一个礼拜吧 你再看一下 这个洞原来是做什么的 我问道 寺庙 下喜神情非常讶异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回道 洞壁虽然被沙子给覆盖挺久 蒙上了一层土 但底部土黄色的建筑痕迹 仍有一息残留 这种颜色的建筑 在古代要么是衙门府邸 要么是寺庙道观 咱们国家大部分区域 处于北回归线以北 所以 但凡住人的房子 要那气采光 都会按照做北朝南的格局布置 如果是衙门府邸 也一定会按照此朝向来设置 但这洞口却朝西 独吞西北风 证明里面不是住人 排除衙门府邸 寺庙大门设置 则东南西北都可能有 取四大揭空之意 如航市金山四门朝西 京都大厥四门向东等 这洞口朝向符合寺庙的特征 洞壁里面的话 虽然我还没仔细看 但属于典型佛教绘画技巧 又可以排除道观的可能性 只剩下了寺庙这个选项 夏喜翻了翻白眼 你说 你这样活着 会不会很无聊 我问道 怎么无聊 夏喜说道 人家推测论证 花上不少时间研究 再得出结论 好歹有一点乐趣 你这么瞄上一眼 什么都出来了 有意思吗 好比女人 她傲娇老半天 我勾搭良久才拿下 那种刺激非同寻常 你朝她一勾手指头 人家就上床陪你 是不是挺没劲的 我回道 应该也挺有劲吧 夏喜哈哈大笑 拍了拍我的肩膀 苏子 你现在的人生理念 跟我差不多了 我问 你什么人生理念 夏喜说道 八个大字 贪财好色 一身正气 我 湘柳的人 见我们在洞口聊个没停 拿着喷子对准我们 快滚回去 我们只得老老实实 回到了戈壁洞里面 夏喜点起了洋油灯 照着壁画让我看 我开始仔细地看 这些壁画 但看了老半天 没看出什么东西 因为壁画全是一幅幅的风景 好像旅游景点一样 而且不少画斑驳的不像样子 里面也没有人物 瞅不出有任何故事 或者说 这些风景里面 有什么独特的寓意 我看不出来 唯独可以肯定的是 这是很典型的佛教话笔法 奇怪的是 这些画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但一时半会儿 却又想不起来 也许是一种错觉 我对夏喜说道 你还是直接说吧 夏喜说 明代宗早期 樱花国一位 名叫七公引伯的 狂热佛教爱好者 来咱们这里学习 他对枯字佛文化 非常感兴趣 曾多次前往库车考察 彼时 古秋辞国已经被灭国 境内佛文化 几乎全毁于一旦 但七公引伯 通过各种蛛丝马迹 做了一个惊天的推测 古秋辞国王子 在被灭国之前 曾带领一支僧民队伍 佛教经典 以及国库金银珠宝 暗渡陈仓 前往塔克拉玛干 沙漠的深处 建立了一个影视佛国 有了这发现之后 七公引伯 曾七次进入塔克拉玛干 寻找这个影视佛国 但一无所获 可到了第八次的时候 七公引伯 终于找到了这个影视佛国 我问 然后七公引伯 留下了类似 《桃花元祭》一样的典籍 这典籍一直在樱花国 从未面试过 香柳的人 在机缘巧合之下 取得了典籍 如获至宝 紧接着 他们根据典籍来沙漠 寻找这座沙漠中的 秋辞古佛国 下喜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我回到 废话 奇闻一指 小说 电视剧 不都这样编吗 这叫故事的张力和猎奇感 不然怎么吸引粉丝 下喜无语道 这你也懂 我说道 陶渊明教我的呀 下喜说道 可以啊 没上过学还对陶渊明 不是 我跟你扯着毒子干嘛 七公引伯的事 可不是小说故事 这是真的 他留下了一本 《七公诗集》 里面有六十多首诗 我问 诗集 下喜点了点头 对 七公引伯 是一位忠实而狂热的 佛教文化爱好者 他发现秋辞古佛国之后 是其为世间唯一净土 之所以不明显进入路线 就是担心被别人发现之后 打扰佛国净土的宁静 但他又害怕自己 再也找不到秋辞古佛国 所以非常隐晦地记载在 《七公诗集》里面 怎么隐晦呢 《七公诗集》里面一共六十七首诗 描写的全是当时 大明各地的著名风景 其实 每一个著名风景 分别代表了一座明朝的城池 而将这些城池连成一条线 就是进入 《枯辞古佛国》的最便捷路线 谁曾想到 《七公尹博》写成诗集之后 就得了重病 临死之际 他将诗集交给了后人 并告诉他 后人关于诗集的秘密 一直代代相传到现在 他的后人现在成为了一个 整天逛清酒馆的老酒鬼 压根不信这玩意儿 他身上没钱了 便将诗集卖给了香柳的收藏员 并告知了祖上 关于这本诗集的故事 我皱眉问到 香柳的人信了 夏喜说 开始不信 只是把这玩意儿 当成一本明代诗集来着 但香柳这帮孙子当中 有一位专门研究明史的家伙 他无意中见到这本诗集 听到了来源故事 拿着诗集里面诗来翻译研究 竟然发现 里面诗集首饰描述的风景 跟大明朝当时部分城池的 著名风景一模一样 还真的能连成一条直线 他把这个发现 迅速上报了海老贼 以海老贼的敏感 他能不重视吗 老家伙立即组织了一个团队 进行研究 并坚决对外保密 但由于明代很多城池的地标性建筑 风景到现在都已经全消失了 研究工作进展困难 整个团队根据诗集 琢磨了七八个月时间 方才将六十多首诗给研究透 总线路是从灰城一路往西进发 一共途经六十七座城池 最后到达塔克拉玛干 一个叫乌霄的地方 而这个乌霄 就是当时隐世无人所知的 粗瓷古佛国所在地 我太阳学隐隐作腾 海老贼真是不简单 但凡有一点线索 就紧抓不放 还真的被他给研究出来了 但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问夏喜 假如说这玩意儿 只是七公引伯喝大了之后 一迎出来的一个佛国净土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呢 夏喜回道 你能想到 海老贼自然能想到 所以他进行了求证 我问道 怎么求证 夏喜解释道 六十七座城池 其中最后一座 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的乌霄 也就是扩瓷古佛国的所在地 其余六十六座 理论上应该全是明朝城池才对 但没想到 道鼠第二首寺 描述的却不是城池 而是一座寺庙 当年七公引伯 从秋子古佛国出来 曾经过一座大门朝西的寺庙 叫西光禅寺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这寺庙还有点典故 据说当年一只去西域经商的驼队 在此处遇见了沙尘暴 一队人马差点全死了 但西边突然出现一道霞光 指引着他们逃出了升天 商队做完生意之后 曾共同集资 来到当时出现霞光的地方 建了一座西光禅寺 后来也没再管它 属于那种无人看管的沙漠孤寺 七公引伯来到这寺庙歇脚 在墙壁里画了画 他当然不是画 秋子古佛国的城区风貌图 毕竟他生怕别人去呢 这家伙画的是 自己这次找到秋子国 所录过城池的标志性风景图 一来 他对进入 苟子古佛国的线路 进行一次总梳理 并根据图上的风景 在寺庙里写下了七公十集 二来 他在西光禅寺墙壁 寻找秋子古佛国的自己后人 但凡见到了墙壁上自己的话 没走错路 大胆一直往前走 我问道 等于说 七公十集 为寻找古佛国的呼叫秘店 而西光禅寺壁上的图画 为应答信号 下戏点了点头 可以这么理解 海老贼根据最后一首诗里面 关于西光禅寺的描述 派人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 查找了不少 当时明朝骆驼商队相关古籍 终于确定了这座寺庙的大概位置 组织高手进行了挖掘 竟然在漫漫黄沙之中 真的挖出了这座深埋于地下的破败寺庙 经考证 寺庙上建筑 壁画 位置以及笔法 与当年七公尹博之事完全吻合 铁证如山 足以证明七公尹博当年前往的那个影视净土 古佛国真实存在 我良久不吭声 论专业精神 真的应该佩服海老贼 自自以求 不达目的不罢休 一个历史上影视古佛国突然被发现 意味着什么 有人可能会说 意味着沙漠里埋藏着的大量古佛国古董宝藏 被香柳给攫取走 这只是一个层面 更高的层面是 自己的历史遗存 被别人揭秘发现不说 东西还被别人给悄悄弄走了 这是整个考古 古玩 甚至盗墓界的奇耻大乳 我点了一支烟 狠狠地抽了起来 半晌之后 我问道 这事情 他们也不瞒着你 吓起笑道 还瞒个屁啊 我现在都成了他们眼中的一条死狗 他们什么都不避讳我 太特么侮辱人了 不过现在 又多了一条死狗闯进来 所以我才觉得 你是大傻别 我从下席眼中 看到了杀意 这货的心思 我完全明白 反正他都已经是砧板上的死狗了 这次他无论如何 都会豁出命去干一票打的 绝不能让香柳这帮独子得逞 但我突然被逮来了 下席肯定非常绝望 他这个药包在壕口里炸了 也就炸了 但我这个药包 也在同样的壕口里炸 没作为后续的攻击力量 不值得也没任何意义 事已至此 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现在我们能不能出去 已经不是主要目的 把香柳 基于秋辞古佛国之事给废掉 才是最重要的 我又问 就这么一些人准备进沙漠 下席摇了摇头 没有万全之策 他们不会进去 但现在他们应该准备差不多了 骆驼 向导 以及顶尖的佛教专家 今天晚上应该能到 我拍了拍下席的肩膀 不要慌 哥来了 天很快会亮 下喜笑道 就特么欣赏你这种 死到临头 还不忘装逼的性格 旁晚时分 外面的人又对我们喝道 开饭 我们离开了戈壁洞 到外面一看 天地成片金黄 如神手泼墨 层层叠叠地 染得整个世界 充满了迷离而温暖的色彩 这是塔里木 无比美丽的沙漠世界 而一群恶心的蛆虫 却准备着向他蠕动 我们正蹲地上吃着饭 远处马蹄飞扬 随着焦鹤声振振 一位身着木鸣长衣 大眼睛 小麦肤色 五官相当秀气 英姿飒爽的年轻姑娘 正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马 朝我们奔来 她背上还有一把弓箭 夏喜正正地瞅着这姑娘 嘴里说道 卧槽 我问 怎么了 夏喜回道 没什么 这两个字表达了我对一位姑娘的最高赞美 这位姑娘快速翻身下马 大大的眼睛瞅着我们这群人 毛子里充满了好奇 成方赢了上去 阿米娜姑娘 辛苦了 阿米娜的普通话挺好 她摸了摸早红马的码头 问道 你就是成老板吗 成方回道 是的 紧接着 他们开始聊了起来 通过他们的话语 我得知了一些情况 这位阿米娜是达里亚布依人 达里亚布依人是一只非常神秘的人群 主要居住在沙漠腹地的克里亚河 以放牧为生 属于大漠深处的半游牧半定居人群 关于达里亚布依人的来源 有很多种说法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 一是他们为阿里地区谷歌王朝的后裔 为了躲避战乱 翻越昆仑山来沙漠深处建设家园 二是 他们是两千前神秘消失古楼兰国的一只 属于西汉时期弥勒国人后裔 三是 他们拥有古丁林人的血脉 等等 具体是哪种 当时我也没什么特别的看法 但在若干年之后 我见到有人 在网上复原了楼兰公主的模样 感觉达里亚布依人应该属于第二种 因为阿米娜的长相 真的与楼兰公主非常相似 阿米娜家 又属于神秘达里亚布依人中 比较特殊一种 她家为世代驼队家族 不定居 祖先就是专门给前往西域驼商带队的 只负责向导的活 别人进沙漠去干什么 一概不管 当地的图语称他们弗勒西 翻译过来为沙漠里的精灵 不过 现在很少有人要这种带队的向导 阿米娜家主要卖骆驼 平时也不太与外界交往 可不管怎么说 阿米娜身上的血脉基因还在 秋子古佛国所在的位置乌霄 在大漠之深处 当地被称之为诅咒过的沙海 根本没人敢去 香柳经过千辛万苦寻找 可算找到了这位阿米娜 她曾在15岁那年去过 骑着一匹家族吉祥的白骆驼 这姑娘今年刚满18岁 成方对阿米娜说 我们这批人准备进去探险考察 不知道阿米娜的骆驼 准备得怎么样了 阿米娜性格很单纯 闪着大眼睛问 你们真的打算把我家的骆驼 全买下来吗 成方点了点头 是的 不仅将你们家的骆驼 全买下来 阿米娜姑娘 只要带我们安全进出 我还会给你一笔大酬劳 阿米娜摇了摇头 我不需要酬劳 你们能全买下骆驼 我就很开心了 无效我去过 我和白爷爷 一定会安全带你们出来的 成方笑了笑 一定 夏喜嘀咕道 长得倒是挺漂亮 这小丫头骗子能行吗 这话竟然被阿米娜听到了 她其实不知道 我们两个人是香柳等人砧板上的死狗 还以为我们跟成方是一起的 估计误以为 我们怀疑她的能力 朝我们大步走了过来 对着夏喜说 哥哥 你是说我不行吗 夏喜 成方在旁边说 阿米娜 你别理他们 可夏喜刚才的那种沉默 似乎激起了这丫头的倔强 她想了一想 快步走了回去 翻身上马 嘴里娇喝一声 驾 枣红色的马 顿时四提撒欢 溅起了阵阵沙土 在四周 速度飞快地打着圈 让人诧异无比的事情发生了 阿米娜身姿无比矫健 竟然猛地一个翻身 背靠背睡在马背 抽出了背上的弓 弓拉满月 对准天空 呼啸一剑 一剑入云霄 还没带我们反应过来 天空中一个物件 竟然带着剑落下 阿米娜迅急再次翻身 猛然侧马掉头转向 红马朝着那物件 掉落下来的地方狂奔 只见她弯腰伸手一抄 竟然将掉落的剑 给抓在了手上 阿米娜掉转马头 朝我们奔了过来 巴唧一下 一只身子带着贯穿弓箭 血迹斑斑的沙漠突袖 掉在了下洗的面前 可以想象吗 在天地一片金黄的沙漠之中 一位英姿勃发的小姑娘 骑成着一匹漂亮的枣红马 完成了如此帅气 高难度的弯弓射飞鹰动作 一个字 撒 阿米娜这一手 不止我们被震撼了 连香柳那帮独子都被震撼了 他们不由自主地鼓掌叫好 阿米娜则翘小腿坐在马上 翘脸自豪地成45度角 下洗瞅了瞅地上的秃鹫 咽了一口唾沫 抬头对阿米娜说道 谢谢 这玩意儿要怎么吃 阿米娜文言扑呲一笑 回道 不能吃 成方神情非常烦躁 问道 你们吃完了吗 下洗从地上起身 拍了拍成方肩膀 吃完了 板凳小王子 好好干 等等看 还老子一定会提拔你的 成方 我们再次回到了戈壁洞 回到洞里之后 下洗问道 你在想什么 我转头瞅了瞅外面 下洗说 别看了 他们现在全在外面 洞里也没有监听设备 我反问道 你觉得我在想什么 下洗黑黑一笑 这次板凳小王子的队伍近乌霄 全仰仗阿米娜这个姑娘 你在想 逮住机会 暗中动手劫持了阿米娜 带着她离开 让这帮独子在沙漠里过年 我急到 你特么小点声 下洗斜躺床上 抖了抖腿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说道 成方一定会严加防范 机会很难找 但一旦出现 我们必须不顾一切 果断行动 待了一会儿 外面突然有人走了进来 手中端着两杯水 还拿着像牛屎丸一样的两颗药 我问 这是干嘛 对方冷冷地说 成老大说了 为了防止你们 在路上对阿米娜向导动手起幺蛾子 让你们将这要吃了 我和下洗面面相去 下洗骂道 草 板凳小王子 现在胆子熊了 竟想要死我们 不怕海爷包了他的狗皮 对方回道 江湖药 死不了人 但能让你们手脚如棉花使不上镜 除了正常走路 其他事做不了 少废话 快吃 成方不简单啊 竟然能预判我们的预判 难怪海爷 敢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他们见我们身子不动 手中的家伙 时瞬间全对准了我们 一副再不吃废了 你们腿脚的模样 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们心中虽然将成方的祖宗十八代 全给问候了一遍 但还是硬着头皮 把药给吃了 要下腹之后 暖暖的 有一种烈酒灼心之感 他们走后仅仅几分钟 我感觉身上若电流袭身 到处都是痒痒妈妈之感 那种感觉 就像蹲厕所蹲久了 起身之后 手脚虽然还能行动 但血液不通 全身发麻 使不上镜 我抬手一掌劈向了木床 结果手根本没有任何力道 反而震得手疼 下喜和我都极端无语 坐在了地上 身上的麻感很快消失 但再试了试 力度还是没有 此时的我们 真的成死狗了 我们互相 瞅着对方 试图看对方 有没有什么办法 半晌之后 我们一口同声说道 泡他 竟然不能靠武力 只能牺牲色相了 下喜笑道 阿米娜性格 看起来很单纯 最喜欢你这种 爱装逼的冷面小王子了 你去泡他 绝对马到成功 我回到 别扯没用的 魔都下大公子月女无数 远到寒城老外 中到顶头上死 疯虫的女人 进到藏族姑娘戴琳 正所谓扑克打得好 女神跑不了 你干这活最合适 不是 我已经答应过戴琳 不再玩女人了 谁叫你玩了 你只要轻轻撩动 阿米娜的心弦 让她感受身边出现了 一道美丽而稍纵即逝的风景 就行了 哪个女人一辈子 没遇见过几位可遇 而不可得的男神呢 这对她来说 也是一种情感的成长 当渣男被你说 这么高大伤吗 你小子到底行不行 人家刚才都对你笑了 行 我是芬儿 她是沙 缠缠绵屋消耍 戴琳啊 对不起了 苍天为政 这事是信苏这小子逼我的 商定完毕 我突然觉得信心大脏 夏凤仙是有魅力的 还是男女通吃的那种 要不然 老山鸡 蜂虫 波龙 海爷这帮人精 也不会对夏喜那么信任 相信在短短的时间 就能让单纯的阿米娜小姑娘 对夏喜心知所向 届时 我们再怂恿阿米娜 来为我们做事 这办法确实比较渣 但我们也实在没辙了 正在此时 外面又有人来了 几个香柳的人 带着一位 唯唯诺诺 五十来岁的大和尚 这和尚身上穿着满是灰尘的袈裟 看起来慈眉善目 老是敦厚 但神情却非常无奈 脸上好像还挂着伤 你们两个出去 香柳的人对我们大喊道 我们只得离开 和尚冲我们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香柳的人对和尚说 慧云大师 事情已经跟你讲得非常清楚了 洞里面的这些壁画 你先研究一下 后半夜 我们要出发 千万别再惹我们 成老大不高兴 慧云大师文言 面露苦涩 万分无奈的冲香柳人员 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看来慧云大师 应该就是成方这次请来的佛教顶尖专家了 很明显 成方这帮家伙 对人家用了胁迫手段 出去之后 发现成方等人 在阿弥陀佛的指导之下 正在准备进沙漠的东西 淡水 食物 帐篷 工具等 阿弥陀佛还交代他们一些注意事项 等这些妥当之后 阿弥陀佛牵着枣红色的马 登上了沙堆高处 从身上拿出来一个牛角号 对着远方开始吹号 号声呜呜 极具苍凉美感 而后 他一拍马背 说道 去吧 枣红色的马文令 撒鸭子去了 大概一个时辰之后 这匹红马带着一只驼队来了 足足二十来匹骆驼 围头的围一匹白色的老骆驼 阿弥陀佛 咯咯直笑 白爷爷来了 他撒鸭子跑了过去 白骆驼非常轻腻地 在阿弥陀的脸颊上蹭 之前阿弥陀曾说什么 白爷爷带他去过乌宵 看来就是这匹老骆驼了 在传说之中 沙漠白骆驼 是无比神奇的吉祥神物 不少剧作当中都有过描写 比如 《鬼吹灯》 当中 安利满大叔就曾说自己遇见过吉祥的白骆驼 他身子发着光 带他找到了水 射雕英雄传当中 白骆驼山少主欧阳克的一众基切 拳骑着白骆驼 牛气轰轰 事实上 从科学层面来说 白骆驼是阿拉善双风骆驼 毛色基因发生变异 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群类 类似骆驼的白化症 从文化层面来说 白骆驼信仰 其实来源于对成吉思汗 和西夏王李元浩的崇拜 因为他们欺白骆驼 西域不少人视他们为英雄 对白骆驼也一并视为天上的神物 在这一点上 与道教士轻牛为神物有些相似 因为老君骑的是轻牛 可实际上 老君骑的轻牛并不是牛 它叫四 一种不存在的独角神兽 《山海经》记载 四壮如牛 苍黑 板脚 逢天下将盛 而现实出 老百姓还误以为 轻牛骑视为犀牛 认为犀牛能成为老君的座骑 他一定法力无比 于是拿犀牛脚用来辟邪 道姆摸金的人也会带着犀牛脚 这玩意儿其实根本没用 以此类推 白骆驼是否能带来吉祥 我心里完全没谱 何况他都那么老了 好像扯远了 还是回归正题 不然 你们又要说谁 夏喜再见到白骆驼之后 转头瞅了瞅 从旁边拿了一把 弹身上灰尘的毛绒刷 神情欣喜地朝白骆驼走了过去 阿米娜见状 疑惑不已 哥哥 你干嘛 夏喜手指着白骆驼 米娜 我很喜欢白爷爷 紧接着 这货拿着毛绒刷 开始耐心而细致地 给白骆驼刷身上的纱灰 阿米娜瞪大了眼睛 夏喜不管不顾 非常暖心地继续刷 额头上浸出了汗珠 他转头看了一看阿米娜 挑了挑眉毛 一起来啊 阿米娜笑了 赶紧从旁边也拿了一把毛绒刷 确实要刷呀 等下进了沙漠 白爷爷就没机会弄干净身子了 他们两人在刷骆驼过程中 越来越熟络 夏喜的一些话语 斗得单纯的阿米娜时而格格直笑 时而脸颊微红 成方等人健壮 脸上肌肉直抽搐 我心中对夏喜写了一个大大的福字 到了后半夜一点 向柳的人把慧云大师 从戈壁洞里拽了出来 有一人开始跑进戈壁洞 随后立马又捂住耳朵跑出来了 碰 一声闷响 我傻眼了 这帮王八犊子 竟然把西光蝉丝给炸了 寺庙本来就因年岁久远非常残破 四周又全是埋杀 稍微一点就倒 戈壁洞顿时成了一滩沙堆 慧云大师见了 神情无比悲悯 闭上了眼睛 嘴里在喃喃念着佛经 成方翻身上了骆驼 手一挥 脸色阴沉 对大家命令到 全体上骆驼 出发 众人开始准备上骆驼 我突然说道 等一下 成方等人全回过头来看我 我说道 海老贼曾答应来见我 为什么不来 这次不见到海老贼 我拒绝进沙漠 不进是不可能的 我要不进去 等于眼睁睁地瞅着向柳 去找到秋辞古佛国 这不是我想要的 之所以这样说 我得展示出自己的不满和愤怒 表达沙漠 我其实根本不想进 稍微让他们放松对我的提防 毕竟 接下来 我们还准备给他们使大绊子 不管对方信不信 姿态先要做出来 成方说道 海爷说了 他已经做到了 你提出的第一个条件 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什么时候来见你 必须由他来定了 你要真不想 进沙漠 也可以 这里已经算是塔克拉玛干的腹地了 可以自己想办法回去 这算是拿捏死了我 没有任何食物 也没有向斗 离开了他们 我们必死无疑 实话来说 从香柳这些人的本意来讲 他们也不愿意带着我们 但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海老贼在看病 现在作为香柳第一重臣的成方 又带队进了沙漠 如果让别人关我们在其他地方 以添加的强悍实力 只不定过两天就把我们给救走了 带我们进沙漠 虽然比较累赘 但却是目前最为安全稳妥的做法 我听到这话 假装气得发抖 狠狠一脚踢在地面的石头上 但我的手脚没力 连一块小石头也踢不动 倒是疼得呲牙咧嘴 香柳人见了 哈哈大笑 下起拍了拍我的肩膀 苏子 认命吧 咱们就当去旅游了 阿米娜和惠云大师神情有些讶异 显然 他们到现在才觉察出来 我们与成方等人 其实不是一体的 我发火的第二个目的 也算是达成了 我心中祈祷 希望他们为我吃的药 到时会失去效用 之前我曾中过歧尸蛇毒 老婆婆说我中了这种蛇毒之后 身上会百毒不清 但这个不清 只是不会死而已 身子该麻还得麻 上次在火车上 田家为了让我接近小虎娘胡庆 曾让两个和尚给我下过药 当时也是全身麻 与此次情况基本相似 我只得拉着骆驼的绳子 开始爬骆驼 骆驼很高 我手上无力 尝试了好几次 竟然都上不去 香柳的人走过来 非常粗鲁地 把我给推了上去 还不忘骂骂咧咧地 剃下我屁股 下洗这货倒是挺美的 阿米娜帮助她上了骆驼 这货坐在骆驼上 冲我炫耀似的 挑了一下眉 看把她给得死的 众人上了骆驼之后 城方将队伍分成了两队 一队人马立即出沙漠 一队人马立即进沙漠 出沙漠那队人马 共六个人 阿米娜命令 找红马带他们出沙漠 香柳剩余十个人 加上我 下洗 阿米娜 汇云大师 一共十四匹骆驼 一头扎进了 茫茫塔克拉马 干沙漠当中 对城方突然将人员 分成两队的安排 我和下洗 当时很不理解 后来才知道 这是城方这家伙 重大的阴谋 现在是大热天 阿米娜告诉大家 今后必须每天 晚上八点行进 到第二天早上八点 再停下休息 主要原因是 晚上凉快 白天行进 天气太热 会蒸发身上的水分 还让人身体非常疲惫 严重消耗物资 和影响行进速度 我感觉晚上 根本不叫凉快 沙漠里的昼夜温差大 应该叫冷 但冷总比热 要好上许多 城方曾对晚上 在沙漠行进的安全性 提出过疑问 认为晚上可视性不好 遇见沙坑 或者沙漠野兽等危险 不容易躲避 阿米娜的意见是 沙漠里太阳下山很晚 晚上九十点都有太阳 常常出现月亮和太阳 同时挂在天空中的情况 即便太阳下山了 沙漠天空一般无乌云遮挡 月亮很亮 再加上大家手中的照明设备 可视性的问题不大 至于说沙坑之类的东西 她有信心带着大家避开 让众人尽管放心 人家是专业的 还这么自信 香柳只能听她的 这样走行进速度果然非常快 虽然耗电量大了一些 但总比耗水耗上太多 沙漠里的水 等同于生命 连续行进了两天 一切正常 众人物资依然无比充沛 阿米娜的意思是 按照这种行进速度 大概六七天之后 就能感到无销 我仔细观察过 阿米娜的带路手段 她带着大家走上一段路 会骑着白骆驼走到高处 用身上的牛角号 对着远处吹 耳后 她再将牛角号的一头 放在耳朵边 仔细听上好几分钟 听完之后 她再决定下一步行进的方向 夏喜曾问阿米娜这是什么办法 阿米娜想了一想 回答了两个字 听风 夏喜又问是什么原理 阿米娜笑着说 不知道 我父辈们都是这样识别方向的 夏喜和阿米娜 两人在行进的时候 靠得非常近 几乎一路都在聊天 阿米娜有时好像 还会被她给惹生气 手举起鞭子 假意要抽她 但又没舍得抽下去 冲她俏皮地翻着白眼 又行进了两天 过程顺利地 让人匪夷所思 当天晚上临时休息的时候 阿米娜突然从沙地上起身 骑着白骆驼 往前方奔离 众人面面相去 才十来分钟 他骑骆驼回来了 用绳子拖着两头被射杀的黄羊 笑嘻嘻地说 晚上加餐吃黄羊肉 路途太完美了 成方的心情也大好 吩咐夏暑 开始处理黄羊 唯独慧云大师 见到了死了的黄羊 满脸悲悯 手捏着佛珠 闭着眼睛 给黄羊念网声惊咒 众人开始大口 吃着喷香的黄羊肉 成方还难得给大家分了酒 我和夏暑竟然也分道一杯盖 吃到新处 夏暑突然站来起来 走到阿米娜面前 米娜姑娘 我邀请你跳一支舞 阿米娜的性格非常开朗 准了准手指头的油脂 笑盈盈地站了起来 他们两人开始跳舞 阿米娜的舞蹈 总体还是典型江舞的影子 但加上了达里亚不一人独特的元素 优美当中带着豪放 妙慢的身材和漂亮的脸颊 在月色之下 让人看起来心旷神怡 独具魅力 夏暑这货 一开始也跟着跳江舞 起初还跳得挺正经 挺潇洒的 但后来不知道她抽什么风 玩起了酒吧蹦迪的那一套 沙马特甩头舞 全身颤抖 头前后狂甩 壮弱癫痫 阿米娜估计从来没见过这种 弱智又疯狂的舞蹈 先是诧异 后又格格直笑 最后实在受不了了 她蹲在地上 笑得捂肚子 成方健壮 眉头紧皱 神情非常反感 喝道 别跳了 夏暑根本不管她 闭着眼睛 将头甩得更加疯癫了 嘴里还不断地嚎叫唱着 不如跳舞 吃羊肉不如跳舞 老子跳舞 和米娜一起跳舞 用这个方式相处 沙漠里不觉得孤独 陈慧贤 不如跳舞 改编版 见到这样的情景 我寻思 夏喜真是干大事的 这种人既能享受马汉全席 也敢吃食 可惜摔不过三分钟 成方转头示意夏暑 去摁住夏大疯子 三位下属立即冲了过去 再要拉她的当口 夏喜脚下突然一塌 猝不及防地滑倒摔了过去 身子顺着沙丘不断地滚落 我们临时休息的地方 本来就是一个高处 夏喜跳舞的地方 地势又更高一些 这一滚 竟然速度无比快 旁边的沙子不断地塌方 她身躯若从山坡上滚下的球 嘴里一边挨幽卧槽 一边血果滚滚沙尘往下 阿米娜大惊 夏哥 她撒鸭子去追 我也想起身去追 但成方目光阴冷 让我待着别动 又命令下属全回来 不用去管夏喜 这家伙的心思我明白 阿米娜曾交代过 沙漠里有一些 看起来非常正常的地方 其实下面说不定有沙坑 一旦陷下去会非常危险 在前行的过程之中 全都是阿米娜 骑着白骆驼打头 她走过安全的路 我们再一路跟着她走 如果下面没什么危险 阿米娜自然能拉下喜上来 万一这是夏喜的一个计谋 她派几位下属去帮忙 可就吃了哑巴亏 成方做到了足够谨慎 我指的强行忍住没动 香柳一个人站在沙堆高处 拿着夜视望远镜 朝夏喜滚落的方向看 过了几分钟 这位拿夜视望远镜的人转头说 成老大 姓夏的和阿米娜抱在一起滚沙地 成方文言 瞪大了眼睛 赶紧走了过去 接过望远镜去看 看得她脸上肌肉直抽搐 骂了一句 神经病 十来分钟之后 阿米娜和夏喜一身沙尘 从下面艰难地往上走 他们两人在悄悄讲话 声音比较低 成方等人肯定听不见 但我耳朵比较灵敏 听了得大带 夏喜对阿米娜说 米娜姑娘刚才舍身来就 夏某无以为报 出去之后 我只能以身相许了 呸 我才不要你以身相许 可白爷爷已经同意了 白爷爷不会说话 他昨晚托梦给我 说想让我带他去魔都参观东方明珠 报仇是让米娜乖孙女跟我耍朋友 你胡说 他们两人上来之后 没再说话了 阿米娜脸红红的 在成方等人的眼里看来 肯定会觉得 他是因为救夏喜比较急所导致 但我却知道 夏喜这货 刚才肯定成绩吃了人家小姑娘的豆腐 成方冷冷地瞅着他们 没吭声 阿米娜撇了撇嘴 独自一人做得离我们远远的 守在抓沙子玩 若有所思 我对夏喜说 跳个舞而已 你竟然拿生命来搞笑 真服了 夏喜拍了拍身上的沙土 我这人只要一跳舞 身上的艺术细胞 就特么跟病毒一样急剧扩散 根本控制不了 他又转头笑嘻嘻对成方说 板凳小王子 你应该了解我性格呀 那次在广市 哥们请你去玩广岛之恋 你不是也跳挺欢吗 成方大声喝道 闭嘴 夏喜冷哼了一声 提上裤子不认账了 成方起身 朝阿米娜走了过去 说已经休息够了 请阿米娜带路出发 阿米娜点了点头 众人重新赶路 第二天早上八点 我们停下来休息 靠在一处胡杨木下 搭帐篷休息 中午时分 我正迷糊中呢 突然听到 外面有嘈杂的声音 出去一看 成方脸色冷峻 到底怎么回事 慢点说 一位下属满头大汉 神态焦急 成老大 今天我跟阿发指手 刚才阿发说去旁边小便 结果他去了好一会儿没回来 我叫醒了老高 让他帮帮我看一下 自己过去找阿发 但阿发死了 成方 阿米娜问道 在哪里死的 那位下属手指着胡杨林 就在胡杨林里面 成方皱眉问道 米娜小姐 你不是说胡杨林附近 没沙坑 也没猛兽吗 阿米娜神情也紧张起来 立马拿起了弓箭 快带我去看看 成方立马点了六个人 跟着阿米娜 往胡杨林的深处走去 我和夏喜对视了一眼 也跟着走了过去 他们也没管我们 才走了一百米不到 发现一位向柳人员 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离她十来米之处 有一滩尿液的痕迹 阿米娜俯下了身子 掰转开尸体 开始仔仔细细地检查起来 她身子上没任何伤口 阿米娜秀眉紧促 没被猛兽咬啊 我觉得有一些不对劲 说道 米娜姑娘 她嘴里好像有东西 阿米娜闻言 掰开了她的嘴 这家伙那嘴唇 和里面的舌头 已经发紫了 但由于身体是趴在地上 上面沾了很多沙土 不细看 根本看不出来 阿米娜一见她嘴里面含的东西 顿时大惊失色 她立马起身 大家别乱动 而后 阿米娜开始着急忙慌 在四周找什么东西 我们被阿米娜吓得不敢动了 阿米娜在胡杨林下面找来找去 距离二三十米的地方 她停了下来 摇手招呼我们过去 过去一看 我非常压意 这里有不少贴地的曼藤 曼藤半埋在沙土里 下面还有不少像拳头大小圆滚滚的物体 全是绿皮纹 有点像大鹅蛋 也有点像西瓜 夏喜问道 迷你西瓜 阿米娜摇了摇头 这是魔鬼下的蛋 吃了必死 刚才她吃了这个 我们面面相去 阿米娜将这玩意儿 小心翼翼地用匕首切了开来 里面还真的跟西瓜一样 紫是黑色的 但囊却是白色的 而且 看起来没什么枝叶 就像是煮熟了的鸡蛋白一样 刚才那位香柳人的嘴巴 明显是中毒的迹象 而且喉咙深处真的有嚼碎了的囊 确定她就是吃了这种东西 程芳非常生气 瞅了瞅那位中毒而死的香柳人员 又对着下属说道 自作念 不可活 你们如果想投胎 尽管随便做 阿米娜摇了摇头 翘脸神情开始紧张起来 程老板 怪不得她 魔鬼但能让人产生幻觉 如果单独见到 耳朵还会听到魔鬼音乐的召唤 人会不由自主地摘来吃 她运气真的太差了 我问道 这东西怎么这么毒 吃一个就会死 阿米娜回道 因为这是魔鬼身上的东西 这里有魔鬼蛋 证明附近有沙漠魔鬼的老巢 魔鬼会根据蛋的信息来吞噬人 我们不能在这里休息了 必须赶紧离开 程芳见阿米娜的神情非常紧张 不像是开玩笑 赶紧吩咐下属离开 这个时候 慧云大师过来了 连唤几声阿弥陀佛 开始用手给尸体掩埋 我和下喜见状 只得过去帮慧云大师 程芳根本没理我们 带着下属迅速返回 埋完了尸体之后 慧云大师又开始对着沙堆口 念往生咒 下喜马上捂住了慧云大师的嘴 大师 佛法无边 在别的地方念也一样 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鬼地方 而后 他不由分说 拖着慧云大师就往回走 暗中朝我抛了一个眼色 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我忙说解个手就来 程慧云大师不注意 我迅即跑到有魔鬼蛋的地方 弄了两个小的 塞在了身上 魔鬼会下蛋 我是不信的 即便沙漠里真的有魔鬼 他也应该是哺乳动物 哺乳动物怎么可能下蛋 我和下喜目前身上武功禁费 完全没有对付程芳等人的办法 这玩意儿 说不定对我没有用处 几人快速往回走 阿米娜在胡阳林的口子上非常着急 夏哥 苏哥 大师 你们快点走呀 出去之后 发现香柳等人 已经将东西全部打包好 骑上了骆驼 我们只得快速上骆驼 顶着烈日往前赶 阿米娜这次行进的速度非常快 显得对魔鬼蛋之事很恐惧 之前 我们一直都是夜晚赶路 这下白天赶路 终于体会到沙漠里高温的残酷 不一会儿就要补充水分 而且 人被晒得黏黏的 脑子也变得稀里糊涂 由于赶得太急 不少像柳的人说眼花了 被晒出了幻觉 让阿米娜稍微慢一点 阿米娜斩钉截铁地说 不行 众人叫苦连天 成方对下属说 想死可以在这里休息 那些下属 指的不再吭声了 一直感到傍晚时分 天空一片金黄 温度下降了很多 我们已经离刚才那片休息的 胡杨林很远了 阿米娜稍微松了一口气 放慢了骆驼的脚步 对大家说 前面的大沙丘可以休息 众人已经疲惫不堪 听到这话顿时欢呼雀跃起来 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赶到了那个大沙丘 沙丘被封 延绵树里 而且四周还有不少板结成块的大土堆 天色也已经晚了 众人开始在土堆边休息 成方很担心 土堆会突然坍塌 阿米娜告诉他 这种板结成块的土堆 基本都是以前沙漠里的废弃城池 受到了大型龙卷风斜果而来 龙卷风向揉面的大手 将这些土堆给捏合在了一起 最后落在了此处 其实土堆非常坚硬 不要说坍塌 一般的风沙都不可能摧毁 大家可以放心休息 香柳的人听到这些土堆 全是以前城池形成的 有些兴奋 有几人开始拿着探测仪器 在周围找有没有遗留下来的古董 下喜见了 一边给白爷爷细心地刷着灰尘 一边骂他们全是傻逼 说巨型龙卷风向超级大手 将废弃的城池都揉成了一团 就这力度 里面就是有什么古董 早就已经被揉得灰飞烟灭了 你说是吧 米娜 阿米娜回道 不知道呀 下喜笑道 你这么笨 我改天带你去提高一下智商 阿米娜闪着大眼睛 智商怎么提高 下喜回道 开光 阿米娜文言非常好奇 问下喜 怎么开光 下喜朝阿米娜勾了勾手指头 阿米娜凑了过去 下喜附在她耳边 轻轻地说了几句什么 阿米娜疼的一下 退了好几步 小脸红的不行 胸脯上下起伏 拿起鞭子想打下喜 但又没打下去 气呼呼而又略带娇称地说了一句 你讨厌死了 下喜哈哈直笑 阿米娜翻着白眼 不再理她了 我心中大喜 因为我听到下喜刚才对阿米娜讲的话 实在太黄了 可就这样 阿米娜也没有真生气 证明这小姑娘差不多沦陷了 下大公子牛逼 众人正在忙着搭帐篷 刚才几位去探测古董的人 突然跑了回来了 陈老大 北边方向有人 陈方本来正喝着水 听到此话 扑一口吐了出来 有人 下属回道 对 陈方问 你确定没眼花 下属忙不迭地回道 我一个人可能会眼花 但他们都看见了 周围几位下属都说 确实看见了人 陈方看向了阿米娜 阿米娜说 这里快接近乌销了 不可能有人 陈方说道 先别扎营 抄家伙 众人抄起了家伙时 开始跟着那几位下属 往前走去 这里四处都是土堆形成的板结块 走在里面像走迷宫一样 我们来到了之前 他们搜寻古董之处 顺着几位下属手指的方向看去 一个个脸上差一万分 众人所处的位置 是在两堆大土堆的中间 在离我们大概百来米远的地方 一个大沙堆的角落旁 有一架马车 马车上还坐着一个人 正靠在车檐上休息 现在虽然是晚上近九点 但沙漠里的太阳 尚未完全落山 金黄色的余晖洒下 刚好映照着那个角落 人 马车的轮廓 非常之清晰 只不过 距离稍微有一些远 我们看不大清 他身上的服装和具体模样 只能看出来 是一个男人 此处已经离乌霄不远了 按照阿米娜的说法 乌霄这个地方 除了他十五岁之时 独自来过一次 别人从来没有进来过 怎么可能会有人 这马车前面 无骆驼 无马匹 一人一马车 又是怎么来到这地方 难不成人 拉着马车进来不成 一切都显得非常怪异 城方吩咐下属 拿望远镜看一下情况 下属拿着望远镜看了几下 回答光线刚好折射 比眼睛看的情况还模糊 城方闻言 冷声吩咐到 向对方打招呼 下属开始亮起了手电 闪三下灭两下 这是盗墓贼之间 打招呼的一种方式 城方这是怀疑 遇见同行了 塔克拉玛干这地方 虽然非常危险 但历来都是探险 考古和盗墓者的天堂 这家伙孤身一人 明显不可能是来探险 或考古的 最大的可能就是来盗墓的 灯光打出了之后 对方没有任何反应 城方又对下属说道 冲他喊话 一位下属拿出了喇叭 对面的高台 老和过境 不薅草 不撒粪 还请亮个灯 给一条道 连续讲了好几遍 对面还是没任何反应 城方说 会不会普通话听不懂 阿米娜姑娘 你用方言帮我们喊一下 阿米娜满脸猛逼 她根本听不知道 这黑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夏喜在旁边说道 米娜 你就这么说 对面的大佬 我们是一帮吃黑饭的蠢货 不会动你的奶酪 也不影响你做事 麻烦报个名 给我们这帮蠢货行个方便 意思倒是差不离 但从夏喜的嘴里说出来 直接变了味 高台是一种尊称 老和氏指 自己也是吃暗饭的人 向对方表示谦逊之意 阿米娜扑呲一笑 转手拿着喇叭 开始用方言朝对方喊话 但对方还是没反应 见灯雨 黑话都行不通 城方说道 过去看看 众人开始走了过去 但刚走了几十米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那人突然不见了 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 消失在众目睽睽之下 到底怎么消失的 完全不知道 所有人都亚异无比 城方脸一沉 带头往人和马车呆的地方跑去 跑到那地方 见鬼了 真的没人 而且 地面连车轮印子都没有 正在众人全发懵的时候 一位下属指着我们刚才喊话的地方 颤声说道 城老大 他在那儿 我们回头看去 一人一马车 现在竟然待在了我们之前停下来的地方 他身子金光闪闪的 依旧一动不动 这绝对不是幻觉 那家伙 应该是真实存在的 可他的速度 怎么可能那么快 乾坤大挪移 城老大有些发毛了 立即转身 带着众人往回冲 返程才几十米 那家伙又突然不见了 旁边有下属 开始神情惊恐万分 指着旁边说道 多出人来了 好多人 我们再次看去 却见左手边有一个人 穿着华丽的风衣 站在那里 背对着我们 双手向上 似乎正在祈祷 从这人的身材来看 明显是一个女人 右手边有两个人 他们抱在一起 一男一女 似乎正在睡觉 这些人的距离 全离我们一百米开外 而且 他们都处于 土堆的夹缝之间 看起来隐隐绰绰的 阿米娜健壮 脸色苍白 是不是谁把魔鬼蛋 给带过来了 我心中顿时一惊 但脸上不动声色 下洗脑道 你们这帮垃圾 还嫌死得不够 到底谁手欠拿了蛋 想投胎 别拽上我们啊 众人不明所以 纷纷都说没有 眼睛全看向了阿米娜 阿米娜颤声说 那女人不是人 是沙漠里的哈旧 其他全是她的下属 你们看 她们连影子都没有 这么一说 大家开始观察 远处的地面 真的没有影子 承方问 阿米娜姑娘 哈旧是什么 阿米娜没正面 回答她的问题 咽了一口唾沫 承老板 我们要马上返回营地离开 不然全要死在这里 此话一出 向柳的人 一个个面露菜色 承方手一挥 全体靠拢 往前跑 众人开始撒鸭子 往之前扎营的地方跑去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本来好好挂在天边的太阳 此刻突然落山 天色彻底黑下来了 仅剩下 迷迷蒙蒙的月光 风开始呜呜地刮 听起来极为恐怖 吹得四周尘土飞扬 视线变得异常模糊 出不去了 我们彻底迷路了 这土堆本来就像迷宫 经过刚才这么一折腾 已经完全不变方向了 阿米娜 怎么办 承方冲她大声问道 阿米娜身躯瑟瑟发抖 不断地摇头 开始祷告起来 她仅仅只是一个向导而已 对付沙漠里的自然环境 非常专业 但碰到所谓的沙漠里的魔鬼 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 承方见阿米娜完全没有办法 指着左手边 那位似乎在伸手祈祷的女人 大喝一声 什么哈九 装神弄鬼 往她的方向跑 干她 阿米娜大惊失色 不能得罪哈九 可香柳的人根本不听她的 立马绘合好了战斗队型 手中的武器 已经全部准备妥当 冒着风沙往前狂冲 我们只得跟着城方等人 向着那个正在远处 祈祷的女人冲 在即将靠近的时候 香柳的人动手断了 手中猎枪等家伙 实向着女人疯狂打去 阿米娜吓得阵阵叫 还摔在了地上 下洗将她从地上给拉了起来 牵着她跑 可攻击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在离女人几十米的地方 她突然在我们面前消失了 出现在了之前躺地面睡觉的 一男一女的位置 而且 在我们的左侧前方 那位在马车上休息的男人 又出现了 月光盈盈绰绰的 整个场面显得无比诡异 我们被他们 给死死地包围了 风更大了 吹得地面沙尘飞舞 城老大 这里有尸铁 一位下属突然大声叫道 我们赶紧覆下身子来看 由于刚才的风卷起了沙土 地面上不知什么时候 露出了两具尸体 一具只剩下了骸骨 一具可能由于沙漠干燥的原因 尸体已然成风干状 从他们的姿势来看 应该是半躺着死的 香柳的人检查了一下 发现他们的身上 没有任何伤口 那具风干的尸体 临死前的神情 也没有呈现出猙獰状态 就像病久了的人 躺地上自然死去 不是猛兽攻击 死的时候 没有恐怖情绪 最大的可能是缺水 在沙漠里缺水的原因有很多 从他们的状态来看 极有可能是因为 被困在这土堆迷宫里 走不出去 而导致缺水而死 成方的神情 开始变得很不自然起来 对下属说道 找一找旁边有没有其他东西 这些下属开始找起来 没过几分钟 一位下属 从沙地里翻出来两个包裹 包裹里面的东西 因为气候干燥 倒保存的蒜比较完好 水壶 铲子 探照灯 防尘照 罗盘 这两人是盗墓贼无疑 其中一个包裹里面 还有一本日记 日期是在两年前 粗粗地翻了一下 里面主要记载的 为天气 购买东西 以及沙漠里的行径路线 他们的目的 好像是找一个叫布鲁塞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什么 为什么要去找 里面没有任何记录 不过 在日记的最后两页 写着短短的几行 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 传说中的沙漠哈就出现 我们逃不出去了 我好像看到了水 但老三说肯定是幻觉 我认为不是幻觉 因为身体真的一点也不渴了 感觉好像喝了很多水一样 老三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能坚持几天 有点想小红了 这证明了我们的推测 两位盗墓贼跟我们一样 遇见了阿米娜口中的哈就 如果我们出不去 结局肯定也跟他们一样 从成方之前的态度来看 他对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 压根不幸 但看了日记之后 他很明显有所动摇了 问阿米娜哈就到底是什么 阿米娜脸色辣白 颤声向我们解释 她的解释 在我看来非常奇葩 传说哈就原来是一位 上天美丽的公主 为了欣赏人 她下凡嫁到了大沙漠 与丈夫家族在沙漠里游牧生活 非常幸福 但这个家族 有一次在沙漠游牧的时候 遇见了沙尘暴 这是沙漠魔鬼出现的标志 魔鬼喜欢漂亮的女人 于是 丈夫就将哈就给杀了 献给了魔鬼 哈就死之后 灵魂非常伤心 哭出来的眼泪 全化成了湖泊 魔鬼见了这情形 觉得这事情非常糟糕 如果沙漠全变成了湖泊 魔鬼就再没有栖息之地了 无奈之下 魔鬼让哈就别哭了 让他替自己管理着但元 杀这些进入沙漠复兴的男人 杀足一千人 就会放哈就走 还答应能给他还回原生 所以 但凡有复兴汉进入沙漠 一定会被哈就盯上 阿米娜说道 下喜文言 身子一哆嗦 转头对湘柳人说 你们这帮犊子 肯定好多负心汉 还不快去自吻谢罪 湘柳的人 当他是神经病 没人搭理他 慧云大师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老那现在就哈就施主 念几遍经咒 希望能化解他的怨念 我差点晕过去 这种爱情传说的故事 几乎每个村庄都有 慧云大师竟然当真了 但眼下没任何办法 我们根本出不去 接下来的结果 肯定跟这两位盗墓贼一样 成方指的死马荡成活马衣 让慧云大师先试一试 慧云大师点了点头 吩咐来七个男人 按照特定的方位坐成一圈 将他围在了中间 并让大家学着他的姿势 闭眼打坐 看阵形 倒有点像道家的 北斗七星阵 这是咱也不懂 不敢多嘴 我和夏喜站在边上看 慧云大师开始念咒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大和尚口中的经咒一出 原本呜呜怪叫的风声 好像小了一些 视线也变得更加清晰了 要说我和夏喜不及 也不是可能的 毕竟我们也怕死 但我始终坚信 目前大家逃不出去的状态 大概率是无法解释的物理现象 或者化学现象导致的幻觉 物理现象比如说海事蜃楼 化学现象比如说在神农架那种 迷惑人精神错乱的花粉 这些东西 需要时间来解决 假若是海事蜃楼 它不可能一直都存在 等到光线起了大变化 自然也就消失了 假若是某种化学物质出现的幻觉 肯定是从五官进入 导致脑电波的短暂紊乱 这就需要暂时将五官赶至关停 但现在还没到我们出手的时候 等成方这些家伙 折腾一番再说 慧云大师不断地念经 他模样看起来憨厚老实 但在念经咒之时 身上却自带一股威严和霸气 似乎被一层金光环绕 完全不可触犯 经咒念了半个时辰 站在旁边巷柳人员突然说道 哈就不见了 我和夏喜赶紧转过头去看 原本围在四周的人 此刻果然不见了 这特么感性 我与夏喜面面相去 难道慧云大师的法力 真的能驱散怨气深重的女哈就 成方大声喝道 拳起来冲出去 慧云大师从地上起身 跟着他一起百七星镇的下属 也从地上起身 可意外再次发生 因为七个人直起来了五个 还有两个人 闭着眼睛 一动不动 似乎陷入刚才的阵法之中 难以自拔 成方压根不知道 这个哈就消失 到底能维持多长时间 见此情况 神情大吉 开始抬叫猛地去踹那两个家伙 你们特么别告诉我睡着了 可一踹之下 那两个人竟然倒了下去 一动不动 所有人皆骇然 因为他们好像已经死了 几个人迅即去检查他们的身体 确实死了 忽然之间 两道火红色的影子 从他们的身体下迅即弹出 如同射出的红剑 一只射向了我 一只射向了阿米娜 我大惊失色 就地一滚 迅即躲过 阿米娜却猝不及防 那红色的东西竟然像绳子一样 缠住了她的胳膊 吓得她大声惊叫 夏喜眼疾手快 手中的高光手电 猛都往阿米娜胳膊一照 那红色的玩意儿 似乎怕光 掉在了地上 迅即钻进了沙地里面 从我们眼皮子地下 彻底消失不见了 刚才那两下 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连判断都来不及 我没看清楚 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便问夏喜有没有看见 夏喜摇了摇头 表示没有看见 转头问阿米娜 米娜 你有没有事 阿米娜的身躯在打抖 忙说没事 一位夏属惊恐万分地喊道 程老大 他们两人是被 刚才红色的东西咬死的 转头一看 发现那两位 躺在地上死了的夏属 腰部渗出了红色的血液 而且 似乎被硫酸镯烧了一样 外面的衣服烂了 伤口像是被锯齿给锯过一样 非常不平常 足足有一个手掌大小 这一下 我也开始有点发毛了 如果他们是被 刚才那红色像绳子一样 怪物给弄死的 简直超出了想象 从伤口的情况来看 红色的东西显然不是蛇 因为蛇咬的伤口 形成不了这么大的锯齿状 而且人中蛇毒之后 伤口一般会呈乌青色 但这两人的伤口 却像是被硫酸镯烧 连衣服都已经烧穿了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那玩意儿 不仅速度极快 而且还能钻沙地 防不胜防 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对他们说道 快跑啊 等着在这儿过年 我带头撒鸭子往外跑 程方等向柳人 也一个个脸色煞白 往外面跑 无比糟糕的是 惠云大师 好像压根不怕死 他站在原地 双手合十 又开始对着 两位死了的香柳人员 念网声咒 我简直急疯了 转身拖着惠云大师 往前面狂奔 所有人没命 一般往前跑 足足跑了半个小时 大家都受不了了 下戏捂住胸口 大口喘气说道 别跑了 跑不出去 我们又回来了 妈的 那个变态的女哈 就又来看望我们了 往四周一看 六七十米远的地方 香柳那两具尸体 就那么躺在地上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虽然拼了命 跑了半个小时 实际上依旧在这些 大大小小的土堆里面 打着圈圈 真实的距离 不过只有六七十米 而且 不知道怎么回事 之前那些恐怖 而诡异的影子 又开始隔着 百米远的距离 死死地围绕着我们 之前我可以淡定 让程方等人去折腾 但刚才出现了 红色的古怪东西 我不能再淡定下去了 我对程方冷声说 如果不想死在这儿 我们必须合作 而且从现在开始 必须全听我的 程方 下喜见程方不吭声 猛地拎起了程方衣领子 咬牙切齿道 曹 板凳王 你特么想所有人都死在这儿 紧接着 下喜转头 对香柳那些人 振臂说道 诸位 我与你们曾共识一场 虽然价值理念不同 但目前这种情况 活着出去 是我们现在共同 唯一 刻不容缓的目标 有愿意跟着我们 搏一把的 站前一步 想跟着板凳王子 去英曹地府 与阎王爷打麻将的 退后一步 下喜在没有成为 阶下球之前 在香柳当中 其实极有威望 相比于 替补板凳人员 成方的能力 他们从内心深处 肯定觉得 本来打主力的下喜 本是要大一些 下喜即会煽动情绪 语调 作词 动作 非常到位 此话一出 不少向柳人员 开始有点蠢蠢欲动 这就是人性 成方见到情况 好像不大对劲 为了避免局势失控 冷声道 好 暂时听你的指挥 我大声喝道 全体都有 马上执行三个任务 第一 你们两位抱破手 看到右手边 七十米处 最高大的土堆没有 给老子马上去干掉它 一分钟之内完成 第二 其余人在四周 挖圆形的坑 把大家围起来 将身上能用的燃料 全丢坑里 去 两分钟之内完成 第三 大厦 慧云大师 阿米娜 收集所有高光手电 聚焦在两位抱破手身上 他们没有回到这里 不能熄火 湘柳人员听到这几个 莫名其妙的命令 有点不敢动 成方立声喝道 照做 湘柳人行动了 一部分人迅速在四周 挖围坑 两个人拿起了药包 硬着头皮 往右手边最高大的土堆上冲 为避免去抱破的这两个人 被古怪的红色东西 咬死 我 下洗 慧云大师 阿米娜 手中打开了所有探照灯 像打舞台的聚光灯一样 聚焦在那两个人身上 性命优贯 此刻所有人展现出来了 强大的执行力 坑已经挖好 前去抱破的两个人 已经买好了药包 疯狂地往回跑 所有人都捂住了耳朵 碰 碰 碰 几声巨响 那个最高大的土堆在 挤堆药包的威力之下 被炸得瞬间坍塌 沙尘乱飞 四周沙堆受到了强烈震动 竟然开始像流沙一样 哗啦啦地流动起来 一瞬间 四周声响犹如地震 轰隆隆之声不断 有人开始惊讶万分喊道 那些鬼东西全消失了 我们转头一看 在那座高大的土堆倒塌之后 那些古怪的人 确实突然之间 全部消失不见 随着四周的沙堆 在刚才巨大的震动之下 若流水一般四处坍塌 我们的视线 一下变得好了许多 之前我们就像彻底困在 这些土堆之间的困兽 而现在 似乎四周的栅栏 已经被彻底打开 向流的人蠢蠢欲动 似乎想乘此机会 冲出火坑去 下喜说道 不想死就老实待着 他们不敢动了 下喜的话音刚落 四周的沙土 突然像蚯蚓拱地一般 不断地蠕动 地上冒出来大量红色 像绳状的古怪玩意儿 他们之前一直藏身 在周围的沙堆里面 此刻突然全部冒头 开始往外面刷刷刷 如剑一般的奔逃 他们全身都是暗红色的 身躯大大小小都有 长的一米左右 短的仅仅几十厘米 外面是一层又一层的褶皱 像红色的恶心肠子 至于头部 严格意义来说 他们并没有头部 顶端是一个大嘴巴 长着像锯齿一般的牙齿 还有几根飘啊 飘得胡须 嘴巴里面流着弦 弦像血一样红 我们仿佛置身于 好莱坞大型灾难片的现场 四周红色怪虫 全惊恐万分地往外飞奔 耳朵传来无比嘈杂 而古怪的声响 伴随着沙堆 弱水一般的流动 这场面要多震撼 有多震撼 不管什么动物 永远都比人要敏感 这些迷宫一般的沙堆 刚才烈性药包突然起爆 由此引发四周沙土 发生若地震一般 急剧的崩塌变化 他们恐慌了 害怕了 感受到生命 遭到巨大的威胁 开始疯狂逃窜 我之所以让众人四周 挖坑燃火 为的就是避免他们 在逃窜的过程中 突然袭击我们 因为刚才一条红色的虫子 攻击阿米娜 下戏用灯光照射 把他给吓走了 证明他们肯定是怕火的 而且 我们其实已经进入 这个迷宫挺久了 之前天空还有太阳的时候 没有遇见这些怪虫 但在慧云大师打坐之时 天已经黑了 空中只剩下迷蒙的月光 随后两位向柳人员 就遭受到了他们的攻击 证明他们也是怕光的 火光熊熊 环境骤变 走进科学 曾介绍 古人在陌生环境 为了开辟一片星期西地 常常用这两招 进行最原始的净土活动 没想到 今天在对付这些邪门玩意儿上 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还得多看科普电视 至于这些恶心 而古怪的虫子到底是什么 我后来曾请教过冯婉玲 她表示从没遇见过 直到若干年后的一天 我翻看一本杂志 上面曾简短介绍过一种 叫红杀如虫的东西 杂志的解释是 这东西生存的原理不知道 可能是一种上古生物 它在捕猎之前 会释放一种强电流 让人瞬间麻木 而后咬人时 喷射出强腐蚀性的剧毒液体 几口足以让猎物暴毙 但迄今为止 没有人抓到过 因为见到的人 基本都已经死了 没死的逃出来也疯了 这东西仅仅在沙漠牧民当中 口口相传 我感觉自己这次进沙漠 见到的就是这种东西 乡柳人其实带了拍照设备 不过当时大家站在火圈里 吓得跟傻子一样 也没人神经那么大条 想着要去给他们拍照 大概二十几分钟之后 四周彻底安静下来了 沙堆停止了流动 那些红色的虫子 也全逃得无影无踪 我们四周坑里的火光 也烧得差不多了 所有人都望向了我 看我下一步做什么决定 我对两眼瞪得老大的阿米娜说道 米娜 你去召唤几匹骆驼过来 让他们围着这四周转圈 其他人就地休息 不能出劝 目前危险还没有彻底解除 我们和湘柳 暂时处于合作的状态 还没有到对付他们的时候 必须暂时保住他们的性命 阿米娜文言 手放在嘴里 吹了几声口哨 那些骆驼 本来一直在外面的营地 之前我们困在这里的时候 由于土堆是迷宫 他们也进不来 此刻杀堆迷宫已经完全解除 有三匹骆驼 很快就跑进来了 其中没有白爷爷 我叫阿米娜召唤骆驼进来 目的就是让他们去躺雷 看看还有没有剩下来的变态红虫 对此 阿米娜心中无比清楚 她是白爷爷为亲人 肯定不会让她进来送死 骆驼进来之后 阿米娜对着骆驼 吆喝了好几句 这些骆驼 开始晃晃悠悠 在旁边转圈 我们待在里面等 有时候转圈久了 骆驼懒得再动 阿米娜又时不时 再吆喝几句 几个小时之后 成方问道 这要转到什么时候 我懒得理她 下喜说 不管有没有红虫子 他们白天都不出来 肯定要转到天亮 才能万无一失 说你蠢都是 再夸你 准确一点 你应该叫脑残 成方 你 这货神情非常生气 但强忍着没发作 气呼呼地坐了下来 大家都在等待天亮 有些人还害怕 哈旧那些人再次出现 时不时拿望远镜 看一看四周 但他们确实没有出现了 一群人当中 只有慧云大师星 最为宁静 他一直坐在地上 闭着眼睛念金昼 哈旧之谜 肯定在那最高的沙堆之中 等天亮之后 我一定要去解开 若不弄清楚 接下来的路走的 会很不安心 再碰到这种玩意儿 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一晚上无事 沙漠上的太阳升起比较早 红彤彤 亮堂堂的 眼见四周都安全了 我说道 出圈 向柳的人 神情无比兴奋 全跳出了圈外 我禁止往远处 那个被爆破坍塌的 最高沙堆走去 城方没有办法 带着人在后面跟着 来到了炸他的沙堆边上 我转头吩咐向柳的人 从上往下挖 城方问 为什么要挖 我回到 为了知道下次再遇见哈 就怎么逃生 城方问言 指得铁青着脸 吩咐旁边的下属 开始挖 昨天晚上 慧云大师 让人跟着他打坐 但有两个人 突然莫名其妙 重重毒死亡 我当时内心慌的一匹 开始带头跑路 那次逃跑 虽然没有逃出迷宫 却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因为在月色下跑的过程中 无论我们往那个方向逃 哈就等人的影子 时不时就在我们前方 不远处出现 好像鬼魅一样 阴魂不散 基于之前阿米娜讲的那个 哈就和魔鬼的故事 打坐之时 突然有人莫名其妙暴毙 以及诡异土堆迷宫的影响 香柳的人 其实已经全慌了 包括城方在内 我反复告诫自己 千万不能慌乱 因为我坚信 这个世界没有鬼魅 既然没有鬼魅 哈就 肯定就是一种 古怪无比的现象 在此信念之下 我在逃跑的过程之中 眼睛始终盯着 哈就等人看 这一看 果然发现了端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农村 看过那种老式的幕布电影 放映机架在远处 投影在一面墙上 大家端一个小板凳 在下面看得津津有味 放映机与墙之间 会形成一条淡淡的光带 这种光带 如果天色还没有晚 几乎与四周的光线 没任何区别 看不大出来 如果天色很黑了 光带就会相对明显一些 在我巨神强力的观察之下 发现 哈就等人身躯的外面 好像有一层 与四周月色不大一样的淡光带 由于沙漠中的月亮光度 非常之好 四周又有迷宫一样土堆在遮挡 这光带非常淡 若有若无 如果不仔细观察 没有在黑夜中超强的视力 根本发现不了 这细微的颜色区别 恰好我呢 在反复跑了若干圈之后 我愈发确定了心中的想法 那些玩意儿 根本不是人 它们大概率是一层映射的投影 照在了土堆之上 斑驳迷离 看起来好像是人的样子 而从这层淡不可查的光带 往后一直延伸 我发现投影的镜头 竟然在四周最高的一个土堆上方 这土堆大概有三十来米高 上方到底有什么 根本看不清楚 但一定是像投影机一样的关键所在 就在这时 所有人又重新跑回了原点 我果断做出了三个决定 没想到 土堆一炸 哈旧门果然不见了 这个被炸的土堆里面 肯定有古怪 香柳人员在挖 挖了半个小时之后 有人抬起头来说道 里面有木 我心中一动 赶紧爬了上去 上去之后 见到香柳人挖出来土块的颜色 与四周的沙堆不大一样 好像是一种黏土胶筑而成的东西 不过现在已经坍塌 不成样子了 看不大出来 我吩咐他们继续挖 他们开始卖力地挖起来 没一会儿 挖出了几样 让我们无比诧异的东西 镂空的黏土块 样子像是一个巨大的鱼篓笼子 不过 中间的孔洞比较粗大 足有半个门一般宽 但已经被药包 弄得坍塌成不少碎块 几具干尸 其中一具是女人 他双手上举 呈祈祷状 另外两具是一男一女 他们搂抱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见到哈旧等人的样子 只不过 我们没有找到坐在马车上的那具干尸 仅找到已经腐烂不堪马车木头船子 也许他已经被沙堆坍塌 给弄得稀碎了 四周还有不少铜材质镜子的碎片 这铜镜不同于平时我们见到的古代铜镜 表面非常光滑 而且还有不少棱角 我拿起一片碎铜镜片 站在高处 对着天上的太阳与下喜形成一个折射角 吩咐阿米娜拿着望远镜往远处看 阿米娜看了之后 神情欣喜 远处有一个下哥 他正在撩头发 眼前的下喜刚好在撩头发 这一下 所有谜团都解开了 什么狗屁哈旧 原理就是 迷宫里面最高大的土堆顶部的位置 上面放置了一个大镂空黏土状的墓室 由于外面全是灰尘 几乎与沙子融为一体 高度又高 外面根本看不出来 而这个墓室 里面有几具奇形怪状的干尸 以及能够多角度反光的铜镜 阳光以及月光透过镂空黏土 照射在铜镜上面 光的一变投影 导致迷宫土堆上 出现了恐怖而吓人的幻影 所有人都长松了一口气 城方见到这大土堆的高处 竟然是一个墓室 神情变得兴奋起来 开始命令下属继续开挖 我和下喜没管他们 两人离开 返回营地 慧云大师见这些人如此贪婪 摇了摇头 离开了 阿米娜见下喜走了 也跟了过来 在路上 我问下喜 你觉得板凳王能挖出什么东西吗 下喜闻言 冷哼了一声 挖出个屁呀 那就是一个古怪的祭祀台 古人的祭祀台 是拿来专门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地方 几乎不会有什么陪葬品 让板凳王带人去挖吧 累死这帮没文化的孙子去 我问道 为什么你觉得 这是祭祀台 而不是一种造型特别的目的 下喜说道 考我试博 第一 那几具尸体 连最基本的封关都没有 他们还穿着平时的衣服 外面的胶柱层像囚龙 里面设置古怪的铜镜 女人站高台祈祷 搞得像奥特曼举手影光一样 他们不是在祭祀 难道在打怪兽 可以肯定 女人是祭师 那一对男女是祭品 马车男可能是古人的一种接引方式 第二 土外盖包为坟 不树不分为墓 未请 正主为种 帝王将相 绵税为灵 土堆上那玩意儿 与正常墓葬文化中的坟 墓 种 林中任何一个都没有吻合的特征 也与特殊的崖葬 天葬 水葬 树葬等方式不符 所以 它绝不可能是古墓 我又问 你觉得附近能找到古董吗 下喜笑道 米娜之前也说了 这些坚硬无比的土堆 其实都是巨大龙卷风 搓揉城池建筑 千里迢迢卷到这里来的 历经了好多年出力不动 可你想想看 既然城池 都被大自然力量搓揉成面团了 土堆里面怎么可能还会有一个祭祀台存在 这证明 祭祀台肯定是后面的人给建上去的 从祭祀台的保存情况 干尸残破服装 以及木头船子工艺来看 我看属于原末明初的玩意儿 也就是说 在这土堆迷宫的附近 原末明初应该有人在此生活 真要找古董 其实应该在方圆十余里范围地 去找这些祭祀之人所生活的废弃城池 我笑道 不愧是专业的呀 对各种墓地道道贼亲 下喜闻言 脸色顿时变了 神情极为古怪 你小子原来在试探我呢 我回道 要不然呢 下喜是神秘君家 神秘君家是盗墓贼 一直以来 我从来没见这货入过盗墓手段 唯独一次合作 去大巴山到下墓 下喜还装成狗屁不通的样子 这次见到了他之后 由于香柳的人一直在身边 我们又不能敞开来聊天 更不好问关于他的绅士情况 成此机会 我试探了一下他盗墓的水准 只能说 这狗日的隐藏的实在太深了 我拍了拍他肩膀 今天下英雄 唯凤先与尘尔 城方之徒 不足鼠眼 下喜骂道 死一边去 回到营地 立马有三位向柳的人跟了过来 城方这是怕我们乘机逃跑 派人来盯着了 其实 现在就是让我们逃 我们也逃不了 要逃跑 必须要先做通阿米娜的思想工作 否则就我跟下喜两个人跑 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也没有像到 在沙漠当中就是死 之前我曾悄悄问过下喜 问他跟阿米娜 进展到了什么地步 下喜告诉我 上次在沙地上跳舞的时候 他故意和阿米娜滚沙地 已经将情况跟阿米娜讲了 但这小姑娘的年纪虽然小 性格却比较固执 他觉得 沙漠的子民 一定要讲诚信 既然答应了戴城方等人 安全进出沙漠 一定要说到做到 不能抛下他们不管 否则自己死后 一定会变成魔鬼 这种想法 完全可以理解 草原也好 沙漠也罢 在这些地方生存的人 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观 相对于外面世界的人来 他们淳朴而单纯 意识之间 非常难以改变 他们内心的坚持 下喜告诉我 需要再给他一点时间 我们几人在营地 等了大概两个来小时 城方等人 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显然什么都没有挖到 下喜点着根烟 嘴角上扬 神情鄙夷地瞅着他们 城方说 米娜姑娘 继续前进吧 阿米娜文言 开始吆喝着骆驼 带着大家继续向前 在这个迷宫一样的沙堆 我们已经耽误了 一天一夜时间 不过 对城方等人的大局 没什么影响 主要是前面走得太顺利了 阿米娜的意思 如果一切正常 再有三天时间 大家就能走到无销了 可事情的进展 没那么顺利 到了傍晚时分 白骆驼本来走得好好的 但突然四肢着地跪了下来 朝着西北方向 头一颤一颤的 似乎在对着西北方向的 天空在磕头 我们以为是白骆驼 年纪大了 有点不愿意再走 正准备问阿米娜 怎么回事 阿米娜见了白骆驼的样子 翘脸神情斗变 立马下了骆驼 快步跑到一处高高的沙堆 拿起牛角号就开始吹 声音呜呜作响 一会儿之后 阿米娜将牛角号放在耳朵边 听了一阵 紧接着 小姑娘像疯了一样往回奔 路上还摔了两跤 无比急促地说道 北方有风 很大 大家快上骆驼 跟着我跑 我们见她露出这副表情 知道形势非常严峻 沙漠里的风 跟内陆不一样 风可能是一阵微风 没任何事 过了也就过了 但也有可能是狂风 将沙地给吹得疯狂流动 彻底改变原来的地形地貌 也能将人和骆驼 给全部撕裂成碎片 还有可能本来是微风 但因为沙漠气候与地形比较复杂 突然又变成了龙卷风 带着你上天玩两圈 阿米娜作为向导 她的主要带路手段 就是听风 此刻她如此慌张 这阵风应该是足以毁灭 我们这支队伍的存在 阿米娜翻身骑上白爷爷 嘴里一声吆喝 带着我们东北脚奔去 所有骆驼 开始撒鸭子狂奔 那匹白骆驼 虽然年龄已经很大了 但此刻我们才发现 她的惊人能力 她跑起来 就像沙漠中的一团金斗云 速度之快 令人匪夷所思 其他骆驼 压根赶不上她 但显然阿米娜 故意让白骆驼 放慢了一点速度 她担心我们跟丢 而且 她还要转头不断地扬边吆喝 指挥着整只骆驼队伍 下席被颠得开始哇哇狂吐 脸色一片辣白 仿佛快要抓不住缰绳 阿米娜非常担心她 不断地冲她说 下歌 趴着 抓驼峰 下席听了 奋力地抓住驼峰 方才稳定下身形 驼队一直在往前风奔 极为恐怖的情形出现了 我耳朵听到了非常震撼的声音 这声音如同几万串鞭炮 在一起鸣放 不断爆裂 也像置身于巨大的瀑布下面 轰隆隆响动 还若远古万千士兵 同时在吹号角呐喊 呼嚎声震天裂地 回头一看 远方遮天蔽日的沙尘 弥漫着整个世界 无边无际 中间有一团如山一样 高大的恐怖沙团黑影 仿佛是天地之间 足以摧毁任何力量的超级魔鬼 正呼啸着朝我们盖过来 我遭遇过非常多生死 被拿捏于一线之间的场景 但却第一次感觉到如此恐惧 后面整个世界 仿佛都被沙尘给淹没 接下来很快就要 将我们给彻底吞噬 世界末日来临的济世感 以前我跟人斗的时候 觉得身上有着不少力量和智慧 但此刻在大自然的面前 我感觉自己比尘埃还要渺小 我们已经听不到阿米娜的声音了 只能看到她脸色苍白 神情万分着急 不断地舞动着手 尽一切可能地 指挥整个驼队不走散 这姑娘真的太淳朴了 按照她骑着白骆驼的速度 在这种姓名攸关的时候 完全可以独自一人安全离开 但为了我们 她放慢了速度 企图将整个团队 给带离危险区域 千军一发的时刻 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慧云大师从骆驼上摔了下来 她的骆驼在我的正前面 我见到她奔跑的时候 用绳子将自己的身子给绑住了 跑起来还挺稳当的 但让人无语的是 她见到了后面恐怖无比的沙尘暴之后 竟然身躯坐直起来 开始双手合十念经 这一下动作的变化 导致她突然掉在了地上 骆驼的速度又快 开始拖着慧云大师狂奔 拖不了多久 慧云肯定要被拖死 向柳的人没有一个理会她 拳骑着骆驼撒鸭子狂奔 我和下席两人正好在慧云大师后面 为了避免骆驼乱奔 才死慧云大师 我们紧急乐了一下缰绳 准备下骆驼去捞她一把 可这一类 受惯性力量的影响 我们两个人都从骆驼上栽倒下来 玩犊子 眼前风沙迷眼 我们在地上翻滚 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 不过两人的距离 与慧云大师不远 他绑在骆驼身上的绳子也断了 我们指的将已经完全动弹不得 满头满脑全是血的他 从地上给扶了起来 本来想跑 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头顶在下着狂杀 如同青盆倒的暴雨一般 将我们几人给扑倒在地 更完蛋的是 此刻骆驼不见了 之前我们紧跟的整个驼队 在风沙之中彻底没了影子 我感觉 这次真的要见燕望了 抱着滚 我歇斯底里的大喊道 也不知道下席有没有听清 这是在临死之前 我们唯一能做的事 三个人如果抱在一起 在沙地上滚动 一来可以避免三人互相失散 二来 三人的体重加在一起 不断地滚动 能最大限度减少 被沙尘卷起来的可能性 至于能起多大的作用 已经不是我们所能管的 能活下来 全靠天意 下席显然与我同时想到了这一点 我们两人快速抱着慧云大师 开始疯狂地滚动 起初还好 没感觉到 身体有被锋利吹动螺空之感 但随着沙尘越来越大 呼啸之声越来越近 尽管我们尽全力死死的强贴地面 但身体已经有一些发飘了 危机万分之时 白爷爷竟然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他的背上没有阿米娜 他猛地向我们跪了下来 将身躯压到了最低的位置 白爷爷来救我们 可阿米娜呢 眼下根本无法去想这些事 我们用了全身最大的力量 将慧云大师先拖上了骆驼背 我和下席也开始趴了上去 成方这王八犊子 真的害死我们了 给我们吃的那种鬼药 导致我们身上没什么力气 幸好求生的本能 让我们最大限度迸发了体内仅存的力量 可光这些简单的动作 也已经花费了不少时间 正是因为这些时间的耽误 风又近了一些 白爷爷那么庞大的身躯 在风吹的作用之下 站起来的过程之中 有一些摇晃欲抖 差点将我们给甩下去 但白爷爷的经验极为丰富 他立马再次屈膝 众心迅速下移 避免我们和自己摔倒 这一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人瞬间全都稳住了 白爷爷如同弹簧 开始撒鸭子狂奔 我们也不知道 这次能不能逃出去 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凭着求生的本能 死命地抓住绳子 同时尽力不让慧云大师摔倒 眼前的风沙还在弥漫 耳朵里的呼啸之声 丝毫未减少 感觉白爷爷和我们三个人 就像巨浪里的小片周 随时都有负面的可能性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突然感觉 视线好了一些 耳朵边的声音也小了一点 似乎还能听到 白爷爷的大口喘息之声 不确定这是真实的 还是假象 刚才沙尘的恐怖 让我脑瓜子至今嗡嗡作响 再前行了一会儿 世界竟然安静了 白爷爷开始放慢了脚步 我睁开眼睛一看 风沙已经彻底没了 天空中暗黄色的太阳依旧 似乎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从天上太阳的角度来看 我们好像已经来到了 阿米娜告诉我们 要逃亡的东北角 之前的风沙 是从西北方向裹挟而来 它一直往东南而去 此刻可能已经跑远 我们逃出来了 下戏整个人 像是从被埋在沙地里 被拖出来的一样 唯独两只眼睛闪亮 它也诧异无比地看着我 夏哥 苏哥 我们耳朵 好像听到了声音 晃了晃头上的沙 往前方一看 发现小小身影的阿米娜 她正从一个高土堆上奔下 朝我们无比兴奋地跑来 下戏见了 说了一句 天使妹妹来了 我必须得躺话 扑通一声 这货从骆驼上掉了下来 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地里 我感觉自己身上 那股求生的镜头 也彻底泄气了 手再也抓不住绳子 也从骆驼上倒了下来 慧云大师倒是躺得挺牢靠 在骆驼上一动不动的 没一会儿 阿米娜跑过来了 这丫头见到我们几人都没事 竟然呜呜地哭了 太好了 沙漠魔鬼没带走你们 我们只得艰难从地上起身 夏喜说 你别哭啊 咱可是有背景的人 沙漠魔鬼不敢收走我们 阿米娜呜呜地问道 什么背景啊 夏喜说 我的背景就是咱家老爷子 老爷子 我夏大公子 给你磕一个 讲完之后 夏喜对着白爷爷 跪下砰砰砰地磕头 这是真磕 夏喜见我不动 回头骂道 你特么快给老爷子磕头 没一点眼力见吗 我一听 感觉这头必须磕 赶紧也跪了下来 冲着白爷爷磕了好几个响头 阿米娜见我们这副做派 扑刺一下笑了 而在此时 慧云大师也醒了 他整个人都是猛地 像摔傻了一般 不停地晃动 粘在光头上的沙土 我们问阿米娜 刚才咋回事 白爷爷怎么突然跑回来救我们 阿米娜向我们解释 他见到我们两人 为了救慧云大师 全摔在了地上 骆驼也跑了 急得不行 但风沙太大了 他无法跑到我们摔下来的位置 而且 如果他回来就 承方那群人没了领路之下 他们瞎跑之下全要死 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得让白爷爷回来 自己骑着慧云大师的那匹骆驼 带着承方那些人跑 夏喜问 承方那群王八犊子 老天还没收了他们呢 阿米娜闻言 神情有些黯然 但夏哥你以前说的没错 他们真的好坏 我问道 怎么了 阿米娜解释道 我带他们先逃离了出去 本来准备骑着骆驼 回来救你们和白爷爷 但他们不让 万一我回去救你们出事了 他们不仅去不了乌宵 还出不了沙漠 我不愿意 说抛弃同伴 会受到魔鬼的惩罚 还是准备回来救 但他们拿武器逼着我 说 如果我赶回来 就马上杀了我 后来我苦苦哀求 他们只答应我在安全的地方 等一个时辰 时辰一到 你们还没回来 他们让我必须回去 带他们立即赶路 他们有一位队友 这次也被飓风给挂走了 这些人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还把这人在骆驼上 剩下来的钱给分了 讲这话之时 阿米娜的眼眶红红的 这太正常了 我和夏夕肯定很重要 成方心里自然也不想 我们死 但比起他们自己的生命 他们绝对不会傻到 让阿米娜顶着飓风冒险来救 单纯若阿米娜 还觉得这种行为无法理解 我问 所以他们就在前面 阿米娜点了点头 无比委屈地说 他们担心我跑 将骆驼和物资 全留在了身边 只让我独自一人 站在高砂堆上等你们 我们快过去吧 时间快到了 夏夕说 所以说米娜 之前我跟你怎么说来着 畜生一定是没有人性的 你不能把他们当人来看 逮住机会 咱们得想办法撇开他们 阿米娜低着头 没吭声 也没反驳 很显然 这次飓风事件 对阿米娜的内心 有所触动了 我们舍声 拒救惠云大师 成方等人 不顾队友的生死 比较之下 数好数坏 高下立判 见阿米娜不吭声 下戏转头问惠云大师 大师 你觉得他们 是不是畜生 惠云大师 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下施主之言 老那并不认可 佛曰 救人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 我们与成方施主等人 一并安全离开沙漠 方为上善 下戏无语道 你不能光看佛曰东 不看佛曰西 佛还约了 终结恶人的生命 及时帮助他们新生 让他们在沙漠里玩犊子 省得他们再犯罪孽 从此终止他们的人生八苦 登上西方 潇潇洒洒洒的极乐世界 我这可是在做大善事 惠云和尚文言 想了一想 哪位佛陀约过这句话 下戏回道 拿摩本师大下佛 大佬 实得摁实得嘎 惠云大师梦了 我说道 回去吧 眼下也没有物资 想跑路也不行 众人开始起身回去 走了几步 我似乎脚踩到了什么东西 感觉像是软体动物 那玩意儿动了一下 突然从地面弹出 直逼我的面门 我大惊之下 本能下意识侧头一躲 转手一个手刀向它劈去 一劈即中 那玩意儿 被我一手刀给劈成了两段 掉在地上 一动不动 阿米娜看了一下 说道 沙漠汗蛇 没什么毒性 不用害怕 估计它是刚才飓风 从别地卷过来的 下戏却长大了嘴巴 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 我说道 嘴巴张这么大 想装鸟屎呢 下戏说道 不对啊 苏子 我问 怎么不对了 下戏咽了一口唾沫 我们不是中了 板凳王的软精药吗 你刚才那一掌灰手 看起来容易 但能将软体动物 给瞬间斩成两半 这特魔武功是恢复了 我一听这话 方才反应过来 对啊 软体动物要斩断 不仅要有力度 还要有速度和巧劲 以之前自己的状态 根本不可能做到 我问 你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 下戏回道 还跟原来一样 麻 软 糯 我晃动了一下手脚 觉得自己四肢 没什么麻软的感觉 为了确定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让他们散开一下 紧接着 我退后了几步 嘴里一声爆喝 往前急速狂登 借力两步飞身上了白骆驼 在空中一个旋转翻身 落下的同时 手中啪啪啪打出了几招通背拳 双脚稳稳地站在沙面 四周扬起 阵阵飞沉 整个姿势行云流水 一起喝成 囚禁有力 一个字 帅 不仅一直坐在白骆驼上的 慧云大师看呆了 夏喜和阿米娜也看呆了 阿米娜忍不住说道 苏哥 好功夫 我有一些不理解了 夏喜身上依旧软绵绵的 我现在毒却好像消失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刚才一番逃命 打通了认毒二脉 还是由于体内歧尸舌毒 经过这么多天 发挥了积极作用 解了成方下的毒 可不管怎么说 这算是大好事 我盘算了一下 现在优势已经开始往我们这边倾斜了 一来 一直坚守内心信仰的阿米娜 在这次风暴之后 对成方等人已经产生了反感 基本已经倒向了我们这边 接下来 只需要成方等人 再干一件恶心事 估计阿米娜就会彻底抛弃他们 二来 此次进沙漠 除了我 夏喜 慧云大师 阿米娜之外 香柳一共进来了十人 但截至目前 由于他们自己作死 吃魔鬼但吃死一个 被杀红蠢咬死两个 暴风刮走一个 只剩下了六人 力量正在不断减少 三来 我现在 已经恢复了武力 成方等独自尚不知情 倒是一旦时机合适 即便是干不过他们六人 但半猪吃虎 带着夏喜等人悄悄潜逃 问题不会太大 分析到这里 我嘴角扬起了一抹冷笑 夏喜交代道 米娜 慧云大师 我们现在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性命攸关 苏子现在是我们最大的仰仗 他身上毒 以解之事 暂不可说 他们点了点头 我冷哼一声 回去 继续陪他们玩耍 二十多分钟之后 我们来到了成方等人等待的地方 那地方是一处沙堆 成方等人一个个全身沙土 面如菜色 坐在地上 他们见到我们回来 神情非常复杂 一丝庆幸 也有一丝不爽 庆幸的是 我们没死 他们出去之后 对海老贼有交代 不爽的是 怎么特么这都搞不死我们 有点无语 吓喜黑黑一笑 雷猴啊 小扁犊子们 成方没理会这个神经病 对阿米娜说 米娜姑娘 我们刚才检查了一下装备 已经没水了 此事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 我们全傻住了 本来我有些不大幸 但过去检查了一下自己 一直骑的那匹骆驼 发现上面的包裹绳子已经断了 断口成撕裂状 显然是骆驼在跑路之时太疯狂 包裹断裂掉了 再去看了一下香柳那些人的东西 食物倒是还剩下一些 但水袋基本全都是空的 唯独会晕大师之前骑的那匹骆驼 上面的东西倒是挺牢靠 还有半水袋的水 这下我彻底信了 下洗大脑道 不是 你们能不能稍微提高一丢丢智力 我们几人跟骆驼分散 水被跑丢没什么话讲 你们特么一直坐骆驼上 水还能弄丢 成方脸上肌肉直抽搐 没吭声 这个意外实在太致命了 他们六人 我们四人 仅剩下汇云大师半水袋的水 别说去找乌霄里面的秋辞谷国了 就是现在立即返回 也全要死在路上 阿米娜显然也有些慌了 她迅速地跑到一个沙堆高处 再次吹响了牛角号 接着听风 判断完毕之后 阿米娜从沙堆下来 神情非常沮丧 这里是沙漠的上风向 附近都没有水 我们必须赶紧到下风向去找水 成方问 预计多久能找到 所有人都看着阿米娜 期待着她的答案 因为她的答案 直接决定了众人的生死 阿米娜回到 不能确定 也许很快 也许一直找不到 此话一出 众人全粘了 香柳有人立马过去 将慧云大师骆驼上的半水带水 拿了过去 准备递给成方 下戏一把将水给抢了过来 转手给了阿米娜 向柳的人马上对下戏拔出了武器 下戏冷哼一声 背着双手 嘴角轻蔑上扬 一副有种动脑子一根头发的模样 成方说道 谁给阿米娜姑娘 向柳的人文言 方才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给阿米娜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我们这些人在沙漠里等同于废物 要找到水活下来 全得仰仗阿米娜 必须先保证她的安全 下戏的做法非常正确 阿米娜对下戏刚才的行为 有一些感动 大眼睛瞅了下戏两眼 我问阿米娜 沙漠里没水能活几天 如果是在内陆 一般人没水摄入体内 可以活四五天时间 在毅力和体力都非常强的情况下 极限七天 可在沙漠里面 我不敢确定 阿米娜回到 沙漠温度太高了 不行动极限四天时间 如果要行动找水 两天时间最多了 这半袋子水 两天之后 每人可以喝一小口 能再撑一天时间 所以我们必须在三天之内 找到水源 我回到 别等了 赶紧出去吧 对我们来说 时间就是生命 众人不敢再停留 开始骑着骆驼 往下风向找水 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尽量调整呼吸 保存体力 跟紧阿米娜 阿米娜小姑娘的经验 非常丰富 找水的办法很多 主要分为几种 一是寻找苔藓 以及小沙戟等植物 试图用蒸馏法 获得水分 二是 砖走高大沙堆的 中间凹槽地带 下产挖土 看是否存在地下水 三是 观察天空中的飞擎 判断飞擎碗间 飞离方向 通过动物轨迹来寻水 四是 在沙地挖一个漏斗坑 用塑料布放在上面 利用昼夜温差 收集冷凝水 不是全无效果 倒也弄到了一丁点水 但对我们这只 识人的庞大队伍来说 完全不够 我们在这种状态之下 奇迹一般的 竟然坚持了四天 到最后 一点谁也没有了 沙漠太阳温度很高 所有人嘴巴都已经干裂 身体达到了承受的极限 香流有一人已经晕倒 人湿不醒 两人出现了幻觉 时不时像神经病一样 对着天空说 下雨了 或者说 我爱洗澡 好多泡泡 欧夜 就这种状态 如果今天之内再不找到水 估计全要挂掉 有人提出 骆驼能在沙漠中行走 驼风里面应该有水 不如割驼风 下席有气无力地骂着人 脑子全是粪便 驼风里全是脂肪 靠骆驼自身的循环供养分 根本没水 有人又提出 干脆杀骆驼 喝骆驼鞋 阿米娜不同意 说血液不稀释 喝下去更渴 倒死死得更快 所有人都非常绝望 慧云大师一直坐在骆驼上 闭目双手合十 一动不动 有好几次 我们以为他已经圆寂了 过去动一动他 结果发现他不仅没死 状态反而是所有人中最好的 也许是因为他很少运动 很少说话的缘故 当天晚上 我们来到了一个荒废的城池 残垣断壁半堵墙 到处都是沙土 估计是风卷起了掩埋在城池上面的沙 将它给裸露了出来 这个发现让我们非常兴奋 因为有城池的地方 证明以前有人曾在这里生活 存在地下河的可能性 我们祈祷 城池下面的地下河千万不要干涸了 到了城池里面 我们用尽最后一次力气 找到了城池边缘的几口水井 上面有井盖 打开井盖之后 将一人给吊了下去 让他看看里面有没有水 反馈过来的结果让人绝望 这不是一个水井 而是河井 也就是那种专门用来疏通地下河的工程入口 他在下面找到了地下河 但全是沙子 都不知道干涸了多少年了 而且还有不少尸骸 把这家伙拉上来之后 他坐在井口 呜呜地哭了起来 大家开始闭着眼睛 一句话不愿意说 斜靠在沙堆里 望着天上的月亮 等着死神的到来 一会儿之后 我睁开了眼睛 不对劲 下喜抬了抬眼皮 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神情凄惨地笑道 见到牛头马面了 我仔细听了一下 井下有人在哭 没人理会我 都以为我出现了幻觉 我对那位坐在井沿口 哭得或说道 闭嘴 他闭嘴了 隐隐约约 井下传来了哭声 女人的哭声 井口犹如一个喇叭 隐隐约约的哭声 还带着回音 夜色之下 荒废城池 尸还哭井 悲耸哭声 令人毛骨悚然 他们的表情 均无比诧异 显然所有人都听到了 一位向柳的人说 鬼就鬼吧 反正也快死了 无所谓 希望鬼能来搞死我 还痛快一点 我寻思还老贼 都招了一帮子什么人 就这智商 还跟着进沙漠呢 我对他们说道 必须得下去看看 下喜闻言 艰难得点了点头 对 鬼神这东西 反正我没见过 这哭声 只能是两种情况 要么是下面有风 通过井口带出来了回音 但这井下面的地下 和全埋了沙 暗场里应该堵塞了 若真有风 证明还没有完全堵塞 兴许还有找到地下水的希望 要么是什么古怪动物发出的声音 不管是任何动物 它们能长期在沙漠里生存 一定需要水 假若能找到它们的老巢 大概率也会有水的存在 阿米娜说 下个说的没错 我们必须得下去看看 做最后的努力 生死关头 成方难得对我们的观点 表示完全赞同 哑着嗓子转头说道 都打起精神了 下井 打起精神是不可能的 所有人都已经摇摇欲坠 身体根本没有什么力量 但鉴于目前这种情况 大家都在依靠本能 开始在进口打绳子 拴轮滑小葫芦 小葫芦很省力 如果是平时 只需要手抓住 就可以顺利下去了 但现在所有人的手都没有力量 只能将绳子绑在腰间 靠着轮滑本身的力量下去 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 由于自身不能控制力度 我们全像是吊着的木偶人 有人屁股朝下 有人头朝下 有人背部朝下 几乎全都是摔下去的 所幸下面全是棉纱 不足以让人受伤 饶是如此 摔下去之后 半天动弹不得 下去之后 耳边呜呜的哭叫声不见了 不管声音还有没有 反正不下来也是死 大家法淡定了 众人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 稍微恢复了一点力气 开始打起探照灯 艰难往前找了起来 这是一个工程井 下面是横向贯通的 非常开阔 多年前的古人 智慧惊人 打这种工程井 用来检查地下河 保证河水能贯通全城 不会堵塞 同时也可以用石灰等东西 纯净下面的河水 最大限度保证城池里人的生产生活 四周有一些海谷 到底是古人的 还是后面有人曾来过这里 已经不可考了 往前面走了一段路 我们先感受了一下风 发现四周没有风 非常闷 证明下洗的第一个推断 不可能存在 再前行百余米 香柳一个人指着地下 脸色蜡白地说道 不是动物 是人 众人拿着探照灯 往地上看去 发现确实是人的脚印 虽然不是很深 但五个脚趾印 却非常明显 这一下 倒真的把我们给吓了一跳 虽然我们不信鬼神 但在这诡异无比 四周又不满海谷的通道 刚才那声音 又确实是人的哭声 现在还突然发现了人的脚印 换谁干 都会发产 大家都站立不动了 下洗说道 人死卵朝天 不死万万年 管他是人是鬼 跟着脚印走 所有人开始小心翼翼地 跟着脚印走 脚印时有时无 像小孩子跑步一样 走了大概几百米左右 四周非常黑 整个地下河的空间 无比巨大 探照灯打过去 都见不到底 更关键是 脚印突然没有了 我们在前后左右找了一大圈 什么东西都没发现 有人已经受不了了 干脆坐在了地上 不愿意走了 我拿着探照灯 往四周晃了一圈 忽然之间 我见了天空中的星星 星星 这里是封闭的地下河通道 怎么可能有星星 手中探照灯迅速折返 再往头顶一照 我吓得整个人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 十来双星红无比的眼睛 正在我们头顶的正上方 死死地盯着我们看 上面有人 此话一出 所有人手中的探照灯 全朝头顶射去 穷顶一片亮堂 但他们的速度非常之快 迅即往四周攀爬跃动开 我们根本没看清楚 他们的样子 头顶顿时恢复了一片寂静 靠拢 成方大声吆喝 这一下 极度刺激了我们的神经 连之前摊坐在地上的家伙 也弹跳起来 迅速靠拢 背靠着背 手中端着武器 往外瞄准 一个个呼吸 无比急促 还真特没有人 他们到底是谁 骤然之间 四周突然响起了 震耳欲聋的哭声 哭声极为凄厉 伴随着整个地洞的回音 犹如幽冥地府 完全万千阴魂所命 在身体情绪 体力已经崩到了 极限的程度之下 这突如其来的哭声 成了压垮众人的 最后一颗稻草 香流有一个家伙 受不了压力 已经彻底崩溃了 他突然癫狂地嚎叫着 双目星红 手中的猎枪 向着哭声发出的方向打去 别打 阿米娜大叫道 我眼急手快 抬脚绊了他一下 这货栽倒在地上 碰 一声响 猎枪打歪了方向 击中了旁边一个杀堆 杀子四箭 哭声突然停止了 我们听到凌乱的脚步声 他们似乎在四萨而逃 阿米娜让我们不要动手 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手中的探照灯 往脚步奔逃声的方向照去 发现五位个头矮小 浑身毛茸茸的人 正高举着双手 在呼啦啦地跑步 显然被刚才一声 猎枪响动给吓坏了 他们全身好像穿着 白色的衣服 不对 那全是白毛 这到底是什么鬼 说他们是人 但他们与人长得 完全不一样 尖嘴猴腮 刺着獠牙 耳朵长长的 像驴耳朵 浑身还长着白色的毛 连脸上都全是白毛 说他们是猴子 但他们却能完全直立行走 而且没有尾巴 即便是猴子 按照动物的运动惯性 哪怕经过训练 直立行走一段路 也会趴下来 四肢着地走路 可他们却好像 一直能直立行走 难不成 他们是这荒废城池以前的古人 现在蜕变成了这个样子 阿米娜大急道 沙漠狐猴 快跟着他们 能找到水 我们一听这话 顿时要疯了 完全管不了 到底什么是沙漠狐猴 开始撒鸭子去追他们 可人的体力 是有限度的 到我们这种身体状态 已经完全跑不动了 仅仅跑了几十米 所有人都纷纷扑倒在地 压根爬不起来了 这是极具心理 和身体刺激之下 造成的抽筋 这是我们唯一生还的希望 我尽力从地上爬了起来 比他们多跑了十来米远 但运动太过激烈了 小腿竟然也抽筋了 整个人栽倒在地 疼得呲牙咧嘴 完全动弹不了 完蛋了 仅存的希望 因为香柳那个脑子 全是粪便家伙 猝不及防的一枪 给彻底打灭了 就在无比绝望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那些沙漠海猴 见我们全倒在地上 呲牙咧嘴 竟然停了下来 站在远处 非常好奇地瞅着我们 而后 他们竟然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一个个笑地捂着肚子 有的甚至还在手掌拍地 似乎观看了一场 大型喜剧表演 我们所有人面面相去 要不要这么羞辱人 成方试图挣扎 从地上爬起 但尝试了两下 又一屁股摔在地上 大急道 阿米娜 他们没跑 现在怎么办 阿米娜也焦急万分 不知道 反正不能打 打了他们被惊吓 就全跑散了 只能跟紧他们 他们晚上一定会 回沙漠湖边睡觉 跟紧他们 我们也知道 如果我们身体一切正常 倒可以尝试一下 问题是以现在这种状态 我们怎么干 夏喜问道 米娜 他们能不能听懂人话 如果能听懂 干脆打伤一个 逮起来 逼着他去找水 阿米娜摇了摇头 他们听不懂的 打伤了他们 还会引来他们同伴的攻击 他们真的发起疯来 非常可怕 这玩意儿不能打 不能逮 又听不懂人话 怎么办 夏喜说道 苏子 快想点办法呀 我寻思你小子 别把什么锅都往我头上带 哥们智商又不比你高 脑子正急速地转动 却见到慧云大师坐在地上 双手合十 眼睛看向那些沙漠海猴 脸色竟然非常欣慰和怜悯 双手合十 若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极非菩萨 佛本无像 以众生像为奇像 阿弥陀佛 老那修行有幸 沙漠里也能遇佛陀像 善哉善哉 这是佛陀像 我算了服了慧云大师 不过他的几句话 又将我的思路给打断了 只得重新拉回思绪 急速思考 谁想到 慧云大师 拆开了自己包裹里的饼干 丢了过去 沙漠海猴见了 先是抓耳挠腮 后来有一个勇敢的家伙 先去拿了饼干 塞在嘴里吃 吃了之后 他露出獠牙 呈现一副爽翻云端的神情 开始疯狂地吃 旁边几位过去抢 慧云大师笑呵呵 又拆了几块饼干丢了过去 五个沙漠海猴蜂拥而上 全抢着吃了 我脑袋顿时闪了一下 与夏喜对视了一眼 对啊 现在我们不能动 不等于一直不能动 为什么不用食物先吊着他们 我和夏喜去大巴山下木的时候 曾遇见了一群恐怖的木客围攻 当时我们还靠酒勾引他们喝 解了围 现在与当时的场景 何其相似 只不过 在大巴山墓地为了驱赶 而在这里墓地 是为了粘住他们 但手段完全可以用一样的 慧云大师大智若愚 夏喜忙不迭地说道 阿弥陀佛 大师 我爱死你了 大家分点食物出来 众人都从包裹里 拿了点食物出来 全抛了过去 五个沙漠海猴全跑了过来 纷纷抢食 吃得津津有味 他们吃完之后 竟然伸出了手 向我们讨要 所幸 我们水虽然被丢了 但食物没丢 储备比较丰富 井上面骆驼身上还有食物 实在不行 我们最后可以杀骆驼 或者阿米娜 能想办法抓黄羊 或添上一些飞禽来吃 我对他们说道 优着点给 熬到我们休息好能动 尽量与他们培养信任 他们开始丢一些小东西过去 无非是牛肉粒 小饼干 掰断的火腿之类 就这么掉了一会儿 沙漠海猴完全不走了 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 抓耳挠腮的 夏喜这货 践行士已经缓和下来 开始犯贱了 他手中拿着半截火腿肠 对着一个沙漠海猴晃来晃去 人家想抢 这货又拿开不给 如此反复好几次 夏喜笑着说道 哥们 想吃 记得等下带我们去找水呀 啪一声响 那沙漠海猴恼火了 没等夏喜把话说完 结结实实地扇了他一巴掌 夏喜帅气的脸上 顿时呈现出五个手指印 他整个人也歪倒一边 手中的火腿肠也掉了 沙漠海猴 立马从地上捡了起来 连沙子一起 抓进嘴里吞了 夏喜什么时候受过这等羞辱 大骂道 好小子 你特么 他想从地上起身 但挣扎了两下 起不来 一屁股又坐了下去 沙漠海猴手撑着腰 眼睛心红 嘴里嚼着东西 刺着獠牙 瞪着夏喜 一副有种你起来干我的模样 夏喜强咽下了气 双手合十 大哥 你牛逼 我错了 我瞅着他那副犯贱的样子 实在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 夏喜摸了摸脸上的血痕 冲我说道 你笑个屁啊 哥们好歹被猴打过 跟玉皇大帝一个档次 你能有这待遇 阿米娜也忍不住嘻嘻笑了 周围的沙漠海猴见状 学着我们的样子 双手插腰 头仰望着穹顶 开始哈哈哈哈笑起来 我发现 沙漠狐猴不仅非常贪吃 还颇有表演天赋 和幽默细胞 她们一笑 气得下喜吹胡子瞪眼 但又无可奈何 在休息的过程中 我们问了一下阿米娜 沙漠狐猴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阿米娜也解释不大清楚 她只告诉我们 在达里亚不仪人当中 口口相传着一个传说 沙漠中的三白 全是非常吉祥的动物 一种是跟人最为亲近的白骆驼 它可以带领人进出沙漠 能够预知风暴 以及规避沙漠里的危险 一种是大而小白狐 这玩意儿非常少见 它能带领人寻找到沙漠中 埋藏在地下的宝藏 一个是白色沙漠狐猴 从来没人见过它们 但它们最为神奇 白天会在沙漠四处玩耍 还会学蛇 到了晚上 它们就会回到绿洲去休息 据说 沙漠在以前还是汪洋大海的时候 沙漠狐猴本来是生活在海里的 但随着海水的不断干涸 它们身体也净化了 开始上岸生活 这种动物在达里亚不仪人的眼中 属于上天神的使者 专门派它们下来 带领沙漠里的人 寻找到新的生存土地 神的使者是不可能的 这玩意儿明显属于 灵长类动物的一种 但它们又不属于我们 所常见的西猴科 大狐猴科 纸猴科 懒猴科 鹰猴科 鼠狐猴科等科类 我们这群人里面没有动物学家 要是有 估计对它们科属 会非常感兴趣 直到后来 有一次 陆曾荫跟我探讨文字 他说 古人造字 其实非常的讲究 把人犹高到底分成了三种 分别为 会人 智人 愚人 会字 可拆分为会 心 会在古代代表了扫把 这是哈雷会心 被称为扫把心的原因 从字拆分可了解 但凡心中可以抛弃七情六欲 能将内心繁俗杂物 给全部打扫干净 这种人称为 拥会之人 智字 可拆分为之 日 那些知晓天上太阳运行的 规律和变化 掌握科学 技术 道理 这种为 只能称为有智之人 鱼字 可拆分为鱼 心 一个人如果像鱼一样 心中根本没开窍 啥事不懂 变为愚笨之人 我当时问他 像鱼一样 是什么意思 陆曾英告诉我 鱼字 在说文解字里面 其实是一种传说中的猴子 人如果像猴子一样不开窍 傻吃傻睡 傻完傻死 当然就是愚笨之人 我又问他 鱼这种猴子 长什么样子 陆曾英想了一想 拿笔画了一只猴子给我看 说古籍上的鱼 大概就是这副模样 我当时一看 心中骂了一句卧槽 这可不就是沙漠狐猴吗 如果陆曾英讲的是对的 足以证明 古人知识多么渊博 我们是多么肤浅 天地宇宙奥秘是无穷的 假设宇宙真理是百分之百 人目前所能掌握的知识 上不到百分之一 趋近于零 甚至 我个人认为 华夏古人在很多方面 比我们更接近 天地宇宙的奥妙 我们休息了好一会儿 陆陆续续 众人的身体 都已经开始恢复 慢慢地也都能动了 人从绝境 再到拥有生还的希望 心里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我甚至 感觉自己全身充满了电 像打了鸡血似的 转头对他们说 上井 继续用零食吊着他们 众人开始从地上爬起 往回返回 不时丢点零食在后面 沙漠狐猴兴致勃勃地 跟着我们 在后面不停地吃着东西 我感觉就现在这种状态 即便不用零食 他们也会跟着我们了 因为这些沙漠狐猴比较好玩 时不时过来动一下我们的包裹 有的还去摸一下 香柳人手中的猎枪 香柳那帮犊子 生怕被他们给摸走火 吓得将枪口死死朝地 我们沿着葫芦绳上去了 沙漠狐猴 根本不需要绳子 沿着紧闭几个瞪月就上去了 但也有两个喜欢玩的 扯着绳子 在当鞦韆耍 到了上面 我们带来的骆驼 突然见上来了这么五个怪物 顿时吓尿了 纷纷跪在了地上 白爷爷倒是不怕 大眼睛死死地瞪着这些沙漠狐猴 沙漠狐猴生活在大沙漠深处 这里人既罕至 也没人骑骆驼来过 他们对骆驼也非常好奇 竟然学着骆驼的样子 四肢着地 走了一会儿路 按照阿米娜的说法 等天黑了 这些玩意儿 就一定会回老巢去 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等天黑 他们对我们已经 没有了任何敌意 相信到时我们跟着他们 不会有大问题 众人开始继续休息 偶尔丢点吃的东西给他们 第一次感觉到白天的日子 这么难熬 主要还是因为渴得难受 但幸好大家的精神状态 还是饱满的 晚上九点多 太阳开始落山 金黄色的鱼蕴 洒满了整个沙漠 沙漠狐猴见到太阳落山 果然开始躁动起来 估计他们寄不舍的食物 又想着要回去 一副非常矛盾纠结的样子 但纠结了一会儿 这些家伙开始往西边走 边走还边回头看我们 我对他们说 全体上骆驼 跟着他们 众人翻身上骆驼 开始跟着沙漠狐猴 成功了 他们见我们上骆驼跟着 不但没有排斥 反而非常兴奋 一个个手舞足蹈的 才走了几步路 这些沙漠狐猴 竟然纷纷登榻了几步 上了四匹没人骑的骆驼 那四匹骆驼 是因为香柳的人 在行进过程中 因为意外挂了 但骆驼却一直没有走散 一路跟着我们行进 他们是五个家伙 骆驼只有四匹 其中一匹 只好两个沙漠狐猴共成 几匹骆驼 被一群白毛怪玩意儿 给骑着 吓得不行 打算甩掉他们跑路 沙漠狐猴毕竟不是人 他们不懂得掌握 其骆驼的平衡技巧 在骆驼的抗拒之下 他们时不时地翻倒在地 整得这些家伙有些发火了 冲骆驼刺着獠牙 阿米娜赶紧对着骆驼 吆喝了好几遍 骆驼才安静了下来 沙漠狐猴非常兴奋 骑着骆驼笑哈哈地往前走 下喜见了 脸色的肌肉直抽搐 手指着这些沙漠狐猴 转头问阿米娜 米娜 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做毕马温 阿米娜点了点头 知道 我以前去慕名家 看过卫星电视 上面有演 西游记 这是天上养马的官 孙大圣曾被骗当过毕马温 下喜闻言 嘿嘿一笑 为什么养马的官 叫做毕马温 猴子生气 难道仅仅是因为 嫌弃官太小吗 阿米娜摇了摇头 不知道 下喜说 马金 有盐 马就处母猴辟马瘟疫 竹月有天鬼流草上 马食之永无疾病已 什么意思呢 翻译过来 就是让母猴骑在马上 母猴排泄的尿液 散发出恶心的气味 留在马吃东西的草里 马吃了 可以预防瘟疫 避免因为瘟疫死去 猴子向来自视清高 玉帝老人捏坏 羞辱他是一只母猴子 让他去养马 避免瘟疫发生 这等于 让一个大男人蹲着尿尿 你说猴子能不发飙 大闹天宫吗 你看这些鬼东西 他们骑在骆驼上 像不像毕马温 哈哈 阿米娜瞪大了眼睛 露出小弥媚的神情 下哥 你懂得可真多呀 可那些沙漠狐猴 可完全不给下喜面子 他们似乎看出来 下喜在嘲笑他们 冲下喜露出了獠牙 下喜见状 身躯一哆嗦 抱拳道 大哥们 开个玩笑而已 认真你们就输了 沙漠狐猴掌握了其骆驼技巧之后 开始驱使着骆驼往前狂奔 我们只得一路紧紧地跟着 大概三个小时之后 转过几道沙丘 过了几处狭窄沙谷 在一个大沙丘的后面 我们见到了一汪蓝汪汪的湖水 湖水的面积很大 足足有十来个标准足球场宽 周围还长着不少荆棘 以及适合在沙漠里生长的树 这些天 我们看惯了漫天黄沙 第一次见到了葱玉的绿色 我们简直要疯了 所有人疯狂翻身下了骆驼 冲到了湖边 什么也不管 开始趴着狂饮 也不知道喝了多久 反正就只听到四周咕咚咕咚喝水的响动声 连白爷爷等骆驼 也开始对着胡牛饮 好一会儿之后 所有人都喝不下去了 羊躺在地上 一个个挺着大肚子 大口大口地喘息 我第一次体会到 水如此甘甜 滋润 等休息了一会儿 大家继续趴着 开始牛饮 反复几次之后 夏喜说 不行了 再喝下去 要水中毒了 我得去撒尿 上午都已经尿出血来了 米娜 你过来帮我看看 现在还会不会尿血 阿米娜文言 抓起一把沙子 就去砸下血 脸红得像苹果 又羞又气 夏哥 你太恶心了 旁边的沙漠狐猴见了 也纷纷学阿米娜的样子 抓起沙子去砸下血 他们还挺记仇的 夏喜指得撒鸭子 跑边上去撒尿了 这几只沙漠狐猴 住在几棵大树边上 那里有一块大石头 估计这玩意儿 在多年前处于湖底 但后来湖水逐渐干涸 露出了出来 石头整体成弧形弯顶 在下面能躲风 树底下也阴凉 他们栖息的地点 选择挺聪明的 我拉开了包裹 掏出里面的烟来抽 这些天没水喝 一直不敢抽烟 可憋死我了 抽烟的时候 几只沙漠狐猴 突然跑了过来 满脸神奇地盯着我看 我只得点了一根 给了其中一个 那家伙学我 用手加烟 但他不懂怎么抽 竟然将烟头 给塞进了嘴巴 烫得癫狂直叫 估计他们以为 我故意陷害他们同伴 所有的沙漠狐猴 刺着牙向我扑来 我特么吓疯了 一边疯狂往旁边跑 一边往后面丢零食 他们追了一会儿 见到了零食 折返回去吃 我站在高地 气喘吁吁 寻思这样下去不行 保不齐什么 不经意的行为 彻底惹怒了他们 根本难以抵抗 现在既然找到了水 必须赶紧走 我对他们说到 装好水 抓紧时间离开 众人开始去湖里装水 由于之前 曾吃了一次亏 这次装水的时候 但凡可以用的东西 都用上了 搞得满满当当 大家离开了这片湖泊 沙漠狐猴见我们要走 竟然一直跟着 但跟到这片湖水区域的外面 他们便驻足不前了 站在原地 情绪非常激动 呜呜哇哇地直叫 见我们完全不理会他们 这些货拿起石头 和沙子向我们的背部砸来 阿米娜解释道 沙漠狐猴的生存习惯 他们晚上不会离开 七夕的区域 估计他们见我们要走 舍不得临时 生气呢 下喜见状 笑嘻嘻地转过身去 对着那些沙漠狐猴 竖起了终止 虽然你们救了我 但为了表达在井下 被扇一巴掌的愤怒 我向你们竖一个直指 不算太过分吧 啪一声响 一团沙子 准确无误地 护在了下喜的脸上 下喜气地闭上了眼睛 抹了抹沙子 骂了一句 fuck 不再吭声了 接下来 一路前行无任何事 我们按照既定的轨道 向着乌霄行进 到了第三天晚上 大家扎好营 在原地休息 阿米娜听了一会儿疯 对大家说 明天我们就能到达乌霄了 我心中着急起来 乘着小编的间歇 悄悄问旁边的下喜 你小子跟阿米娜的 进展情况怎么样了 再这样下去 真的要被这帮犊子 找到秋辞古佛国了 下喜抖了一抖尿 等下向你汇报演出 我们回去之后 其他人几乎都钻在帐篷里睡觉 阿米娜独自一个人 坐在远处的沙堆之上 若有所思 下喜让我先进帐篷去 我进了帐篷 拉开了一条线 见到下喜这货 朝阿米娜走了过去 坐在了她旁边 两人在聊着什么 时不时逗得阿米娜咯个笑 一会儿之后 下喜竟然伸手搂了过去 阿米娜身躯一阵 一开始在挣扎 还无比紧张地 回头看有没有人偷看 见到众人全都在帐篷里 她身子挣扎的幅度明显小了 而后 她竟然慢慢地 将头靠在了下喜的肩膀上 从背影来看 一对幸福无比小情侣的模样 操 这简直是在造孽啊 下喜轻轻地搂着阿米娜 低声在她耳边说着什么 阿米娜文言 思考了两久 点了点头 阿弥陀佛 我不敢再看下去了 要不然长鸡眼 十几分钟之后 下喜回到了帐篷 我低声问道 你小子没有做啥 耽误人家 小姑娘的事吧 下喜也低声回道 苏子 别把我想得那么没品 她都闭上眼睛等待了 我连亲都不敢亲下去 就是觉得 别害了这丫头 不说这事了 阿米娜刚才已经答应我们的计划了 今晚两点 带一点必需物资 甩开他们 直接回家 我们之前悄悄商定的计划是 半夜的时候 让阿米娜命令白爷爷 像上次遇见沙暴一样 跪地磕头 她发现不对劲 告知城方等扁犊子 可能突然遇见了沙漠狼群 大家开始奔逃 在逃跑过程中 我们走散 往北边走 再突然折返回营地 阿米娜带着城方等人往东边逃 半路上甩掉他们 再返回来与我们会合 一起离开沙漠 至于说慧云大师 我们打算在刚逃跑之时 就会想办法横冲直撞 将他给弄晕 让他待营地边上 事态紧急 城方等独子 肯定不会去管慧云大师的死活 我听到下席已经成功的消息之后 强压下了心中的兴奋 对他说 干得漂亮 下席脸色无比冷峻 睡觉 睡肯定是睡不着的 在帐篷里 迷迷糊糊地瞇了一会儿 很快就来到了凌晨两点 我和夏喜都睁开了眼睛 阿米娜突然在外面 无比急促地喊道 大家快起来 快起来 紧接着 外面传来了无比嘈杂的脚步声 怎么了 白爷爷刚才突然发警示 可能有沙漠狼群来了 我和夏喜 立马从帐篷里窜了出去 外面的人快速地收着帐篷 这些帐篷全是简易的 香柳的家伙 又训练有素 短短几十秒时间 东西已经准备完毕 大家全翻身上了骆驼 成方急问道 阿米娜姑娘 狼群从哪个方向来 阿米娜说 从北边 大家快跟着我走 动作一定要快 成方突然冷哼一声 又问道 一共有多少匹 此话一出 我寻思坏了 成方这毒子 可能了发现什么 夏喜刚想阻止 阿米娜回答下去 但已经来不及了 阿米娜回答 二十多匹 为什么是二十多匹 不是十多匹 或者三十多匹 我猜的 阿米娜姑娘 你今天晚上在帐篷里 转来转去不睡觉 一会儿出来看一看骆驼 一会儿又去检查一下水袋 一会儿又坐在沙地里发呆 现在突然莫名其妙地 说来了狼群 到底想干什么 阿米娜脸一下红了 没 没干什么 我非常无语地瞅了瞅下喜 意思是 你特么明知道 阿米娜的性格无比单纯 为什么不提前交代他 今晚稳住情绪 不能路线 成方这独子 不会专门来看守我们 因为看我们也没啥用 我们也走不出去 但他们 一定会专门盯着 整支队伍的生命守护神阿米娜 沙漠里监听气什么的都失效 下喜跟阿米娜交代计划 离扎营帐篷距离又远 成方等人不可能知道 但他们今晚在盯的过程中 发现了阿米娜情绪非常反常 临出来之前 简单的几句话一炸他 就炸出去了其中的古怪 下喜满脸无辜 瞪了我一眼 他那表情的意思是 我已经对阿米娜千叮咛万嘱咐了 可他没忍住 成方冷声说道 明天我们就能进入乌宵 阿米娜姑娘 我现在可以向你摊牌了 在出发之前 我将队伍一分为二 一直进入沙漠 一直出了沙漠 出沙漠的那支队伍 目前他们已经在你家族 暂时放牧的地方待了好久 他们所得到的命令是 如果我没有带队从沙漠顺利返回 你即便是单独回去 也将永远见不到你的父母 族人 此话一出 我全身的血疼的一下涌上了脑子 成方这王八犊子 在出发之时 就准备了后手 成方这一招釜底抽薪 简单 粗暴 有效 实在太狠了 现在这种情况 阿米娜的族人 被他们外面的人给盯着 我们非但不能跑 而且 还必须想方设法 确保成方这小子安全 万一成方在沙漠里面挂了 没出去 阿米娜外面的族人 可就全遭殃了 对我们来讲 这下相当于 直接锁住了喉咙 压根动弹不得 如果因为我们 让阿米娜的族人遭殃 我们一辈子都会活在痛苦之中 夏喜脸色铁青 目光布满了杀意 拳头握死死的 她也明白 现在不能有任何异动 只能强忍着 阿米娜听到成方的话之后 先是惊吓得目瞪口呆 而后 她像一只吓坏了的小兔子 无比害怕地向夏喜靠拢 夏喜只得拉住她的手 我闭上了眼睛 极力压制自己的情绪 心中反复劝慰自己 成方在这个时候 将她的计划给暴露出来 反而是一件好事 要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直接跑路了 可真就酿成了惊天大祸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这口恶气早晚得出 现在还不是时候 事实上 从被成方弄到缰绳以来 我和夏喜都成了龙中的困兽 彻底丧失了一切外援 根本做不了任何事 田家不知道 夏喜被关在了哪里 想通过我接近夏喜 最后做局将我们营救出来 但一进入沙漠 所有可用的现代科技 江湖手段均已失效 他们压根不可能进行 下一步的行动 从某种层面来说 云情子在与海爷 这一招的对局之中 已经彻底翻车 万丈高楼平地起 辉煌只能靠自己 形势逼迫我和夏喜 目前唯有暂时屈服 伺机在进行反击 成方见我们震惊而气愤的样子 冷哼了一声 对夏喜说道 夏大公子向来喜欢诸葛孔明 但我成方独爱司马懿 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 当年诸葛亮为了激怒司马懿 给他送了一件女人的衣服 汗时男人穿女人衣服 被视为奇耻大乳 更何况司马懿乃一带枭雄 可司马懿非但不怒 反而将衣服穿了起来 哈哈大笑转三圈 最终也笑到了最后 夏喜一直嘲笑成方 是板凳王子 成方这句话 是对夏喜之前羞辱的重重反击 还真别说 成方的性格确实颇向司马懿 务实吃苦 小心谨慎 能忍羞辱 夏喜反而满脸无所谓地笑了 米娜 司马村妇不怕沙漠野狼 我们怕 直接走 这是对的 迄今为止 成方虽然对半夜 突然来野狼之事非常怀疑 但他并不知道 我们真正的计划 将计就计演下去 先麻痹一下对方才是上策 阿米娜非常听夏喜的话 骑着白爷爷快速向前 我和夏喜则紧跟着 成方见状 也没任何犹豫 手一挥 走 一行人在沙漠的夜晚 转了一整晚 在行进的过程中 我思考了两久 本来试图给个讯息 让阿米娜带队在沙漠里面转圈 就说找不到乌霄了 但考虑到以成方性格的英读 此次若没有找到秋辞古国 哪怕阿米娜完成了带他们进出乌霄的任务 保不齐这祸一怒之下 也会祸害阿米娜的族人 这个方案 风险实在太大 不能尝试 唯金之计 只能让成方进入乌霄 无比顺利地找到措辞古佛国遗址 等出去之后 阿米娜族人彻底安全了 再来想办法搞定他们 阿米娜在带路之时 一直忧心忡忡 愁眉不展的 夏喜对他笑道 米娜 你放轻松一些 尽管带路去乌霄 一切都有我呢 阿米娜听到了这话 情绪明显好了很多 带路更加急了 如此一来 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 就已经赶到了乌霄的边缘 漫漫黄沙 完全看不出 任何存在古国遗址的迹象 阿米娜之前曾说过 乌霄这个区域 在传说中 其实就是200来平方公里大小 它上次是因为 游牧不小心起了大风 与族人走散 误闯过这里 但只是到达了边缘 没有真正进入核心区域 鉴于沙漠 对乌霄的诡异传说 它立马返回了 历经十余天 才找到了自己的族人 200来平方公里 其实不算太大 成方拟定了一个 最简便寻找秋辞古国的方案 假若乌霄整个区域为中表 成方打算从6点方向 到12点方向横穿过去 拉一条直线出来 再从12点方向 沿外围走到3点方向 从3点方向到9点方向 横穿过去 再拉一条线出来 等于把整个乌霄区域 分割成了4块 如果在两条直线途中没找到 再分别从4块区域来找 两条线各一天 4块区域各一天 总计6天时间 足以将乌霄翻个底朝天了 这计划非常周详 我现在倒希望他们 能尽快找到 因为我们跟他们待在沙漠 什么也做不了 浪费时间不说 还白白遭嘴 成方也不让大家休息了 催促着阿米娜带队前行 往乌霄核心区域走 阿米娜万般无奈 指得带队向前 万万没想到 乌霄远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恐怖 事情出奇地顺利 在下午6点多 我们就已经顺利到达了 乌霄的核心区域 一幅神奇的景象 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片核心区域 竟然是一条隆起的高大山脊 如果把沙漠比喻成人 光滑无比的皮肤 这山脊就像皮肤上 趴着的一条没有角的蜈蚣 向天地的两头延伸 完全看不到尽头 地面上的沙是黄色的 但山脊却是褐色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导致 更令人震撼的是 山脊本来是一整条 但中间却出现了一个大窝口 如同蜈蚣的身躯中间 被人强行给拧断一般 此刻太阳已经开始西下 圆呼呼 红彤彤的太阳 位置正好处于山脊大窝口 正上方的位置 尚在缓慢下降 金色的余晖 由于两旁山脊造成了折射 向四周突然喷洒开来 弥漫着整片天地 与下面渺无边际黄色的沙地 交相辉映 呈现出来一幅天地奇景 该怎么形容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佛陀画像头上的金色圆轮 眼前的景象就是那种感觉 我感觉来到了西方极乐 不对 感觉山脊后面 有一尊神秘雄伟的佛陀存在 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地 瞅着眼前这幅奇景 慧云大师更甚 他甚至泪流满面 朝着窝口的方向跪了下来 口中不断地迎送着佛经 好一会之后 众人才从完全猛逼的状态之中 反应过来 城方压抑着心中的欣喜 朝着窝口进发 大家开始朝着窝口前行 望山刨死马 本来以为距离不太远 但我们真正走起来 却足足花了将近三个小时 才到达了窝口的位置 太阳已经落山了 月亮升了起来 银色的月光挥洒 又是另外一幅景象 如果说 刚才在日光状态之下的窝口 若大日如来头顶金光 而此时的窝口 则又向南海观音散发灰芒 窝口非常之大 我们骑着骆驼走了进去 才前行了半个小时 城方等人突然疯了 因为前面是一座 诺大的荒废城池 严格意义上来说 是一座城池的废墟 因为我们只能见到 少量的建筑露出外面 不高 最高的不超过两米 矮的就仅能到膝盖位置 毫无疑问 这是漫漫黄沙的作用 可以推测 在黄沙下面 大部分的建筑肯定已经风化倒塌了 眼前留下来这些裸露在沙地外面的 无非就是当时的城墙 宫殿等高大建筑的一角 饶是如此 场面依旧是令人震撼的 这些残留裸露在沙面的少量建筑 残垣断 古朴苍境 一半藏于月光 一半如发芽的竹笋一般 显露于我们的面前 油爆琵琶半遮面 它似乎像一位无声的老者 在安静地等待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 城方立马翻身下了骆驼 开始撒鸭子 朝着城池废墟风奔 我们几人根本兴奋不起来 瞅着他们跑到城池边上 无比兴奋 大喊大叫 甚至互相拥抱 心中说不出的苦涩 因为我们见到了正前方 已经坍塌了一半城墙的门楣 上面隐约可见一个滋滋 而另一个龟子不见了 可能它在断裂之后早已风化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宝藏 它曾经如此瑰丽 神秘 迷人 后来消失 隐藏 潜伏在沙漠中多年 安静地等待着我们这些后人 去揭开他的面纱 探寻他的秘密 享受他的反哺 可现在 竟然被向柳的人 依靠着一本 七公笔记给找到了 真的令人难过 无奈之下 我们几人 只得跟着已经成 癫狂状的城方等人 向前而行 见到不及人高的 残破城墙上 依稀可见 上面还镌刻着不少经文 在月光之下 散发着骨质幽光 可以想象 在许多年前 那位叫七公的 狂热佛文化爱好者 突然见到沙漠中 佛光普照之下 人们安详生活在 恍若世界尽头的 秋刺佛国 当时他是一种 怎样的心情 也可以想象 当年在秋刺灭亡之后 秋刺王又 历经了多少艰辛 带着一批僧民 跋山涉水 千里迢迢地 来到了沙漠深处 寻找到一片绿洲 披荆斩棘 艰难困苦 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 秋刺僧民的 世外佛国 更精准地说 他不应该叫国 而应该叫秋刺佛城 因为沙漠 特殊环境的限制 它没有其他疆域 仅仅是一座孤零零 偏安易于的小城而已 在我们出发之前 夏喜曾引用过 摩尔根的话 塔里木和刘玉 是世界文化的摇篮 世界文化的钥匙 遗失在了塔克拉玛干 找到这把钥匙 世界文化的大门 便打开了 此时 我对这句话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又隐藏着多少 像秋刺古佛国一样的 璀璨文化珠宝呢 完全无法揣夺 慧云大师不断地磕拜着 嘴里喃喃的 不知道在念着什么 一步一拜地来到了大部分 已埋于沙土下的城门面前 他附身下去 手颤抖着 反复摩索着那个囚禁的滋滋 神情无比虔诚而肃目 向柳的人 此刻已经开心完毕了 城防转头说道 慧云大师 你是顶级的西域佛学专家 从现在开始 你的任务 是对上面所有裸露的经文 进行腾抄并翻译 其实都不需要城防交代 以慧云大师的痴迷状态来看 他是这些少部分 裸露在外建筑上 残破的经文为瑰宝 自己都会主动去翻译 果然 慧云大师根本没搭理 城防等人 自己打起了探照灯 开始无比恭敬地 腾抄上面的经文 城防健壮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又转头 对自己身边几位下属说 我们开始测量整座城池 踏刊总体结构 确定坐标并寻找佛果主电 几位下属文言 纷纷从包裹中 拿出了各种工具 测量范围用的是 红外线设线仪 这玩意儿原理比较简单 比皮实好用 只要装上电池就行 踏刊结构用的 是一些简易的制图工具 箱流有人在对着废墟画图 确定坐标的工具 小型经纬仪 全站仪 罗盘 以及一个无比古怪小机器 沙漠里面没有任何信号 无法进行定位 这些东西不需要信号 靠地心引力测出一些基础数据 采集之后回去 可以进行坐标转换 至于怎么转换 我没读过书 不清楚原理 总之 从他们的工具看来 成方在进沙漠之前 充分考虑到了里面的各种因素 做了万全准备 下戏冷哼了一声 问道 司马村妇 我们干嘛 成方回道 请便 但不要打扰我们的工作 这话说的底气十足之中 又带一点鄙夷 没有阿米娜 我们不敢走 而阿米娜 现在又不能走 我们在这里 只要不爱他们的做事 对他们来讲 其实与旁边的骆驼 没任何区别 既然如此 我 夏喜 阿米娜三人 索性往城池废墟里面走去 实在太残破了 我们并不是 走在措辞古佛国里面 应该是 走在他的上面 因为他 基本都被黄沙给掩埋住了 夏喜叹了一口气 用不了多少年 沙子再多一些 这个古佛国将彻底不见 我回到 正常 塔克拉玛干太神秘了 像这种城池 不知道有多少 也就是七宫笔记 对扩辞古佛国有明确记载 要不然 世人根本不知道 存在这么一座城池 即便有人偶然发现了 也没人 会将它与古秋辞联系起来 大概会跟之前 我们找水那座荒废城池一样 完全无人问津 阿米娜说道 夏哥 苏哥 你们这么说 岛还真是 我们族人常在沙漠中行走 有时会选取一些荒废的建筑 作为地标 但如果经过一两年 再从那地点经过 这些坐标全都因为封杀而消失了 不过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 夏喜反问道 什么问题 阿米娜说 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么多荒废的城池 为什么他们 单独对措辞古国感兴趣呢 非得跑这么远啊 这话一出 我和夏喜两人全愣住了 对啊 当年西域光史书记载的国家 就有36个 大大小小的部落 或者不知名古城不计其数 湘柳为什么对其他的不感兴趣 非得花费这么长的时间 来研究这个秋辞古国 按常理来讲 即便他们发现了这个秋辞古国 又能怎么样 对这种埋于沙漠底下的城池 其实跟对待古墓黄林一样 自上而下都是一个态度 在没有技术力量 保护之时 顶多在地图上进行标注 形成考察报告 等待后人技术力量成熟之后 再进行处置 因为在沙漠里 连科考都进行困难 更别说什么 进行开发保护了 正面力量都力所难及 更不要说像香柳这种暗中团伙 即使措辞古国里面 遗留了什么宝藏 沙漠里 他们根本没有足够能力 更不敢大摇大摆派队伍进来哇 有这些功夫 他们在其他地方 多弄一点古董不香吗 这些鸟人的目的何在 我跟夏喜一直以来 都想着 怎么彻底摆脱城方这帮人 压根没想到这一茬 阿米娜天性纯净 一具无心插柳的问题 倒是揪出了最大的癥结所在 我转头看向了夏喜 夏喜皱眉道 你别看我呀 我只知道 他们这次事情的来龙去脉 和要去的目的地 至于后面到底憋了什么坏水 我根本不知道 我问 城方会知道吗 夏喜想了一想 斩钉截铁地回道 这货其实就是个苦力王 不可能会知道 这种背后的目的 估计只有海老贼自己才清楚 我们两人各点了一支烟 烟抽到一半 我们一口同声说 我知道了 我问 你猜出什么了 夏喜回道 你先说 我对阿米娜说 米娜 我跟你下哥聊两句 你先回去喝口水 阿米娜回答好 转身 回骆驼边上去了 我将烟头给踩灭 海老贼对塔克拉玛 干其他地方不感兴趣 唯独对古秋辞佛国这么上心 证明秋辞古国里面 一定有他迫切想要的东西 这东西肯定不会是宝藏 因为成方这次来从头到尾 也没见他有打算 挖骨佛国宝藏的意思 而刚才 他也仅是吩咐 腾超翻译经文 踏刊和测量 我猜想 他们应该是来措辞古国 将考察之后的具体情况带回去 印证海老贼手中 掌握的一个重大线索 夏喜点了点头 和我想的完全一样 你觉得他们费尽巴拉来这里 是为了印证什么重大线索 我说到 佛天珠 夏喜点了点头 确切地说 应该是印证藏佛天珠 西域古墓的线索 我回答 对 香柳的终究目标 是为了取得西域古墓的那枚佛天珠 而取佛天珠 必须要四军家的神器 但四军家的神器 仅仅只是打开西域古墓的钥匙 可迄今为止 西域古墓到底在哪里 我们并不知道 当年四军家受老司里的欺骗 曾共赴西域 我们猜测 西域古墓的位置 应该要等到四军家共同聚首之后 各自拿出自己掌握的碎片信息 进行集中拼凑 才能组成西域的古墓图 可当时四军家根本没有聚首成功 因为他们在各自行径的途中 已然发现了 此局乃天大的阴谋 开始折返并斗争 海爷深知 以四军家的坚守 他们在发现了阴谋之后 誓死都不会将秘密告知 便只是老司里痛下杀手 将所有希望寄托在有四军家 传承的晚辈身上 妄图对付我们这帮智商不高 意志不坚定的小孩 于是 便有了后来一系列的事 老一被折挤之后 我们这帮人压根没获得 关于那座西域古墓的相关信息 海老贼肯定也没有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以海老贼的本事 他肯定获得了相关的线索 大概率这个线索当中 涉及到了秋辞古佛国 为此 他才会花如此长的时间 研究 七公笔记 并大动干戈 派人来这里寻找 如果是这样 那事情就更加麻烦了 现在 我们不能让阿米纳甩开成方 等人 更不能动手干香柳的人 因为成方嘴上 虽说他派出去的人 在阿米纳族人游牧的暂居点盯着 但这话根本不可信 很大可能 香柳这些毒子 已经压着阿米纳的族人 去了别的地方 即便我们此时甩成方等人 出去之后 寻求添加帮助 也不可能解救阿米纳族人 因为压根不知道 他们位置在哪 我们只能让成方成功出沙漠 等会合了阿米纳族人 他们彻底安全之后 再夺了香柳手中 关于枯瓷古国的考察成果 可出了沙漠之后 外面的那帮人 与成方一会合 香柳力量就更加强大了 将会非常难办 下戏说道 别聊了 先走一步看一步 只要扩瓷古国的考察成果 没到海老贼手里 一切都有希望 眼下只能这样 我们折返回去 慧云大师 在无比认真的腾抄经文 香柳的人 在专心致志地踏勘测量 我们没什么事干 第二天 他们在重复昨天的工作 由于三个人 实在太无聊了 阿米娜带着我们骑骆驼 去远处打黄羊 这丫头能跟夏喜在一起 显得非常开心 脸上洋溢出幸福的微笑 不断地向夏喜 介绍着沙漠的去世 她小时候的去世 并对夏喜以前的人生 非常好奇 问东问西的 夏喜的神情非常内疚 有一茶没一茶地答应着 最初让夏喜去泡阿米娜 其实是为了让她听我们的 带着我们甩开城坊等人 出沙漠 现在这个目的 已经不存在了 但阿米娜好像彻底沦陷了 我们真的是在作念 一整天的时间 我们逮到了两只沙漠小黄羊 但放走了一只 紧紧弄了一只回来处理 傍晚时分 我们坐在远处的沙堆上 三个人吃着喷喷香 热腾腾的烤全羊 望着沙漠落日的美景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糟心事 将会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香柳那帮独子 闻到了烤羊肉的味道 由于很久没吃新鲜肉了 一个个咽口水 但我们就是不给他们吃 馋死他们去 我们坐在沙堆上聊天 阿米娜的性格很直爽 也不避讳我 对夏喜说 夏哥 我想去魔都看看东方明珠 她一定很漂亮 夏喜回道 好 等空了 我一定带你去看 阿米娜文言 笑意盈盈 非常开心 翘脸红红的 又对她说道 嗯 但在去魔都之前 你得先去我家做客 见一见我的阿爸阿嬷 他们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夏喜 这都开始讲见父母的事了 我咳嗽了一声 从沙地上起来 拍了拍屁股 那什么 我去那边撒一下尿 你们慢慢聊 夏喜文言 勃然大怒 对我大喝道 你给我坐下 那表情 有一种要弄死我的感觉 估计夏喜这货 对我当甩手掌柜 非常不满 我指的坐下来 为了当电灯泡 不那么尴尬 我拿起一条羊腿 埋头啃 阿米娜对我说 苏哥 你别不好意思啊 我和夏哥在沙漠上相识 你是见证人 你和我们 其实是一家人呢 我啃着羊腿 啊对对对 阿米娜问道 夏哥 你刚才说什么 夏喜忙不迭地回道 米娜 我没说啥 其实 我知道 夏喜在说什么 这货刚才在用 唇语咬牙切齿地骂我 对你大爷的对对对 阿米娜非常温柔地 捏了捏下洗脸颊上的沙子 笑着问她 我刚才跟你说到哪了 我一时没忍住口舌 主动搭茶道 说道去见你阿爸阿妈 夏喜可能杀了我的心思都有了 阿米娜点了点头 无比认真地说道 我家里有上百匹骆驼 族里嫁女孩子 不需要任何彩礼 但男孩子一定要会喝酒 把长辈们给喝倒了 他们才会同意 夏哥 你会喝酒吗 我刚想说 这小子的酒量可好了 转眼瞅见夏喜 对我阴着一张脸 只得将这句话 强行给咽了下去 夏喜假装瞪大了眼睛 顾左右而言她 这么神奇的风俗吗 阿米娜格格直笑 你别害怕呀 你不能把他们喝倒 把自己喝倒了也行 主要就是 看你有没有男子汗气感 你肯定有的 对吗 夏喜回道 这各地的风俗习惯 真是不一样啊 米娜你知道吧 我曾经听说有一个民族 他们嫁女孩的风俗 是看男孩的体重 如果低于250斤 坚决不嫁 还有 西非的一些地方 男方去提亲 必须跟女孩家里养的猎狗 徒手进行搏斗 十分钟之内能杀死猎狗 女孩就可以嫁 米娜 你知不知道西非在哪里 阿米娜闪着大眼睛 不知道 夏喜说道 那地方可有意思了 我给你好好介绍介绍 这货彻底把话题 给带跑偏了 阿米娜还听得津津有味 晚上进帐篷休息的时候 夏喜恶狠狠地对我说 怎么办 你就说怎么办 我问 什么怎么办 夏喜说道 还跟我装傻是不 我为了大局 撩了人家小姑娘 她今天都跟我提婚礼的事了 我说道 你以前干这样的事还少吗 夏喜回道 不一样 以前是玩 我答应过带领不再玩了 即便是没有带领 我也不能祸害单纯的阿米娜 我回道 这方面我经验不足 你问我等于瞎子点灯 白费劲 夏喜在帐篷里转来转去 半晌之后 她转头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被她古怪的眼神给吓了一跳 往后挪了两步 干什么 夏喜擦了一擦鼻子 这个局是我们一起做的 必须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问 怎么一起解决 夏喜邪魅一笑 两个方案 第一 从明天开始 你去疯狂追求阿米娜 等出了沙漠以后 我不小心撞见你们俩的事 假装为了她 我们兄弟 两人要决裂战斗 拼个你死我活 以阿米娜性格的善良 她为了不让我们兄弟两人挂掉一个 一定会选择默默离开 我 夏喜继续说道 第二 改天我们两人赤膊上身 滚在一起 特意让阿米娜给撞见 然后我跑出去告诉阿米娜 其实我内心真正喜欢的人是你 之前跟她亲密 只不过是为了气一下你而已 现在我们两人已经和好了 向她道歉 我简直要疯了 这货还说我脑子开过光 她脑子简直点过圣火 亏她想得出来 这几种馊主意 我说道 你小子没毛病吧 夏喜回道 没有 只有这两种办法 才能对阿米娜的伤害降到最低 我回道 我不选 夏喜说 你不选 行 等见到了陆岑音 我会告诉她 当时你为了做局 怎么样在酒吧里面 抱着清月亮女王狂青 然后又怎么再宣誓农村 跟她一直同床共枕 你说你啥也没干 我反正是不信 就问问陆岑音女士信不信 我脑道 你敢 夏喜回道 你看我敢不敢 我说道 你小子这样做厚道吗 当时我为了做局 迫不得已 夏喜冷哼一声 我聊米娜也是为了做局 你不帮我 我凭什么帮你 我 夏喜坐了下来 神情得意地看着我 我咬牙回道 行 我选 但哪个方案得容我想一想 夏喜黑黑一笑 这才叫义气 睡觉 这货裹着睡袋睡了 我恨不得踹晕他 仔细想了想 我感觉第一个方案比较难搞 时间也拖得久 还要等出沙漠之后再实行 又得跟夏凤仙假装决斗什么的 比较考验演技 第二个方案倒是相对简单 因为后续解释的是 他会去处理 就是特么吃着膀子搂在一起 有点恶心 权当身上沾了一次石 我说道 我选第二个方案 夏喜文言 从睡袋里抬头看了我一眼 这个方案确实简单点 妈的 恶心就恶心点吧 老子就当搂了一泡屎 我 一日 经过湘柳这群人的忘我工作 勘察 测绘任务已经完成差不多了 但因为惠云大师 腾超佛经比较仔细 他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 露出来建筑上的经文 尚有一些收尾工作还在做 下午的时候 成方留下了两个人帮惠云大师 他自己带着三个人 拿着工具 在废墟附近寻找 有没有什么露可见 但一直到了晚上 成方等人竟然还没回来 我和夏喜起初不以为意 但留下来帮惠云大师的 两位湘柳人员 去找了一大圈 回来之后 说没找到 意思是让我们帮忙去找 我们的本意是 这群人死了最好 一聊百聊 但其他人不关我们啥事 可成方这小子 可千万不能出事 他要是出了事 外面湘柳的人 肯定以为是 我们动了妖蛾子 到时会对阿米娜的族人不利 这两个家伙 即便是向外面的人解释 对方也不会信 因为像这种预防风险的方案 对方只会依据出现的结果来行事 夏喜回道 再等等呗 说不定司马村妇正在拜佛 祈求天上打雷之时 不要批到他 可一直等到晚上11点左右 成方等人竟然还没回来 香柳两个人 又打着探照灯 里里外外找了一圈 回来之后告诉我们 还是没找到 我问连脚印都没有 香柳人回道 程老大等人刚走的时候 脚印肯定是有的 但我们第一次去找他们的时候 时间已经过去半天了 这里风沙很大 脚印早就被淹没了 夏喜问 你们怎么找的 香柳人回道 秋子古国废墟 也就几平方公里 并不大 我们几乎地毯是搜索过了 任何踪迹都没发现 他们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我和夏喜有点坐不住了 他们说的没错 整个废墟还没有半个小县城大 而且建筑物大部分埋在了沙地 其实非常好找 但找两次都没任何效果 肯定出什么诡异之事了 我们吩咐阿米娜 千万待在原地别动 让两个香柳的家伙 务必要保护好阿米娜和惠云大师 这关系到大家能不能走出沙漠 讲完之后 我们打起了探照灯 带了他们的猎枪 开始沿着城坊等人 离去方向找去 先是找了一圈残留的低矮建筑体 没有发现任何影子 我说道地面上 他们已经找过了两次 根本不用找 现在就两种可能 城坊几个家伙 要么就是陷入哪个沙坑了 要么就是 发现了什么重要东西 离开了这座废墟 下喜回道 按我对板凳王的了解 他的性格非常谨慎 说去捡漏找宝 一定就是去捡漏找宝 绝对不会做冒险 离开废墟的事 即便是离开 他也会回来打招呼 让阿米娜带路去 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地下 我点了点头 注意脚下沙坑 两人拿着猎枪杆 像盲人走道一样 开始不断地捅估沙地 期待能找出沙坑 或者隔离板之类的东西 可一直捅估到了凌晨两点 半点反应都没有 我们只得先回去喝几口水 阿米娜根本没睡 一直在焦急万分地等我们 我们让她放心 不管怎么样 一定会先保证自身的安全 休息了一会儿 我们继续出发寻找 这次特意沿着废墟的边缘找 夜色朦胧 沙漠晚风呜呜响动 这是一个被世界遗弃的角落 有时 我们手中的探照灯 会照到一些形状古怪的沙堆 或者废弃建筑物 像魔鬼一样 或站 或立或躺 常常吓我们一跳 幸好我们从不相信 这世界存在鬼神 要不然 还真的不敢找下去 一个多小时之后 我们来到了废墟的西北角 这里是沙堆高低不平 废弃的建筑颇多 我们重点找了起来 忽然之间 一道影子从我们眼前闪过 稍纵即逝 我以为自己花眼了 转头看了看下戏 这货咽了一口唾沫 问道 刚才是不是有阿飘 我回到 飘你个头 下戏说道 不是阿飘 为什么速度那么快 别告诉我这里有动物 我们还好几天了 这废墟上别说动物 连特么植物都没发现 我说道 有可能是我们白天吃掉那只羊的灵魂 下戏回道 去你大眼 畜生严格意义上属于庞生道 正常情况 它们根本不入六道轮回 没有灵魂这一说 别以为我不懂 人做了孽 倒是下意识 有可能投胎变成人间的畜生 被人给吃掉 我说 那你下意识 一定会变成一只顶呱呱的鸭子 下戏说 我跟你讨论正事呢 你能不能正经点 我回道 正经点就是 我们可能都眼花了 继续找 别扯这些没用的 我们两人继续在西北角这些沙堆里 找 碰 碰 我跟下戏同时扣动了猎枪 向着左手边一个蠕动的沙堆打去 一道白色的影子 从沙堆里面猛然飙出 跃到了一个高处 糊糊地盯着我们 这就是刚才那道影子 它还真是一个小动物 通体白色 皮毛松软 体长大约四五十厘米 但耳朵 却有二十厘米左右 长着一对大眼睛 样子萌萌的 我突然想到 之前阿米娜曾说过 沙漠里面的吉祥三宝 能预知风险的白骆驼 能寻找绿洲的沙漠狐猴 能找到宝藏的大尔小白狐 小白狐 我们异口同声地叫道 小白狐受到了惊吓 往前猛地一跃 速度飞快地跑到了 二十多米开外的一个沙堆里面 突然钻了进去 彻底消失不见了 我和下戏面面相去 过去看看 两人小心翼翼地 朝那个大沙堆走了过去 没想到 竟然有意外收获 大沙堆的旁边 有一块腐朽了的大木板 抛在了一边 上面盖了层薄薄的沙 不对劲 这种沙漠里的木板 如果长久掩埋在地下 倒有可能保存良好 但如果裸露在外面 很快就会被风化掉 而且 它表层的沙土 不可能这么薄 只能证明 这玩意儿 应该是刚从沙里面拖出来不久 我们拿起了木板 果然发现 木板的边上 有几道烂口子 显然是被人给撬开来的 因为有明显工具撬伤痕 更关键是 木板盖的下面 竟然有两根烟头 阿施马 这是成方一位下属抽的烟 他们曾来过这里 我们立马在四周找了起来 这一找 果然发现了异常 沙堆下面 竟然有一个洞 旁边的沙土没有板结 全是松的 用猎枪头碰去 沙子哗啦啦往下掉 露出来一个口子 刚才小白狐 应该就是从这个口子消失的 我和夏喜没任何犹豫 立马前后下去了 下去一看 我们两人都梦了 四周一片漆黑 下面竟然是一个诺大的空间 从情况来看 应该是某个无比高大的建筑面倒下 压在了另一个建筑的顶上 形成了独特的隔离空间 尽管外面的沙土掩埋了多年 依然没有压垮 这发现 无疑是让人兴奋的 因为整个河子古国 基本都成了一片废墟 原来的建筑全埋在了地下 但这里竟然形成了一个空间 至少在这个空间里 可能会残留一些完整的建筑物 我们沿着黑油油的空间继续前行 手中的探照灯照向地面 仔细观察着 地面上果然有四对脚印 这空间相对封闭 脚印并没有被封杀所掩盖 确定城方四人来了 这里无疑 我们猜测 城方四人在废墟简陋的过程中 应该也是偶然撞见了小白狐 发现了这个洞口 当时可能洞口比较小 只能供小白狐进出 所以他们用工具撬开了木板 欣喜万分地走了下来 既然有脚印 就比较好找了 我们心无旁骛 沿着他们留下的脚印继续前行 感觉一路在向下而行 彻底通往了地下 大概走了四五十米的距离 空间突然变得逼着起来 脚印在一处建筑物的下面消失了 我们拿探照灯照了一下 一座钟楼 我们终于知道 为什么这里会形成 如此一个独特的空间了 钟楼的顶部 被一面坚固无比的石墙 给横向压住 由于钟楼本身比较牢固 而此处又是向下倾斜的地势 无比独特的角度 与这面几十米长的石墙 形成了斜三角空隙 眼前的钟楼通体有黑 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材质建成的 整体成塔状 高度大概有四层楼高 底部的面积大概四五十平方 不过 它的基座和底部几层 已经被击沙给埋住了 一般的塔都是七层 这建筑裸露在沙地上面共五层 我们面前大概是钟楼的第三层位置 除了最上面的一层 每一层都有塔窗 但眼前这第三层的塔窗 明显被人工破坏了 毫无疑问 城方那群人干的 因为脚印正好在塔的前面消失 夏喜用探照灯照了一照整个塔身 皱眉说道 我感觉这钟楼很古怪啊 我问道 怎么古怪了 夏喜说 古代的钟楼也好 鼓楼也罢 其实建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敲钟打鼓 用来报时或者示警 所以 无论它是什么样子的建筑形态 在最上面放钟或者放鼓的地方 一定是四面镂空的 因为它要向远处传播声音 初中物理就学过 声音需要依靠介质来传播 而气体介质 大于液体介质 又大于固体介质 不好意思 这理论对你来讲太深奥 我忘了 你没上过学 我脑道 你解释就解释 扯这个毒子干嘛 夏喜说道 总而言之吧 自古以来 钟楼没有全这样全密闭 不开窗的 因为封闭不能传出声音 与建设目的背道而驰 这是第一个古怪 至于第二个古怪 板凳王总共带了三个人 来到了这里 前面是死路 他们肯定已经进了钟楼 到现在都快过去快十二小时了 他们怎么还没出来 这塔不高 结构也不复杂 何况他们身上还带了药包 即便是迷路了 乍也将这玩意儿给炸开了 怎么解释他们不出来 我回到 还能怎么解释 要么他们在里面碰到了毒蛇等 凶兽给弄死了 要么就是堕入了魔鬼深渊 要么就是 他们在里面自杀谢罪了 夏喜黑黑一笑 你觉得是哪个 我回到 反正不可能是第二个 夏喜扮了个鬼脸 用探照灯贴下巴照着自己 我觉得 有可能就是第二个 我说道 滚犊子 不过 被夏喜这么一说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 我心中竟然有一点发出了 但已经来到了这里 肯定要进去 我们硬着头皮 猫着身子 钻进了那被破开的窗子 还别说 里面的空间挺大的 我们所处的位置 是钟楼的第三层 里面除了一个上升的楼梯 没有其他任何物件 但墙壁四周的砖墙上有雕刻的画 笔法古朴 囚禁有力 净显沧桑 拿着灯照了一下 上面全画着一个无比古怪的人 半男半女 男性容貌丑陋 女性魅惑万千 四目四臂 首托日月 双足立于海上 深月高山 我周梅问到 阿修罗 下戏点了点头 确实是阿修罗 阿修罗王室佛教当中 天龙八部护法神之一 非常好战 至于他 他 这形象非常繁杂 男像女像 或者男女 一体像都有 眼前这尊就是典型的男女一体像 因为阿修罗 常与帝氏天为首领的提婆神群战斗 成为好勇斗狠的代名词 在现代社会 我们经常称呼职场为修罗场 其实就是来源于此 寓意是无比残酷 你死我活的斗争 除了臂体上的阿修罗雕刻 我们没有发现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见到城方等人的脚印 往上而去 我们两人继续踏尖上 小心翼翼地走了十来分钟之后 来到了第四层 我拿探照灯照了一照 周梅说道 不对啊 夏喜问道 怎么不对了 我说道 我们人好像还在第三层 夏喜神情非常无语 似乎想骂我神经病 我指着墙上的壁画 阿修罗 还是他 夏喜说道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一座古佛国的钟楼 所有墙上都雕刻着阿修罗像 有毛病吗 我回到 没毛病 但我们刚才在看阿修罗雕刻的时候 各抽了一支烟 你看一下地面的烟头 夏喜转头看了一下 神情拧巴 卧槽 这一下确实有点梦了 我们之前 明明一直踏着阶梯往上走 怎么突然又回到了这里 这次我们在来的路上 曾遇见过沙堆迷宫 但那只是一个水平空间 因为曾作为祭祀场所 周围存在古怪的沙堆布局 类似当年诸葛亮昆陆迅的石头阵 再加上月色迷蒙之下 出现了镜面幻影 我们在紧张情绪之下慌不择路 才走不出来 可这里就是 无比简单的一个钟楼塔身 垂直的空间 怎么还能陷入死循环 阿修罗打墙 只有阿飘才信有这种事 夏喜拿着探照灯四处看了一看 转头对我说道 点了点头 遇见大事不要慌 跟我来 讲完之后 他打着探照灯带头 继续往上走楼梯 我见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只得跟着他 两人在楼梯里 又走了十来分钟 终于走到了另外一层楼 我正准备夸赞夏喜牛比 谁知道转头 又瞅见了我们两人之前抽胜的烟头 以及墙上的阿修罗雕刻 怎么回事 我们又回到了第三层 就这么回事 你就说意不意外 神不神奇 神奇你妹 我是说 你刚才信誓旦旦 好像能破阵一样 现在装笔失败是怎么回事 谁说我失败了 遇见大事不要慌 跟我来 夏喜又开始带头往楼梯上走 我没有动 他转身对我说道 走啊 你准备留在这里过年 我说道 不是 你小子到底行不行 不行咱就坐下来好好研究 别搞得跟小仓鼠玩篓子一样 转个不停 夏喜说道 这确实是一个空间循环阵 但你想想看 板凳王等人也来过这里 他们现在人不在第三层 证明板凳王等人都破阵 离开了这里上去了 就这些脑积水十几年的家伙都能离开 我夏大公子 还能被这玩意儿给困住 你尽管信我 这话倒是说的没毛病 相比陈芳等人 我肯定更相信夏喜的能力 我咬牙跟了上去 才走了两步楼梯 夏喜对我说 关掉探照灯 闭上眼睛 仔细感觉自己的身体 心无旁骛地往上走 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咱也不敢问 值得听他的 才走了四五分钟 夏喜说道 可以睁开眼睛 开灯了 我打开了探照灯 睁开了眼睛 眼前的空间 明显比刚才那个狭窄了一些 而且地面上没有烟头 再往旁边的墙壁上一照 已经不是阿修罗雕刻了 墙壁上雕刻的是 全是各种各样的动物 浑身血淋淋的 猙獰恐怖 像是一处大型屠宰场 令人看了非常不适 我问夏喜 怎么回事 夏喜解释道 讲白了就是一条楼梯 但当走到一半的时候 楼梯缓慢进行了分叉 一条插往上一层走 而一条插缓慢地往下走 这条往下走的插道 呈缓慢的圆弧状 它的终端 与之前三层楼的口子 巧妙连接在了一起 我们手打着探照灯往上 容易被楼梯狭窄的空间 以及经过特殊设计 能改变视觉感官的墙壁给迷惑 脚步会不由自主地 顺着向下那条插道走不自知 从而造成一种死循环 其实吧 这就是古人比较常见的一种建筑机关 叫悬浮梯 我刚才走的那一遍 目的就是为了确认 它是不是悬浮梯 确认好了 关掉探照灯 闭上眼睛 不让感官影响我们走楼梯的判断 就能破阵 是不是so easy 我皱眉道 这叫简单 夏喜回道 对古代建筑师来说简单 但现在的建筑师 做不出来这种效果 我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夏凤仙同志 果然是顶级大咖呀 夏喜闻言 无比得意地回道 那当然 给我一瓶雪花 哥们都能勇闯天涯 不是 我怎么感觉你在羞辱我呢 就这种悬浮梯 连板凳王下面的三角猫都能破解 算什么大咖 我问道 我怎么破解不了 夏喜回道 因为你没盗墓经验 算了 不跟你唠这个 还是研究一下壁画吧 我说道 没什么可研究的 下面那层是阿修罗 而这一层全是动物 说明这中楼各层墙壁的雕刻 是按照佛教六道轮回主题 来刻的 可以推测 埋在沙地里的第一层 第二层 分别为天道 人道 我们进来的第三层是阿修罗道 目前这第四层为畜生道 接下来 上面两层分别恶鬼道 地狱道 夏喜笑道 厉害厉害 不过 这塔一共有七层 最顶层又是什么 我说 历经六道轮回之后 最后会成为什么 佛教不同的派系 有不同的解释 顶层到底是什么雕刻 必须等上去了才知道 也许还能看到 我们下意识的景象 夏喜问 有这么神奇吗 我回道 有没有你也不用看了 我知道你的下意识是什么 夏喜问 是什么 我指着壁画上 一只被拧断了脖子的鸭子 看 你的下室就是它 夏喜回道 滚蛋 我们两人继续往上 果然如我所料 第五层的墙壁 是以恶鬼道为主题 各式各样的恶鬼雕刻 铺满了整个墙面 看了之后 让人毛骨悚然 在地面 我们还看到了阿什玛的烟头 成方等人 显然也上来了 夏喜对从第四层 往第五层 竟然没有悬浮梯 觉得比较诧异 我猜测了一下原因 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在佛教中为三善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在佛教中为三恶道 在前三层三善道 与后三层三恶道之间 专门修建一个悬浮梯 估计目的是让想往上 进入恶道的人 被迫向下返回到善道之中 这与佛家劝人向善宗旨 是一致的 夏喜说道 理论一套一套的 你干脆出家算了 法号苏光大师 我懒得理他 继续带头往上 第六层地狱道的空间 又更狭窄了一些 壁画上雕刻的场景 不用过多描述 毕竟大家看各种影视剧 小说 里面形容地狱的样子 已经够多了 反正比较恐怖就是 到目前为止 塔身共七层 下面埋黄沙埋了两层 我们一共走了四层 等于六道轮回 已经全部传完 接下来是最顶层 到底会出现什么 城坊等人在上面发生了什么 我们心中完全没谱 我们咬牙往上 楼梯已经变得比较狭窄了 往上走了几分钟 我的耳朵比较灵敏 似乎听到上面传来了什么声音 嗡嗡响动之声 非常古怪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有 你刚才放了一个屁 去死 我是说顶楼上古怪的声音 没听到 我们只得继续往上走 十几步阶梯之后 我耳朵里的声音越来越大 下席也立住了脚步 显然他也听到声音了 确实有声音 好像是汽车发动之后的那种轰鸣声 你什么感觉 我比你听得清楚 不像是汽车发动 似乎是什么金属器具 反复摩擦的动静 但带着比较强烈的回音 我现在身子有一种不适感 心跳加快 不知道是不是这声音所导致的 先塞住耳朵吧 我们两人赶紧扯了点衣服 捏成小布团 塞住了耳朵 身体稍微好受了一些 小心翼翼 再往前走了七八步 楼梯突然有一个转角 两人转过这个转角 见到眼前的情景 不由得有些头皮发麻 我们前面是一个洞 大概三个狗洞那么大 能钻进人 门扇是由一块小石头做成 从里面设置的 不是普通房门左右开的门扇 而是那种北方倒锤门帘式的 就是从外面一推 门会被顶开 人进去之后 受重力的影响 它又会下锤盖上 更关键是 我见到门扇与地面的缝隙之间 流出来了一些液体 拿手去摸了一下 竟然是干涸了的血 这是一座荒废了 不知道多少年 秋辞古佛国 埋藏在地下的钟楼 根本没有人的存在 这些血迹 除了是成方等人的 不可能是别人的 古怪的金属摩擦声 从里面持续传来 由于我们已经 极度靠近顶楼了 即便是耳朵塞着不团 声音也非常响 让人胸闷气短 情绪变得无比烦躁 我和下锡面面相却 从互相眼神中 都看到了一个问题 要不要进去 里面一切都是未知的 从这些血来看 还是无法把控的恐怖未知 如果依照我们的内心 成方等人自己作死 我们根本不想救他们 但这是涉及到阿米娜的族人 如果成方等人还有救 我们没有 将他们给弄出来 等出了沙漠 由此导致了不好的结果 我们无法面对阿米娜 更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 我说道 先喊一下 下锡点了点头 捂住耳朵 大声朝里面喊道 板邓王 你们到底是死是活 没有任何回应 死马村妇 有种出来一战 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我顶了一个肺啊 睡你们大眼 起来嗨 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我和下锡 同时咽了一口唾沫 进去看看 两人狠意咬牙 开始往那个小门进 下锡在我的面前 他先探身顶开了小门 探头进去 身子刚闪进去一半 只听他大骂了一句卧槽 整个人突然像被黑洞瓷里吸引一样 硬生生地被拽了进去 碰 一声响 石头小门垂落 重重地关了 我简直要疯了 这到底是什么鬼 下锡 下锡 没有声音传出来 整个世界只剩下了我的回音 以及那让人几乎要造狂的金属摩擦之声 不能让下锡出事 我快不踏前 为了避免发生刚才下锡那种意外 我迅速拿起手中的猎枪 将猎枪靠近那个小门扇 慢慢地用猎枪去顶开门扇 打算先用猎枪顶开门扇之后 看一下里面的场景 如果下锡人上在门边 先将它给拖出来 再从长记忆 左手拿猎枪靠近了门扇 不需要多大的力量 已经将门扇给顶开了 里面金属摩擦的声音更大了 我右手立即举起探照灯 想往里面照去 poo 一声响 猎枪似乎受到了强大的吸力 脱手飞 被吸了进去 碰 一声响 石头小门扇又关了 我脑瓜子嗡嗡作响 不能再等了 人死卵朝天 不死万万年 我立马附身 双手迅急撑开门扇 身子钻了进去 可身子刚进去一半 感觉顶楼里面 一股无比强大的吸力 将整个人都给吸了进去 砰一下 我感觉自己脑袋撞到了墙壁 顿时眼冒惊心 头晕目眩 耳朵边那种金属摩擦之时 非常响 呜呜 整个人犹如置身于一个发动机轰鸣的工厂当中 我天旋地转 根本睁不开眼睛 而且感觉自己的躯体完全站不起来 四周的物体不断地晃动 呜呜的金属摩擦声让我情绪无比烦躁 头颅仿佛都要炸了 我用双手用力捂住耳朵 压根抵抗不了这响动声 有一种精神崩溃的感觉 不知道怎么形容当时的感觉 犹如在天塌地线的地震现场 躯体不受任何控制 也犹如被巫术噪音驱使 情绪也不受任何控制 无比艰难之中 我见到一丝光亮 那是我摔进了探照灯 非常奇怪 我身躯天塌地线的感觉非常强烈 但探照灯似乎不动 而且 我的身旁 好像也没有任何建筑物或者砂石倒下 这足以证明 眼前这种四处旋转 天塌地线的感觉 仅自己存在 四周的物体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在一片黑暗混乱之中 我恰巧手碰到了那个探照灯 如同抓绝望中的稻草一般抓了起来 往四周紧紧晃动了一下 我彻底惊呆了 顶楼的中间 是一个垂吊着的悬铁大钟 钟的中间有一个大铁球 整体的感觉 就好像一个无比巨大的铃铛 中间的铁球 紧贴着里面的钟臂 在不断地转圈摩擦着 非常疯狂 而那恐怖的金属摩擦之声 就是它发出来的 它似乎有永不停歇的动力 贴着那钟臂 呜呜狂转着 一刻不停 而钟臂的外面 雕刻着各式各样形象的魔鬼 面目猙獰 极为可怖 我见到了成方等四人 他们全歪东倒西晕在了地上 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全有血迹 不知道是晕了还是死了 而下席整个人歪东倒西 无比艰难地从地上爬起 似乎正在向那个古怪的钟靠近 下席的五官也开始往外面渗血 神情显得极为痛苦 很明显 一切的古怪 在于那口妖艺无比的转中 这个顶楼 其实没有任何晃动的迹象 但我们却感受到天旋地转 我们也没有受任何外伤 但转中发出的声音 却震得我们五官开始出血 我也不管下席能不能听到 冲他大喊 走啊 快走啊 紧接着 我双手艰难地捂住耳朵 尽全力克服平衡感丧失的影响 开始无比艰难地往小石门去 把城防等人带出来 已经是不可能了 现在我们要自救 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 天可怜剑 我的手竟然碰到了那扇石头小门 一定要出去 我用了全身最大的力气 试图去搬动那扇小门 但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我的指甲甚至板出了血来 那扇石头小门就像磁石一样 牢牢吸在上面 不是人力可以为之 转头看去 夏喜已经靠近了那面钟 他在用力地想组织里面的铁球转动 但铁球依旧紧贴着中臂 不断地疯狂旋转 由于夏喜靠中太近 他五官的血流得更多了 身躯剧烈晃动倒下 又起来 再尝试 又倒下 我耳朵边那种金属摩擦之声 似乎开始变了 不再是嗡嗡作响 而似乎是万鬼呼嚎 有人笑 有人哭 有人喊 有打杂 恍若进入了地狱深渊 随着这种声音不断地加大 我有一种冰死的晕厥体验感 眼前阵阵发黑 四周变得一片模糊 在即将要彻底倒过去的时候 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 不能倒 倒下去可就全完了 我全身顿时一个机灵 这是人体内求生本能 给我最后的提醒 我拼尽全力 狠狠地咬自己的舌头 剧烈地疼痛刺激 让我脑海在那一瞬间变得清醒 似乎屏蔽了四周的声音 也忽略那种摇摇欲坠的感觉 身躯不受控制 情绪不受控制 但我残存着思维 一切的古怪 来源于这口古怪的钟 要想脱身 必须让里面的疯狂滚动的圆球停下来 可夏喜刚才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 根本无法阻止它停止 一个好好的钟 里面的圆球 为什么会违反物理常识 摩擦中必转动呢 只能说明 触发了某个机关 夏喜在地面神情痛苦地抱着头滚动 我瞅见她衣服上沾满了铁线 这些铁线 是金属圆球滚动中内壁导致的 足以证明 这机关是后来被触发的 也就是城方等人进来之后 不小心触发了机关 导致了金属圆球开始滚动摩擦 从而造成掉落地面的铁线 因为措子古国 已经在这里安静躺了很多年了 如果这个金属圆球 自从建成之后 就这样疯狂滚动内中壁 按铁杵磨成针的原理 内中壁早已磨穿 或者活金属圆球早就磨没了 原因就在城方等人身上 这些做死的家伙 一定是手欠碰什么东西 城方等人来这里的目的 是为了寻宝简陋 他们会去碰的东西 一定是顶楼里面的古董 而就在此时 夏喜也挣扎着从地上爬起 尽管不断倒地 但他还是尽全力走向城方等人 他也想到了这一点 我不能浪费时间 既然夏喜想到了这一点 他去从城方等人身上找东西 那我的重点 应该关注这个不大的顶楼里面 看看有没有东西被挪动之后的破绽 这是我们弥足珍贵的活命机会 我一边用力地咬着舌头 靠痛楚抵抗着钟楼声音 给我身体的强大压力 一边努力地靠近墙壁 尽全力稳住身形 用探照灯往周边照去 先是看了那座钟 完全发现不了任何东西被拿之后的破绽 紧接着又看里面的设置 这顶楼除了正中间垂掉的一尊钟 根本没有其他任何摆设 再看墙壁 墙壁上不仅没有开窗 而且不像之前我们闯过的六道轮回楼层 上面没有任何壁画 由于太过紧张 我全身汗如雨下 一时之间忘记咬舌头 那种天旋地转之感再次传来 地狱之音瞬间若潮水一般涌入耳朵 眼前再次发黑 就在这一瞬间 我见到了东南西北四个角落 好像各有一个小壁槽 赶紧再次横咬舌头 舌头已经彻底麻木了 但仍产生了一点效果 四个小壁槽 宽度如同开水瓶一般 但高度只有开水瓶一半高 里面空荡荡 但显然曾经放过东西 因为它们的底部 有一个浅浅的金属底座 一公分左右的高度 周遭有灰尘 不认真观察 根本发现不了 我心中惊喜万分 城方这帮人 肯定动了上面的东西 正在此时 下洗满头满脸的血 从城方等人包裹里 摸出来四样小铜尊 非常古怪的小铜尊 不是佛 人 鬼 魔 甚至不是动植物像 一尊像柴堆 下半部分是发屋的青铜 上面却用的是红铜 如同架起来的篝火 一尊扁平状态 锻造成波浪起伏的样子 上面还点缀着蓝色的宝石 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 一尊样子为丘陵 上面有网格状的雕刻痕迹 远远看去 如同高低起伏的梯田 一尊做成了没有 旗杆三角旗帆的模样 卷竖之间 似乎正在迎风招展 我脑袋突然一炸 这世尊小青铜尊 应该分别表示的是火 水 地 风 佛教常见四大皆空 有人认为 四大皆空是九色财气 但其实是指火水地风 因为佛教认为 这四大为 天地物质构成的源头 四大皆空这词 目前发现最早于东汉一本 四十二章经中 佛言当念身中四大 各自有名 都无我者 明蓝灵笑笑声 精品梅词画 中也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 一心无挂 四大皆空 空苦苦 气画清风行归土 我冲下席边 比划边大喊 将它们 放在四个角 下席肯定听不见我的声音 但他看懂了 我手指的意思 神情一正 但紧接着 他将四个小同尊 朝我滚了过来 我一下反应过来了 下席虽然明白过来 活水帝风四同尊 要放四个角 但他担心放错顺序 不敢放 这确实是个难点 一旦放错 不仅可能会前功尽弃 而且有可能还会导致更加糟糕的结果 到底是什么顺序 一句话从我脑海中突然闪出 东方位之青 西方位之白 南方位之赤 北方位之黑 这是周里 记载中关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中 关于颜色的论述 对应颜色 就对应着活水帝风四种形态 清风 白水 赤火 黑土 尽管这是佛国的四大街空理论 但建设这中楼的人 毕竟是华夏子民 他们一定会按照华夏特有的方位理论 来放置四尊小同尊 如同很多风水先生 他们会根据依据建筑理论 来改变风水 比如缺水之人 让人在房子的西方 摆放一个渔缸 用来饮水 我立马将两座小同尊给抛了回去 手指着下洗 让他分别按方位摆放 自己无比艰难地抱着另外火焰 封起两个小同尊 无比艰难地爬过去 分别摆在了东南两个位置 下洗那边也摆好了 四个小同尊刚摆上 中间那个同中里面的金属圆球 速度开始放慢 耳朵里面那种古怪的声音开始变小 身体天旋地转之感开始减轻 逐渐 十几分钟之后 一切都安静了 四周静谧的有点不像话 要不是五官一出来的血提醒 甚至一切都好像是梦 我们想马上离开 但因为刚才强烈的刺激 以及劫后余生之感 抽掉了我们身体上最后一丝力气 完全动弹不得 靠在墙壁上大口大口喘息 我发誓 这次结束之后 今生不再进沙漠 足足喘息了二十余分钟 我们才稍微有力气 吓喜哈哈大笑 老天爷 你他妈倒是收我啊 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蹒跚着走过去 想去看一下城坊等人有没有挂掉 吓喜说 不用看 全没死 只是被声音震得蹊跷流血 一直晕着 不过 我们再晚来一段时间 这帮家伙被持续震下去 全要再次升天 我说道 这地方实在太妖念 把他们带出去吧 尽管十万个不情愿 但为了大局 我们只得忍了 将他们一个个往下面拖 出那扇小石门的时候 非常轻松 稍微往上 一般就打开了 完全不是之前像被磁力死死吸引住的情况 我们废了 总算将城坊等四人 拖出了诡异无比的钟楼 两人坐在地上大口喘息 我问夏喜 上面顶楼那种机关 到底是什么原理 有吸引力 能让人天旋地转 还能震得口鼻流血 夏喜回到 古墓里的机关千千万 剑弩 流沙 毒气 水银 火壁 陷阱 护墓兽 迷宫 但像这种情况 我从来没有见过 实在想不通其中的道理 姑且叫他四大街空佛阵吧 阿弥陀了个佛 事隔多年之后 我认识了一位编中专家朋友 无意聊起了这件事 他对此非常好奇 想解开这个谜团 曾就此情况 分别问了物理 考古 机关等专家 半年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结论 我感觉比较靠近真相 古秋瓷位于沙漠 由于环境的原因 沙漠有些地方的磁力场 比较特殊 当时的古秋瓷佛国人 对此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 将古钟楼 建立在了一个磁力场的焦点 钟楼按照塔的模样来建设 顶部不开任何窗 相当于一个磁力聚集器 顶楼由此具备了恐怖的磁场 而四尊四大街空小铜尊 其实是封闭磁场不外泄的装置 当有人突然拿起了四个小铜尊 强力磁场作用发生 导致了中间大钟里面的金属圆球 受磁场作用不断疯狂转动摩擦 也导致了石门打不开 至于说 为什么会头晕目眩 以及流鼻血 就更简单了 在金属摩擦造成强烈的铜屏共振之下 音量会破坏人的耳鼻喉膜 造成出血 而且音量还会极大刺激人的前庭神经 就是管理人身体平衡器官的神经 宇航员经常太空舱训练 就是训练这个神经 导致人天旋地转 动弹不得 我听完这个结论之后 瞠目结舌 六道轮回里面的悬浮梯 引导人向善 四大街空幻象 制止人拿古董的贪欲 秋辞古佛国 建设这个钟楼的初衷 似乎在警示着世人什么 他们可能不懂什么磁力场 同频共振 前庭神经 但他们将自己的佛文化 与所掌握朴素的天地规律原理 建成了如此内涵丰富 蕴藏天机的建筑 确实令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我为华夏鲜明的智慧 感到骄傲 当时 那位编中朋友对我说 苏先生 这种今是奇迹一般的建筑 我们都非常感兴趣 有一项组成各领域专家参与的一个团队 前往那地方探奇 能不能麻烦你带一下鹿 我当时几乎吼出来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别说我根本不认识鹿 即便是认识 当时凑此古佛国 也可能被黄沙给淹没了 哪怕没有被淹没 我也不会再去 毕竟我发过誓 夏喜跟我休息了好一会儿 互相对视了一眼 夏喜问 我们不做点什么吗 我回答 那必须做 夏喜转头找了一根木头船子 我嫌弃用工具不太爽 直接撸起了袖子 两人嘶吼一声 朝躺在地面晕了的城方等人 开始狂殴 这帮王八犊子 一路以来 差点把我们给折腾死了 现在他们晕了 不把他们打出屎来 让他们彻底丧失战斗力 我们根本不解气 等他们醒来之后 我们完全可以解释 他们是在中楼弄伤的 这一段打得 跟鞭尸一样 简直不要太爽 夏喜身上的毒还没有解 力度不大 我直接让他滚开 自己拳拳倒肉 对着他们风奏 而且尽量搞内伤 解了气之后 我们离开了这个地洞 走回了营地 阿米娜见到我们 满头满脸全是血 吓坏了 赶紧跑了过来 问我们怎么了 有没有啥事 我们摆了摆手 有气无力地 对两位向柳的家伙说 你们程老大在 西北角那个洞里面 去将他们给拖出来 向柳两个家伙闻言 疯了一班去了 半个小时之后 他们将城方等人 给拖了回来 拿着急救药包 对他们进行紧急治疗 慧云大师 已经将佛经 全部给腾抄完毕 他正坐在远处 一个沙堆上 打着探照灯 在专心致志地翻译 眼尖向柳的人 现在没功夫理我们 下喜春我使了一个眼色 我点了点头 朝慧云大师走了过去 慧云大师工作非常专注 根本不知道我过来了 我坐在了他边上 点了一支烟 抽了好几口 慧云大师闻到了烟味 才反应过来 抬头看了我一眼 说道 阿弥陀佛 苏施主身上血痕仍在 看起来刚才经历了一场大劫 我点了点头 是的 我差点就去见佛主了 对于下面有六道轮回 中塔之事 我不打算告诉慧云大师 否则以他的痴迷 只不定会跑去看 慧云大师说 佛曰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矣 寂灭未乐 苏施主身在历劫 心却在超脱 劫难越多 般若智慧越足 这都啥理论 不挂掉就不错了 还般若智慧越足 我说道 大师 佛是不是要求人 弃恶向善 慧云大师文言 点了点头 是的 礼佛之人 须具三心 处离心 慈悲心 菩提心 要求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我朝远处向柳的人 努了努嘴 大师 这几天 想必你也看到了 那群家伙实在是坏透了 心黑得像煤炭 他们这次来秋辞古佛国 不是在保护佛国文化 而是想将这里的 考察成果弄出来 为他们后面干坏事 奠定基础 你在这里翻译佛经 这行为本身不存在善恶 但若将翻译成果给了他们 他们按照这个 做了伤天害理的事 你翻译的行为 就是典型的行恶因 皆恶果 大师不仅会将一生修行成果毁于一旦 而且死后 一定会受到佛主严厉惩罚 下阿比地狱 慧云大师闻言 身躯一哆嗦 手中的笔掉在了地上 老和尚内心的缠定功夫 其实还算高超 之前遇见飓风 找谁等极端危险之事 他面不改色 双手合十念经 一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模样 但此刻听到自己一生修行毁于一旦 定力不足了 我将地上的笔给捡起来 递给了他 你抓紧翻一把 在下地狱的道路上 一去不复返 我看好你 慧云大师正正地看着我 半赏之后 他双手合十 苏施主 有事还请明讲 我转头看了看香柳的人 低声对他说道 我之前曾听说 你是西域古佛学研究顶级大师 这些古经文 国内除了你 根本没其他人能看懂 为了避免你种恶因 皆恶果 我建议你 翻译一部错经文给他们 反正也没人能看出来 正确的经文 你心中记着 等我把香柳这帮犊子 全弄下了地狱 你还是可以公布出来 这样既保住了你修行成果 又保护了古秋辞国佛文化 一举双得 慧云大师 眼睛瞪得老大 满脸不可思议 这是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办法 但这老和尚 性格非常淤 好像明显超出了他认知的样子 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杀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添了一把柴火 当然 你不愿干也行 佛曰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你去阿比地狱吧 那里也挺好的 讲完之后 我将烟头掐灭了 起身就走 慧云大师 一把扯住了我 我看着他 没坑上 慧云大师让我坐下 我坐下之后 慧云大师双手合十 口诵佛经 阿弥陀佛 苏施主所言极是 但出家人不打狂语 我如果用假经文欺骗他们 也会废掉一生修行 也要下地狱 实属两难啊 我差点晕过去 本来我觉得 既然慧云大师这么淤 便打算从行恶会毁掉修行 来让他配合我做事 谁知道他淤的简直超出想象 竟然讲撒谎 也会下地狱 咋办 告诉他 撒谎不会下地狱 这论点很难找啊 我黑黑冷笑了两声 脑子在剧烈地转动着 又点了一支烟 大师可知道张献忠 慧云大师点了点头 略知一二 我说到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明末张献忠性格残暴 试杀成性 他在川省曾干下无数暴行 其中有一件 便是侮辱僧人 当年有僧人劝他 不要作孽杀人 张献忠自然不听 还派人拿了一堆肉和酒上山 告知那些僧人 如果你们喝酒吃肉 我便不再杀人 这是对修行僧人的极大侮辱 僧人明知即便是吃了酒肉 张献忠也不会放弃杀人 但他们为此还是做了最后的努力 僧人们开始集体打坐 口诵佛号 吃起了酒肉 最后含泪齐齐高呼一句 千古名言酒肉穿肠过 佛主心中流 慧云大师 我说道 请问大师 这些僧人虽吃了酒肉破了剑 但他们会下地狱吗 慧云大师回道 阿弥陀佛 此乃至善修行 必然不会 还将功德圆满 我说道 无缘无故的破剑 自然会受到惩戒 但大师 你为了心中的至善正义 撒谎弄假经书 本质与川省那些僧人一样 不仅不会下地狱 还将功德圆满 慧云大师愣住了 我重新起身 话讲至此 请大师三思而行 之后 我回到了夏喜和阿弥陀佛身边 夏喜瞅了瞅 在沙堆高处发呆的慧云大师 问道 成功了 我回道 不知道啊 但把他现在脑子 应该有点乱 夏喜问我 怎么忽悠的 我将情况简单讲了一下 夏喜笑道 你小子是懂辩证法的 折腾了这么久 我们都非常累 钻进帐篷休息 一日一大早 我们出了帐篷 发现城方四人 有三人已经醒了 一人仍然在昏迷着 三人仍然在昏迷着 一人仍然在昏迷着